第六十八章 神将下凡 随着孟双华下达死命令 必须要取下慕英雪的性命 浩天大神官龙天藤 率领百万神殿骑士 数百名浩天道高手 亲自围杀慕英雪等人 虽然神殿人数众多 但有将默然这个大高手在 也能够抵挡一二 一路追杀 来到了整个荒凉的大草原上 将他们围了起来 龙天藤坐着一辆八匹异兽俊马拉的神脸上 冷漠地看住远方 纪妖光 四大光明神官 则站在神脸的四周 将默然 慕英雪 本座看你们还能往那里逃 看住远方不断和神殿骑士 浩天道高手厮杀的小黑点 龙天藤露出了冷笑 浩天意志 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慕英雪的性命 龙天藤站了起来 声音宏大虔诚的念叨 所有神殿之人的耳边 都清晰响起了浩天的意志 让他们顿时热血沸腾 甘愿为浩天献身 大神官 可是将默然这个高手怎么办 纪妖光有些担心地问道 光明大祭司被将默然一掌拍死 光明圣女自动继任了大祭司职位 此时的激摇光已经是浩天神殿的二号人物 四大光明神官同样看向了龙天藤 显然 对于江默然还是非常忌惮 你们放心 自然有人前来对付他 我们只需要专心拿下慕英雪即可 龙天藤沉声说道 随着浩天大神官下达命令 百万大军齐齐压下了江默然等人 整个草原都在万马奔腾之下 剧烈颤动了起来 此时慕英雪等人已经杀疯了 每个人都化为了超级绞肉鸡 疯狂地屠杀柱冲上来的神殿骑士 江伯齐的秦英 南宫婉儿的自服 柳青的浩然剑气 夜运的裁天之剑 慕英雪的天道神力 鸡心弱的破五金力量 化为最强大的公鸡 不断在大草原上狂勇思虐 可怕的剑光和各种力量 似乎要将虚空给碎裂 无数的神殿骑士倒在了血泊 然后后面又冲上了大批 汗不畏死的骑兵 在长时间的厮杀之下 他们也变得疲劳不已 体内的元气都快被抽钱了 已经达到了极限点 魔为盖世 这时候 一旁观战地将漠然终于出手 一道遮天蔽日的剧长 拍像如潮水般涌来的神殿骑士 轰隆隆 大地瞬间崩裂了数公里 数以万计的神殿骑士 瞬间被拍得粉身碎骨 惨死当场 在他的力量面前 这些神殿骑士 真的就是地上的蚂蚁一样 随意屠杀 这时候 龙天藤的神脸已经来到了战场 神殿骑士们的冲锋 也暂时停止 你这个见不得人的狗东西 终于现身了 我今天就斩杀你于此 望向神脸中的金色面具人 将默然杀鸡凛然地说道 将默然 本作很惊讶 你恢复了四肢 并且只有神海静一重天的修为 战力却远超神海静修士 不过 今天你的对手不是本作 有一个人很想念你 龙天藤淡然笑道 突然 天穷上的虚空裂开了 赤裂的光芒笼罩了整个云层 轰隆隆 天雷涌动 一道金色的大门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大门开启 一黄金神将从来山面走了出来 可怕的神威 让所有人不敢直视 浩天神殿的人 更是恭敬地跪在了地上 恭迎神将大人下凡 就连龙天藤也露出了恭敬之色 恭身道 恭迎神将大人下凡 都起来吧 黄金神将面色高冷 透露出一股无形的可怕神威 让众人心中骇然 你 你是武师兄周天行 你居然成了浩天的走狗 此时江默然终于认出了 这个黄金神将是何人 正是他师父的五弟子周天行 大下锦衣卫的第一任总指挥使 六师弟 好久不见 周天行俯视着江默然淡淡笑道 你执意要当浩天的走狗 与我等为敌吗 江默然冷声说 浩天的意志没有人能够违背 即使你是我师弟 今日也必死 周天行冰冷地说道 那就不要怪我 不念师兄弟之情了 江默然杀鸡凛然 对于背叛师父的人 他愤怒到了极点 本将承认你的天赋 比我们一众师兄妹强 可惜你荒废了千年时间 现在才恢复正常不久 我已经远远超过了你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周天行冷冷地笑道 六师弟的天赋 确实令他们所有人嫉妒 但今日这位天才 却要死在了自己的手中 想想 心中居然有种莫名的兴奋 少说废话 千年前我能够压着你 现在依然能 自不量力 周天行冷冷一哼 顿时滔天的气势 席卷长空 两人化作流光 战斗了起来 两位曾经的师兄弟 在虚空中激烈厮杀 沐英雪 你的死期到了 没有人能够违背 浩天的意志 龙天腾的声音 如雷般非常响亮 子斧镜三重的可怕 气势爆发出来 冲散了战场的 所有混乱力量 向沐英雪杀去 没有了将默然的阻拦 杀沐英雪 还不是手道琴 沐英雪 被这股强烈的杀气 惊得翘脸煞白起来 子斧三重天境界 加上浩天神力的加持 龙天腾太强了 就算破五镜的鸡心弱 也被他的气势击飞了 没有人能够阻挡 他对沐英雪的杀心 想杀他 你有没有问过 本君的同意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一位身穿黑袍 头戴争獰鬼面具的 娇柔身影破空而来 地府泰山神君 龙天腾眉头一皱 随即立刻道 你敢破坏浩天的意志 今日你也得死 本君怕你不成 泰山神君冷哼一声 鱼龙天腾战斗了起来 两人实力相当 战得不分胜负 然后这个时候 姜默然或周天行的战场 终于分出了胜负 虽然 修炼有千古魔弓 但毕竟神海一重天 和子斧竟巅峰的差距过大 姜默然败在了 被一掌击飞了数千公尺远 地府泰山神君也来了 正好 本神将把你们一起击杀 周天行看见泰山神君之时 露出了强烈的杀意 地府一之于浩天作对 若不是忌惮夫子 早已经将地府铲平 书院后山 梁亭 叶姓和夫子 一直隔空观看战场情况 写有词里 叶姓脸色怒出大怒之色 对于自己的徒弟 叶姓舍得让他们去历练 经受一些磨难 但作为一个父亲 他还是很不舍自己的女儿受伤 经历磨难 叶姓打算出手了 他要清理门户 父亲 这种小角色 还没有资格让你出手 就让玄儿前去替你清理门户吧 这时候 叶玄从后面站了出来 自己父亲乃是九天十地第一高手 周天行这个叛徒 没资格让他出手 身为人子 当替父做事 自从夫子将我带来书院后山 一直隐居在此苦修天书四卷 没有离开过半步 八百多年了 恐怕世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也该出去走走了 望向书院之外 叶玄一脸的沧桑 时光如梭 一晃就八百年的岁月 一晃作者写书马上三年了 时间过真的太快 老了 去吧 替为父亲领门户 杀了这个叛徒 叶姓拍了拍自己儿子的肩膀微笑道 虽然 叶玄的修为和周天行一样 子府巅峰 但叶姓知道 自己的儿子很强 绝对不是子府巅峰那么简单 虎父无犬子 他的儿子怎么可能弱了 羁霸的威胁早已经不存在 为什么叶玄不走出书院后山了 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父亲 为自己的大哥报仇 为此 待在同一个地方隐士修炼 从青年到银发苍苍的老者 这毅力要多么的强大 才能够做到 将默然交给叶玄的天书四卷 他已经完全领悟通彻 虽然是叶姓千年前初创的版本 但也是超凡境中非常强大的功法 叶玄化为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凉亭中 玄儿隐居后山八百年 也该乾隆藤渊了 父子抚摸了一下自己胡须 开心地笑了笑 八百年的相处 父子和叶玄的感情 根本不亚于父子间的感情 看吧 玄儿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叶姓露出笑容 师父 二师叔 请喝茶 这时候 女帝泡了几瓶好茶 恭敬地端了上来 高贵冷凹的女帝 在两人面前显得乖巧 懂事无比 无二 这是为师昨晚改良好的 日月当空唯吴独尊功 就算放在上界 也是能够威震一方的绝世功法 叶姓清点女帝的眉心 将功法内容尽数传给了她 叶姓获得的神秘珠子 不仅将修炼天赋 提升到恐怖绝伦的地步 而且悟性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因此 千年前 她才能为自己的弟子和属下们 创造出各种强大的功法 另外 透过这颗珠子 叶姓明明中感应到 这样的珠子绝对不止一颗 而是有七颗 每获得一颗珠子 将获得一种超强的能力 如果 将所有珠子集合起来 可以召唤出无比恐怖的东西出来 将获得一场巨大的机缘 可惜 在神魔天界中 叶姓寻找了千年 也没有找到第二颗珠子的下落 这门功法需要配合运朝修炼 等飞升了上界 为时会帮你拿下一方古国圣巢 让你有足够的气韵修炼 叶姓轻描淡写地说 每一方古国圣巢都是混沌初开就建立的恐怖势力 底蕴深不可测 可危陈四海八荒 但 对于叶姓来说 让其改朝换代太简单 在神魔天界 它就是无敌的存在 武儿让师父劳心了 女帝轻笑道 只要师父给他的东西 他都喜欢 证明是师父对自己的宠爱 大草原上 此时无边恐怖的能量 笼罩大片虚空 肆虐天地 子府巅峰的周天行 无可匹敌 泰山神君和江莫然联手 都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违背浩天的意志 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了泰山神君和江莫然的阻挡 龙天藤带着浩大的神灰 再次向沐英雪杀去 沐英雪必死无疑 就在此时 天空一道巨大的手掌 从天而降 庞扶从远古 跨岁月长河而来 充满了恐怖古朴的气息 龙天藤脸色大变 望向头顶从天而降的神掌 心中抓狂无比 为什么每次眼看要杀了逆天之女 就有突然的变故发生 他不敢大意 连忙停止进攻 全身气息变得更强大 手中的权杖释放出强烈的光芒 然后冲天而起 抵挡向神掌 轰隆隆 树石里的大地 直接完全崩碎 大量的神殿骑士 发出惨叫 坠落马下 直面神掌的龙天藤 本来站立住 突然双膝重重地跪倒在了地面上 脸上的金色面具已经裂开 露出尖嘴猴塞的磕蝉面容 此时龙天藤神情极为痛苦 额头上汗水直流 用尽了权力 拼尽了所有力量去抵抗神掌 此时他心中惊骇无比 隔空数万里一掌降下 自己拼尽权力也才勉强抵挡 神掌的主人实力 是多么强大啊 慕英雪 夜运等人也惊愕地看住突然起来的一掌 难道师父始祖触手了 连正在与暴虐江漠然和泰山神君的周天行 也停手了 眉头为皱 望向那神掌 眼看龙天藤快要抵挡不住 神掌降落下 粉身碎骨 周天行出手了 光芒暴射 一道神光只冲神掌而去 替龙天藤挡下了这一掌 万里云空浩荡滚动 一道伟岸的身影 踏着五彩神光缓缓而来 可怕的气势 令所有人只能仰望 他 他是二哥 二哥你没死 你没有死 面具下的泰山神君流出了眼泪 随即摘下了面罩 露出清澄绝色之容 如同雪山之巅的雪莲花一样清纯美丽 谁也没想到 令人胆寒 手段毒辣的地府之主 居然是一位绝色美人 破了五径 可以牺牲一定的修炼速度 留住青春容颜 不过 通常男修士不会再以容貌 去牺牲修炼速度 天性爱美的女修士则相反 留住了容颜 什么 叶璇她没有死 她还修炼到子府境巅峰境界 周天行脸色微变 万万没想到 她师父的儿子没有死 哈哈 大师兄来了 书院三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她 她是叶璇先祖 叶韵被震撼了 这可是他们领难叶家的开创者 哈哈 玄帝没有死 太好了 虎父无犬子 她没有丢师父的脸 达到了子府巅峰境 将默然大笑了起来 该死 为什么叶杏这浑蛋没有绝种 叶璇还活着 受伤的龙天藤 满脸都是争鸣之色 她的小弟弟被叶杏打坏了 那怕修炼子府境也不能再长出来 自然最希望叶杏和她一样 断子绝孙 二哥 你还活着 现在终于舍得现身了 叶青上激动地流下了高兴的眼泪 对住天空上的人影叫喊道 本以为自己的父亲 母亲离开了 大哥 二哥先后也离开了 天之虽大 只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人 今天再次见到血脉之清 她激动的郊躯颤抖了起来 不过 心中却有点怨气 明明还活着 却不来找自己 哼 我妹妹被欺负了 二哥又岂能不现身 父亲曾经说过 身为哥哥 不管在什么时候 那个王八蛋敢欺负妹妹 就得要揍死她 现在有人欺负你 我便来了 叶玄对住叶清上微笑道 不愧为父子和叶姓一样有着十分互短的性格 算你还有些良心 听叶玄这样说 叶清上的怨气也消了 开心地笑了笑 叶玄 最近盛传的叶家始祖是不是你 这时候 龙天腾突然质问道 之前怀疑是叶姓 但叶玄现身后展现恐怖绝伦的实力 叶家始祖的最大可能性 又变成他了 我连妹妹都没见 又怎么可能回叶家 叶玄摇了摇头道 难 难道叶姓那个混蛋暴君真还活着 他回来 叶玄否认之后 龙天腾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听见自己师父的名字 周天行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 对于自己的师父 心中还是有些畏惧 你全家才是混蛋 王八蛋 不准骂我爹爹 叶青上对住龙天腾怒目而视 小虎牙咬得吱吱作响 不过 随后他还是带着无比期待的神色 看向了叶玄 二哥 爸爸爸爸真的还活着吗 叶青上感觉自己紧张到了极点 他还活着 他回来了 他在夫子那里 叶玄没有隐瞒自己父亲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叶青上 自己父亲乃是无敌世间的强者 还会害怕隐藏在暗中的敌人 跑出来暗害他吗 因此 关于他回来的消息 并没有必要对世人隐瞒的必要 他 他还活着 爹爹 女儿想你了 听见自己父亲还活着 叶青上整个人都无比激动了起来 喜极而泣 不过 随即破口大骂了起来 他这个老混蛋 回来了也不知道来找我 好狠心 透过虚空 时刻观看着战场情况的叶青 无辜地笑了笑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女儿乃是地府之主 没有生命危险 也知道他会在与浩天神殿的决战中现身 因此就没有太助级去找他 反正早晚会见面 这丫头 还是还小时候一样顽劣 敢骂他爹我 叶青不满地努力努嘴 小时候 天儿 玄儿都很乖巧懂事 就这女儿性子很野 很脱 调皮捣蛋 让皇宫众人头痛惨了 谁叫你不去找人家的 活该 看着叶青被女儿骂 夫子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叶青 你还活着 可恶 你为什么还没死 你倒是死了 得到了叶玄的回答 龙天腾充满了仇恨的目光 他本来是个淫贼 当初窥视梦双华的美色 被叶青打坏了小弟弟 再也无法信任到 对于好色如命的他来说 比死了还难受 因此 对叶青可谓是痛恨到了极点 而周天行则神情一阵恍惚 师父还活着 还回来了 他有些紧张不安起来 周天行 你明知鸡巴害死了我大哥 篡改一照 依然效忠于他 为何要背叛我父亲 叶玄对住周天行 冷冷递之问道 权力 只有鸡巴才能给我权力 我便效忠了他 周天行争宁住脸色 冷冷地回答 如果叶青在 他万万不敢背叛 但叶青消失了 鸡巴掌权 他渴望获得巨大的权力 那就必须效忠他 吴师兄 如果你现在负荆请罪 我会替你求情 让我负荆请罪是不可能 只有浩天才能给我无上的权力 我宁愿丢掉性命 也不愿失去权力 背叛师门已成事实 就算师父还活着 周天行也打算拼到底了 他背后有强大的浩天作为依靠 面对师父一群人 并不是没有胜算 他不能失去权力 叶玄傲然副手而立 冷漠地看向周天行 既然如此 昔月的勤奋就此恩断一绝 叶姓之子叶玄 今日替赴清理门户 轰 恐怖绝伦的气势 从叶玄体内爆发 让整个天地瞬间震动起来 所有人都被这股气势所射 退到了很远的东方去观战 哈哈 好 玄弟 为兄道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 周天行也不惧怕 手持黄金神剑 向叶玄杀去 既然决定了将背叛师门 进行到底 就已经没有后路了 今日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杀 两位子府进巅峰的当时强者 激烈地大战了起来 恐怖的威能 震荡八方 让众多观战震撼无比 新生出恐惧之意 人间巅峰力量 果真恐怖如斯 两人的大战无法激烈 速度越战越快 很快 两人的速度竟然快到了 肉体在众人的眼神中 消失的地步 叶玄已经将天书四卷 领悟到了极致 掌握了令天地 都要空间的禁忌之力 可怕的禁忌之威 笼罩了整片虚空 将同样是子府巅峰的周天行 压制得死死的 沐英雪在远处 被深深触动了心弦 师父的儿子 实力太强了 将刚刚还无敌的黄金神将 打得节节败退 他对于力量无比渴望起来 如果他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还会被人三番两番追杀吗 玄帝你 你居然将天书领悟透彻 掌握了禁忌之力 师父太偏心了 将最强的功法 只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周天行脸色惨淡 身负重伤 不满 得贺道 哼 周天行 你这个叛徒 师父从来没有偏心 天书当初还不完善 师父才没有传给我们 而玄帝所学的天书 是我传给他的 见周天行 勾灭自己的师父 将漠然冷冷地喝哼道 周天行 你并不是我的对手 听说你神国神将有四人 让其余三人也下凡来吧 也许你们四人联手 还有一丝希望与我一战 叶玄傲气冲销地说 如同父亲叶姓一样 是很骄傲的一个人 他要试试自己的力量极限 他要打四个 要单挑神国四神将 听见叶玄如此狂大的口气 周天行整个脸色都大变了 叶玄 本神将承认你很强 但你想要一一敌四 太过于狂妄了吧 四大神将 得到的浩天神力恩赐 是最多的 皆是子府巅峰境界 战力无穷 叶玄想以一敌四 在周天行眼中 无异于赤人说梦 叶玄则双眼中 透发出强烈的战意 狂妄 我从未将你们这群神将 放在眼里过 又何来狂妄地说辞 你们这群胆小鬼 惧怕我老师 不敢轻易下凡来 再强的实力 都得需要经历实战检验 八百多年间 他从未出手 今日 叶玄决心以四大神将正道 既然你要找死 我们就成全你 就在此时 天穷上响起了大鹤声音 如雷轰鸣 神门开 赤裂的光芒 笼罩万里云空 三股可怕浩大的气息 传了出来 随后 三名黄金神将 从天而降 参见神将大人 神殿众人行礼 又来了三名神将 叶玄先祖 会不会有危险 叶玉脸色 有些担忧之色 玄帝敢挑战四大神将 就一定有信心战败他们 我们好好看住就行了 将默然很乐观地笑道 虎父无犬子 他相信叶玄能成功 对 我们要相信大师兄 能够打败四大神将 书院三人也笑道 对于大师兄 心中有无穷的敬仰之情 叶玄露出淡漠的神情 四大神将都到齐了吧 该我清理门户的时候到了 其余三位神将 虽然不是叶姓弟子 但也是当初他信赖的重臣 叶玄消失 击霸掌权后 便投靠了击霸和孟双华 如果叶玄还在 他们不会背叛 会是他的死忠 但叶玄离开了 人死如灯灭 为了自己和背后的家族 他们选择了对击霸妥协 叶玄 你始终没有突破到洞虚境 今天受死的人应该是你 周天行冷笑道 四人联手 就算出入洞虚之人 他们都有信心一战 何况是子府巅峰的叶玄 那就各凭本事了 轰 天疏禁忌之力的气息 浩荡喷发了出来 直冲四大神将 刹那间 天崩地裂 庞腐整个人间都要碎了一半 叶玄以气吞山河之势 带着铺天盖地般的可怕能量 急速杀过去 四大神将也不惧 周身缠绕着璀璨的神光 手中的黄金神剑 演化出千万道剑气 形成一条浩浩荡荡的剑气长河 轰隆隆 可怕的爆炸威势 震天焊地 虚空层层崩坏 面对四大子府巅峰的神将 叶玄也没有敢大意 爆发出了 他此生以来最强的战力 望着天际上的滔天大战 散发出来的毁天灭地威严 方圆万里的人 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那股沉重 恐怖的气息 让他们无法喘气过来 以一敌似 叶玄毫不落后 危荡长空 以识破天经之势 压着四人打 四大神将脸色大变 万万没有想到 四人联手都无法压制叶玄 这战力也太恐怖了吧 如此可怕的叶玄 让观战的一群人 惊恐到了极点 男人的典范 就当如叶玄这样 霸威绝世 龙天藤被吓得脸色惨白 连暴君的儿子都如此厉害 那暴君又强大到何种程度 姬瑶光甚至对心中的信仰 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昊天真是无敌的吗 叶玄 真没有想到你如此厉害 可惜你能够压制我们 但却无法斩杀我们 压制和斩杀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压制很容易 但想要斩杀 就要比对面强大很多 才能够做到 以我现在的境界 确实无法斩杀你们 清理门户 叶玄也爽快地承认了这一点 四大神将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 我只是说现在的境界 不代表即将到达的境界 无法斩杀你们 叶玄冷冷地笑了笑 你说什么 四大神将疑惑地看向叶玄 突然 脸色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什么 他居然开始突破境界 四大神将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原本叶玄的境界 半只脚踏入了洞虚境 他只差一个契机 就能够踏入洞虚境 叶玄八百多年从未出手过 一招出手 便石破天惊 威压盖世 一场激烈的大战中 将体内的玄关统统打通 这也是为什么 他没有慌着斩杀叛徒周天行 而是要以一敌似 对战四大神将的原因 破随着叶玄的一声大喝 沙纳间 风云变化 天地变色 一股无法想象的可怕能量波动 从叶玄的体内浩荡喷发了出来 仅仅一瞬间 方圆数公里的虚空 全部进入了归属状态 更令人惊讶的是 原本年迈苍苍的叶玄 此人竟然返老还童 变成了一位高大魁梧的青年 阴白色的头发 变得乌黑靓丽 突破洞虚境后 叶玄整个人恢复了三十来岁的年轻面容 一般只有突破到了涅槃境 涅槃重生之后 才会返老还童 不过 天书四卷是叶行创造的一门 非常神奇的功法 洞虚境 便能返老还童 怎么会这样 你居然突破了紫府境 达到了新的境界 四大神将脸色惨白到了极点 现在我就替父亲亲里门户 叶玄冷军的双眸中 充满料如同刀锋般冷冽的锋芒 杀意深深的声音 在天地间回荡 我们绝不是对手 快跑 逃回神国就安全了 四大神将 疯狂地往神国逃跑 神国有耗天 叶玄奈何不了他们 你们逃不了 叶玄冷酷地说 一掌拍出 浩荡十方 超越世界极限的力量太强大了 叶玄这一掌 直接湮灭了方圆数百里的虚空 造成可怕的空间风暴灾难 修为弱小的神殿骑士 直接被空间风暴吞噬 其余人也得尽力抵挡 打碎虚空 虚空可以自动复原 而湮灭虚空 归属空无 以世界之力 是无法复原的严重创伤 这就是为什么叶星下凡 必须封印自我力量的原因 他怕自己也不小心 毁了全世界 不 我们不想死 虚空尽灭 四大神将也在叶玄的这一掌之威下 被拍成了粉碎 神国大名鼎鼎的四大神将 就这样全部死于了叶玄手中 他也成功替赴清理门户 可恶 那暴君的儿子 为什么也如此之强 杀了我的四大神将 透过天之镜 孟双华亲眼看见四大神将 被叶玄斩杀 愤怒到了极点 他很想亲自出手 击杀叶玄 但又忌惮人间的夫子 在人间 他只能发挥 无量之境的力量 双华 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生气了 就在这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孟双华 神色一亮 鸡霸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烦请订阅支持 风于阿鼓 说频道更新 这只是我的一道念力分身 真身并没有回来 平淡的声音 再次在神国大殿中响起 哼 孟双华不满地哼了一声 这家伙一离开 就是八百年 让他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 很不是滋味 随即一道威霸男子的虚影 显化在孟双华的身前 脸上透露出邪魅的笑意 双华 你是不是很想我了 对于这个千年的天下第一美人 哪怕此时击霸已经成神 身边美女环绕 但心中还是非常喜欢 这女人太诱人了 天生媚骨 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勾魂毒魄 也是在这位美人的诱惑下 他把视不住男人的欲望 选择了背叛恩师 篡改遗诏 除掉夜天这个威胁 美色和权力 对于男人的诱惑力 如同毒粉一样致命 没有强大的定力 很少有男人能够抵挡得住 红颜祸水就是这样来的 想你又怎么样 你这道念力分身 能给我想要的东西吗 你根本就不行 没用的男人 孟双华慵懒地伸展了一下 妙慢的郊区 露出大片诱人的唇光 这让击大的分身 不由吞了吞口水 孟双华这心机女人 太会诱惑男人了 将男人的心思 把握得死死的 不然 千年也不会让叶信 和击霸仕途两人 神魂颠倒 他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他的儿子刚刚斩杀了 我手下的四大神将 突然 孟双华脸色异正 严肃地说 我当然知道 我留下的精神烙印被他破了 他也曾试图透过我精神烙印 想要算出我的位置在那里 我身上有一颗神秘的珠子 屏蔽了一切天机 他没有算出我的位置 不过 能够有这种能力 至少要有不朽的境界 而且精通天眼之术 所以担心你的安全 就回来看看 本来 我想亲自回来杀了他 可惜临时有事走不了 当然 你放心 我给你找来了四个强大的帮手 而且 我的这道念力分身 全力爆发 也能够爆发出准神的实力 一定可以杀死他 鸡霸冷冷地笑道 其实鸡霸根本没有事脱不了身 鸡霸很聪明 又不是傻子 此时的他 还不清楚 业性的实力究竟如何 如果就贸然真身降临 是有很大的危险存在 他特意降下一道念力分身 找来四个外援 就是为了先试探自己恩师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如果有自己真身打不过的实力 大可以立刻躲藏起来 凭极住神秘珠子的能力 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位置 如果实力一般 是自己能够对付的范围内 那他就不会客气了 准备是师 虽然千年前和叶信有很深的感情 但目已成舟 他杀了自己师父儿子 玩弄了他的女人 不死不休的仇恨已经形成 他自然不会心刺手软 不是你死 就是我 你们四个出来吧 随着鸡霸发话 整个神国都颤抖了起来 恐怖气势让梦霜华色变起来 四道气息可怕的身影 玄机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见过霸王 四人给鸡霸行礼道 这位是鬼域的鬼主 鸡霸只向一个浑身 被幽冥死气缠绕 只剩下一身皮包骨头的黑袍人 介绍道 紧接住 又指向了一个身高超过三米 充满力量感的魁梧大汉 这是囚龙人族的利王 这是天狐族的天狐王 一位拥有颠覆众生美貌 皮肤白皙 一头银白色头发的美人 笑盈盈地看住梦霜华 这是圣灵族的大长老 李天兴 最后一位 则是个童颜鹤发的老者 他们都是不朽进的修为 雄霸一方的绝世强者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杀了我那个好师父 他的天赋太可怕了 如果不杀死他 我们永远都不会安心的 鸡霸心有余悸地说 对于叶姓的恐怖天赋 他是非常清楚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有天大机缘 已经有真神巅峰境界 也不敢真身轻易现身的原因 心中很忌惮业性的天赋 见过夫人 介绍完之后 四位天外不朽强者 对住梦霜华行礼 比神国中等 自己还要强大的修行者 都要乖乖向他行礼 这让梦霜华感到一阵飘飘然 神清气爽 对于他目虚荣的他来说 最享受这样的感觉 于是 对鸡霸抛了一个深情的魅眼 表示自己很满意 梦霜华是个很现实的女人 谁强他就会跟住谁 和风云中的武林第一美人 主角聂峰的母亲 颜莹很像 别看他现在一副 对鸡霸情深款款的样子 如果鸡霸落败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 这女人的心目中没有爱 只喜欢权力和最强的男人 当初叶姓是最强男人 他跟了他 叶姓消失后 鸡霸变成了最强的男人 自然跟住他走了 我给你的四个外援很强大 必须在神国一战 否则 整个荒谷大陆都会被毁灭 到时候你就无法炼化世界 一举成神 算你还有良心 替我考虑周到 不枉我背叛了他 和你同床共枕 孟霜华柔媚地笑了笑 毕竟 炼化荒谷大陆 可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自然不能中途而废 可是怎么引那暴君上天了 孟霜华眉头微醋 夫人 这太简单了 浑身死气的鬼主 英智地笑了笑 对付一个小世界的人 对于他们这些上界的大老人物来说 太过于简单 根本没将这些土著放在眼里 然后 伸出那只如同骨头一样的右手 探出了神国 直冲下面的夜旋而去 本来斩杀四大神将 气势达到顶峰的夜旋 突然脸色一阵大变 感觉有什么危险袭来 旋即 只见一只邪恶的枯手 从天而降 震破万里云空 向他擒拿而来 夜旋心中惊恶无比 此时的他 居然感觉到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这力量 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了 枯手轻松破掉了夜旋了的防御结界 然后将他握在了手心中 擒拿去了神国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让众人惊魂未定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啊 这一幕 所有人的傻眼了 刚刚还危盖天地的夜旋 就这样轻松被神秘巨手擒拿走了 这 这还是人间的力量吗 那巨手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认知 都感到了深深的恐惧感 将漠然 木音学等人心中更是大吉 可惜 他们在巨手的面前 如同蚂蚁一样弱小 根本没办法出手相救 大哥 此手的主人好强 我远远不是对手 只能有你出手就悬而了 夫子眉头紧张 有些筑急地说道 不急 暂时不用出手 抓走我儿子 不就是为了赢我上天吗 就如他所愿吧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是没有人能够杀得死自己的儿子 因此 叶姓也没有这急出手 在天上 你还是弱了一点 就我一个人上天吧 我倒想要知道 那吞噬天道之人 是那位熟人 居然要想逼我上天一战 叶姓冷冷一笑 随即 消失在凉亭中 被战斗破坏狼藉一片的大草原 此时众人都还处于对聚首的震撼之中 没有回过神来 太恐怖了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认知 难道是浩天出手了 神殿众人 内心激动了起来 浩天是无敌的存在 忽然 虚空破开 一身黑衣 威严霸卫的叶性 傲然旋利于空中 这时候 众人从惊魂未定的状态中 走了出来 拜见师父 拜见十足 拜见大士伯 见来人是叶姓 将默然 叶韵 慕英雪 书院三人立即行礼道 又见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朋友 畸心若露出了微笑 暴君 真是那个暴君 他真的还活着 龙天藤背下的下面一阵淡痛 脸色惨白起来 没见到叶姓的时候 恨不得找到他 将之斩杀 报血海深仇 但 真的见到这个暴君了 龙天藤竟然耸啊 对于叶姓给他的阴影 他根本忘不了 吓得的全身颤抖了起来 胆都差点吓破 叶姓自始至终 给人的感觉都是恐怖绝望 是他 没想到他就是所有人口中的叶姓 刚才斩杀四大神将之人的父亲 姬瑶光脸色微变 翘脸煞白 想想就可笑 在封王府中 他居然在叶姓的面前 表现得高傲无比 对他出手 这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人家是不想跟自己计较 否则 一掌就可以粉碎整个安兰城 是爹 是爹爹 叶青上忍不住 眼泪掉了出来 而石坐在父亲大腿上撒娇的场面 历历在目 千年后 父女二人终于见面了 爸 叶青上忍不住大声叫道 青上 叶姓对住自己的女儿 微笑点了点头 爹 二哥被人抓走了 快救救他 叶青上急忙道 在他眼中 父亲永远是最大的靠山 无所不能的存在 我知道了 马上就登天就回你二哥 叶霄轻笑道 龙天藤 没想到你还活着 还成了浩天的走狗 叶霄对住惊吓过度的龙天藤叫道 你 你要干嘛 我 我不认识你 我 我不是龙天藤 龙天藤害怕极了 说话都吞吞吐吐起来 甚至极力否定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自己没有面对暴君的勇气 龙天藤心中疯狂呐喊 看住极度惊恐的龙天藤 叶信也没有再废话 弹指一挥 龙天藤整个人瞬间化为了一缕青烟 而他杀了大神官 和他拼了 四大光明神官 愤怒地喝倒 对于信教 被洗脑过的人 是汗不畏死的 数十万神殿骑士 浩浩荡荡地冲杀向了叶信 蝼蚁也敢蹦腾 叶信中 只指向了冲过来的神殿之人 轰隆隆 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所有神殿之人公 请客间全军覆没 粉身碎骨 啊 这让书院三人 姬瑶光等人脸色大变 充满了震撼 数十万强大的神殿骑士啊 这 这就灰手之间灰飞烟灭了 太恐怖了吧 不愧是让千禧年前 所有人物都恐惧无比的强者 浩天神殿 此时就剩下了姬瑶光一人 他不知是什么原因 叶信居然没有杀他 但 他此时已被吓得半死 瘫倒在地 毫无光明大祭祀的威严了 挥手之间 灭杀了所有神殿之人后 叶信凝望向了天上 冷冷一笑 不知道是那位熟人 想要我叶信的命了 千年前 叶信征服四方 得罪的敌人可不少 因此 他猜不到是谁 他也懒得用天眼之术 去演算出是谁 因为 敌人太弱了 他根本不会在乎是谁 叶信一飞冲天 无形力量冲开神国大门 登天而去 他来了 他终于登天来了 哈哈 孟双华紧张又激动了起来 今日 就是他们和叶信 解决所有恩怨的时候 千年的叶信 给人所有人的阴影太大了 只有叶信彻底死了 他才会安心 师父 你究竟有多强了 鸡霸的念力 分身凝声道 表面上看 叶信只有 子府巅峰的修为境界 但 他们可不相信 叶信只有子府境那么简单 不然 也不可能挥手之间 消灭数十万神殿骑士 不搞清楚叶信的实力 他的真身 根本不敢轻动 经历了无数 弱肉强食的世界 鸡霸早已经养成了 小心翼翼狗的性格 不久 叶信成功登天 出现在了神国大典之中 此时 孟双华坐在神座上 一脸高傲地看住叶信 轻笑道 陛下 你原来没有死呀 我们终于又见面 叶信抬头看向了神座上 高贵角色的女人 孟双华 没想到吞噬天道的人 居然是你 叶信有些意外 随即 双眸中杀鸡迸发 鸡霸 孟双华可是他心中最痛恨的两人 好歹我们亦算夫妻一场 何故一见面就对我露出杀意 孟双华呵呵地笑了起来 他双眸之中 同样露出了杀意 今日一战 两人只能有一人活着离开 哼 你这个贱女人 还有脸提夫妻一场 你蛊惑鸡霸篡改一照 并暗杀了天 欲灭岭南叶家一脉 是为我叶信一直待你不薄 荣华富贵 无上权力都给你了 你为何要这样做 叶信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杀意 他最艳恨之人 便是叛徒 你走了 鸡霸就是世间最有权力的男人 我喜欢强大的鸡霸 有什么错 只有他能给我最爽的生活 恐怕是个女人 都喜欢强大的男人吧 孟双华毫不知羞耻地笑了起来 哼 自己一个人不要脸 就不要扯上所有女人 废话不多说 鸡霸在那里 你们两人我必杀之 叶信冷喝道 呵呵 你认为今日能够杀掉我吗 陛下你醒一醒吧 这已经不再是一千年前 你说一不二 无敌世间的时代了 孟双华冷冷笑道 你的衣裳 不会是暗中的那四个废物吧 孟双华脸色大变 他万万没有想到 叶信居然知道他们四人的存在 小子 你区区一个子府境修炼者 还骂我们废物 找死啊 隐藏在暗中 击霸带来的四大不朽外援 此刻现身了 他们杀意凛然地盯着大殿中央的叶信 像看死人一样看住他 这就是霸王忌惮的敌人 气质是很不错 但境界也太低了吧 区区子府境 你拿什么来和我们斗 四人盯着叶信 冷冷地不屑笑道 本来以为 能让霸王忌惮的敌人 是很强大的存在 四人都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那只却只是个子府境的小辈 顿时感觉无聊 让他们来支援 就是大财小用 四人本来紧张的心情 完全消失了 他们可是不朽境的大佬 就算你占领逆天 但毕竟相差着洞虚 无量 涅槃 不朽四个大境界 又怎么可能逃得出他们的手掌心 陛下 今天你难逃一死了 你的时代结束了 孟双华冷冷地笑道 眼神中 对于这个同床共枕过的男人 没有丝毫感情 废物男人 就当死 你不会真以为 这四个废物能够杀掉我吧 叶性强大自信 低沉冷峻的声音 回荡在神殿中 哼 你是本主见过最狂妄的小辈 夫人 让我出手斩杀这小子 黑色死气缭缭的鬼主 被彻底激怒了 他可是鬼欲至高无上的大能 被一个小辈骂成废物 那里能够忍受 有劳鬼主出手了 孟双华对住鬼主说 夫人客气了 不过举手之劳 本主一招就能够捏死他 鬼主杀鸡凛然地冷冷一哼 紧接住 果断出手了 皮包骨的枯手 缠绕着黑色死气 向叶星抓去 可怕的能量 让整个神国剧烈震荡了起来 孟双华四人 看四人一样 盯着叶星冷笑 他死定了 暗中的击霸念力分身 紧张地看住鬼主的哭手 杀向叶星 叶星这个让他忌惮不已的师父 会不会当即陨落了 很期待 轰 当鬼主的手掌 快要接近叶星的时候 叶星浑身突然爆发出 一股震撼天地的可怕气势 将鬼主的哭手直接震断了 瞬间 黑色的血喷涌而出 黑色的死气四处震荡 鬼主捂住自己的断臂 惨叫了起来 叶星瞬间解开了第二层封印 境界提升到了不朽境 全身光明与黑暗精未分明 神魔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 同时从他的体内喷发出来 整个神国 都被差点被他的威势震撼了 你 你居然隐藏了修为 断了我的手臂 鬼主忍住剧痛 对住叶星愤怒的吼道 这只暴君 果然没有想象中中那么简单 幸好击霸带来了援军 孟双华声音略有颤动 他怎么会同时释放出 神和魔两种气息 这 绝不可能 圣灵族大长老李天心 震撼帝大吼道 气质好可怕的男人 本王甚至有对住他鼎领膜拜的冲动 颠覆众生美貌的天狐王 吓得翘脸都煞白了起来 我 我怎么感觉身体在发抖 超过三公尺高的丽王 魁梧如一座山 但此时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叶星的神魔迸发的气息 太可怕了 哪怕他们是不朽静的大佬 都感到了深深恐惧 在心头挥之不去 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恐怖场面 师傅 你果然隐藏了实力 幸好我真身没有轻动 希望你的真实实力 就是不朽静吧 不然徒儿又怎么能够是诗了 暗中的羁霸念力分身 冷冷地笑道 他心中十分庆幸自己的机智行为 虽然 目前叶星展现出来的修为 只有不朽静 并不是他的对手 但 能够隐藏一次 难免他师傅 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实力 不过 师傅 你太让我震撼了 你居然神魔双修 我闯荡了数十个世界未免 从来没有听说过 能够神魔双修之人 你又是怎么做到的了 这一点 让羁霸忌惮不已 叶星的天赋 真的可怕到了极点 连无人做到的神魔双修 都被他成功了 进入涅槃境 涅槃重生之后 就需要选择自己 接下来选择修炼的道路 就和读高中的时候 需要选择文科还是理科 总共有两条修炼之道选择 神道和魔道 修魔 优点在于肉体强大 恢复能力极强 强大者可肉身堪比至宝 防御力恐怖无比 缺点在于 治刚治阳的武器或攻击手段 是他们的肉身的克星 能够以弱胜强 修神 优点在于念力强大 探查能力极强 强大者可一念永恒 一念灭一个世界 缺点在于身肉太脆弱 极容易受重伤 恢复能力极差 两种修炼之道 没有强弱之分 各有各的优缺点 不过在神魔天界中 因为修神者势力强大 占据了正义的先锋 所以大部分修行者 都选择了修炼神道 而修炼魔道的修炼者 人数极少 击霸的念力分身在暗中观察 以叶信恐怖的精神念力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叶信只解封了第二次封印 他怕吓坏了自己的宝贝徒弟 让他再也不敢现身了 击霸手中有一件宝物 无法算到他的位置 这一点叶信已经很清楚 就算他乃是九天十地第一高手 也无可奈何 他是无敌九天十地 但不是无所不能 不过 不朽镜的实力 足可以轻松碾压这四人了 此人强大 我们四人一起出手吧 李天兴沉声说 神魔双修 举世无双 李天兴 深知自己敌人的强大可怕 可行 鬼主 天狐王 力王点头 随即 纷纷出手 力王 一拳轰出 力霸天地 气势无双 天狐王快速结印 点燃了幽蓝色的妖狐火焰 形成一颗强大的火球 向叶信杀去 李天兴的攻击十分简单 全力一掌向叶信拍去 断了一臂的鬼主 一声灿燃的大喝 一个骷髅头虚影 凭空凝聚 杀向叶信 四大不朽强者联手 恐怖如斯 整个神国都有崩塌的倾向了 虚空 都开始寸寸破碎 一念通天 神魔无惧 叶信口中轻轻念叨 十方生死 他站在原地 闻思不动 随即抬起大手 直接派出了毁天灭地的一掌 一念神魔 是叶信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 自创的神通 十方生死 正是其中的招 九天十地之中 也只有叶信一人 能够修炼一念神魔 因为 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做到神魔双修 这也是为什么 和叶信同境界的大神不少 而他一个只修炼了千年的小辈 却能够成为神魔第一强者的原因 因为他是神魔双修 力量是同境界之人的两倍 用修魔弥补了他肉体脆弱的弱点 而因为修神的原因 他不怕治刚治阳的攻击 他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缺点 只有优点的怪物 别人又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轰隆隆 虚空大爆炸 神殿塌陷了一大半 而四大不朽强者 也在叶信的这一巴掌下 气息湮灭 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神魔之威恐怖如斯 秒天秒地秒空气 第七十五章 孟双华死 叶信已惊天蔑视之威 一巴掌拍死四大不朽强者 将孟双华整个人都吓傻了 焦躯一晃 差点从神座上跌落了下来 惊恐地看向神威凌然的叶信 这 这怎么可能 他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四个 都比他还要强大许多倍的强者啊 就这样被当蚂蚁一样 轻松捏死了 这让他 掉入了千年前那种 对叶信的无边恐惧之情 整个人如坠冰枯 难道 他选择错了 叶信还是那个最强的男人 他不禁心中生出了许些后悔之意 击巴案中的念力分身 同样是目瞪口呆 震撼不已 叶信展现的实力太恐怖了 同境界一招灭杀了四位不朽巅峰大能 惊世骇俗 就算那些小千界中的圣子 圣女等超市天才 也远远没有如此恐怖 难 神魔双修 就是如此的恐怖如斯 战力无双吗 这让胆小甚微的击巴 有些害怕叶信起来 心中忌惮不已 虽然叶信的战力很变态 但远远不是他真神经的对手 不过 击巴就是怕自己的师父 还留有后手 他现在把握不清 自己的师父 到底有没有隐藏实力 孟双华 你仪仗的四个废物已经死了 现在倒要看看 谁能够救你 叶信冷声一笑 然后一步步走向神座上的孟双华 击巴 你还不快出来救我 这暴君要杀我了 孟双华惊慌失措地大叫道 击巴的念力分身 无法再躲藏 只得从暗中飘了出来 时隔千年 师徒两人第二次见面 师父 好久不见 徒儿心中甚是想念 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师徒二人终有一天 会走到对立面 击巴的念力分身叹息了一声 没有孟双华这个女人的勾引 她不会背叛自己的师父 可惜 一起都发声了 没有回头路 念力分身 好手段 我的好徒儿 没想到你比为事先成神一步 叶卿呵呵笑了起来 将念力形成一道分身 至少要有虚神境的修为 说话之间 击巴依照仔细观察着叶卿的表情 希望找出一些破绽 叶卿太淡定了 对于自己成神根本没有丝毫惊讶 害怕之色 对于自己的师父 他是十分了解 从来不做无把握的事 叶卿如此淡定 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难道师父真有后手 好徒儿 你就这么胆小吗 真不敢前来见我 只来了一句分身 叶卿哄凤笑道 我真身有事 无法脱身 否则师父还有机会在这里 和我说话吗 一个念头就可以秒杀你 鸡巴死死地盯着叶卿 想要看穿他的心思 哼 你以为你成神了 为时就不是你的对手了吗 你若敢真身降临 为时一定清理门户 将你斩杀 表现得越害怕 越容易让鸡巴齐心 因为鸡巴很了解他 因此 叶卿反击道而行之 表现得很自信的样子 彭腹你真来了 我一掌拍刺你那样的气势 让鸡巴一心 自己在虚假气势 心中害怕他了 师父 我可是真身神境强者 一掌就能捏刺 你这个不朽禁的凡人 你真不怕我 鸡巴淡淡笑道 为时倒是怕你没胆子前来 有本事你真神立刻降临 看看为时有没有手段诛杀你 叶兴冷冷一笑 随即出手将孟双华从神座上擒拿了过来 狠狠扔在了自己的脚下 孟双华吓得的脸色惨白 胶躯瑟瑟发抖 孟双华 你现在唯一活命的机会 就是鸡巴真身降临 打败我 你就可以活命 叶兴似笑非笑地对住孟双华说道 救我 我不想死 孟双华露出极度的求生欲望 看住鸡巴分身 抱歉 我的真身有事 脱不了身 救不了你 鸡巴咬了咬牙 拒绝冒险就孟双华 在搞清楚叶兴的实力之前 他不敢真身前来 一个漂亮的女人罢了 以他此时的身份地位 要多少有多少 孟双华是什么样的女人 鸡巴心中很清楚 一个爱慕虚荣 贪图全力富贵 心中没有爱 只喜欢强大男人的女人 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 很深的情谊在 犯不住冒险救她 我的好徒儿 你真够狠心 真不打算真身降临 救她吗 我可以先不杀她 等你前来 叶兴淡定看向鸡巴 让鸡巴无法猜透 她的内心情绪 双华 你安心去吧 我一定会杀了 叶兴这个王八蛋 替你报仇 鸡巴不可能 现在冒险来救她 狠心地说 鸡巴 你这个王八蛋 我看错你了 你不是人 鸡巴拒绝前来救自己 让孟双华 破口大骂了起来 孟双华 既然鸡巴不愿意救你 来是希望你好好做人 不要再贪慕荣华富贵了 叶兴面无表情地 看住孟双华 右手凝聚一道恐怖的力量 准备击杀这个 背叛自己的女人 这把孟双华吓惨了 陛下 你放过我吧 我今后一定会好好伺候你 再也不背叛了你 你就让我一命 剑切真的不想死 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 心中是最贪生怕死 她在叶兴脚下 使劲扣头求饶 害怕恐惧到了极点 叶兴没有理会 孟双华可怜求饶 一掌拍碎了她 看住孟双华的死 击霸没有半点伤心 好像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冷漠到了极点 此时 她心中很纠结 要不要真身与叶兴决战 若不现在杀了叶兴 她拥有神魔双修 这等可怕的天赋 一旦成长起来 自己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杀她的机会了 却又很怕自己的师父 有后手让 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不过 叶兴的做法 让击霸又起了疑心 虽然叶兴表现得很淡定 甚至巴不得自己 快点真身降临 像是能够吃死了自己 越是这样淡定从容 越是惹人怀疑 会不会师父故意这样 顾舍一招 其实根本不是自己真身的对手 以这样的手段欺骗自己 让自己没有胆子 真身降临前来击杀她 然后有足够的时间用来修炼成长 击霸显然了痛苦的纠结之中 脑子不断思索住 怎么样能够探查出自己师父的底线 师徒两人的斗争斗勇正式开始 一个想要搞清楚自己师父 是否有隐藏实力 一个想要自己的弟子 相信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让他的真身出现 自己好亲手杀了他 这不仅是一场力量的搏斗 更是一场智慧的较量 就看谁的演技好 手段高超了 PS 设定说明 小世界 子辅境为世界极限 达到洞虚境 可以飞升附近的大世界 大世界 准神为世界极限 达到虚神境 可以飞升附近的小千界 小千界 天神为世界极限 达到古神境 可以飞升附近的中千界 中千界 世界神为世界极限 神魔天界 就算为一方中千世界 以上的卫面 等写到的时候再介绍 另外 要打破世界壁垒 穿梭各卫面世界 并不容易 不仅需要很强的实力 还会遭到世界法则的攻击 轻者受伤 重者灰飞烟面 击霸能够轻松穿梭卫面 和送援军过来 是手中珠子的原因 好徒儿 你难道真不打算真身降临 前来见为师吗 我们师徒两人千年不见 也能够好好续续旧 叶杏轻笑道 刚刚他悄悄动用自己强大的念力 再次想要找出击霸的坐标 不过 他的神念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隔了 然后 叶杏惊讶地发现 对这古无形的力量 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这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这不就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神秘珠子气息吗 原来击霸获得的滔天奇遇 竟然是七颗珠子中的一颗 这让叶杏感到十分的意外惊讶 他找遍了整个神魔天界 都没有找到一颗 居然自己的大弟子手中 有一颗神秘珠子 心中对击霸的杀意更加强烈起来 只有杀了他 才能够获得第二颗珠子 击霸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师父 你真想徒儿了 就来太燕界找我吧 可前提你要突破 到虚神境 才能够达到得了太燕界哦 他在试探 看看师父自己的师父 有没有能力达到太燕界 太燕界是一方小牵界 只有虚神境的力量 才能够打破世界壁垒进入其中 至于叶杏是否隐藏实力的担心 并没放在心上 他有神秘珠子在手 就算告诉了师父自己在太燕界 只要自己不现身 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自己 而且到了自己的地盘 击霸就算自己不敌 也能够召集一堆帮手助阵 既然你盛情邀请 为师又怎能拒绝了 将太燕界的坐标发给为师 我这就前来 叶杏倾笑道 给你 击霸也不作假 将太燕界的坐标 给了叶杏 师父 穿梭未面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会在太燕界慢慢等你 鸡霸得意地笑了笑 不用等我太久 为时不日就能够达到 这颗珠子 你该认识吧 如果没有猜错 你身上也有一颗 叶杏将体内的天赋珠子取了出来 摊在手掌心 给了鸡霸分身桥 他也不怕有人惦记 至少在这片天地之间 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夺走他手中的东西 神秘珠子 师父原来你也有一颗 怪不得你实力如此厉害非凡 鸡霸有些激动了起来 这时候 杀掉叶杏 不只是除掉这个威胁 更想要获得他手中的珠子 神秘珠子的变态 鸡霸可是非常清楚 他就是有了一颗珠子 才一飞冲天 从一个小世界的凡人 不到一千年 就成长到今日的地步 这更坚定 他和自己师父碰撞的决心了 珠子 他是在毕德 这也正是叶杏想要的结果 他不怕鸡霸现身与自己一战 就怕他躲藏起来 找不到他 师父 弟子就在太燕界 供应你的搭架了 鸡霸分身大笑了起来 随即慢慢消失了 叶杏先将被抓到神国的叶玄 送回了凡间 然后 启动珠子的能量 穿梭到太燕界而去 太燕界 一座庞大的威恶宫殿中 身材魁梧高大的鸡霸 坐在威延的神座上 他散发出的可怕气息 让附近的虚空不断颤抖 这正是鸡霸的真身 没想到叶杏这个老家伙手中 也有一颗珠子 我必须要得到他手中的珠子 有了两颗珠子 这诛天万界 早晚都会沉浮在我鸡霸的脚下 哈哈 鸡霸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一颗珠子让他有今日的成就 得到了第二颗 不是直接起飞 就是不知道叶杏手中的珠子 有什么特殊能力 现在得去找几个朋友帮忙 先试探一下他的实力和底牌 鸡霸从神座上轰然站了起来 然后跨入无尽虚空 消失在宫殿中 无极门 太燕界的一方大实力 鸡霸的身影 出现在了无极山的上空 见过霸王 很快 一个虚神经的老者 背负长剑 出现在了鸡霸的身前 一门主本王的师父 要飞升到太燕界了 他真不是东西 枉我对他十分尊敬孝顺 他这个禽兽 不仅强健防和谐了我妻子 还杀了我全家 最后 满世界的到处追杀本王 虽然现在 他已经不是本王对手 但他毕竟是我师父 本王不能做出 大逆不道的实施行为 因此 想要拜托你 帮本王杀了他 替我妻子和家人报仇 鸡霸装作一脸仇恨的样子 愤怒地说 在诸天万界中 师徒关系 甚至比父子关系 还要重要 实施是最大逆不道的事 原来是这样啊 既然霸王开口了 无极不敢推脱 一定帮你报血海深仇 在 激霸的忽悠下 无极剑圣亦无极同意了 帮他出手击杀叶杏 这是那个畜生的画像 是成之后 算本王欠你一个人情 霸王放心 此人必帮你杀之 亦无极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霸王不仅是真神强者 更是此时太燕界最有名望的天才 他的一个人情 可是比一件质宝还要珍贵 紧接住 激霸又去了居住在九幽深渊的暗义族 找到了齐族长剑魔 一名虚神镜强者 以同样的理由和条件 说动了他出手 又去了盲山的天伯宗 请动其太上长老全神李清出手 又去了无双阁 请动其阁主枪神赵姓出手 四位太燕界的顶级高手 虚神镜强者 准备伏击即将飞升到来的夜行 请动四位高手之后 激霸去了红楼 一名漂亮的红衣女子 坐在阁楼上 倾谈古琴 红衣妹妹 你这次可真要帮我 我师父这个老东西不是人 杀我全家 激霸杀了我下界的结发妻子 现在又要跑来太燕界 找我算账 激霸一脸可怜地说 红衣女子的身份不简单 乃是太燕界第一家族 沈家的大小姐 为了以防万一 必杀叶姓 激霸准备说动她帮自己 做最后的底牌 只要你答应入赘我沈家 到时候若是不敌 请动老祖宗出手也可以的 沈红衣微笑道 激霸的天赋 让整个沈家非常动容 如果她能够入赘沈家 自然会全力帮助她 你是说能够请动圣炎天尊 激霸激动了起来 圣炎天尊可是太燕界第一高手 天神境巅峰的强者 如果她老人家能够出手 拿下叶姓的希望就大了许多 我激霸愿意入赘沈家 激霸直接同意了 为了叶姓手中的珠子 就算心中有些不愿意 她也忍了 得到珠子才是最重要的事 这就是太燕界了吧 叶姓站在无尽雾气笼罩的虚空中 凝视着整片浩瀚大陆 小千界对她来说 还是太小了 还没有神魔天界的百万分之一大 整个世界的一切 竟收在她的神念之中 无所遁形 这个孽徒隐藏得真好 我庞大的神念 依然无法感应到她存在 看来 她身上的那颗神珠 隐蔽气息和天机 是她的特殊能力之一吧 叶姓闭上双目 不断感应整个世界的状况 本以为 隔得太远了 跨越了无数个世界 自己的定位能力受到极大削弱 才无法破掉神珠散发出来的能量 找出孽徒的位置 现在 已经亲自来到了太燕界 还是找不到孽徒的位置 就算神珠有惊世骇俗的能量 但以叶姓的强大 距离近的情况下 还是能轻易破开 现在没有找到孽徒 也只能够视神珠的特殊能力 才能限制她强大的念力和演算能力 这让叶姓对于 击霸手中神珠的特殊能力是什么 心中有了一些底数 叶姓手中神珠的特殊能力 即是志强天赋和悟性 有剧烈的空间波动 暗翼族组长剑魔 暗红色的眼眸突然一亮 义无极 李清 赵姓三位虚神静大能 也在其余地方露出了激动兴奋之色 然后 都往叶姓出现的方位 快速逼近而来 四人的行动 又怎么可能瞒得过叶姓的念力 嘴角微扬 冷哼道 又是那猎徒找到试探我的四个替死鬼吧 和千年前一样 这猎徒精于算计 不会轻易亲自射险 叶姓也没有离开 就在原地等候着四道可怕身影的降临 很快 四道流光不约而同 同时降临到了叶姓的方位 对虚神魔镜来说 在小千戒中 一个瞬移就是数万公里的距离 因此 来得非常快 剑魔修魔 其余三人修神 他们刚到 便联手将附近的空间进行了层层封锁 防止叶姓顿空逃跑 怎么回事 没有虚神镜的修为 他凭什么破开了太阉界的世界壁垒 察觉了叶姓的气息 四人同时发出了惊讶之声 不可思议地看住他 这让他们疑惑不解 也许他身上有什么特殊宝物吧 不管了 先搞清楚他是不是霸王的师父再说 如果他是 直接杀了向霸王交差 四大太阉界的顶级强者 暗中交流了起来 四人快速飞了过去逼近 将叶姓围在了中央 然后 拿出了画像仔细对照看了看 确保无误 正是霸王的下界师父 他们需要斩杀的目标 叶姓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飞升到太阉界 欲对霸王不利 暗翼剑魔 低沉住声音问道 网霸王对你那么尊敬孝顺 你这个畜生 居然杀了他全家 强健了他妻子 你就是个没人性的畜生 今天我们一定将你斩杀 替霸王讨回公道 其余三人 同样死死地盯住叶姓 愤怒地喝倒 叶姓一愣 没想到鸡霸如此不要脸 为了请动这几人出手 居然颠倒是非 就你们四个废物 也想杀我 叶姓嘴角一扬 带着不屑的语气 虽然四人被羁霸利用了 但叶姓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 挡他者死 狂妄 狂妄 招死 可恶 四人同时愤怒地 发出惊天咆哮 庞扶整个天地 都被他们震动了 他们四人 皆是明镇太燕界的强者 创造了雄霸一方的 强大势力 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 被叶姓区区一个小辈 直呼废物 愤怒到了极点 浑身上下 散发着惊人的杀意 哼 区区一个不朽境 我一人足可以秒杀 不用你们出手了 天波宗太上长老 李清怒喝道 他踏空而出 浑身雷属性的毁灭气息 爆发出来 如同汹涌澎湃的滔天 巨浪在狂奔 引得虚空不但颤抖 随即整个人被紫色的雷电缠绕 变化了一个闪电光人 璀璨的紫色光芒 势烈汹涌 天雷破 李清发出一声大喝 以震撼九天之威 携带无尽紫雷之力 雷霆一拳直轰夜行而去 轰隆隆 伴随着九天神雷降落而下 全神李清的气息提升到了极致 狂徒 今日老夫就用紫色神雷炼化你 紫电缠身 李清冷漠地说 花里花哨 也不过如此 面对邪九天神雷 一拳破空而来李清 叶杏冷冷一笑 只见叶杏亲手一扬 轰隆隆 极致强悍的神魔气息 同时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整个天地剧烈震荡了起来 天空浩荡 升起一股毁灭性的气息 可怕的莫大威压 所有人都感到震震惊心 神魔双修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根本是没有发生过的清楚 居然有人能够同时修炼神魔两道 他们震撼到了极点 这时候 他们才知道 刚才眼镯了 这只有不朽镜的青年 居然是神魔双修 实力强大的可怕 李清已经杀到叶杏的身前 突然无形之力爆发 粉碎九天神雷 然后吞噬向李清 啊 李清惨叫了起来 整个人瞬间就灰飞烟灭 太燕界的顶级强者 寿命永恒的虚神镜强者 一带全神 就这样死在了叶杏手中 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精彩厮杀 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招 这 这难道就是打破常规 神魔双修的可怕马丁 剑魔 照性 亦无极惊恐地看向叶杏 击霸 居然坑我们 你的师父根本不是刚刚飞升之人 那么简单 三人心中大为后悔 对击霸愤恨了起来 我来让你们明白 什么是雷电之力 叶杏也没有废话 准备再次出声 击杀剩余三人 战力全开 透发出惊天气势 让人无法揣度的威势 轰隆隆 铺天盖地的威能 浩荡而出 一念神魔 风为寂灭 叶杏 左手凝聚极致的风之力 右手凝聚极致的雷之力 两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合而为一 瞬间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 叶杏一拳将这个风为合一的极致力量 打了出去 一拳便轰开了万古 以无敌之姿粉碎了两位虚神 一名虚魔 以他们的实力 连惨叫声音都发不出 就倒了 可见叶杏爆发出来惊天之危 是多么恐怖 可怜的他们 沦为鸡霸的棋子 都死得很不值 这一拳 将太艳界的许多老古董 都轰动了 纷纷使用念头 观察而来 纷纷震撼到了极点 天啊 天穷 居然差点被这一拳轰开了 太可怕了 鸡霸也在暗中观察着战况 这个老家伙非常阴险狡诈 如果他是我的对手 一定会假装打不赢 现在 他却展现出无敌之姿 轰杀一无疾四人 肯定是在虚张声势 想要让我没有胆量 现身击杀他 刚才的爆发 应该就是他的极限 虽然强大 但不是我对手 鸡霸露出了笑容 如果千年前的叶杏 可能会这样做 虚张声势 震慑敌人 但鸡霸忽略了一点 叶杏已经不是千年前的他了 他可是有一千年 非常丰富的神魔天界经历 对于人心的把握 根本不是千年前能够相比 鸡霸消失在原地 真身降临 准备击杀叶杏 夺取神猪 轰 一股强大的威压弥漫开来 笼罩了大片虚空 另岸中诸多强者脸色微变 是霸王 是霸王的气息 那些被叶杏一拳惊动 用神念前来观战的太燕界 老古董们 惊讶万分 霸王击霸 可是此时太燕界 风透正盛的大人物 只修炼了千年 就突破到真神境了 连太燕第一家族沈家 都愿意将敌女 沈红一嫁给他 让其入坠 拉拢他加入沈家 叶杏嘴角露出了笑意 灭图 你总算要现身了 等你多时 浑身杀意惊天 勃然喷发 相比较孟霜华 对于鸡霸的恨意 是最深的 孟霜华本来就是一个 贪图全世的女人 叶杏不在了 她肯定会寻找 另一个强大的男人 最为依靠 况且 叶杏对她几乎没什么感情 当初也只是出于一个男人 对于美女的喜欢罢了 但鸡霸不同 是她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 完全视为自己的亲人 她的背叛 让叶杏最心痛和愤怒 今日 就让他们彻底解决 所有的恩怨吧 轰隆隆 虚空裂开 击霸魁梧的身影 透发出无形威压 走了出来 有一股无上霸气冲天 有着舍我其谁 唯无独尊的气势 千年之后 师徒二人正式见面 这就是霸王啊 真的太霸气了 这股霸道的气势 让我等只能仰望 暗中有初次见击霸的强者 无比震撼道 击霸 不愧是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霸主人物 没有人能和他争锋 虽然这个刚飞升上界的不朽小子 出乎意料的强大 但 在霸王面前 楼已罢了 唉 死定了 可惜他自古以来 第一个能够神魔双修的天赋了 暗中观战者 都露出了可惜的叹息声 真神镜与虚神镜的实力差距 犹如天渊之别 别看叶姓一拳轰杀了一无几等人 但绝不可能是真神镜的对手 好徒弟 你终于舍得真身出现了 为是想死你了 叶姓露出一次笑容 这时候 击霸感觉情况有些不妙 自己不是识破了老家伙的阴谋吗 他是在虚张声势 吓唬自己 让自己没有胆量现身杀死他 为什么自己都现身了 他还如此淡定了 为什么不感到害怕颤抖 跪倒在自己脚下求饶了 鸡露有些想不明白 大大地疑惑 不过 他有后手和底牌 也没有太在意 说不定这老家伙 历来做事都非常淡定吧 师父 你来就是找我报仇 我们也不废话了 出手吧 两人已经到达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如你所愿 叶性的笑容 渐渐变得无比冷漠起来 老东西 去死吧 鸡露没有任何心思手软 直接对自己千年前的恩师出手了 不管千年前 他们之间有多么深厚的情谊 今朝已经烟消云散 他们是不死不休的死地 出手怎能再留情 真神出手 恐怖如斯 天地变色 虚空崩碎 一道可怕的光束凝聚成 散发出毁灭气息 随即击射向叶性 轰隆隆 可怕的光束 直接吞噬了叶性 将它卷入了浩荡的能量漩涡中 毁灭的能量 不断撕裂住它的肉身 随后叶性的气息 居然完全消失在众人的神念之中 真神镜 已经不是叶性第二层 风影能对付的强大存在 霸王太强 他这道攻击 恐怕出入真神镜的强者 都吃不消 暗中观战的诸神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这个才修炼千年的晚辈 让他们这些活了数万年 乃至上百万年的老家伙 感到无比汗颜 师父 没想到你怎么不经打 一招就秒杀你了 真无趣 鸡霸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也没料到 叶性如此废物 轻松搞定了 神念开始搜寻叶性 手中神珠的下落 这可是他最新面的东西 轰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天空突然变得黑暗起来 将烈日给完全遮盖了起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快看 那是什么 暗中观战诸神 一脸吃惊地看住虚空中 骤然形成的黑暗光洞漩涡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情况 击霸也震惊地望住 虚空中的巨大黑暗漩涡 他一脸的凝重 感到了一股致命的毁灭气息 从黑暗的漩涡中传出来 随即 一股无比恐惧的威势 散发了出来 笼罩了整个世间 让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一念神魔 黑夜永存 魔为森然的声音 在天地之间浩荡滚动 让所有人心中发生得慌 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般恐惧 轰隆隆 又是一声巨响 强大的毁灭气息 铺天盖地地从漩涡中涌出 轰 一道黑色光柱从漩涡中而降 直冲大地之上 一股比逆天下 散发出无尽魔威的气势 和蔑视的毁灭气息 从黑色光柱之中散向四周 瞬间方圆万里的一切生灵 化为乌有 土黄色的泥土 瞬间被这股毁灭气息沾染 变成焦黑一片 毁灭一切 赤地千里 天穷也在这古威势之下 崩裂开来 这 到底是谁 为何能散发出如此强大的毁灭气息 暗中诸神张大自己的嘴巴 鼓起大大的双眼 不敢相信地颤抖道 这股恐怖的毁灭气息 恐怕只有传说中 那些以毁灭诸天万界为目的的滔天巨魔 才能释放出来吧 黑色光柱渐渐消失 一身黑衣 霸觉威严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孤傲 比逆天下 双眸中充满了冷漠之意 似众生为蝼蚁 毫无半点感情 是刚才的那个小子 老东西 竟然没有死 不同心情的声音 异口同声脱口而出 从黑暗漩涡之中 降临而下的身影 正是叶性 他此时周身缠绕着毁灭之气 散发出毁天灭地般的超然气势 一念神魔 神魔转变 此时叶性将自己的力量 全部转化为了魔性 毁灭魔王在临世间 如果 有神魔天界的大神在此 见叶性化身为魔性一面 会非常惊恐异常 知道这究竟代表什么了 那就是这位史上 最令人绝望大魔王 最愤怒之时 最想杀人的时候 他又要毁灭所有的一切 方能解恨 这就是毁灭魔王称号的由来 当初叶性化身为毁灭魔王 屠杀了超过十万神 令整个神魔天界 都陷入了恐惧的情绪之中 一念神魔 神魔转变 化身毁灭魔王的叶性 从黑色漩涡中 降临世间 魔微震事 无尽的毁灭魔气散发出来 形成一股狂潮 在天地间不断涌动 一身魔性 黑衣颈袍 高大魁梧的身影 庞腐如一座巨山一般 矗立在那里 高大 巍峨 凝重 伟岸 给所有人一股所深不可测 浩瀚如海 恐怖绝伦的感觉 莫大的威压 瞬间向着太燕界 四方蔓延而去 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势 让全世界的生灵 都感到了恐惧 那一双 足可以秒杀一切的凶利目光 扫荡四周 让神念观战的太燕界 老古董们 刹那间脸色惨白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 这太可怕吧 一个眼神 就让我们所有人受伤了 这些老古董们 都震撼到了极点 然后纷纷收回了神念 不敢在暗中偷看了 他们怕了 怕得浑身色色发抖 这是一个令人恐惧 绝望的魔王啊 当看见叶星没有死 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击霸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这老东西为什么没死 让他愤怒到了极点 而且 他感觉到 此时这老东西的境界 已经提升到 比自己还要高的地步 师父 还是你积高一筹 把我给欺骗了 居然隐藏 有比我还高深的修为境界 鸡霸带着深深忌惮的眼神 看住叶星 他还是上当 不错 叶星解开了第四重封印 境界提升到了天神境初七 这样的实力 足可以扫平整个太艳界 本来可以 随意一招拍死这个孽图 但 叶星却觉得这样太便宜了他 死 有时候是最轻松的惩罚 不足以消弃 他要让这个孽图 在绝望痛苦之中慢慢死去 这样才能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 任谁的儿子被杀 都会愤怒到极点 你经历过绝望 生不如死的感觉吗 叶星对住鸡霸 露出了邪忆地笑容 让人感觉到森森凉意 心颤不已 难道师父你 以为真吃定弟子了吗 鸡霸冷冷一笑 眼神阴沉无比 你的底牌就是那颗神珠吧 为时倒想要看看 你手中的神珠 有何特殊能力 使出你的底牌吧 不然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动用了 叶星冷漠 孤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鸡霸手中虽然有神珠 但却丝毫没放在眼里 如果鸡霸真达到了和他一样的高度 就不会试探他的实力如何了 会毫不犹豫地直接出手 将他杀掉 因为叶星那样的实力 已经无敌九天十地 还怕别人藏匿实力吗 还怕打不过别人吗 所以 那怕鸡霸有神珠在手 叶星也有足够的信心吃死他 他绝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好 弟子今日就让你见识我的底牌 鸡霸将食指提起 放于额头 拧指闭目 漠然之间 一颗神光璀璨的珠子 从鸡霸的体内飞了出来 上面赫然刻有苍境有力的五七二字 正如神珠上面的五七二字 我这颗珠子的特殊能力 能够变化为自己想要的任何梨类型武器 修行类至宝 飞行类至宝 辅助性至宝 攻击性至宝 防御性至宝 特殊类至宝 都可以 世界上 所有只要我看见过的至宝 都可以变化而成它 随着实力的提升 它变化为的武器等级就会越高 目前弟子真神境 武器等级可以提升到极品 原初至宝级 这是足可以秒杀天神境的至高等级至宝了 鸡霸向叶星炫耀地说道 打架的时候变成攻击至宝 出游的时候变成飞行至宝 修炼的时候变成修炼至宝 这颗神珠绝对是一件全能的超级至宝 师父魔性森然 好 弟子就用灭魔剑来对付你 随后 击霸手中的神珠 变化为一百元出至宝级的灭魔剑 散发着极为强烈的智刚智阳之气 蔓延在整个虚空之中 这是修魔者的克星 叶星却无比激动了起来 双眼充满了渴望 好宝贝 他修炼时间太短 没有足够的底蕴为自己打造适合的武器 有了这颗神珠 什么困难都瞬间解决了 以他的境界 他若掌握了这颗神珠 变换出来的武器等级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了 叶星心中很期待 而且 这颗神珠 可以变换为任何类型 任何自己看见过的武器 得此神珠 相当于随身携带一座 巨大无穷的武器库 出招吧 就让为师看看 你这千年来有什么进步 叶星冷然一笑 我不相信 萨诺斯剑也杀不了你 一切都结束吧 击霸一声大吼 全身的神力全力爆发 挥动手中可怕的面膜剑 向叶枭斩去 璀璨的剑光爆发出来 将百里之内的虚空完全崩碎 那股至高至阳的赤剑气 向叶星吞噬而去 叶星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冷凹地看住 斩来的万丈剑芒 一念神魔 吞噬天地 叶星倾抬右手 手掌心上 瞬间出现一道黑色的漩涡 爆发出无可匹敌的毁灭魔威 那至刚至阳的剑气 携带滔天之威 直刺叶星魔躯 嘶嘶 令人不敢相信的一幕发生了 这可怕的意见之力 居然直接被掌心中的漩涡吞噬 轻疗淡血之间 叶星就彻底化解了 击霸的底牌 不 为什么这老东西 如此轻松就破了自己的面膜剑 击霸脸色大变 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魔性克星的原初 质宝级面膜剑 居然无法伤到叶星分毫 就在此时 叶星手掌心中的毁灭漩涡 刹那崩碎开来 无尽毁灭之气 涌动爆发 一股可怕至极的力量 击射向击霸 锁过之处 大片虚空直接湮灭归属 击霸惊恐万分 连忙将神珠变换为 防御极品原初质宝 轰 毁灭之力 以无间不摧之威 击碎一切防御 洞窜了击霸的身体 紧接着被击飞了数百里之远 狠狠地砸进了地底 极品原初级的防御质宝 居然都没有起到防御作用 魔为盖世 无可抵挡 不过 真神经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而且大部分力量 已经被防御质宝抵消 击霸并没有直接被杀死 他立刻将神珠变化为辅助类质宝 帮助自己快速恢复伤势 击霸此时脸上震惊无比 无法相信 业性强大到如此令人绝望的程度 使出神珠的自己 还是被叶性轻描淡写 差点秒杀了 在你的手中 真是神珠蒙尘 废物 叶性自信强大 冷漠地看住击霸 这威士今天 湮灭虚空的一招 惊动了太燕界更为强大的一群老古董 他们都处于沉睡闭关之中 被叶性那毁天灭地之威惊醒了 一道道恐怖的神念 向战场投射了过来 当看见方圆万里 都被打入了鲑鱼状态 惊吓无比 叶性那霸道魔威的威鹅身影 更让他们心生畏惧 太可怕了 如同毁灭世界的魔神降臣 他们都陷入了惊恐之中 So 叶性一个闪现 来到了击霸的面前 此时 他浑身狼狈不已 身上的衣服破碎 到处都血迹 正在利用神珠变化而成的辅助类质宝 快速恢复伤势 可是 就在此时 一道无形的恐怖之力 直接向他袭击而来 轰 鸡霸被打得五脏六腑聚碎 全身骨头断裂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要知道 叶性在攻击上 下了一点佐料 就算鸡霸是真神境强者 意志力强大 也承受不住 这种恐怖圣人的疼痛感 你为何要杀我天 叶性冷漠地一步步走到鸡霸身前 毫无感情地责问住他 鸡霸疼痛的差点失去了意识 他到时候想要说话 但那里说得出口 你为何要与梦双华鬼混 背叛为师 又是叶性一声敲击灵魂深处的责问 啪 一个耳光打在了鸡霸的脸色 整个脸瞬间扭曲变形 惨不忍睹 地狱中的魔鬼 都没有此时的鸡霸面貌猙獰 恐怖 鸡霸真惨 被人如此折磨痛打 看住如此凄惨的鸡霸 暗中的太燕界大神们 心中发生的慌 这人就是一个魔鬼 大不了一招拍死鸡霸 却如此折磨他 简直就是魔鬼行为 你为何与灭岭家一脉 成儿和你一同消失的 他现在去那里了 每质问一句 叶姓都要暴打鸡霸一番 此时 鸡霸已经面目全非 就算他妈在这里 可能都认不出他来了 放开鸡霸 否则你今天就雨落在这里 忽然 一名真神镜的红衣暴情女子 破空而出 看见惨不忍睹 他妈都不认识的鸡霸 愤怒地娇喝 他已经与鸡霸订婚 是他的妻子 又岂能眼见自己的丈夫 受到如此折磨痛苦 轰轰 就在这时 整个太燕界 彭扶都被震动了起来 莫名强大的威压 压迫在所有人的心头 让全世界的生灵们 都陷入了惊恐的情绪之中 你们快看天上 太燕界的生灵们 都惊恐抬头望向苍穹之上 内心中不由一阵燥热 眼中火红一片 整个天穹都燃烧了起来 浩浩荡荡的火海 蔓延了数十万公里 圣炎海 有见识的人 都惊呼了起来 不会吧 圣炎天尊出 出手了 所有人都陷入了一阵恐慌之中 圣炎海 圣炎天尊的独有的出场方式 这小子 居然惊动了 圣炎天尊 天啊 圣炎天尊 已经超过一百万年 没出手了 上次出手 还要追溯到 斩杀妖族三名天妖 及妖皇上 我 我第一次看到 圣炎海出现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 威势无穷 无可抵挡 这些暗中震恶的大能 不缺乏天神尽强者 但 依然对于 圣炎天尊的出场 充满不可思议 和深深恐惧 圣炎天尊 太燕界第一人 无敌的象征 他就是整个世界的神 整个世界的天 他的话就是法指 不可为逆 鸡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年轻人 到此为止吧 何必做到罪绝 一到全身被熊熊烈焰缭绕 拥有一头赤红色长发 披在肩上的魁梧大汉 从滔天火海中 漫步走了出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火焰 在他身体的周围 环绕着旋转 那可怕的气势 另四周的虚空都在崩碎 正是太燕界最强者 圣炎天尊 一个镇压一界的至强者 哈哈 师父 圣炎天尊出手了 你今日杀不了我 鸡霸得意的疯狂笑了起来 浑身上下 还滴答滴答地流着鲜血 伤势更是触目惊心 对于这太燕界传说中的无敌人物 鸡霸心中充满了信心 只要自己不死 有神珠在手 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伤势 叶杏将目光看向圣炎天尊 眼神无比凌厉 太燕界第一人 人间的小神 你真要多管闲事吗 叶杏孤傲冷漠 强大自信地酷酷说道 本尊不管你和鸡霸之间 有什么恩怨 但他现在已经是我神家的坠君 到此为止吧 否则本尊不介意扼杀你这个能够神魔双秀的天才 圣炎天尊的声音充满了恐怖的威亚 虽然 叶杏和他同样是天神境 但 他是天神境巅峰之境 修为境界越高 那怕是一丁点的小境界差距 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是非常巨大 况且 他还不是一般的天神界巅峰那么简单 根本没将叶杏这个天神境初期的小辈 放在心上 被他斩杀的天神魔 修炼者 或是对等的天妖 不下于十之数 我与孽徒之间的事情 你本不该多管 网宋性命 既然你执意要管 我就送你去轮回吧 叶杏冷然一笑 你是本尊有生以来 所欲之人最狂妄的一个 叶杏狂妄的话 激怒了圣年天尊 他出手了 周身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起来 庞扶要焚烧了整个天地 八条沐浴在圣年的神龙 从苍穹上的火海下凡 嗷吼 今天的龙音声 震撼此剑 八龙圣炎吞天灭地 震包万里虚空 带着惊天灭世之威 向叶杏汹汹涌杀来 啊 快看 圣炎天尊出手了 这是他一百万年间 第一次出手 所有观战者都被震撼了 圣炎天尊出手了 是太燕界最大的事 八部圣炎神龙 圣炎天尊的招牌杀招 他的威势比天还高 这外来的小子死定了 可惜了他神魔双修的天赋 暗中的太燕界的那些天神 天魔修炼者们 都露出了可惜的探声 神魔双修 多么可怕的天赋 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没想到今日就要陨落了 面对太燕界第一强者 惊天灭视之威的杀招 叶性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根本没放在心上 不懈地说 太燕界最强者 就这 他要让这个人间的小神 见识一下 什么是魔王之威 嗷吼 八部圣炎神龙 龙笑震天 破碎虚空 向叶性兄弟杀来 八龙要是 恐怖之威 震撼八荒 太可怕 这就是传说中的 圣炎天尊之威吗 他是无可抵挡的 世间最强者 观战的太燕界众大神们 吓得瑟瑟发抖起来 圣炎天尊 当是最强者 恐怖如斯 就算同为天神境的 奇遇大能 也不敢逆他之威 太燕界最强者 这是我下界以来 使出的最强力量 你足可以自豪了 叶性孤傲的冷冷说道 他如同一座巍峨巨山 矗立在天地之间 威势无人可挡 漠然间 他的气息快速提高 一道璀璨的光芒 从叶性体内 激射出来 化作长虹 直冲天穷 震荡长空 叶性解开了 第五重力量封印 实力瞬间提升到 天神境巅峰 浩大之威 无敌威势 笼罩天地 震动八荒 其实 以叶性第四重封印的力量 足可以轻松暴虐圣言天尊 不过 需要浪费一些时间 他还要好好疼爱自己的大徒弟 却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于是解开了第五重封印力量 天神境巅峰 太燕界的世界力量极限 威势一瞬间 恐怖到极点 超越了整个时间的一切 一念神魔 日月无光 一股恐怖的魔性力量 从叶性体内爆发出来 霸道无双 瞬间将惊天灭世之危的 八部圣言神龙击散 叶性从始至终 连手都没有动一下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下界的人 太弱了 连让他稍微正视一下的资格 都没有 啊 他 他居然轻松挡下了 八部圣言神龙 太燕界重大能惊恐到了极点 根本没有料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 这老东西居然还隐藏有实力 怎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会这样强大 鸡霸脸色惨白 不敢相信地看住叶性 自己被老东西一招打败 居然还不是他全部的实力 此时爆发出来的气息 似乎有完全碾压圣言天尊之事 这让他完全接受不了 为什么两人都获得了神珠 这之间的实力差距就如此之大了 他不服 很不甘心 如果让鸡霸知道 天神静巅峰的实力 还远远不是自己师父的真实实力 不知道他会惊恐到什么地步 圣言天尊也完全傻眼 不敢置信 自己无敌的一招 居然就这样被挡下了 满脸不可思议之色 就在圣言天尊留在原地之时 叶性出手了 他轻轻打出了一掌 瞬间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强大无比的威能 将整片虚空都湮灭 扑斥 太燕界最强者 无敌事件的圣言天尊 直接被打飞了数十万公里的距离 锁国之处 撞碎了数之不尽的巍峨山脉 和无尽的虚空 虽然依靠天神静巅峰强大生命力 和特殊的手段 他没有当场被打死 但 已经受了严重的创伤 没有极长的时间休养 根本恢复不过来 太燕界的小神 你太弱了 轻轻一掌 就差点秒杀你于当场 秀 叶信一个闪烁 来到数十万公里外的 圣言天尊身前 冷傲地看住他 他杀心顿起 庇护击霸之人 统统都要死 圣言天尊 则没有刚才无敌的威势 不敢置信地看住叶信 他居然 接不上这人的招 好机会 看见叶信离开了自己数十万公里 机把完全激动了起来 他随即顿走了 立即将神珠变换为了隐藏气息的至宝 完全屏蔽了叶信的神石 终于逃出了老东西的手掌心 机把顿逃 叶信自然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不过 他根本没有慌张 整个人散发着一股 令所有人都要瑟瑟发抖的灭绝气息 包括圣言天尊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叶信早就封锁了整个太燕界 没有人能逃得出这个世界 只要确定 机把在太燕界 没有逃往其他未免 他隐藏不隐藏气息 都无关大雅 叶信要发动蔑视 他要摧毁整个太燕界 整个世界都被摧毁了 机把根本无所顿逃 之前 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机把就在太燕界 叶信没有选择用这招 我的好徒儿 你认为这样就能够逃出 维师的手掌心吗 今天就让你看看 维师的灭世之威 化神为毁灭魔王的叶信 魔性森然 毫无半点怜悯之心 既然找不到击霸 那么他就灭了整个世界 让他无所顿逃吧 第六重封印开 古神竟初七 第七重封印开 古神竟巅峰 那股超越了世界极限的力量 瞬间横扫天地 整个世界 根本承受不了 叶信突然暴增的力量 开始慢慢崩裂 化为一片死寂 毁天灭地 万物归属 化身毁灭魔神的叶信 右手倾台 灭世招 恭敬生成 顿时 天地受到这股灭世之力的牵引 如同发生了超级大地震 剧烈震动 这不是夸张的说法 这是真真实实的 整个太燕界都颤抖了起来 山崩地裂 火山爆发 可怕的末日场景 发生在了太燕界所有的地方 强大的威势 让所有的生灵都匍匐在地 无法直起身体来 就连那些太燕界的大能 天神境的强者 都抬不起头来 直视叶信的毁灭魔威 内心之中 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 轰隆隆 随着叶信动用恐怖的毁灭之力 整个世界开始呈现崩碎 化为虚无 咔嚓 咔嚓 咔嚓的脆响声音不断作响 全世界的虚空 都开始在崩裂 苍穹上 一开始出现了一个个大窟窿 太恐怖 这是灭世之危 世界末日啊 这老东西 天疯了 为了杀我 他要灭世 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获得了神猪 他比我强大很多 神猪之间 各有各的优劣点 天赋神猪 能让叶信迅速提升修为 武器神猪 能够掌握一座武器库 铜镜剑 几乎无敌 如果击霸有和叶信一样的修为 那怕神魔双修 叶信也不可能是掌握武器神猪的击霸对手 可惜 叶信太强了 所有的花鞘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叶信的灭世之举 终于吸引了太燕界世界规则的反击 九道灭世神雷 直奔他而来 是要灭杀他 区区下界的世界规则 也要敢对我出手 叶信亲手一扬 九道可以秒杀天神境的灭神神雷 瞬间消失 太恐怖了 红一 快快 让长老们立即启动败祖仪式 让飞升神魔天界的老祖宗下凡 拯救我们沈家 拯救整个太燕界 圣言天尊急忙对住沈红一吼道 他恐惧了 他感觉整个太燕界都要毁灭了 也许 只有飞升上界的老祖宗降临 才有希望拯救全世界吧 这也是他们沈家最大的底牌 太燕界的所有虚神镜以上修炼者听着 这人疯了 他要毁灭整个世界 我们一起出手阻止他 给 我沈家败祖 让老祖宗下界 赢取宝贵的时间 不然 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毁灭了 圣言天尊这级的声音 响动了整个即将崩碎的太燕界 第八十二章 此时 太燕界已经崩碎了一半 那股毁天灭地的威能 还在扫荡四方 摧毁一切 鸡霸不断尝试想要离开太燕界 可惜都成功不了 心中恐惧到了极点 太燕界遭遇灭世之危 本座绝不能坐视不管 圣言天尊 我来祝你 修 一名散发着天神静气息的白发老者 破开虚空而来 我 天虚殿也来阻止魔头灭世 十几个强大的身影 破空而来 我们九天玄宫 也不会落后 还有我们 虚空不断震动 无数强大的身影纷纷飞来 整个虚空 都被可怕的神威笼罩 没有虚神静的修为 根本就没有资格前来 圣言天尊强忍住 压制自己的伤势 飞上了天空 领导众神阻止夜性灭世 此时 全大陆上千名 虚神静以上的强者 与举手灭世的夜性 对立起来 我们太燕界众神联手 不相信阻止不了 这古魔头灭世 太燕界众神 杀气腾腾 看住夜性 充满了决心 我夜性 临驾于九天十地之上 神魔两界之上 没有敢逆无之威 夜性一双孤冷的双眸 死死盯着太燕界众神 抬手一掌 灭世之力 恭请生成 轰隆隆 可怕的能量 倾泻向众神 啊 场面血腥残酷 无数神灵被灭绝之力 撕裂了身体 头颅 四肢 残躯 四处飞射 大片浓郁的血雾 笼罩了虚空 这可是寿命无穷的神灵啊 就这样被夜性一招 拍死了一大半 死相惨不忍睹 在夜性的面前 普通神灵 和蝼蚁凡人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 虽然这样 神灵集体送了人头 但也浪费了夜性一丁点 蔑视所花的时间 给沈家使用请始祖降临 制造了机会 轰 就在此时 一道火红色的光芒 从位居太燕界中央的沈家 冲上了天穷 太好了 连通上界成功 我沈家的始祖 要降临了 重伤 惨不忍睹的圣言天尊 激动地大叫起来 沈家始祖 是太燕界唯一突破古神 飞升上界的大能 也是从他开始 奠定了沈家 在太燕界至高无上的地位 此时 夜性停止了蔑视 抬头望向了火红光柱的地方 好熟悉的气息 即将有神魔天界的人下界 轰隆隆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宛如神雷炸开 天穷上 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漩涡之中 一颗熊熊燃烧的火球 如同流星一般飞了出来 虚空之中 突然生出无尽火焰之海 一股恐怖的温度升起 让整个世界的温度提升了不少 火海中 一道身穿赤红长袍 身材魁梧的身影 带着莫大的威压走了出来 原来是神焰火域的狱主沈焰 没想到他居然是太燕界沈家的始祖 夜性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意 古神境巅峰 已经是站在神魔天界顶楼的大人物 夜性对于沈焰见过几面 有一些印象 不孝子孙沈烈 拜见始祖 圣焰天尊贵福在地 拜见始祖 所有的沈家子弟都跪拜在地 他就是传说中的太燕古神沈焰前辈嘛 看见来人 残圣没死的太燕诸神目瞪口呆起来 沈焰可是个非常古老的大人物 这里也只有几个别人 在他未飞升之时 见过他 这可是古神强者 能够飞升上界的伟大 传奇人物 没想到 今日能有幸见到他的尊家 沈那间 所有太燕诸神 都肃然起敬 敬畏地看向沈焰 对住他行礼 已是尊敬 该死 终于有人走出来 阻止这个老东西 灭世了 此时的击霸 很是狼狈 不止被业性重击的伤势没有好 刚才还要不断躲避 灭世之力的袭击 沈焰的降临 让他大松了一口气 沈焰 这是怎么回事 整个世界充满了一股毁灭的气息 是谁要毁灭太燕界 还打伤了你 本作绝不会饶松他 太燕古神沈焰 眉头一皱 望向有些凄惨的圣焰至尊 心中有些愤怒 太燕界好歹是他的家乡 也是他后裔生活的地方 谁 TM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毁灭他沈焰的家乡 回禀十足 是他 是他要毁灭整个太燕界 圣焰天尊愤怒的指向 磨微森然的叶性 当遥控隔住很远 一眼看向叶性的时候 太燕古神沈焰 差点没有被吓死 糟了 怎么会是这个魔头 上面正在联合围剿 击下学功 没想到这魔头没有死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天大的不妙啊 太燕古神心中大吉 吓得魂飞魄散 在神魔天界 所有人都以为 叶性这个魔头 在强行对抗世界法则中 陨落了 可是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了 他们无论如何 都想不到 叶性强行降临一个小世界 居然没有被世界规则杀死 更让人无语的是 他神焰火域 还是攻打 济下学功的先锋部队 为了保护 诸天万界中的 各个世界未面 世界规则 会攻击那些 想要强行下界之人 不然以上界之人的实力 如果可以随意下界 那么还让下界的人怎么活 流传有一句俗话 上界容易 下界难 飞升等未面 只要实力足 可以非常容易进入上界 但 想要降临下界太难了 而且 实力越强 越不容易下界 降临的下界世界 等级越弱 遭受的世界法则 反是支力越强 像祖神 如果想要降临到小千世界 都要遭受很大的 世界规则反是 有生命危险 想要降临到大世界 强大的反是力 直接可以让其灰飞烟灭 更别说 叶性这个魔头 是强行降临到一个小世界 产生的反是之力 根本没有人抵挡得住 要知道神魔天界 这个中千世界的 世界规则力量 可是超越了 世界神的力量 叶性也是有神珠帮忙 加上自身恐怖的实力 才勉强下界 进入小世界 他还得封印自己的实力 减小世界法则的反是 这也是为什么 一千年间 叶性没有返回荒谷大陆 接走亲朋好友的原因 因为 那还时候他的实力 还不足够 不能够强行降临荒谷大陆 至于沈炎能够下界 一来他的实力 并不是特别强大 太炎界的世界等级也很高 因此反是之力很小 二来 这里是他的非生的家乡 下界遭受的反是力 会减弱很多 至于为什么 叶性一死 上界之人 便迫不及待 进攻纪下学功 因为 他们之间的矛盾 十分尖锐 叶性当初判处神界 坠入魔界 还创出了 世神八世 大肆屠杀诸神 让神界阵营的人 都对叶性十分不满 欲要杀之 叶性加入魔界之后 同样在魔界阵营 掀起了杀戮 让魔界众多势力 对他极度不满 神魔两界不容 于是叶性创造了 纪下学功 脱离神魔两界 纪下学功 有教无类 许多被神魔两界 追杀的罪人 甚至是与人类 对立的妖族 都加入了 纪下学功 受到叶性的庇护 这让神魔两界的人 是只为眼中钉 肉中刺 叶性的种种举措 在神魔天界中 可谓是神魔共愤 奈何 他实力强大 他们敢怒不敢言 他屠杀众神 血淋淋的尸体 还沉湿在战场上 警告住他们 只要他还在 谁敢去招惹他 招惹纪下学功 只有死路一条 沈颜散发住 惊世滔天的炽热气息 遥望着叶性的时候 太燕界还苟活的神灵们 都发出了一片震天的欢呼声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手舞足蹈起来 哈哈哈哈 太燕古神下界了 我们有救了 太燕界有救了 在面对叶性恐怖绝望的灭绝之力 太燕古神神言 无疑成了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 他们心中坚信 太燕界的传奇人物 一定能够吊打那个魔王 太燕古神 你一定要打死那个老东西啊 鸡霸已经被叶性为了杀他 欲要灭绝一个世界的决心 吓得魂飞魄散 惊恐异常 可怕的实力 随意出手 便可以毁了整个太燕界啊 只有叶性彻底死了 他才会安心起来 他发誓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叶性这个老东西 马上死 为此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然后 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惊到了下巴 没有他们相信中 审言吊打叶性的画面 而是 沈颜闪现到叶性身前 对住他微微躬身行礼道 见过道祖 虽然沈颜心中也巴不得叶性早点死 但在他的面前 还是要乖乖行礼 因为叶性的强大 让所有人都必须恭敬行礼 叶性 在神界阵营之时 称号为创始祖神 叶性入魔道之后 称号又变成了毁灭魔王 当叶性脱离神魔两道 创建记下学宫 海纳百川之后 自称道祖 万道之祖 也印证了 记下学宫有教无类的思想 道祖 是目前神魔天界众人 对叶性的称呼 你就是神焰火于玉主 沈颜吧 当你看见我的时候 为何眼神中闪过惊慌 害怕之色 叶性盯着沈颜 冷淡地说道 以他的眼力 沈颜的任何微表情 都瞒不过他 虽然自己很可怕 但以沈颜这种 古神境巅峰的大能 站在天界金字塔顶峰的大人物 根本不会看见叶性 就会露出惊慌 害怕之色 除非 做了什么亏心事 对于人性的把握 叶性还是十分擅长 道祖 你是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最强者 小神见了你 自然会害怕 沈颜脸色微变 很快收敛 笑着说 他一定不会透露 现在神魔两界 联手进攻 记下学功 他沈颜 更是带头先锋 否则 他还有活命的机会 不过 沈颜的话 震惊了太燕界的诸神 啊 这 这个恐怖的魔王 居然是上界最强者 连太燕古神 都要害怕的大人物 他们简直无法 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毁灭太燕界的魔王 居然是上界 最恐怖的大人物 这时候 所有人居然都不再怨恨夜行 而是将这股怨气 放在了鸡霸身上 这样的大人物 要毁灭他们 是他们自己活该 瞎了眼睛 否则 他又怎么可能注意 他们这群卑微的蝼蚁 鸡霸这个混蛋 王八蛋 连累了我们整个太燕界 就连圣年天尊 也后悔到了极点 自己为什么要出手帮鸡霸 沈红一这时脸色惨白 发现自己被鸡霸骗了 堂堂上界最强者 会激眼杀他的妻子 鬼都不会相信 他就是在骗自己 骗自己的同情 什么 这 这老东西在上界 是最强者 暗中的鸡霸彻底崩溃了 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来以为 叶姓比自己先得到神中一百多年 比自己强上一些 也属于正常 但 此时鸡霸才发现 他错了 他又再一次低估了老东西的实力 叶姓居然是传说中 无数小千界飞升之地 神魔天界的最强者 天啊 鸡霸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他居然强大到料如此可怕的地步 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第一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永远都要被这老东西压一头 鸡霸脸色惨白 心中绝望至极 叶姓冷冷一笑 你说不说实情也没关系 既然你下界了 就不要走了 见叶姓露出了杀鸡 沈颜脸色大变 他很清楚 这个魔头动了杀星 没有人阻止得了他 他二话不说 立刻想要逃出太燕界 返回神魔天界 来了 就不要想再走 一张巨大的手掌 直接拍向了沈颜 轰隆隆 爆发出毁天灭地之威 不 我不想死 沈颜大吉 连忙想要抵抗 可惜 他那里是叶姓的对手 直接一巴掌被拍得粉身碎骨 顺带 大半个太燕界都被这巴掌拍碎了 小千界的世界坚固度 对叶姓这种强者来说 比纸张强不到哪里去 不过 临死前 沈颜还是将盗祖夜行 还活着的消息 传回了上界 神魔天界 一座巨大的威鹅宫殿 各种颜色的火焰 在它的周围环绕着 宫殿之中 一尊威鹅的身影 坐在神座上 散发出的赤气息 另四周空气都燃烧了起来 在神魔天界中 神焰火域属于神界赤明祖神 旗下势力 因此 沈颜传回来的消息 第一时间被赤明祖神收到了 什么 沈颜死了 叶姓这魔头居然没有死 赤明祖神脸色大变 震撼异常 下面的众人也大惊失色 大人 我们要不要通知其他祖神 叶姓这魔头并没有死 商议如何对付他 神座下 有一身穿赤红长袍的老者 禀告道 不 暂时不用 赤明祖神 撕损片刻后 摇头说 本祖猜想 这魔头虽然在对抗世界规则之下 没有陨落 但一定受了重伤 实力大减 不然 毁灭一个小千界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宫颈之间就能够完成 沈颜根本没有下界的机会 我们找机会拿下这魔头 逼问他能够神魔双修的秘密 整个上界 对于神魔双修的秘密 那可是非常眼禅 人人都想得到 一个只修炼了千年的小辈 靠着神魔双修 就成为了第一强者 试问谁不眼禅 赤明祖神却不知道 只是叶姓封印的力量 没有完全解开罢了 并不是他变弱了 大征之势快到了 天地之间将降下庞大的世界本源 本祖一定要在大征之势中 成为世界神 成为整个世界都统治者 赤明祖神紧握拳头 为了成为世界神 哪怕九死一生的局面 没有人会放弃 如果他能够得到 神魔双修的秘密 在大征之势中 成为世界神的几率 就会大很多 因此 他才决定冒险对叶姓出手 在神魔天界中 非常遥远的过去 曾经存在过世界神 不过 因为某些不可知的变故 都消失了 目前最强的便是祖神巅峰 也是叶姓的境界 叶姓神魔双修 实力盖押当世 成为神魔两道第一高手 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太燕古神 被叶姓一巴掌怕死了 太燕界诸神的心情 沉瞬间到了谷底 完了 彻底完了 鸡巴 你这个混蛋 你害死整个太燕界 就和某些神话故事一样 神要灭世 神没有错 错在人类冒犯了神灵之威 得知了叶姓恐怖的身份之后 此时 太燕界众人的心情 和这些神话故事中的凡人一样 他们不敢责怪叶姓灭世 是他们冒犯了他的威严 没有人再能阻止叶姓灭世 灭绝之力不断在全世界荡漾 轰隆隆 虚空崩塌 大地沉陷 数以万亿计的生灵 被吞噬 在至高者的眼中 根本不会将他们的生存权利 放在心上 就比如一般人一样 绝对不会在意一个以朝的毁灭 不久之后 整个太燕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都化为了虚无 归于死寂 哪怕那些天神境的强者 统统都死于归属了 如果没有神猪保护 鸡霸也会当场死于这场灭绝之中 虽然 神猪能够隐藏气息 无法用神念感应 或用天眼之术去推算 但 却挡不住眼睛的直接观看 空荡荡的一片 没有人任何东西 能够成为鸡霸的掩体 可怜 惊恐的鸡霸 出现在了夜性凌厉的双眼中 它此时是多么的渺小 夜性一个跨步 来到了孽图的身前 好徒儿 你现在还往那里逃得了 因为你 整个太燕界都给你陪葬了 夜性冷冷地看住 已经恐怖到了极点的鸡霸 是 师父 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给我一个活命的机会 弟子愿意将神猪交给你 鸡霸咬了咬牙 肉痛地将神猪递给了夜性 相比较活命 神猪算得了什么 夜性毫不客气地 接过了神猪 以绝强的手段 斩断了鸡霸和他的任主关系 扑斥 与神猪斩断联系的瞬间 鸡霸一阵心神受伤 喷出了鲜血 师父 你可以饶过弟子一命了吧 鸡霸虚弱地看向夜性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他却从来没想过 当初十岁的夜天 面对死亡之时 眼神中是多么的绝望 不能 夜性冷漠地拒绝 你欺视灭祖 杀我天 更欲灭我夜家满门 直接杀了你 都不能结我心头之恨 又岂能放过你 看住 鸡霸 夜性充满了滔天的怒气 这个曾经自己多么信任的人啊 你 你 看住夜性决然的态度 鸡霸气地大喷了一口鲜血 老东西终究还是不想饶过他一命啊 我后悔 看见你手中有神珠的时候 起了贪心 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鸡霸满脸绝望地说 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鸡霸 今日就替天儿报仇 夜性用秘术 将鸡霸的灵魂抽了出来 痛得鸡霸发出了什么凄厉的惨叫 夜性下手非常巧妙 不至于一下就送鸡霸归西 整整折磨了鸡霸三天三夜 将他折磨得面目全非而死 他心头的怨气才消去 甚至 夜性将他的灵魂完全湮灭 他没有任何转世重生的可能 他的肉身 也被夜性错骨扬灰 化为了天地之间最小的物质粒子 天儿 你放心 终有一天 维父会达到一种 能够逆转时空的境界 然后将你复活 夜性将武器神珠放在手掌心 虽然他此时的实力 远远达不到逆转时空 复活连肉身和灵魂都没有了的人 但 他有信心今后一定能达到这种境界 要知道 他才修炼一千年啊 就达到祖神境巅峰了 如果给他一万年 甚至一百万年的时间 他会达到什么样的恐怖境况 况且 一颗神珠就改变了他的命运 让他拥有今日神魔两界最强的实力 如果集齐了七颗神珠 又会强大怎么样的境界了 夜性坚信 如果实力达到了某一恐怖的层次 一定能够逆转时空 复活死去的人 七颗神珠就是他的希望 此时 他手中已经有两颗神珠 那怕走遍诸天万界 他也要想办法得到剩下的五颗神珠 成为了神魔两界第一高手之后 夜性突然迷茫了起来 不知道接下来的追求 该是什么 此时 他的内心终于有了追求 全身再次充满了高昂的斗志 他要寻找剩下的五颗神珠 他要达到可以逆转时空的恐怖境界 他要复活自己的大儿子 夜性将武器神珠吞进了体内 然后盘坐在已经虚无死寂一片的太炎界中 开始炼化神珠 与自己认主 不久后 夜性浑身爆发出一阵璀璨的七彩霞光 随即又爆发出一阵滔天凶利的血光 他身上赫然穿上了一件 黑白相间的威武战甲 这是他的神魔战甲 融合了绝世神兵与魔兵打造而成的超级战甲 不过 现在由武器神珠变化而来 比之等级 威力 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紧接住 夜性的右手中又出现一把凶力异常的大刀 灭世魔刀 嗜血杀戮 与灭世魔刀配套的一门 绝世凶煞魔攻 轰隆隆 赤黑色的刀器波涛汹涌 瞬间扩散充满了整个死记归属的太炎界 可怕的威能 让夜性都为之脸色大变 太强了 有了武器神珠 我的战斗力至少提升了一个档次 夜性脸上满是惊恶 狂喜之色 如果之前 虽然夜性能够轻易压制祖神 但根本不可能斩杀他们 每一个祖神 都是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 甚至是天地初开之时 就已经存在的老怪物 底蕴 底牌 保命手段 都特别强大 特别多 现在 夜性获得了武器神珠 能够变换出任何见过的太初巅峰级质宝 战斗力暴增 足可以轻松斩杀祖神强者 击败这个废物 根本不会利用 在他手中神珠蒙尘 武器神珠 可以变成不止一件武器 目前 夜性可以同时变换出两种质宝出来 就是他身上的神魔战甲 和手中的灭尸魔刀 进阶越高 不仅变化出来的武器等级越高 威力越强 并且可以同时变换出不止一件质宝 将幻化的神魔战甲 灭尸魔刀收回 夜性离开了归属的太燕界 返回荒谷大陆 此时 夜玄 夜清武 女帝 将莫然 姬心若等所有人都在书院后山 等候夜性归来 就连 姬妖光也在书院后山 父子 已经将他是自己大哥后裔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这让他心中一阵震惊 这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夜性好几次没杀他 为什么他和画像中的人 长得那么相似 原来 他是自己的祖先 浩天已死 心中的信仰已经崩塌 他也决心认祖归宗 改名为了夜遥光 夜玄 代替夜性 接受了他的认祖归宗 此刻 后山书院 大家都聚在一起 静静地听夫子讲课 忽然 一道威严霸道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大哥 夫子放下了手中的论语 激动地喊道 父亲 爹 夜玄 夜倾上教导 拜见师父 拜见十足 拜见大师伯 大家都连忙给夜性行礼 他们对夜性此事崇拜到了极点 登天一战 透过夜玄的口中 他们已经知道 夜性轻松灭了整个神国 更是夸过无数界 到别的世界去追杀几把 这得有多强大的实力啊 大家起来吧 夜性淡笑地点了点头 现在给你们所有人一个任务 协助白丽一统天下 重建大夏皇朝 另外 杀光荒原一族所有人 一个不留 夜性杀气腾腾地吩咐道 虽然荒原一族不是主谋 但也是杀自己儿子的帮凶 当从整个世界摸去 是 众人领命 化为一道道流光 飞出了书院后山 此时 梁亭里 就剩下了夜性和夫子 可惜三弟死了 不能随我们飞升 不然 以他的天赋 就算在上界 也能有他的一席之地 夫子伤感到 在神国之中 我没有找到三弟的尸骨 也许 三弟他并没有死 夜性安慰夫子说 像清廉建帝这种子腹镜的尸骨 千年不服也正常 更别说 连一根骨头都没有留下 我打算造一个 无私无欲的强大天道 用来守护整个世界 望着天空 夜性淡淡说道 这里 也是他的故乡 夜性不希望他被别人毁灭 夜性利用从梦霜华那里 夺取的世界本源 加上手中的一些质宝 创造了一个新天道 新天道的实力 达到了虚神境 足可以守护一个小世界的安全 毕竟 虚神境的神灵 想要降临一个小世界 所承受的世界法则反噬是非常大的 随时都可以让其灰飞烟灭 有了夜选等无敌强者的帮助 白丽很快就统一了大陆 大夏皇朝又成为天下之主 荒原一族 也被摸去了 白丽在无尽的杀戮中 顺利破了五境 封王姬如海 改名为了夜海 任祖归宗 夜海想得很开 去当上界小喽啰 不如留在荒谷大陆 当一个一言九鼎 至尊无上的人皇 他成为了大夏皇朝的新人皇 皇族又回到了夜家一脉 夜瑶光很不舍自己的父亲 但见他心意已决 也无可奈何 好在 他的三个哥哥都愿意一同飞升 至于没有了传承人的问题 夜海还能活上数千年之久 今后使尽造人就行了 保证能够给夜家 在大陆上开枝散叶 繁荣昌盛 既然夜海打算留在下界 传承夜家一脉 夜信也没有亏待他 给他留了一些 库存在空间戒指中的垃圾资源 有了这些资源 他就算天赋在垃圾 也能够修炼到这个世界的极致 加上远超过这个世界等级的功法 武器 以及夜信亲自出手加强的九鼎大阵 足可以保证大夏皇室 传承万事不灭 下界的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夜信将武器神珠 化为一艘太空船至宝 让自己的弟子 儿女 书院一行人 领南夜家一脉 领南李家嫡系 地府一众人 夜遥光四兄妹 魔教四人 李道宗 白丽等人 进入了飞船中 然后 带着他们撕裂虚空 飞升神魔天界 神魔天界非常庞大 荒谷大陆放在其中 连一个小岛都步入岛 整个世界 分为108大御 由祖神统治 一万小御 由古神统治 例如 赤明祖神统治的赤明御 为大御 沈岩统治的神焰火御 为小御 赤明御 赤明大殿 赤明祖神盘坐在神座上 闭目养神 忽然 虚空一阵波动 因为古神经的红发老者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属下拜见大人 红发老者 弓身行礼 问 查得怎么样 有消息了 赤明祖神 忽然睁开了眼睛 激动地看向红发老者 对于叶姓的消息 此时他非常上心 北疆域的上空 有强烈的空间波动 随后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 根据 我们的查探 漩涡的背后 是一方小世界的气息 红发老者 弓身回答 北疆域是由北疆战神 统治一个小域 真是天主我也 北疆域与赤明域接壤 以我们的速度 要不了半炷香的时间 就可以达到 赤明祖神高兴地大笑了起来 神魔天界 是无数个小千界的中心 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飞升者前来 不过 像这种直接从小世界 飞升到神魔天界的事情 极为罕见 不用多猜想 赤明祖神也知道 这是叶姓回来了 他决心从叶姓的口中 得到神魔双修的秘密 集合十二祖神战将 随本祖前去北疆 遇会一回叶姓这个魔头 赤明祖神 陈生命令 大人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盗祖他是不是在 与世界规则的较量中 受了重伤 实力大减 我们还没查明白 红发老者担心地说道 盗祖叶姓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让他不得不露出担忧之色 怕什么怕 到时候大不了挨一顿毒打 他盗祖叶姓 还没本事要了本祖的性命 赤明祖神冷哼道 他手中可是有好几样保命的东西 这也是他赶前去试探 叶姓是否重伤的底气 到时候 大不了损失几样宝物 挨一顿毒打罢了 虽然有些肉痛 但如果叶姓真的受了重伤 让他获得了神魔双修的秘密 那就赚大了 红发老者内心一阵吐槽 盗祖要不了你的性命 但秒杀我们还不是轻轻松松的 坑爹的赤明祖神 不过 他可不敢违抗赤明祖神的旨意 否则 立刻就会被处死 十二祖神战将集合完毕 带着红发老者 赤明祖神带着自信满满的心情 往北疆域飞去 烦请订阅支持风鱼阿谷说频道更新 神魔天界 北疆域 不知有多少丈高的天穷上 一阵空间漩涡涌动 一艘霸气无双的飞行至宝飞船 横空传出 震荡长空 大哥 这就是你千年前飞升的上界吗 好霸道的天地灵气 我居然压制不住了境界的突然暴涨 飞船内 父子脸上露出了无比震撼之色 全身强大的元气不断篡动 变得越加磅礴起来 轰 一瞬间 他的修为居然直接提升到了涅槃境 叶璇 江莫然 慕英学等人 同样脸色惊燃 他们的修为境界 也瞬间暴涨了不少 看着他们无比震撼的表情 叶行笑了笑 这种情况 他千年前刚飞升而来的时候 他也经历过 神魔天界的灵气浓度 不知道比荒谷大陆高了多少倍 在这里 即使是个废材之人 一辈子都不用修炼 靠自动吸入的天地灵气 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动进入神海境 父子等人 都是下界天赋极高的绝顶天才 在下界被压制的修为 来到神魔天界 经历庞大灵气冲击之后 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轰隆隆 就在此时 突然一阵巨大的爆炸 整艘船剧烈颤抖了起来 遭到了非常可怕的能量冲击 叶性魔头 还不敢快给本祖出来受死 巨大如神雷轰鸣的声音 震动了整片虚空 这 这是怎么会 父子等人脸色一变 感觉到一阵非常可怕的威严 如果不是太空船的防御保护 他们瞬间就会炸体身亡 第一次 对这个遍地时神魔的世界 感到了深深的害怕 这里 果然飞荒谷大陆能够比拟 二弟 你们待在太空船里 我先出去解决外面的一群人 叶性嘴角一歪 露出冷意 没想到自己刚回来 就有不长眼的人来送死 看来 他叶性只是离开了一段时间 就有人忘了他的魔威 So 叶性瞬间消失在太空船里了 飞船外 赤明祖神带着红发老者 十二祖神战将 猛烈地攻击飞船 可惜 飞船是武器神珠变化而成 等级非常高 即使是祖神之威 短时间内 也无法破掉他的防御 这让赤明祖神等人非常惊讶 以他们一尊祖神 十三尊巅峰古神的实力 都奈何不了这艘太空船 叶性这魔头 何时有弄了一艘如此厉害的飞船 等拿下他 这如此拉风的飞船 就是本祖的了 看住飞船 赤明祖神充满了遗忘 赤明祖神 你好大的狗胆 敢攻击我的飞船 叶性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旁 冷冷地哼道 将赤明祖神等人 吓了一大跳 惊恐不已 道祖现身了 红发老者 十二战将 吓得脸色煞白起来 实在是叶性的魔威 太吓人 他们出于本能的反应 心中生出了恐惧的情绪 道祖 没想到你没有死在世界规则之下 吻了一下紧张的情绪 赤明祖神灿灿一笑 这魔头已经重伤 还怕什么怕 今天就是他赤明 擎拿道祖 夺取神魔双修秘密 威霸九天十地的大好日子 我没有死 是不是令你们很失望啊 叶性脸色冷淡道 这神魔两界之中 太多人希望他死了 这一点 叶性心中还是很清楚 谁也不愿意 有一个无敌的人物 一直压在他们的头上 让他们大气都不敢出一个 不 不 不 赤明祖神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道祖你死了 神魔双修的秘密就消失了 岂不是很可惜 叶性冷冷一笑 说道 原来你是窥视神魔双修的秘密啊呀 想要获得神魔双修的秘密 我问你 你配吗 叶性嘲讽地看了看赤明祖神 祖神 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 神魔双修的秘密很简单 炼化天赋神珠 获得爆表及天赋 叶性 是不可能将天赋神珠给任何人 因此 整个世间 神魔双修之人 只能有他一个 道祖 你别在这里装枪做事了 本祖知道你现在非常虚弱 世界规则的强大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就算你好运没有死 但一定受了重伤 实力大减 赤明祖神大笑了起来 这是他的好机会 他还得感谢太燕古神 让他获得了这个重要情报 轰 看住得意洋洋的赤明祖神 叶性没在任何废话 回应他的事 一道巨大的手掌 此时 回到了神魔天界 叶性也没有必要再封印力量 九层力量封印全开 祖神竟巅峰 浩荡的力量 瞬间倾泻向整个天地 轰隆隆 天崩地裂 威势无边 这时候 一直迷之自信的赤明祖神 终于脸色大变起来 他发现了一个可怕 不敢相信的事实 道祖业信他 根本没有受伤 根本没有虚弱 他的猜测 彻底地错了 错了 望着遮天蔽日 灭绝之气 狂勇的巨长 红发老者和十二古神战将 更是吓得脸色惨白到了极点 没有虚弱的道祖 可是能够轻易取他们的性命 他们怕了 赤明大人 我们怎么办 我们挡不住道祖的力量 红发老者颤抖地问道 只能自求多福了 面对全盛的道祖 赤明祖神也很无奈 没有任何一点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住 自己的得力属下被拍死 心中在滴血 同时他也做好了 被痛打一顿的准备 这时候 叶姓的巨长降落了 灭绝之力 在虚空中汹涌澎湃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轰隆隆 不 我们不想死 红发老者等人 疯狂地嘶吼 惊恐到了极点 一巴掌落下 天穷崩碎 大地沉陷 无数的山脉 河流 沼泽 城池 瞬间化为积粉 化作了白色的青气消失 在世界壁垒 无比坚固的神魔天界中 能够做到 随意一巴掌 毁天灭地 天崩地裂 也只有盗祖夜姓一人而已 此刻 除了赤明盗祖 还狼狈地活着 红发老者和十二战将 已经被完完全全拍死了 如此可怕的场景 自然惊动了北疆域之主 北疆战神 妈的 是谁敢在老子的地盘搞破坏 北疆战神一怒 十万北疆大军 齐齐待命 准备出击 然而 当北疆战神 看见出手之人 竟然是盗祖夜姓之时 吓得从虚空中掉落了下来 全身颤抖地滚回了 战神弓狗窝 吓得紧闭大门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盗祖夜姓 又要大开杀戒了 腥风血雨 血流成河 赤明祖神 也被夜姓这一巴掌 只为惊吓了 心中不断安慰自己 不怕 这魔头杀不了自己 至多挨一顿毒打 赤明祖神 你好大的狗胆 赶前来出手对付我 以为我真杀不了你 胆子就肥了 夜姓降落在赤明祖神的身前 冰冷地看住他 盗祖 本祖承认你很强 这神魔两界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但 想要斩杀我们这些底蕴深厚 底牌众多的祖神 恐怕还没有这个本事吧 来吧 毒打我一顿吧 明天之后 本祖又是一条好汉 既然夜姓没有虚弱 赤明祖神也想开了 就让他毒打一顿吧 反正死不了就好 他闭上眼睛 头仰天 等待夜姓的拳打脚踢暴虐 哼 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本事杀你 夜姓冷冷一哼 凌厉地喝道 他伸出右手 血红色的光芒 顿时抱现 一把胸利异常的暗红色大刀 出现在了夜姓的手中 魔气浩荡 可怕的威势 让天地都颤抖起来 这 这怎么回事 你的灭世魔刀 为什么突然变强了一大捡 赤明祖神 脸色慌张地看住夜姓手中的魔刀 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战斗狂怒 无尽怒火 随着夜姓运转魔攻 他浑身爆发出一阵赤烈的血红凶光 他的双眸赤红无比 手中灭世魔刀变得光芒四射 耀眼无比 现在 你可以去死了 夜姓魔为森然 森寒的声音响彻长空 旋风斩 灭世魔刀 斩出一道恐怖至极 充满世穴杀戎气息的旋风刀光 宫寝间 整个天穷崩碎了 方圆百万里 都化为了一片磨煞之气的海洋 这一刀 恐怖异常 超过了一切极限 我是祖神 天地初开就已经存在的强大生灵 你是杀不死我的 被灭世一刀所惊 赤明祖神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声 他的周身 出现了一阵璀璨的金光 随即 只见一口大钟 将它保护在了里面 赤混中 是随着赤明祖神 半生而生的夏品混沌至宝 防御力超强 轰 灭世一刀 直接砍在了赤混中上 咔嚓 清脆的声音响起 什么 赤混中崩碎了 赤明祖神直接傻眼 难以置信 夏品混沌至宝 赤混中破碎后 蕴含其中的强大能量 瞬间爆发了出来 造成了极其可怕的能量风暴 蔓延数万公里 将所有的一切化为了乌有 混沌至宝碎裂 在神魔天界中 是极难想象的事 可是 今天却实实在发生了 有赤混中的保护 虽然赤明祖神眉心裂开 鲜血从皮肤中渗出 但抵挡了大部分能量 并没有当即死亡 一刀不能杀死 那就再来第二刀 世穴杀戮 叶性又斩出灭尸一刀 赤黑色的刀光 波涛汹涌 恐怖如斯 叶性 你真的杀了我 赤明祖神不甘心地倒下了 他万万想不到 叶性竟然已经有了 斩杀祖神的能力 随后 整个强大的肉身开始崩碎 四分五裂 祖神陨落 这已经是数十万年 没有发生的过的事了 叶性 拼击住武器神猪 斩杀了一名开天辟地 就已经存在的高阶祖神 祖神没有小境界区分 根据其实力的大小 分为低阶祖神 中阶祖神 高阶祖神 祖神巅峰 叶性一入祖神境 就直接被划分为了祖神巅峰 战力无穷 祖神陨落 天地同碑 整个北疆域 居然下起了血雨 天啊 道祖又变强了 已经有了斩杀祖神的能力 剑外头下起了血雨 北疆战神被吓得躲在狗窝里 瑟瑟发抖 心中惊恐异常 能够压制祖神的道祖 已经恐怖无比了 现在 能够斩杀祖神的道祖 那将是令整个神魔两界 都要感到恐怖绝望的大魔王 虽然赤混中破碎了 但材质可是顶级的 拿回去还能够打造一些新武器 虽然他不需要武器了 但自己带上界的这群人 十分需要 于是 叶性尸检了赤混中碎片 拿走了赤明祖神的空间储存器 返回了飞船 然后 往祭夏学宫的方向快速驶去 祭夏学宫 位于天地之极南 是一块与神魔两界 没有任何关联的境地 这里 没有神魔妖三大阵营的纷争 整个祭夏学宫 所建造的一座座穷楼玉宇 巍峨宫殿 皆悬浮于虚空中 被一团团阴晕光亮的紫气笼罩 仙鹤飞舞 龙凤城祥 一片无比祥和的景象 此时 黑压压的神魔大军 带着杀气腾腾之势 向祭夏学宫杀来 为了灭掉祭夏学宫 在神庭八级战神 圣魔殿吞天魔地的牵头下 联合十多个大狱 数百个小狱的势力 一同行动 祭夏学宫 包藏神魔两界的罪人 妖族的绝世凶灵 是神魔两界的耻辱 因此 时代仇敌的神魔 居然联手起来 共同伐志 当然 这得要业性不在了 他们才有胆量前来进攻 不然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打 祭夏学宫的注意 除了业性之外 祭夏学宫 还有三大强者 值得他们重视 第一强者 天魔王 乃是魔界远古时期的 绝代大魔 修炼吞魔大法 杀害了不杀了魔界之人 惹得魔界大怒 联手将其镇压 就是因为业性 破开了封印 就走了天魔王 魔界才会彻底 恨上业性 这个毁灭魔王 第二强者 兵离祖神 乃是叶性前一代的 神庭战神 同样被天地诬陷 打入祖神台 叶性飞升神魔天界 因为极强的天赋 被神庭看中 加入了其中 最后成为了神庭战神 天地忌惮叶性 越强大的实力 担心他取代 自己的天地之位 随后 诬陷他欲救走 兵离祖神 将他抓住 叶性一怒之下 真的就走了 兵离祖神 和他一起加入了魔道 第三者 混世元皇 妖族妖皇 本体为远古时期的 混世魔元 力大无穷 妖族第一妖皇 妖族等级 小妖等于虚神 大妖等于真神 妖王等于天神 妖皇等于古神 妖帝等于祖神 妖神等于世界神 号称祖神之下 第一强 他天性 好勇斗狠 五百年前 不满天地灭 他混世魔元遗族 大闹神庭 当时 叶性正是神庭战神 将混世元皇 镇压天行山下 判处神庭之后 叶性就他的封印解除了 叶性在同境界 打败了他 破了混世元皇的 祖神之下 第一强的神话 心中对叶性万分佩服 最后拜叶性为师 轰隆隆 天地震动 乌云滚滚 神雷震势 百万神魔大军 在八级战神 和吞天魔地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杀来了 祭夏学宫 神魔两股浩瀚如海的力量 互相交叠 铺天盖地 向祭夏学宫挤压而去 整片天空之垫 剧烈颤抖了起来 神魔两界的那些狗杂碎杀来了 此时 整个数万祭夏学宫之人 被惊动了 盗祖不在 这群小人就开始崩腾了起来 当初盗祖还在的时候 他们那一个不下的瑟瑟发抖 这群 王八蛋 只会欺软怕硬 学宫之中 不断要骂骂咧咧的声音传了出来 跟这些狗日的东西拼了 轰轰轰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从学宫中冲了出来 遮天蔽日 百般模样 体型巨大的古代凶兽 魔气森然的魔道巨波 神威凌然的神灵 半人半数 半人半花的植物精灵 叶性有教无类 因此学宫中人缘种族混杂 有魔头 有神灵 有妖兽 甚至植物成精的天地之灵等等 还有飞神魔两道的修炼小径 像是武道 炼体 符咒等等小径修炼者 虽然种族不同 阵营不同 修炼之路不同 但他们对叶性非常尊敬 是道祖给了他们新生的机会 对祭夏学宫这个大家庭 也十分热爱 誓死守护 祭夏学宫 果然是一个藏屋纳垢之地 收留料如此多的绝世凶兽 两届罪人 今日 看来留不得学宫了 八级战神神威凌然的冷声道 不用跟这些罪人废话了 杀光他们 吞天魔地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顿时 浑身魔忌爆发 汹涌澎湃 上 杀 杀 随着一声令下 神魔大军 发出震天杀声 冲杀向祭夏学宫的弟子 当神魔大军快要冲杀过来之时 一道体型魁梧的猿猴出现了 神魔两界的小人 赤安老孙一棒 大喝之声如雷震耳 轰隆隆 天地崩裂 遮天蔽日 只见 一根粗大 黑布拉几的柱状东西 从天而降 砸向神魔大军 看似简单一击 充满了无敌的力量 神魔大军瞬间被砸死一片 发出了惨烈的声音 是爵士凶灵浑室元皇 他怎么 突破到妖帝境网 八级战神等人脸色大变 震恶的吼道 妖皇境的浑室元皇 除了叶姓这个变态外 号称祖神之下第一强 如今突破到妖帝境 又强大到了何种境界 俺老孙不再是浑室元皇 也不是浑室元帝 请教俺齐天大圣 孙悟道空 这是师父给老孙取的名字 帅气 好不好听 孙悟空 扛着黑布拉击的棒子 高傲地一字一顿地 爆出了自己的大名 对于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和名字 他十分喜欢 哈哈哈哈 还有我们六圣 今日想要灭我济夏学宫 得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遮天蔽日 六道绝世凶煞之气 冲天而去 六尊巨兽 兄弟杀来 济夏学宫有七圣 皆是夜性收留的远古巨凶 绝世妖皇 齐天大圣 孙悟空 本体远古混世魔源 力大无穷 展天大圣 雄大 本体大地暴雄 体型壮硕 如同铁水浇灌一样 充满了狂暴的力量 日天大圣 东皇太一 本体远古三足金乌 太阳精魂所孕育 擅长火系攻击 焚天竹海 遮天大圣 齐鹏 本体齐鹏大鸟 体长三千丈 飞行空中遮天蔽日 速度同境界第一 吞天大圣 雷奥 本体远古吞天巨恶 性格残暴 实力可怕 一口可以吞下一座巨大山脉 踏天大圣 帝是天 本体远古巨像 体型庞大 力大无穷 一踏之下 天崩地裂 平天大圣 香柳 本体为远古九头凶蛇 拥有九颗蛇头 战力恐怖如斯 除了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外 都是远古时期 肆虐成性 杀戮苍生 被封印镇压的绝世凶手 都拥有 妖皇巅峰的可怕战力 学宫成立的时间太短了 严重缺乏底蕴 反正和神魔两界 撕破了脸皮 叶杏 于是将他们 统统释放了出来 成为了 记下学宫的护法 天啊 你这只臭猴子 你居然把 本组的本命质宝 融成了 黑布拉基的大铁棍 当看见 孙悟空手中的 大黑棒时 神魔阵营中的 一名紫发老者 气得大骂了起来 他是紫雷鱼的 统治者 雷天祖神 雷神枪 是他半生的 本命质宝 自然无比熟悉 华晨辉都认识 他在孙悟空 手中棍子中 嗅到了自己 雷神枪的气息 他一下明白了 自己的雷神枪 被融化了 变成了一坨 黑布拉基的东西 可恶 虽然自己的 本命质宝 被叶杏这个 大魔头夺走了 但心中 还是抱着幻想 夺回来 今日便是个 绝佳的好机会 这也是他加入 征讨纪下学宫的 最大原因 奈何 已经被融了 他差点被气死了 臭猴子 老子和你没玩 雷天祖神 气得脸颊通红 大吼道 俺老孙发过誓 那个吊毛 再叫我臭猴子 就将他打碎 听见雷天祖神 叫自己臭猴子 孙悟空 也气得炸毛了 浑身金色的毛发 瞬间全部树立起来 老吊毛 赤俺老孙一棒 直接将黑铁棒 凶利地砸向了 雷天祖神 轰 恐怖的气息 席卷天地 大片虚空 被瞬间震碎 晋级为妖地之后 孙悟空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 雷天祖神脸色大变 连忙遇敌 可怕的紫色闪电 在他的周身 形成一个强大的电场 没有了本命至宝的他 至多相当于 终结祖神 那里是孙悟空的对手 一棍子 打碎了 自紫色电场 将他打入了 地底数千米 这 孙悟空的一棒之威 吓得八级战神 吞天摩地等人 脸色惨败 一招 秒败雷天祖神 这太强大了吧 PS 今天停电了 凌晨没办法码字了 加更的第四章 明天吧 新的一周 求推荐票 上周一万六千多推荐票 这还是前四天 推荐票不多的情况下 这周目标 两万推荐票 拜托大家了 有这几天的数量 肯定能够实现目标 第八十九章 此时 神魔两界的人 都处于对孙悟空 强大战力的震撼之中 那怕雷天祖神 失去了本命至宝 但这也是天地初开 就已经出生的 混沌及祖神了 每一个混沌祖神 不但有一件半生的 混沌至宝 而且凝炼了 本命大神通 实力至少都处于 中阶祖神的实力巅峰 雷天祖神 失去了本命至宝 也有中阶祖神的实力 就这样强大的实力 居然被刚入妖地的 齐天大圣一招秒败 让在场的神魔两界 所有人都惊愕不已 记下学功道祖业信 已经是个变态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变态猴子 这让我们怎么活啊 幸好 叶信走了 否则我们神魔两界 在记下学功面前 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了 这些神魔们心中庆幸无比 叶信走了 他们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神魔两界的杂碎 谁要灭记下学功了 俺老孙就在此 一起上吧 孙悟空 将黑铁棒杵在地面上 战役冲销 冷冷地扫射神魔两界众人 天性好勇斗狠的他 最不怕就是打架 当初 孙悟空还未入妖地境 便一猴一棍杀进了神庭 如今已是妖地的他 且会将这群神魔放在眼里 孙悟空的一番战意凌然的话 吓得在场神魔们胆战心惊 个个都感到发寒 甚至感觉到 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 畏惧看住孙悟空 一时间 既然没有神魔赶上前迎战 雷天祖神的凄惨下场 仍历历在目 他们可不愿意当出头鸟 上去被暴打一顿 丢了面子 还得花漫长的时间养伤 这妖猴太狂妄了 不好好教训他一顿 还以为神魔两界 没人能够治得了他吗 看住神魔众人 都被孙悟空的气势所设 吞天魔地愤怒地说道 心高气傲的他 准备上前大战孙悟空 兵离祖神和天魔王还没现身 我们两人还是暂且不动 静观其变 八级战神劝道 兵离祖神 前前任神庭战神 实力祖神巅峰 天魔王 当初能够搅动 整个魔界风云的大魔 实力也是祖神巅峰 两人必须留下来 时刻防备对付他们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杂碎 怕俺老孙了吗 一个打不过 就多来几个吧 俺老孙接下了 孙悟空将黑铁帮一扬 蔑视众神魔说道 悟空如此狂傲的话 彻底激怒了众神魔的羞耻心 我南里祖神 黑鲨祖魔 白屋祖神 今日就来收了你这只臭猴子 天边燃起青绿色的火焰 南里祖神杀了出来 同时 一身黑气冲天的黑鲨祖魔 和仙气飘飘 手持一面神静的白屋祖神 冲了出来 呈三角之势 将孙悟空包围在中央 臭猴子 你太嚣张了 今天我们三大祖神 就来镇压你这只妖猴 三位祖神杀气凛然地喝道 离火神剑 黑鲨神鼎 玄天神静 三剑至宝 悬浮在空中 准备对住孙悟空出手 三只杂毛 听不懂俺老孙刚才的话吗 谁敢叫俺臭猴子 就打断他的腿 对于臭猴子这个称号 孙悟空很是不满 和帅气无敌气质的他 明显不符合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扬起手中的 粗大又黑的棍子 向三位祖神杀去 他发过誓 谁叫臭猴子 一定打死他 我们一起上 悬浮在空中的三大至宝 在三大祖神的操纵下 直接砸下了孙悟空 轰隆隆 天崩地裂 威势惊天 齐天大圣孙悟空以一敌三 丝毫不若下风 轰 虚空震荡 大棍子带着强横的力量 击碎无边天穷 这一道重击狠狠地打在了防御力最弱的南里祖神身上 可怕的力道 让南里祖神的头颅都裂开 血浆见度 看见南里祖神的惨像 白武祖神直接被吓傻了 呼这只妖猴强得太不可思议了吧 没想到道祖夜信走了 记下学宫又出现了一个变态 正当白武祖神愣神之际 孙悟空的棍子向他袭击来了 轰 他直接被打飞到了数百万公里之外的地方 这一幕 让在场的众神魔都震惊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齐天大圣孙悟空也太强了吧 片刻之间 就在三大祖神的围攻下 打飞了两人 只剩下黑沙祖魔一人了 此时 黑沙祖魔后悔到了极点 自己为什么要当出头鸟啊 在后面静观其变难道不香吗 他那里还敢和孙悟空对抗 联盟将手中的黑沙神顶罩在头上 将防御力发挥到了极致 黑沙神顶是黑沙祖魔的本命质宝 混沌及防御神器 是天下间 防御力最强的混沌质宝之一 我打 我顶 我打 我顶 孙悟空和黑沙祖魔 就在那里 一个挥舞手中棍子攻击 一个记住神顶防御 他奶奶的 这老杂毛的破顶防御真强 现在当了缩头乌龟 还真奈何不了他 一连串的攻击之后 孙悟空发现破不了他的防御 于是放弃了再次进攻 嘿嘿 臭猴子 本组有黑沙神顶在手 你奈何不了我 神顶下面的黑沙祖魔 得意地笑了笑 这臭猴子太强了 白武祖神和南里祖神 都被暴打了一顿 幸好他手中有黑沙神顶 顶住了妖猴的攻击 没有落的一个耻辱 需要慢慢养伤的下场 这时候 孙悟空突然飞到了黑沙神顶前 将棍子插在地面上 然后双手在裤裆下面一阵忙碌 臭猴子 你 你干什么 你居然当众脱裤子 妖族果然是一群没有开化的畜生 黑沙祖魔冷冷地嘲笑道 忽然 一股轻泪的水柱喷了出来 直接击射在黑沙神顶上 啊 你 你这只臭猴子 你无耻 你下贱 你居然在本组的黑沙神顶上撒尿 黑沙祖魔感觉自己快要被气炸了 他已经闻到了一股浓郁的尿骚味 扑斥 一口老血被气得吐了出来 老杂毛 让你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 俺老孙给你留点纪念品 孙悟空不休不躁地笑道 对妖族来说 根本不在乎这种事 随心所欲即可 就在此时 扑然一口金光灿灿的大钟 从天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了下来 轰 大地崩裂 虚空碎裂 孙悟空被砸进了地底深处 天地中 天地居然出手了 众神魔惊讶到了极点 没想到 天地居然亲自出手了 这可是神魔两道最强的者之一 天地这王八蛋 居然偷袭我们悟空大哥 其余学公六圣愤怒的吼道 能够做到的事情 也只能吼吼 虽然他们都是古代一众 绝是凶灵 但在天地的面前 还是太弱了 轰 无尽苍穹裂开了 白衣天地 沐浴住璀璨神光 降下凡尘 参见天地 神界众人立刻行礼 见过天地 魔界众人攻身道 天地 你还是一样的卑鄙无耻 堂堂神界第一高手 也只会偷袭 就你这样的人 居然也能够成为神庭之主 当真是神界之辈 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 传了出来 轰 记下学宫之中 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騷 一道贯穿天地的紫色剑光 冲天而起 斩破天穷 惊动了众神魔 一位英姿飒爽绝美女战神 剑破虚空而来 绝美女子身材高挑 容貌仙姿 背脊披风 身穿白色战甲 手持紫光璀璨的珠魔神剑 美眸中充满了无上威严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恐怖感 兵力祖神 千代神界战神 实力仅次于天地的可怕强者 她是史上最精彩的神庭战神 世间实力最强大的女子 也是神庭第一狠人 屠杀无数魔界大魔 杀得诸天之魔 文之战利 她并非天地初开 就已经存在的混沌神魔 也不是什么绝世体制的主人 更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弟 她出生平凡至极 父母只是非常卑微的凡人 但 凭集住自己的财情和毅力 最终位列神魔之巅 成为神魔两界之人 都要位居得很人 就是因为她的威望太高 严重威胁到了天地神界第一人的位置 于是 天地诬陷她与魔有染 联合神庭众人 将她锁在了诸神台 受勇士折磨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此时兵离战神 双眼通红地看住天地 充满了无尽愤怒 邪魔妖道 人人得而诛之 何与这只妖猴讲道义 今日 你这个神庭叛徒也要难逃一箭 白衣天地冷冷亨道 天地 神界最强势力神庭之主 神界第一强者 天地初开 混沌之气演变为三千神魔 天地不仅是三千神魔之一 更是其中最强大的十大神魔 如果不是叶性的存在 它就是整个世界至高无上的存在 因此最想叶性死的人之中 天地绝对是其中之一 他太想叶性死了 哈哈哈哈 天地你来了 本作也该现身了 毁灭性的气息 突然笼罩天地 只见一尊高大的魔影 带着滔天恐怖之士破空而来 圣魔帝 魔界最强势力圣魔殿主宰 魔界第一强 圣魔帝永远忘记不了 当初自己是怎么样 被叶性痛打了三天三夜的耻辱场面 让自己这个魔界之主 丢尽了脸面 叶性走了 他便前来灭了这祭夏学宫 恭迎圣魔帝大人 神魔两界众人功身 神魔两界最强的者 此时同时降临了祭夏学宫 可见 他们对灭了祭夏学宫的决心 有多么的大 看来今天你们神魔两界 是铁了心要灭我祭夏学宫了 天空之中血光爆发 一道森然 血红的魔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身前 正是修炼了吞魔大法的天魔王 天魔王 你这个魔界的叛徒 终于肯现身了 圣魔帝冷冷地看住天魔王 天帝老儿 你他娘的敢偷袭安老孙 就在此时 地底之下传出来了巨大的咆哮声 悟空愤怒了 滔天的怒气 将整个天帝都淹没了 吼吼 一声长笑 惊天动地 轰 大地崩碎 只见一尊如山巨大的恐怖身影 从地底下窜了出来 愤怒之下 悟空露出了本体浑室魔源 相较于之前如小猴子一样瘦弱的身形 此时的悟空高达百丈 头如大山 腰如峻岭 眼如闪电 口似血盆 牙如剑技 他脚踏苍茫大地 头顶无尽苍穹 身躯爆发出强悍无敌的狂暴气息 浑身上下的黑色毛发如钢铁一般坚硬 充满了无尽的暴虐和无敌的战役 吼 悟空用自己的双拳 拍打着胸膛 大声嘶吼 煞 悟空战役滔天 抡起变得更粗更有力的棍子 杀向了天地 任谁被挨了一记闷棍 心中都非常愤怒 婆侯 当年封印你在天行山下 叶姓这个魔头救了你 今日本地就再次镇压你 免得你再次为恶 天地冷冷一喝 祭出了天地中 轰 可怕的威能 让世界都颤抖了起来 不过 悟空还是吃了点亏 天地中 十大极品混沌质宝 是整个神魔天界中 最强的质宝之一 攻击力十分强悍 天地又是神界最强者 此时悟空被打得肉身崩裂 血液不断流出 还好他肉身强悍 顶住了天地中的巨大威能 并未重伤 这也彻底激怒了悟空 拼命地 以伤换伤的打法 攻击天地 悟空这样打下去 不行啊 随时有陨落的危险 望着激战的悟空和天地 冰离祖神和天魔王担心地说 祖神生命力顽强 又有很多保命的底牌 因此很难死 除非是多名祖神 联手对付一名祖神 才可以将他斩杀 但前提是 这名祖神 有一颗坚定的保命的决心啊 像悟空这样不顾伤势 拼命厮杀 很容易陨落 天地 本座来助你一臂之力 这时候 圣魔帝出手了 圣魔戟出场 毁天灭地的气息 顿时笼罩全场 他不顾一切地杀向了悟空 他看得出来 今日若不杀了这只妖猴 今后将成为他们神魔界的最大威胁 好不容易走了一个盗祖夜信 可不想再有第二个塔 轰 吼 被圣魔戟击中 悟空痛苦地大吼了起来 此时 他被神魔两界最强的围攻 显向还生 卑鄙 堂堂神界第一人和魔界第一人 居然联手你多欺少 我们两个上 去帮助悟空 兵离祖神和天魔王大怒 兵离祖神你这个神庭叛徒 你的对手是我 天魔王 你乃上古时期 搅动整个魔界风云的大魔 我吞天魔帝不服你 今日与你一战 八级战神和吞天魔帝出手阻止他们两人 天帝 圣魔帝 你们神魔两界感动我记下学功 是不是想我再来一次大肆诸神灭魔了 就在此时 一道愤怒异常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天穷 众神魔 包括天帝和圣魔帝两人 都被吓得一大跳 此时天帝和圣魔帝的表情凝固了 一字一度地惊到 他回来到了 浩荡的声音 所有的神魔都听得清清楚楚 顿时皆都脸色大变 双眼之中充满了恐惧害怕 道祖夜信他 居然没有陨落在与世界规则的对抗之中 他回来了 不得不说 有些人只凭一个名字 便足可以震慑诸天神魔 道祖夜信 进入神魔天界修炼的岁月 只有区区一千年 相比较那些活了成百上千万年的混沌神魔来说 一千年 谈指尖 转眼即逝 不值一提 可是 就是这一千年的时间里 他成为一座令神魔两界众人 都不得不顶礼膜拜 心中畏惧的封碑 成为无数混沌神魔心中的梦魇 他的名字足可以震慑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 是世人心中的禁忌存在 哈哈哈哈 道祖回来 他回来了 相比较神魔阵营的一片惨淡之色 纪夏学宫这边可高兴惨了 叶信在他们心中就是一座巍蛾的大山 只要他不倒 就没有人能够灭掉纪夏学宫 叶信就是他们心中不败的神话 无敌的信仰 道祖回来 这下看看神魔联军怎么收场 冰里祖神和天魔王嘴角露出了一丝玩味效应 道祖的脾气 两人可是十分清楚 天地老儿 老魔头 俺老孙师父回来了 不陪你们玩了 虽然浑身鲜血淋漓 但悟空丝毫不在乎 一脸得意洋洋地看住两人 有一个无敌的师父 这感觉真爽 他虽然好战 但不是傻子 自己根本打不过天地和圣魔地 现在师父回来 保护祭夏学宫的重任 自然不会落在他的头了 随后 一道神魔交融的光柱 从天穷上射来 然后凭空凝聚出一尊顶天立地的伟岸身影 神圣灵然和魔为霸道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 同时在他身上出现 众神魔脸色大变 畏惧地看向叶信 叶信对住天地和圣魔地 冷喝道 你们两个胆子倒不小 我不再就敢攻打迹夏学宫 是不是 我叶信手中的大刀 砍不动神魔了 畏惧叶信的众神魔们 被这突然生出的杀起 吓得脸色煞白 大家不要怕 就算叶信魔头没有陨落 本地不相信 怕连伤都没有受 见众神魔畏惧叶信起来 天地和圣魔地赶紧朗声安慰道 世界规则的可怕 他们可是非常清楚 就算传说的世界神 都无法对抗 他们坚信 叶信不可能在世界规则的攻击下 完整无损 但 他们在那里知道 叶信手中有神秘非凡的珠子 避开了世界规则的攻击 经天地和圣魔地一提醒 众神魔有些恍然大悟 言之有理 世界规则 可是他们这些神魔 无法抗拒的强大存在 杀了他 杀了他 灭迹下学宫 众神魔大声吼道 杀一阵天 此次不出道祖叶信 更待何时 如此绝佳的机会 可能不会出现第二次了 天地和圣魔地得意地冷冷看住叶信 彷復在炫耀着 我们已经看穿你了 就不要再装了 看来 今天我又要诸神灭魔了 叶信冷酷地说 叶信 你就别装了 你重伤之躯 又如何是我们众神魔的对手 天地冷冷地笑道 众神魔听令 一起出手 灭了叶信魔头和祭下学宫 天地和圣魔地 简直就是人精 不管叶信有没有重伤 陷入虚弱之中 让其他人先上 是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叶信真软弱 他们再出手镇压也不迟 但 如果叶信没有虚弱 他们就可以立刻撒腿就跑 让这些神魔帮他们抵挡叶信 虽然叶信杀不了他们 但难免会被痛打一顿 损失一些至宝 这也能够让两个神魔两界的领袖肉痛啊 冲啊 杀死叶信魔头 神魔大军 浩浩荡荡向叶信杀来 威势惊天动地 师父道祖 我们来助你 悟空 兵力祖神等人说 不用 你们待在远处 看我是如何诸神灭魔 叶信冷傲地说 右手伸开 血红色光芒顿时爆现 灭世魔刀已在手中 那恐怖的毁灭气息 让天地都颤抖起来 浩浩荡荡的神魔大军 已经杀上前来 各种强大的质宝 被他们寄了出来 准备砸向叶信 可怕的神魔之力 在虚空中形成了 精卫分明的光明和黑暗 面对百万神魔大军 叶信毫不畏惧 旋力虚空 衣缺飘扬 手中的灭世魔刀 爆发出数万公里长的毁灭刀芒 刹那间 感觉整个天地都要被这一刀劈碎了 第一刀 诸神 叶信大力一挥 数万公里长的刀芒 直接斩向了神界阵营 恐怖的刀芒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灭绝力量 那些身穿黄金战甲的神界大军 脸上露出无限惊恐之色 恐惧地看住自己身上的战甲破碎 然后身体被灭绝之力一点吞噬 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爆祖他原来没有虚弱 可惜后悔也迟了 一刀 五十万神魔界大军 灰飞烟灭 化为了一粒粒尘埃 大地上 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地 宽数百公里 长数十万公里的大裂缝 远在数千公里外的神魔们 都恐惧害怕地匍匐在地 全身颤抖 第二刀 面魔 叶杏 魔为森然 直接杀向身穿黑色战甲的 五十万魔界大军 旋风斩 一刀恐怖至极 充满嗜血杀戮气息的旋风刀光 旋转住撕裂向魔界大军 啊 魔界大军顿时发出了 惨烈的大叫声音 旋风刀光 恐怖的力量 将它们一个个卷了起来 然后撕裂粉碎成了肉末 就和绞肉机打碎肉块一样 腥味十足的血 弥漫了整个虚空 一刀 五十万魔界大军 血肉横飞 惨不忍睹 第三刀 斩阻 这时候 有两位低阶祖神 一位中阶祖神 已经杀到了面前 叶杏神魔之力 全部释放出来 在它的四周 形成了一个黑白相间的 太极阴阳图 巨大的太极阴阳图 发出耀眼的光芒 笼罩了整个战场上空 充满了恐怖绝望的威势 顿时让天地失色 无尽怒火 嗜血杀戮 恐怖杀戮之力 笼罩了整个战场 所有的虚空 都崩碎在了一刀之下 陷入了无尽死计之中 那三名祖神 不可思议地看出 自己的身体消瘦了 吞噬着他们强悍的祖神 不死不灭之躯 脸色露出了 难以形容的恐惧和痛苦 第一次看见到了 死亡的气息 绝望的心情 他们心中悔恨啊 为什么要冲在最前面 最后 整个身躯都消失了 死了 死了 一刀之下 三名祖神跌倒了 天空中 下起了倾盆血雨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叶性魔头不但没有虚弱 还实力大增 连祖神都能够轻易斩杀了 这还让我们活不活啊 跑啊 其余的祖神惊慌失措 拼命四处逃跑 天帝和圣魔帝 心中非常庆幸 自己两人没有打头阵 转身加入了逃跑的大军中 此时的叶性太恐怖了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存在 再不跑 就没有机会了 连出三刀 叶性之威 就将百万神魔大军消灭 将天帝和圣魔帝 两位神魔两界的领袖 吓得仓皇逃跑 可见他的实力 是有多么的令人恐怖绝望 第四刀 阵势 叶性连辉三刀 诸神灭魔百万 三位祖神陨落 吓得的剩下的祖神祖魔们 肝胆剧烈 仓皇逃命 随即 他又回出了一刀 第四刀 阵势 刀阵当事 是神八事 是神神通 被叶性融入 蔑势魔刀之中 轰 方圆万里的虚空 彻底崩碎了 无法揣测 堪称阵势之际的一刀 形成恐怖刀芒 天帝 你那里走 叶性森然的声音 响彻万里 随即恐怖刀芒 直接破空 劈向天帝 叶性虽强 但对付祖神祖魔 也不可能像对付 其他神魔那样轻松 面对拼命逃跑的 祖神祖魔们 他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对付 而天帝这个伪君子 曾经差点要了他性命的人 成为了叶性首要追杀的目标 正是刀芒 破碎万里 向天帝劈去 此时 天帝被吓得的脸色大变 惊恐不已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堂堂神界首领 神庭之主 居然会落得如此狼狈的一天 叶性这个魔头 为什么只追杀本地 不去追圣魔地啊 甚至还有很多 各自逃命的祖神 为什么偏偏就追杀本地 天帝心中愤怒 不满地咆哮倒 对于叶性的恨意 更上了一层楼 天帝中 急忙之下 天帝将天帝中丢了出去 抵挡阵士刀芒 轰 金光璀璨的天帝中 与阵士刀芒对撞在了一起 沙纳间 爆发出一片璀璨刺眼光芒 照亮了整片虚空 继而 恐怖的爆炸声震动九霄 天帝中不愧是十大极品混沌质宝 将正式刀芒给挡下了 让天帝有了逃走的机会 不过 他的天帝中却被叶性之手镇压住了 无法再自动飞回他的身边 忙于逃命的天帝 根本顾不上天帝中了 他只想赶快逃回神庭 这样就无比安全了 天帝 算你小子跑得快 你的天帝中我就笑纳了 就当你进宫记下学宫付出的代价 叶性收了天帝中 扑斥 逃跑途中的天帝 突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叶性出手 以无上伟岸之力 强行抹杀了他和天帝中的联系 叶性魔头 你躲我天帝中 终有一天要将你挫骨扬灰 天帝对叶性恨到了骨子里 愤怒的英俊的脸颊都扭曲了起来 失去了天帝中 天帝的实力至少下降三层 因此 才会无比愤怒咆哮 天帝中 那是天帝的半生神器 十大极品混沌至宝之手 拥有镇压天帝之威 扭转时空之力 炼化五行风雨雷电之能 天帝中玄妙无限 造化无穷 可以禁锢时间 压制空间 反弹至宝的攻击 和无视神通的伤害 攻击防御一体具备 顶于头上先例不败 终生浩荡 宇宙黄黄 天帝失色 乾坤动摇 已经是无限接近太初质宝 这是一件攻防合一 镇压环宇的绝世质宝 同样等级下 比叶性手中的灭尸魔刀 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可惜 叶性太强了 天帝中在他的面前 也不堪一击 叶性手持天帝中 闭目明思将天帝中的讯息和模样 露入脑海中 今后 他就可以变换出极品太初质宝的天帝中 那个威力 绝对比他使用的灭尸魔刀 恐怖无数倍 在仓皇逃命之下 天帝终于急慌地逃回了神庭 神庭之中 有西祖和蛙祖合力留下的周天星斗大阵 就算世界神前来 都无法攻破 回到神庭之中 天帝终于松了一口气 额头上满是大汗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堂堂天帝之尊 有一天会被惊吓到这种程度 像疯狗一样 仓皇逃命 叶性 本帝绝对不会绕过你 天帝紧握拳头 恨意滔天 就在此时 天后和庶民神庭大臣 飞了过来 参见天帝 庶人连忙向天帝行礼 陛下 这是怎么了 你为何如此狼狼 你不是去攻打 祭下学功了吗 一身华丽景福 绝世仙子的天后 观星地问道 叶性那魔头没有死 不知道从那里获得一件恐怖的至宝 将我们百万神魔大军全部灭杀 本帝也不得不仓皇逃命 天帝恨意绵绵地说道 听见叶性无事 天后心中竟然有些大为高兴起来 不过 很好地掩设起来 如果让天帝知道他的高兴情绪 以他对叶性的恨意 那还了得 智行祖神 你是我神庭中智慧最高 见识最多的祖神 你告诉本帝 怎么样才能杀死叶性这个魔头 只要他能死 付出任何惨重的代价 本帝都愿意接受 天帝看向右手边 一位胡须皆白的销售老者 陛下 看来想要对付他 只有世界神方可了 智行祖神无奈地摇了摇头 难道除了世界神 就没有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而且大争之事即将到来 叶性魔头如此厉害 我神庭又怎么能够争下机缘 让本帝荣登世界神了 天帝失望地说 世界神 这可是所有的祖神祖魔 一生最大的追求 他天帝也想成为世界神 除了世界神 就算联合整个世界的力量 如果叶性魔头一心想要逃命 都不可能杀死他 智行祖神摇了摇说 一名祖神铁了心想要逃命 都很难被杀死 更别说叶性这种层次的高手了 就算数百上千名祖神联手 最多也就压制他 绝不可能斩杀他 无敌的力量和防御力 就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世界神 天帝眉头皱了起来 开天辟地以来 世界神只出现了五位 劈开混沌 开辟神魔天界 有史以来九天十地最强者 盘祖大人 他在开天大劫之中 死在了世界规则之下 是有史以来 唯一能够有资格和世界规则 对碰的强者 开辟了古神廷的西祖和挖祖兄妹 大荒谷国的开创者 荒祖三位世界神 在冤魔大劫之中 奉献自己的生命 与大千世界冤魔界的强者 同归于尽 最后 一位是万魔之祖 洪荒时期的魔祖罗侯天煞 对了 罗侯天煞还活着 早在冤魔大劫之前的凶煞大劫中 他被西祖 蛙祖 荒祖三人联手 封印在了黑暗禁区之中 他 没有死 没有死 魔祖罗侯天煞 是神魔天界已知的最后一名世界神 天帝突然激动了起来 凶煞大劫是绝世凶灵纵横天地 试杀人类的时代 因为他们的自相残杀 加上人族不断有强大的神魔崛起 最后 将诸多绝世凶灵或击杀或封印 人类至此成为天地主宰 凶煞大劫 人类卑微如蝼蚁的时代彻底结束 而妖族只能够退守千万里满荒大山 苟延残喘 痴行祖神有什么办法能够解除封禁阵法将罗侯天 煞释放出来吗 天帝看住白发消瘦老者渴望地问 道 他此时心中唯一的执念 就是杀掉叶性 为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他现在非常后悔 没有在叶性神魔双修大成之前 不顾一切将这个祸害除掉 只有找到西祖 蛙祖 荒祖三人的后裔 而且还是要血脉非常精纯的后裔 才能够破开封禁阵法 西祖和蛙祖 即是兄妹 也是夫妻 只要找到具有两人浓郁血脉的后人就可以 致行祖神陈赐了片刻之后 还是将方法说了出来 因为天后正是西祖和蛙祖的后裔 而且还是两人的女儿 天帝能够成为神庭之主 完全是因为这层裙带关系 陛下 罗侯天煞是魔界的魔祖啊 你可是神界的领袖 怎么能够放他出来 天后秀眉微醋 急忙劝道 这简直就是华天下之大击 闻所未闻的奇葩事 神界领袖释放魔祖 要叶性死 就得释放罗侯天煞出来 只要有他才有实力杀掉叶性 天帝双眼通红 完全被仇恨蒙蔽了理智 他心中的想法只有一个 叶性死 我密妃乃是西祖挖祖后裔 神庭天后 绝不允许你释放魔祖出来 我是 两人唯一的后裔 我绝不会将精血拿给你释放魔祖 天后密妃声音清冷地坚决说 释放魔祖不只是华天下之大击的事情 他也不喜欢叶性出事 哼 本帝一直疑惑 当初叶性这个狗东西 在我神庭的重重包围之下 凭什么能够逃出去 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 天地充满怒火的眼睛 质疑地看向天后密妃 你还敢提这件事 叶性对我神庭忠心耿耿 你堂堂天地却出于嫉妒之心 想要杀害他 当初你若不干这等蠢事 此时威震九天十地的道祖 叶性 就是我神庭战神 我神庭就足可一压的魔戒 永世不得翻身 提及这件事情 密妃就十分愤怒 就是眼前这个人 将叶性这个天界最强战神 逼出了神庭 对神庭来说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 为了这件事 他和天地第一次发生了矛盾和争吵 啪 你这个贱火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你如此维护他 见密妃如此维护业性 天地彻底愤怒了 一巴掌打在了密妃的脸上 你 密妃愤怒地看住天地 他做梦都想不到 天地居然会打他 你好好待在神庭不准出去 等本地找到适合的荒祖后裔精血之后 就带你去将罗侯天煞释放出来 天地冷冷地说 天地 你疯了 我可是你妻子 你居然要拿我鲜血去释放魔祖 哼 我绝不会用精血释放魔祖 我现在就离开神庭 看你们随赶拦我 密妃彻底愤怒了 他铁了心要离开神庭 放肆 天地大怒 不顾夫妻之情 出手向天后密妃镇压而去 虽然密妃也是祖神境强者 但根本不是天地的对手 将他封印在天池之中的一片荷叶之上 天地 没想到你如此之恨 我们两人从此恩断一绝 密妃愤怒地说 天地的无情无义 今天他终于见识到了 亨 没有本地的命令 谁也不能放走天后 否则 杀无赦 天地冷亨一声 拂袖离开 智行祖神等几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离开了天池 虽然密妃是西祖和蛙祖的后裔 甚至为了整个时间牺牲了自己 但 人死如灯面 他们是神庭之臣 自然要听天地的命令 而且 能够出入天池重地 绝对是天地的亲信 当初 我就应该听夜信的话 和他一起离开神庭 天地就是个无情的卑鄙小人 今日 密妃算是彻底看清了天地的真面目 对他失望了到极点 哈哈 道祖无微 我们胜利了 夜信四刀诸神面膜 看得记下学宫的众人热血沸腾 记下学宫 由此无敌道祖 夫妇何求 他为自己记下学宫弟子的身份 感到无比的骄傲 敬拜道祖 敬拜师父 夜信手持天地中 降落在众人面前 东皇 这破钟蕴含有无上太阳精气 你炼化它之后 能够助你更容易突破到腰底 就赐给你了 夜信将天地中 抛给了日天大圣东皇太一 什么 道祖居然将天地中 赐个了日天大圣 瞬间震动了全场 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大手笔 羡慕 道祖就是牛逼 要是赐给我就爽了 就连兵力祖神和天魔王 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这可是十大混沌至宝之首的超级神器啊 谁不眼蝉 谁不眼红 有了武器神珠 自备一座武器库 夜信确实不再需要天地中 啊 天地中是我的了 东皇太一有些不敢相信 但天地中已经在了他的面前 心中直呼道祖牛逼 道祖 我能够将他改名吗 天地中听着别扭 东皇太一兴奋地说 这破中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想改什么名字 就改什么名字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天地中居然还破中 哈哈 以后就叫东皇中 东皇太一得以洋洋地大笑了起来 让在座众人一阵羡慕不已 我们先进记下学宫吧 介绍一些人给你们 夜信吩咐道 是道祖 记下学宫 目前总共有三万多人 祖神静强者有孙悟空 兵离祖神 天魔王 都是祖神中的顶级强者 古神静强者有 其余六圣 和十三位教导弟子修炼的学宫长王 其余 皆为门下学圣 除了孙悟空是夜信清传弟子之外 其余众人只好算记名弟子 或徒子徒孙 夜信创建记下学宫 有教无类 就是想要培养一群人中龙凤 世间罕见的强者 让整个世间 都遍布满学宫的强者 因此 记下学宫的收图标准十分严格 要通通重重考核 以夜信在神魔天界的威望 学宫弟子也不过才三万之数 可见收图标准严厉无比 哗啦 虚空撕裂 一艘巨大的战船 从空中降落了下来 战船里的人 就是盗祖下界的亲朋好友吗 记下学宫众人 议论纷纷起来 盗祖下界的事情 他们自然知道 不久 父子一行人从飞船中走了出来 一个个强大的神魔或化形的妖兽 连忙收敛了气息起来 变得谨慎起来 凡人那里经得起 他们身上非常强大的气息 可不能伤到盗祖的亲朋好友 到了虚神境 妖兽就能够化形成半神半兽模样 这就是大哥口中的记下学宫呀 这也太强大了吧 父子脸色微变 虽然众人收敛了气息 倒依然让夫子感到了强大威胁感和窒息感 自己大哥创造的势力 恐怖随便一个人出手 就能秒杀他们众人 夫子无奈地摇了摇 自己和大哥的差距真的很大 如果遇见危险 自己又怎么帮助自己大哥了 这是我二弟 叶信向众人介绍 见过师叔祖 就算夫子是凡人 却是盗祖的二弟 他们必须恭敬行礼 并没半点瞧不起 轻时之意 这是我弟子江默然 叶清武 穆英玄 这是我儿子叶玄 女儿叶清赏 叶信又介绍道 至于其他人 就没有必要让叶信亲自介绍 见过师叔 师姑 一个个强大的神魔和妖兽 对着五人恭敬行礼 这让叶玄五人感觉非常奇妙 一个个足可以一口吹死他们的强大存在 居然乖乖地向他们行礼 他们知道 这是自己父亲师父的影响力 让强大的神魔兄灵 俯首行礼 整个纪下学宫 叶信 兵礼祖神 天魔王为第一代 最高辈分三人 学宫八圣 十三古神长王为第二代 其余神魔或妖兽 为第三代 至于第四代 第五代 就是以后的事了 原来是师弟师妹们 俺老孙是你们的大师兄 悟空高兴地跳了出来 自己终于有师弟师姐了 不是独描一个 得先要过大师兄的影 于是拍了拍胸脯 以后有人欺负你们 俺老孙一棒子敲死他 说得很有气势 比较他是妖地修为 战斗力更是仅次于最顶级的一批祖神 谢大师兄 叶玄五人笑道 没想到大师兄是一只猴子 对他们下届的人来说 却是很新奇 随后 叶玄让夫子和自己的儿女 入住自己的寝宫 其余人安排专属寝宫居住 离开了许久 叶玄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寝宫 夫子 叶玄 叶青尚跟在后面 主人 此时 一名非常绝色漂亮女人 恭敬地走了上来 正是叶青贴身两大女奴之一的玉玲珑 玉玲珑本是紫霞圣帝的圣女 当初 叶青刚来神魔天界不久 不小心见了她一眼真容 被她骂成玷污圣荣 满世界追杀 于是 叶青实力强大之后 杀上紫霞圣帝 将玉玲珑抓走了 当了自己的女奴 经过叶青的调教 现在对叶青可谓完全非常服从 另外一名女奴 则是北极圣帝的圣女苏孟范 没有任何理由 跪在纪下学宫门前三年 只求跟在叶青身边伺候她 正好一个女奴不够用 叶青就勉为其难 收她为女奴 当然 这种仰慕叶青 甘愿做她女奴的女人 太多了 什么远古世家嫡女 古国公主 各种天之娇女 跪求叶青收为女奴 不过 已经有了两名女奴使用 叶青对这些天之娇女 也没理会 打发她们走了 你安排她们三人的住处 叶青淡淡地指示 是主人 玉玲珑恭敬地说 一个月之后 父子已经达到半神境界 将默然修炼到了不朽境 叶玄等人 已达到涅槃境巅峰 对他们这些爵士天才来说 进入灵气浓郁的神魔天界 秀为突飞猛掌太容易了 哪怕是资质不太高的叶家后裔 地府众人等等 他们也有子府或洞虚的境界 除了叶青上 将默然和地府的人修魔之外 其余众人都修神 叶青上居然说到 他想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成为毁灭人间的大魔王 这让叶青一阵无奈 女儿家天天想着毁灭世界 这成何体统 果然 自己的女儿还是那个调皮 带着小邪恶的性格 既然这是自己女儿的愿望 身为一个亏欠她的父亲 叶青决定满足她 帮她重开地府 让她成为真正掌控人间生死的 地府泰山神 地府之主 至于重开地府之地 叶青都帮她想好了 忽然有一天 夫子来向叶青辞行 她要离开学宫 重建浩然书院 走自己的路 夫子不修魔不修神 而走上了一条 全新的修炼之路 以闻正道 待在纪下学宫之中 对她确实没有意义 叶青同意了她离开纪下学宫 去重建浩然书院 随后 夫子带着十二名清传弟子离开了 进宫我纪下学宫 虽然这些祖神逃走了 却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兵离 你将进宫纪下学宫势力 列成一个黑名单给我 我要亲自上门 将下届带来之人 安排好了之后 叶青打算亲自出马 上这些势力的 总部驻地算账 纪下学宫建立的时间太短了 抵运不足 这些势力想要活命 就必须破财免灾 一来报仇 二来增加学宫抵运 打劫 确实是发财的最快途径 是 道祖 第一站 离记下学宫最近的北山域 北山族 北山祖神 玄儿 亲上 我儿你们三个陪我走一趟吧 然后 三头妖皇级真龙索拉的车拈 向北山域飞去 叶青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行踪和目的 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道祖叶青出记下学宫了 他要挨着一个个找进宫学宫势力的麻烦 天下震动 毕竟叶青四刀诸神灭魔斩祖阵士的战绩 已经响彻了整个天下 这个令人恐怖绝望的大魔王实力 再次刷新了众人的认识 他又变强了 他神魔两道第一高手的名头 变得更加稳固起来 叶青小儿 欺人太甚 你想来就来吧 本祖倒想要看看 你能不能破我北山族的大阵 探知消息之后 本山祖神愤怒地咆哮着 作为神魔天界 一方最顶的势力的总部 自然防御力极强 花成百上千万年的时间 打造了无敌大阵 保护总部 北山祖神心中 还是有一些信心 能够挡住叶青这个九天十地最强者 你们看 盗祖的车年到了北山域 好强大的龙威 好神威的龙岩 可惜也只能沦落到给盗祖拉车的份 呸 可惜什么 能够给盗祖拉车 是三条真龙九世修来的福分 若让我给盗祖做牛做马 一万个愿意 相比较大势力对于叶青的恨意 普通神魔天界的人 对叶青还是非常崇拜 世人都喜欢崇拜偶像 而叶青的经历 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崇拜之情 不足千年修得祖神镜 打败天下无敌手 那一样不是镇骨朔精 成为一座让人顶礼膜拜的封碑时机 你们说 北山族能不能挡住盗祖的神威 盗祖虽然厉害 但北山族可不是吃素的 我看破不了北山族的户族大阵 哼 盗祖的威势 岂是你们能够杜策 和我家盗祖作对 北山族避命 对于偶像 自然要无脑信任 兄台 慎言啊 这里可是北山族的底盘 小心被听见 找你麻烦 望着头顶上 三龙拉车的神念 北山域的民众们 都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叶姓的三头妖皇真龙神念太招摇了 所过之处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整个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 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能够有如此拉风的作家 这可是真龙啊 而且还是妖皇级 实力堪比古神巅峰 龙族还没有半点脾气 也没有任何意见 当初叶姓闯入位于天之东级的龙族 打得整个龙族还无还手之力 被迫献出三条真龙 为其拉车 他也从龙族拿走了大量珍贵的乌金木铁 融合一些掠夺而来的混沌质宝 为爱徒悟空打造了一根 又粗又大又长 让他爱不释手的棍子 千万不要让女主播看见了 叶姓小儿你来吧 今天就让你瞧一瞧混沌神族的底蕴 不是你那一百多年的迹下学功能够相比 北山祖神已经感知了叶姓的气息 脸色阴沉无比 混沌神族北山族 第一次被人打到家门口 这让整个北山族感觉颜面大师 愤怒异常 很快 叶姓的车者来到了北山族的族地上空 三头真龙 发出震天龙吟 龙威瞬间笼罩整个北山族地 那些秀为低下的北山族人 瞬间被龙威所下 跪倒在地 悬夜 叶青上 叶青武三人也被龙威所设 脸色煞白 叶姓轻轻一挥手 龙威便散去了 三人顿时松了口气 三人都是荒谷大陆绝顶高手 到了神魔天界来 随便一到气势就受不了了 让他们感觉到了 尊严受到了打击 况且 他们的父亲乃是神魔最强者 且能给他丢脸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备佳努力修炼 尽快提升实力 叶青小儿来了 准备硬敌 启动混沌天罡大阵 一道道可怕强大的气息 从北山族的境地爆发出来 北山族 开天之初 混沌时期 就已经存在的混沌神族 数千万年的积累 实力强大无比 底蕴深不可测 族中祖神三人 北山祖神 红连祖神 北岩祖神 古神 天神 数不清 更有花了数千万年打造的 户族大阵 混沌天罡大阵 他们自信满满 你到祖夜姓来了又怎么样 破掉了大阵 我跟你信 一副根本没将夜姓 气势汹汹赶来放在眼里 这就是拥有数千万年底蕴 混沌神族的底气 北山族 你们进攻我击下学功 今日我夜姓前来讨个说法 淡漠的声音从神碾中传了出来 每一个北山族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时 一个黑袍 魁梧的高大人影 冲了出来 凌空而立 对视着神念 道祖 我北山族前去攻打的 记下学功的人 除了北岩祖神活着 其他人都死在你手中 这 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你今日还要来找我北山族的麻烦 北山祖神眼眸中闪过力芒 他的孙子 就在其中 被夜姓一刀灭杀 不够 拿出你北山族一半的财富 作为赔偿 否则我不介意 今日让北山族从此除名 夜姓冷漠地说 敢进宫记下学功 就必须付出代价 夜姓小儿 你太过分了 北山祖神愤怒地吼道 一半的财富啊 比灭族还要难受 他又怎么可能答应 那今日北山族就除名吧 夜姓毫不在意地说 彭扶在他眼中 灭北山族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自开天之初 混沌以来 还没有人能够灭得了一方混沌神族 你夜姓连世界神都不是 妄想灭我北山族 北山祖神愤怒到了极点 那就看我有没有这等手段了 夜姓不屑的一笑 随即一个闪烁 身影出现在了虚空中 启动混沌天罡大阵 北山祖神咆哮 轰轰 三十六道璀璨的光柱射了出来 结成一面巨大的光网 将整个北山族的保护起来 就这 夜姓嘴角一扬 轻蔑的一笑 随后 她的头顶上 出现了一口金光闪闪的大钟 这 这是天地中 北山祖神大惊小怪 没想到天地的本命混沌至宝 竟然在夜姓的手中 但为何 给本祖的感觉 比在天地的手中 强大了十倍以上 夜姓小儿 到底有什么惊人的手段 此时天地中 给北山祖神的威胁感 非常致命 让她脸色大变 震恶无比 夜姓没有废话 直接抵御基品太初 至宝的天地中 轰隆隆 天地中带着镇压天地之威 向混沌天罡大阵砸去 恐怖直接的力量 震碎了方圆万里的虚空 让天地归属 将北山祖神吓了一大跳 该死 北山祖神脸色难看 当即向所有的北山族强者下令 全部人将神力 灌注入大阵中 和夜姓小儿拼了 是 被 炎祖神 红莲祖神 连同一百多位古神 上万名天神 齐齐将神力打入大阵中 混沌天罡大阵 爆发出来的光芒更加璀璨 轰 天崩地裂 小般的北山玉都震动了起来 大阵的光芒虽然暗淡了一些 但并没有被破 哈哈 夜姓小儿 现在你明白了一个混沌神族的底蕴 是多么可怕了吧 北山祖神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哼 夜姓冷哼一声 神魔之力完全爆发出来 在他的头顶 形成一道黑白的巨大团案 京市之危 震荡天地 那天地中开始不断变大 长度超过一百公里 再次砸向混沌天罡大阵 轰隆隆 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大阵出现了一道裂缝 裂开了一道口子 随即这道口子越来越大 且朝两边延伸 什么 居然破开了口子 北山族人一阵慌乱 然后拼命注入神力 轰 夜姓再次挥动天地中 砸向大阵咔嚓 大阵终于破了 扑斥 所有注入神力的北山族人 皆都喷出了一口鲜血 飞倒了出去 混沌天罡大阵破了 破了 震动了整个神魔天界 一个混沌神族 数千万年的底蕴 就这样被道祖夜姓破掉了 北山祖神 和所有的北山族人 脸色无比惨淡 根本无法想象 户族大阵就这样被破了 道祖夜姓 究竟强大到了 什么样绝望的地步 你北山族的底气 混沌天罡大阵 就这 夜姓收回了天地中 不屑的冷笑 第九十六章 道祖夜姓 高调前来找围攻 记下学功势力 讨说法的事情 早已经惊动了 整个神魔天界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自然吸引了许多人 出于好奇心下跑前来 在远处观战 当天地中以无上威力 破掉了混沌天罡大阵之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目瞪口呆 根本没有料到是这样的结果 道祖居然就这样破掉了北山族的护族大阵 这可是北山族数千万年间 花了数字不尽的资源 不断精心打造的顶级阵法 就算对道祖很有信心的粉丝 也从来没有想过 就这样轻松破了 和他们想象中的难分难解 惊天动地般的大战 完全不一样 剧情不是这样的啊 还没看过影头就没了 混沌天罡大阵破了 此时北山族众人脸色煞白 露出了恐惧的情绪 老祖宗 现在怎么办 我们拿什么来抵挡叶星这个魔头 北山族众人齐齐看向北山祖神 焦急无比的样子 特别是 亲眼见到叶星杀过三名祖神的北岩祖神 更是惊恐不已 哪怕站在世界巅峰的祖神 在道祖面前也就那样 随手就可以屠杀 他根本不敢仗祖神顽强的生命力 在道祖面前为所欲为 以为杀不死自己 道祖面前 祖神也可斩 还能怎么办 跟叶星小儿拼了 北山祖神双目中冒出利光 事到如今 只能鱼死网破 煞 北山祖神下达命令 战 战 北山族是个斗勇好战的混沌神族 此时激发了他们的战役 轰轰轰 成百上千万道可怕的气息 同时杀向叶星 各种至宝铺天盖地 我的大刀 早已饥渴难耐 武器神珠变化为了灭使魔刀 叶星双眼冰冷 虽千万人无往以 一人一刀 杀向整个数十亿人口的北山族 灭绝之力 从他的体内喷出来 让天地变色 杀 杀 杀 无数道血色刀芒被他批出 可怕之力让无尽虚空崩碎分离 轰轰轰轰轰 北山族人 那里是叶星的对手 顿时血肉横飞 染红了北山族整个祖地 一瞬间 变为了人间地狱 可恶 叶星小儿拿命来 北山祖神大怒 手中的混沌至宝神剑 直刺叶星 北岩祖神和红莲祖神 同样也寄了自己的原初至宝 向叶星杀去 叶星冷冷一哼 灭绝之力凝聚为万丈长的黑色刀芒 然后斩向三位北山族祖神 呜呜呜 可怕绝望的力量 竟然引得的天地都哭泣了起来 三位祖神脸色大变 只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将自己笼罩 以他们千万年来的战斗经验 这是意味着死亡的前兆 逃 三人不敢再与叶星硬抗 准备逃走 那里逃 叶星冷冷一笑 天地中被他再次使用了出来 轰 天地中混沌至宝之手 威力无穷 可以禁锢时间 压制空间 天地中一出 方圆万里的虚空 被完全禁锢 三位祖神根本无法逃离叶星的手掌心 可恶 天地的天地中 为什么在叶星的手中 而且威能更大 似乎达到了传说中的太初至宝 逃不出禁锢空间 北山祖神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如果没有天地中 他们三人分头逃跑 就可以逃走两人 可是 现在似乎要被一网打尽了 就在这时 叶星斩出的万丈黑色刀芒 已经杀了他们身前 他们脸色一变 连忙抵挡 扑刺 刀芒破掉了三人所有的防御手段 然后斩过他们的肉身 瞬间就灰飞烟灭了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就这样跌倒了 他们可是世界的巅峰 祖神啊 太强了 叶星的灭绝之力 在极品太初至宝 灭世魔刀的加持下 根本没有那个祖神能够硬汉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叶星不怕报复 但他有亲朋好友 北山族三大祖神陨落 其余人叶星也不会放过 旋风斩 一刀 斩出旋风刀器 直接将整个北山族祖地 移为平地 数十亿北山族人 发出凄惨叫声 随后灰飞烟灭 让观战的众人 心惊胆战 盗祖之威 恐怖如斯 恐怕这天下之间 没有任何人 能与之争锋了 这时候 他们同样发现 祖神也不是无敌的 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 在盗祖的面前 北山族的三名祖神 同样是不堪一击 落得深云的下场 声当如盗祖 叶星啊 由祖神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一个他们眼中的小辈 居然打得他们 整个神魔两界 所有人抬不起头来 就连混沌神族 北山族都被灭了 哎 无奈地叹息 然后伤心地离开了 不久后 这个消息传遍了神魔两界 叶星 你居然拿着本地的天地中 灭了北山族 可恶 为什么天地中在我手中 就没有这般强大的威能了 那可是我的本命之宝啊 天地愤怒地咆哮 他气愤不已 连天地中都变心背叛了自己 在外人的面前 发挥出更大的威能来 哎 如此强大的叶姓 我们何时有出头之日啊 魔界众人发出了这样感慨 我玄天宗所在的玄天玉 紧邻着北山玉 叶 叶姓会 不会 下战就是我们玄天宗 玄天宗宗主 吓了一大跳 他怕 他真怕叶姓这个魔头前来 灭了北山族后 叶姓强行 破开了他们的藏宝库 将整个北山族的千万年底蕴 洗劫一空 然后 上了真龙神年 离开了北山运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做出他的真龙神年来了 数天之后 玄天宗宗主突然被吓得脸色惨白 如果没有北山族的教训 他还对玄天大阵有一丝希望幻想 可惜 随着北山族被灭 这点希望彻底破碎了 快 快 所有长老弟子出去迎接道祖大驾光临 连北山族都挡不住道祖之威 他玄天宗还不如北山族 根本没有勇气去反抗 玄天宗宗主 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惹道祖生气 只要能保下玄天宗 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 随着玄天宗主命令下达 玄天宗数十万长老和弟子 一个个从洞府或楼阁中 化作一道流光飞了出来 集合在巨大广场上 宗主 道祖他真敢来了 一个身穿紫色宫装裙子的古神静美妇 一脸惊恐地问道 灭了北山族之后 此时叶姓的威严已经达到了极致 以前他们怕叶姓 但不至于怕得要命 一来 叶姓虽强 但很难杀死一名祖神 二来 只要躲在势力之中 有大阵保护 也可以保命 但 此时的道祖 实力强大到杀祖神 如同载鸡杀狗一般 北山族的护族大阵 也能够轻易破掉 简直是令人恐怖绝望的大魔王 没有那个势力之人 听说道祖杀来 还能够保持得了镇定 他真来了 他做住他的真龙神念来了 本宗的神念已经感知到了 玄天宗主脸色苍白地说道 他是玄天宗唯一的祖神强者 神念感知力自然最强 那怎么办 道祖他会不会像灭了北山族那样 他凭我玄天宗 另一个古神静长老担忧无比地说 我们一定要保持最恭敬的态度 道祖说什么就是什么 千万不要再惹他发火 玄天宗主 沉生叮嘱 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是 宗主 众人立刻答应 不用宗主吩咐 他们也没胆量惹到祖生气啊 不久 强大的龙威笼罩了整个玄天宗 让玄天宗秀为较低的弟子 脸色煞白 全身颤抖 三条妖皇级真龙所拉的神念 悬停在上空 我主降临 尔等还不恭迎 三头真龙口吐真言 霸道冷漠地俯视着玄天宗说道 他们此时心中简直是爽呆了 狐假虎威的感觉真爽 祖神大能 三条真龙现在都可以蔑视他们 对他们高呵 由此主人夫妇何求 这一刻 玄天宗上下所有人 在玄天宗主的带领下 躬身对住天上行礼道 玄天宗上下 恭迎道祖大驾光灵 态度 恭敬到了极点 如果臣子朝拜帝皇一样 不恭敬不行啊 北山族就是前车之箭 道祖一不高兴起来 赏他们一巴掌 整个玄天宗就完了 算你玄天宗识相 我也不为难你宗 交出一半的底蕴 作为进宫记下学宫的赔偿 此事一笔勾销 夜性冷漠的声音 从神脸中飘了出来 啊 一半的玄天宗底蕴 玄天宗主背下了一条 嘴角抽搐起来 卧槽 道祖这是狮子大张口 这可是玄天宗 数百万年的累积啊 如果遗失了 玄天注定实力大减 道祖 这 这赔偿是不是多了一点 我玄天宗愿意交出四分之一的底蕴 玄天宗主是助讨价还价道 也许道祖大发慈悲 降低赔偿了 可行 你玄天宗就留下四分之一的底蕴 交出四分之三的底蕴吧 夜性冷冷笑道 在他的面前 没有人能够和他讨价还价 我 玄天宗一阵支支吾吾 脸色战红 此时 他简直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八子 为什么自己要嘴贱的去讨价还价 之前不是考虑好了吗 道祖说什么就什么 心中肠子都悔清了 就因为嘴贱一句 又丢了四分之一底蕴 他不敢再说什么了 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再讨价还价下去 可能教会的底蕴更多 相比灭宗 交出四分之三的底蕴 还是能够接受 随后 玄天宗不敢作假 乖乖地将四分之三的底蕴奉上了 夜性也很讲信用 将这些底蕴收入空间戒指之后 便没有为难玄天宗 让真龙驾撤离开了 此时 玄天宗所有人才大松口气 很多人发现 自己已经满头大汗 离开了玄天域 夜性又去了紫霞圣地 当初夜性抓走圣女玉玲珑 让紫霞圣地大丢了脸 于是加入进宫 记下学宫的大军中 有救回玉玲珑的意思 不过 紫霞圣地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势力 是坐镇一方小玉的势力 只有一名古神坐镇罢了 而且 紫霞老祖这名古神大能 已经死在了夜性的灭世魔刀之下 紫霞圣地的底蕴 夜性根本看不上眼 不过身为老熟人 刚好路过 夜性就随便逛逛 他可随意逛逛 但将紫霞圣地的人吓得够呛 天神进巅峰的紫霞圣竹 背下地喷出一口血 很快 真龙神念降临到了紫霞圣地 紫霞圣地 众人觉得贵盈 听说你们又培养了一名圣女 是冰灵之体 天资绝色 就给我儿子当女奴吧 夜性有些邪恶地笑了 前后两任圣女 都被自己抓走了 这紫霞圣地会不会气得吐血 紫霞圣主那里敢反抗 乖乖把圣女若冰雪送给了夜性 夜性随后赏赐给了自己儿子夜玄 给她当贴身女奴 照顾衣食起居 她则可以一门心思放在修行中 成为女奴 若冰雪不但没有感到愤怒 反而很高兴 区区紫霞圣地 那里比得上给盗祖儿子当女奴强 随后的行程 这些势力都开窍了 根本不敢反抗 或讨价还价 乖乖地献上了一半的底蕴 一点怨言的表情都没有 他们只盼着夜性这个魔煞心 拿了资源后赶快离开 夜性遵守承诺 没有难为他们 拿到了一半底蕴就走 这一遭行程下来 夜性收获的资源 都将所带的全部空间戒指都装满了 不得不终止了行程 此时 他获得的资源底蕴 恐怖也仅次于神庭和圣魔殿 两个神魔两界的翘楚势力 越多 果真是累积资本最快捷的方式 真龙神脸中 爹爹你真厉害 这群家伙连批都不敢放一个 就交出了一半的底蕴 夜性上一脸崇拜地夸注自己的父亲 有一个强大的爹作为依靠 真爽 父亲是玄儿的偶像 定好好修炼 不赘父亲之名 夜玄公身说 此时他已经涅盘 恢复到了18岁少年模样 其实 夜玄并不在意外貌 不想恢复容颜 但夜性强迫他恢复到少年模样 不然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当自己的儿子 心中会有些别扭 父亲下命令了 夜玄也只能恢复到俊俏的少年郎模样 不得不说夜性的基因真好 自己长得非常帅气 儿子完全继承了他的帅气的基因 玄儿由此大致 为父甚为欣喜 夜性微笑 随即又对住女帝轻描淡写地说 五儿 你修炼日月当空为无独尊功 需要一方古国圣巢的气韵 整个世间有四大古国圣巢 其中 以荒祖建立的大荒古国最强大 现在为师带去大荒城 让荒帝将大地之位转让给你 一方古国圣巢变更大地 在夜性的语气 庞扶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这就无敌天下的实力 带给他的底气 不服 打得你到辅为止 大荒城 威厄庞大的皇宫 一位身穿黑色龙纹长袍的男子 端坐在地座上 飞袍男子面容威严 双眸如雷电般 充满了可怕的威势 目光锁过之处 天地庞扶都要裂开了 正是荒帝 世间最强古国圣巢 大荒古国的大帝 也是除了夜性之外 实力仅次于天地 圣魔帝的巅峰祖神 嗯 盗祖他来了 我大荒古国和他记下学功 从来没有恩怨 他怎么会来 荒帝眉头一皱 低沉住声音说道 现在盗祖在大势力的眼中 就是一颗灾星 走到那里 都会引起巨大的恐慌 就在此时 皇宫上面的虚空裂开了 分开一道巨大的空间通道 随后 便见三条体型巨大的真龙 散发着滔天龙威 拉着一辆光芒璀璨的神年 从空间通道中飞了出来 轰轰 这一幕惊动了皇宫的护卫 纷纷爆发起息 冲了出来 想要阻挡那天上的神年 你们瞎了狗眼了吗 连盗祖的神年也赶烂 全部退下 此时 一道宏大的声音如雷轰鸣 是荒帝出生了 是 陛下 荒帝发话了 这些侍卫们连忙退走了 同时心中一惊 原来是盗祖的神年 额头上下出了一阵冷汗 此时 一道神光暴射 荒帝那微额魁梧的身影 凭空凝聚在虚空中 盗祖 虽然你无敌于天下 但我大荒谷国不曾得罪于你 你 这样不打招呼 直接闯入皇宫境地 似乎很不礼貌吧 荒帝望向神年 覆手而立 与其中有一些责怪之意 如果对面不是无敌天下的盗祖 荒帝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出手了 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 我业性想去的地方 还需要打招呼吗 想去便去呗 神念中传出来了淡淡的声音 实力强大到了一定境界 根本不会在乎这些礼数 我到你家是给你面子 荒帝只能一阵沉默 盗祖说得对 人家不打招呼 直接闯入皇宫 他怎么办 打不过别人 还不是要忍住 盗祖既然来 就到宫中坐一坐 移尽地主之意 荒帝恭敬道 恩 叶姓带着叶玄 叶青上 叶青五三人走出了神年 这三位是 荒帝有些疑惑 这三个连虚神镜都不是的凡人 居然能够和盗祖同坐一辆车 我的儿子 女儿和徒弟 你们还不见过荒帝 叶青诞生说 见过荒帝 叶玄三人行礼 有礼了 荒帝带着长辈般的慈祥微笑道 这种凡人 凭让他看一眼的资格都不没有 但 他们是盗祖的亲人 他却不敢拖大 随后 进入了宫殿中 荒帝和叶青相对而坐 叶玄三人坐在叶青的下面 在换座椅之前 面对如此大的人物 他们还是有些紧张 不过 这段时间 跟住自己的父亲 见识了他无敌的实力 那些大势力 一不高兴就灭了的霸气 有这样的父亲在身边 心中自然底气十足起来 不再紧张畏惧祖神这样的大人物 你是祖神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父亲一刀劈死 盗祖驾领我大荒城 不知道有何事了 荒帝看门见山地询问道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根本没必要拐弯抹角和含须 有事直接说事就可以了 我这弟子怎么样 业性含笑指向女帝 不错 是一块修炼美玉 荒帝仔细瞧了瞧女帝之后 眼前一亮 这等美玉 觉得算是顶级天才 继而又疑惑道 不过有些奇怪 以他的天赋 千年修炼 不至于残涅槃境吧 他是我下界的弟子 刚刚接上来 原来如此 盗祖冒险进入小世界 是为了接亲人 荒帝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如果是小世界的人 现在只有涅槃境 也属正常 我今日来 就想要荒帝将地位 转让给我这位弟子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叶杏含笑看住荒帝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荒帝一愣 随即沉吟道 道祖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你弟子可不是荒祖血脉后裔 荒帝的声音 不由提高了起来 虽然你道祖实力无敌 但让位给你弟子这件事 等于灭大荒谷国 纵使身死国王 也不能够妥协 一点也不过分 世间万物 实力为尊 弱肉强食 今日我强 让你转让地位 就得转让 叶杏冷漠地说 道祖 就算你出手灭了 整个大荒谷国 本地也不会答应 这原则问题 绝不妥协 荒帝脸色阴沉 坚决地说 听说大争之事即将到来 世界规则将降下本源 让生灵成为世界神 如果你让出地位 给我弟子 我愿意帮你夺下一份 世界本源 叶杏淡淡地说道 对于这所谓的 世界本源 叶杏非常不屑 虽然炼化之后 能够成为世界神 但却是很弱的世界神 而且 还是被世界规则控制的 傀儡世界神 就和洪荒世界的天道圣人一样 不过是被天道控制的傀儡罢了 叶杏他要靠自己修炼 成为世界神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叶杏也不想出手 大荒谷国越强 运潮气运就会越强 自己弟子获得的好处 才会越大 如果他出手灭了大荒谷国 一片废墟 就算女帝登上地位 又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 叶杏决定利诱荒帝 世上根本没有原则性问题 只要你付出的代价 足可以让别人动心 一切都有可能 成为世界神的渴望 叶杏相信荒帝抵挡不住 果然 听了叶杏的条件之后 荒帝眼前一亮 陷入了沉思中 道祖 你的条件很诱人啊 可是祖宗基业不能毁 本地可以让出地位 但大荒谷国的下一任 大帝身上 必须留着荒祖的血脉 后天 大荒秘境就要 开启了 这是我地势荒家 觉醒血脉 和提升血脉浓度的一次试炼 我会准备好足够的荒祖精血 让你弟子换血 只要他换血成功 觉醒荒祖祖迈 本地将地位让给他 这样的方法 既能不得罪道祖 又能满足不被判祖宗的前提 刚刚还信誓旦旦 绝不妥协 现在却同意了叶杏的提议 不得不说 真香 世界神诱惑力太大了 大到荒帝舍不得拒绝 况且 他若坚持下去 面对无敌的道祖 大荒谷国的处境 也会很危险 传言 秀为迈入世界神 血脉就会突变 称之为祖脉 后裔会继承和觉醒血脉之力 不仅可以获得强大的实力 天赋也会大大提升 叶杏缓缓说 提及祖脉 让叶杏不由想到了一个人 祖脉觉醒最强者 其实是天后秘妃 父母皆是世界神 他生而为神 一出生便有虚神境 可惜 他心地善良 不惜打架和修炼 不然 他的实力 在祖神境中 绝对算得上 数一数二强大 叶杏很瞧不起天地 同时又很想杀他 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强闯过神庭 找天地算账 绝不是周天星斗大阵的原因 而是秘妃 有他在 叶杏不会强闯神庭 行杀戮之事 这是出于对他的尊敬 整个九天十地境内 也唯有秘妃 是让他如此敬重之人 他不止在自己弱小的时候 给了叶杏巨大关心和帮助 更在天地下令诛杀他之时 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 不错 祖脉对于修炼 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弟是皇家 也是此界唯一的祖脉族群 皇帝骄傲地说 盘祖和魔祖没有后裔 西祖和蛙祖 只有秘妃一个后裔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天地千万年来 没有半丝血脉将士 祖脉很强大 但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凶暴力量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 皇帝笑了笑 武儿他一定承受得了 叶杏坚定地说 道祖 你的弟子不过才涅槃境 你就如此有信心 我的弟子 我自然很有信心 叶杏不止对女帝很有信心 更对自己创出的日月当空 唯无独尊功充满了信心 皇祖的祖脉 他一定能够承受得了 好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等待三天后大荒秘境开启 荒帝笑着点了点头 三天后 大荒秘境开启 荒帝让女帝叶清武 以荒家外戏的身份 参加了试炼 荒帝 闲来无事 我们坐而论倒 叶杏建议 虽然他无敌天下了 但 惊艳见识 与荒帝这种数千万年的 老怪物相比 还差了很多 如今两人关系尚可 交流一番 对两人都大有弊意 能够和道祖 作而论道 是我的荣幸 又岂敢推辞 荒帝笑着说 能够和天下第一人交流 这是谁都求之不得的事 与帝跟住数万荒族嫡系 庞系 外系的子弟 进入了大荒秘境 这是帝氏荒族 一百年一次的最大盛会 是那些外系 庞系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 只要在大荒秘境中 觉醒了祖脉 那怕只是一丝淡薄的阻卖 身份地位 瞬间大变 成为帝氏荒族重点培养的对象 进入大荒秘境之后 与帝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四处寻找机缘 只按照荒帝事先给予的提示 在一处封印之地 找到了一小吃荒族精血 与帝毫不犹豫地退去了衣裙 光住身子 跳进了血池 不脱衣服也不行 荒族精血的炽热力量 足可以焚烧她的衣服 荒族精血的力量太霸道了 刚进入 便让女帝痛苦到极点 差点晕厥过去 她立刻运转日月当空 唯无独尊宫 那股霸道的血脉之力 才大大减弱 半个月过后 不知不觉 一吃浑浊粘稠的血液 变得清亮起来 而女帝竟然百分之百 完美地融合了一池荒族精血 轰 一瞬间 她的力量得到了暴涨 一道金色的光芒 直冲云霄 惊动了所有人 天啊 一瓶祖脉 居然有人觉醒了一瓶祖脉之力 大荒秘境中的所有人 都被震动了 祖脉之力觉醒的强弱 从强到弱 分为一瓶到九瓶 一瓶血脉 是能够觉醒的最强祖脉 整个帝是荒族不超过十人 今后至少可以修炼到古神巅峰 成为全世界的巅峰人物 难道觉醒一瓶祖脉的人 是叶蓉郡主 荒叶蓉 大荒谷国齐王之女 大荒郡主 齐王乃是古神境巅峰强者 荒帝的帝是三子 她则是荒帝的亲孙女 身份认同极高 也只有她 最可能觉醒一瓶血脉 此时 一名身穿紫衣的貌美女子 同样惊讶地望着那道金光 不可能 不可能 本郡主才觉醒三瓶血脉 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怎么会有人觉醒一瓶祖脉 荒叶蓉脸色苍白地不断摇头道 她不甘心有人超过她 达到她无法达到的高度 让她骄傲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轰 一瓶荒族祖脉觉醒 女帝的境界 居然瞬间达到了虚神境巅峰 浩瀚的力量 在四周汹涌 轰隆隆 就在此时 整个大荒秘境 一阵地动山摇 大地裂开 一柄光芒璀璨的神剑 从裂开的缝隙中 飞了出来 这 这是混沌质宝 荒谷神剑 当初荒族使用的神剑 所有人更加惊呆了起来 惊恶地大呼 要知道 北山族的北岩祖神和红莲祖神 使用的质宝也才极品原初级 连堂堂祖神都只能够使用极品原初质宝 荒谷神剑这件混沌质宝 对大荒秘境众人来说 简直就是无敌的超级神情 谁不眼红啊 他们冲了上去 欲夺荒谷神剑 就在他们快要接近的时候 众人傻眼了 荒谷神剑自动飞走了 往刚才金光冲销的方向飞去 羽帝刚觉醒一品血脉 突破修为 他整个人突然猛逼了 一柄神剑破空而来 自动飞入了他的手中 握着荒谷神剑 羽帝难以置信 天上掉下来了质宝 有人来了 羽帝连忙将退下 放在一旁的衣裙穿上 不久 虚空乍响 一道道人影不断破空顺移而来 足足有数百人之多 能够破空顺移 至少要有虚神镜的修为 是他觉醒了一瓶祖脉吗 你们快看 荒谷神剑在他的手中 当看见荒谷神剑在女帝手中时 所有人眼红到了极点 这可是荒谷当年使用过的神剑啊 虽然是他还未成世界神之师使用的武器 但也是下品混沌之宝啊 依照规矩 只要在秘境中找到的机缘 无论多贵重的东西 都属于个人 一个个跃跃欲试 想要出手争夺 就在这时候 荒谷的亲孙女 叶蓉郡主前来 见他前来 所有人脸色一阵暗淡 在欲望之火上浇了一盆冷水 这可是齐王的掌上明珠 荒谷的亲孙女啊 只要他出手争夺 他们根本不敢出手 再说 荒叶蓉可是有真神镜的修为 吻压他们一头 果然 荒叶蓉刚来的第一句话 就让女帝交出荒谷神剑 你一个外戏之人 哪怕好运觉醒了一品血脉 也没有资格使用荒谷神剑 只有我这个荒族的嫡系 才有资格使用 交出来吧 荒叶蓉冷酷地看住女帝 此时她对女帝妒忌到了极点 一个外戏之人 不明不白觉醒一品血脉就算了 还获得荒族亲自使用过的武器 极度地快要发狂了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谷说频道 荒谷神剑是自动飞到我手中 凭什么交给你 就因为你是大荒郡主吗 还不够资格 女帝冷漠地说 你是大荒郡主身份尊贵 我女帝还是道祖弟子 甚至 即将成功大荒谷国的女帝 论身份可比你大荒郡主高贵了 不知道多少倍 你反了 你一个外戏子弟 敢这样和本郡主说话 今天就废了你 荒叶蓉被女帝的态度欺诈了 她身份尊贵 是齐王的掌上明珠 没有人敢对她如此无礼 随后 荒叶蓉直接出手 刹那间 恐怖的真神气息 笼罩四方 吓得围观的人 连连后退 你不给 本郡主就亲自来夺 荒叶蓉的手中 突然出现一柄下品原出 至宝神剑 剑光四溢 剑气纵横 猛烈的杀意涌向女帝 女帝脸色微变 不敢大意 连忙挥舞荒谷神剑御敌 荒叶蓉可不是什么弱者 真神镜强者 下品原出至宝 家世极好 修炼的神通威力无穷 就算是普通的天神镜初期强者 也有一战之力 可惜荒谷神剑还没有跟女帝认住 只能当一把锋利的普通宝剑使用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强大的荒叶蓉 轰 一声巨大的声响轰鸣之后 羽帝长裙飞舞 整个人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很远了 拿剑的右手疼痛地发抖起来 幸好她觉醒了一瓶阻脉 加上日月当空唯无独尊功的强大 才没有当场被一剑斩杀 没想到你能够接住本郡主一剑 荒叶蓉十分惊讶 心中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随即脸色森寒起起来 再次出剑了 这一剑的威力比上一剑更大了许多 轰 可怕的剑意震的虚空颤抖起来 扑斥 雨滴不敌被这一剑创伤 喷出了一口鲜血 拿剑的右手虎口更是崩裂开来 不断溢出鲜血 惨了 这个觉醒一瓶阻脉的外戏子弟要陨落了 真可惜 观战的其他荒族子弟摇了摇头 如果是一般人 自然不敢要一瓶阻脉决心者的性命 但荒叶蓉不同 她可是齐王明珠 皇帝的亲孙女 最多受一点不痛不痒的惩罚罢了 哈哈 今日就让你死在本郡主手中 将女帝被自己中创 荒叶蓉得意地笑了起来 紧接住 再次挥剑直刺女帝心脏 是要她的性命 女帝脸色大变 没想到 荒叶蓉真的大胆到 敢要自己的性命 她真的仗住自己的身份 无法无天了 就在此时 夏品混沌质宝荒谷神剑 骤然暴射出了一阵赤裂的光芒 让所有人睁不开眼睛 一股恐怖的混沌质宝威压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全身发抖 居然自动认主女帝 原来她虎口崩裂流出的鲜血 被荒谷神剑吸收了 然后认她为主了 见荒叶蓉杀来 女帝脸色一寒 连忙挥动荒谷神剑迎敌 一见挥去 混沌质宝的恐怖的威能 将虚空都震塌了 让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混沌质宝威能 恐怖如丝 对于女帝的机遇 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啊 荒叶蓉发出了一声惨叫 被一箭重创 全身是血 脸色煞白 你不该对我动杀心 她继承业性的性格 对敌人不会仁慈 荒叶蓉要置她于死地 女帝同样要取她性命 见杀意凌然的女帝 荒叶蓉被吓得一大条 你等住 出了大荒秘境 你死定了 狠话放完 连忙使出保命的顺义神符 逃得远远的了 身为齐王掌上明珠 身上自然有珍贵的保命东西 哼 算你跑得快 女帝冷哼道 至于荒叶蓉的威胁 她在乎吗 又过了一天 大荒秘境的失恋终于结束了 荣儿 你出来了呀 怎么样 觉醒了极品血脉 荒叶蓉刚刚出大荒秘境 齐王便现身 走向了自己的宝贝女儿 参见齐王 四周的护卫 直视 大臣们 贵族们 纷纷行礼 可见齐王在大荒谷国的身份尊贵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伤啊 是谁 是谁怎么胆大 敢伤害本王的女儿 齐王愤怒吼道 他要将伤害自己女儿的凶手 碎尸万段 就在此时 一身白衣 清冷高贵的女帝 从大荒秘境中飞了出来 父王 就是这个他 他打伤女儿 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荒谷神剑 荒叶蓉脸色阴寒地指着女帝说道 对于女帝 此时他愤世嫉俗到了极点 觉醒了一瓶血脉 他 他手中的东西 居然是荒族使用过的荒谷神剑 可惜 你夺走了我女儿东西 今日你死定了 一瓶祖脉觉醒住 虽然是超级重点培养的对象 但 在齐王这等身份人的面前 弱小的女帝根本算不得什么 齐王那古神境巅峰的力量 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 他准备将女帝镇压 剥夺血脉 拿走荒谷神剑 这小女娃得罪了齐王氏 死定了 周围的人摇了摇头 可惜了一位一瓶祖脉觉醒者 齐王可是大荒谷国 全是最大的人之一 没有人敢得罪他 就在此时 天空裂开了巨大的空间通道 齐王脸色一变 停止了出手 羽帝也大松了口气 古神境巅峰强者的威压 可不好受 哗 随后 9999名 身穿厚重黑色铠甲 手持长脊的大地狱用护卫 率先登场 一排排 踏着整齐的步伐走了出来 皆都是至少天神出 其境修为 强大又可怕 皇帝出巡 排唱自然大 所有人脸色大变 知道是数十万年 没有在外现身过的荒帝 要降临了 什么 荒帝现身大荒秘境了 快快赶赶去大荒秘境 荒帝出场 惊动了所有的地城中等大人物 纷纷赶来荒谷秘境见驾 一时间 几乎整个地城的大人物 都赶了过来 恭迎荒帝降临 臣等恭迎荒帝 几乎所有人 对驻天空跪拜道 一部分人 更是第一次 要见到荒帝了 激动一场 荒帝 整个大荒谷国 全是最大的人 能够见他一面 他们也感受到莫大的荣幸 黑龙帝脸 获真龙神念 同时从空间通道走了出来 后面跟住一大群宫女 近身侍卫 排唱无比壮大 荒帝和叶幸同时降落了下来 儿臣见过父皇 齐王连忙向荒帝行礼 父皇 这外戏子弟居然敢打伤荣儿 抢走他手中的荒谷神剑 虽然他觉醒 辽一平祖脉 但还请父皇处死 这个残害同族的孽掌 他连忙在荒帝面前 状告女帝 他担心女帝一平祖脉的身份 让荒帝惜财 放过他 齐王坚信 在如此重大场合下 父皇一定会给自己面子 将这个外戏子弟处死 况且 一平祖脉是可以剥夺的 用来提纯其他的人祖脉浓度 例如他的掌上明珠 荒叶蓉 就算不能完全继承一平祖脉 也能够提纯到准一平 加上下品混沌质宝 荒谷神剑 为了自己女儿的前途 这个女人必须死 混账 那次 还不赶快跪下认错 啪 忽然 荒帝愤怒地给了齐王 这个自己的十三儿子一巴掌 直接将齐王打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 剧本不是这样啊 不是应该下令处死这个外戏子弟 剥夺他的荒谷神剑和一平祖脉吗 荒叶蓉也是目瞪口呆 黄爷爷为什么要打自己的父王 就为了一个外戏子弟 不应该啊 四周的大臣也完全疑惑了起来 一个外戏弟子就算天赋恐怖 也不至于让荒帝发怒打自己的儿子啊 难道是荒帝的私生女 叶信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冷冷地看住这两妇女 敢要自己的弟子的性命 贤命太长了 叶信虽然名声很大 但亲眼见过他的人并不多 他不张扬 一般人是认不出他 因此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认出叶信的身份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这个孽子 还敢妄言要他性命 他是盗族的弟子 你居然敢想杀了他 你要弃死为父啊 荒帝快被这个儿子弃死了 胆大妄为的敢要盗族弟子的性命 盗族发怒了 你爹我也保不住你了 对于这个十三儿子 他还是非常喜欢 啊 他 他居然是盗族的弟子 一听见盗族的名字 所有人背下的脸色惨白 灭了北山族这个混沌神族之后 盗族的威望达到了极点 他们赖以自保的底蕴 大阵 在盗族的面前根本挡不住 这让他们心中 已经完全没有安全感了 一听到盗族的名字 就吓得瑟瑟发抖 这时候 荒帝又丢出了一个重型炸弹 跟大家介绍一下 本地身边的这位 正是盗族 荒帝含笑对住众人介绍 妈呀 盗族居然就在他们身边 吓得大荒谷国的众多大人物 连忙行礼 见过盗族 见过盗族 里里歪歪 黑压压一片无数人 全不恭敬地拜见道 在盗族面前 他们的权势 他们的威严 他们的实力 算个屁 完了 完了 齐王妇女被吓得 瘫倒在了地上 盗族护短的性格 那是出了名的 自己当住盗族的面 要他弟子的性命 这不是寿性宫吃砒霜 找死吗 毛坑里打电筒 肇事 既然诸位都在这里 今日本地当众宣布一件事情 盗族弟子 这位觉醒荒族一贫祖卖的女子 将是我大荒谷国下一任女帝 荒帝肃然地宣布了自己让位的消息 什么 陛下要将地位传给盗族的弟子 她即将成为我大荒的女帝 让全场顿时珊瑚海啸般 爆发出了剧烈的议论 使她不仅盗族的弟子 还是我大荒谷国即将登位的女帝 荒叶容绝望了 她知道等待自己的下场 将是什么凄惨的 从今以后 盗族弟子叶清武 就是我大荒女帝 见她如见本地 谁若敢违抗她的命令 本地和盗族可都是她的后台 杀无赦 荒帝冷冷的环视四周 警告道 对于地位 她并不是流念 只有实力才是永恒的 什么大地之威 都是狗屁 她要成为世界神 只要有强大的实力 就会拥有巨大权力 例如盗族 她一句话 谁敢不听 参见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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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大荒谷国文武大臣 王公贵族 在此刻行了跪拜里 拜见女帝叶清武 有道祖和荒帝 作为后台 谁敢对这个新的 大荒女帝不恭敬 谁敢反对她 成为大荒女帝 连荒帝的子女 都不敢有任何怨言 师父 对于突如其来 如此大的阵势 女帝还是有些紧张 于是 看向自己的师父求助 这些大部分 可都是远远强于 自己的神魔啊 武儿 不要紧张 为时相信你会成为 合格的大荒女帝 叶清笑着鼓励 恩 与帝认真地点了点头 她绝对不会 亏负师父对她的一片苦心 她立志 要成为 威震九天十地的 千古女帝 做到和师父一样 让这天下 让这世界 让所有的神魔 沉浮在她的脚下 这一刻 女帝不知不觉 心中生长出了一颗野心 她从小就是叶清 为偶像 想要和她一样 成为一名令整个大陆 所有宗门势力 都要臣服的帝皇 黄爷爷 我叶蓉知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看出叶清武 成为了大荒女帝 荒叶蓉慌了 彻底害怕了起来 不断叩头求饶 父皇 儿臣知错 齐王也慌忙 跪在地上求饶 哼 从今以后 你们被逐出地势荒族 永远不能踏入 大荒谷国的疆域半部 皇帝冷哼道 看似严厉 却是在保护自己儿子 逐出地势荒族 总比丢了性命强 荒帝居然开口了 叶姓也只能给他一个面子 毕竟是他的儿子 给了惩罚 叶姓不好再为难 免得显得自己 这个道族小气了 再说 自己的弟子 登位大荒女帝 他不可能时时刻刻 待在大荒谷国 今后 还得多多仰仗 荒帝照顾叶清武 这个面子 叶姓不得不给 不过 那荒叶荣敢中伤我弟子 当死 叶姓冷漠地说 女帝身上的伤势 又怎么可能瞒得过他 所以 荒叶荣必须死 来人 将荒叶荣拉出去处死 荒帝大大地松了口气 感激地看向叶姓 还好 盗族给了自己这个面子 保住了十三儿子的性命 儿子他不多 就百来个 但孙子孙女 那是超过一百万之巨 荒帝心中 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孙女的性命 甚至 这荒叶荣从出生到现在 荒帝还是第一次看见他 父王救命啊 荒爷爷饶命 荒叶荣凄惨地叫道 可惜 疼爱他的父王 无论如何 都不敢违逆荒帝的旨意 根本不敢给自己的女儿求情 你走吧 今后好自为之 皇帝淡淡地说 父皇 儿臣走了 你保重 随后 齐王便离开的大荒城 来了 来了 哈哈 齐王可是一平祖脉的拥有者 他的荒族祖脉浓度 足可以解除封禁阵法 齐王刚离开大荒城不远处 便脸色大变 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气息 将四周的虚空封锁掉 随即 一位身穿黄金战甲 魁梧未言的男子 凭空凝聚在齐王的眼前 你 你是八级战神 齐王有些惊讶 没想到是神廷的八级战神 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自从天帝决定释放魔祖罗侯天煞出来后 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级战神 大荒城就算天帝都不敢强闯 八级战神自然不敢 整个神魔两界 目前恐怕只有叶信有这个本事强闯 于是八级战神在大荒城城外一直盯住 等候拥有荒祖一品祖卖的人出来 然后将其抓走 齐王 天帝有请你去神廷一趟 和本座一起走吧 八级战神微笑住说 战神 本王和天帝从来没有任何交情 就不去打扰了 齐王不是傻子 如果真心邀请他前去 就不会封锁空间 敬酒不吃吃法酒 八级战神冷冷一笑 随即直接出手抓向齐王 齐王不过是古神巅峰境 那里能够反抗八级战神这个祖神巅峰 抓住齐王之后 八级战神不敢在大荒谷国的疆域 连忙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神庭 神庭 天池 看住眼前的齐王 天帝双目中露出了疯狂的愤世急俗眼神 叶姓 现在本地已经凑齐了西祖 蛙祖 荒祖三人的祖脉精血 可以 破掉封禁阵法 释放出魔祖 你乖乖等死吧 叶姓虽强 但面对魔祖之威也只有颤抖的份 天帝相信 魔祖一定能够虐杀叶姓这个王八蛋 天帝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堂堂神界领袖 却要释放魔祖对付别人 你可知道 释放魔祖的后果 会有多少神界之人 惨死在他的魔性之下 而且 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叶姓不会死的 他一定能够杀死你 看住 得意的天帝 被封印在荷花叶上的蜜飞 愤怒地责骂道 听见蜜飞诅咒自己 被叶姓杀死 无疑给对叶姓恨之入骨的天帝 火上添油 天帝此刻脸色涨红 愤怒到了极点 见货 你是本帝的妻子 却诅咒我被别的男人杀死 你放心 本帝会让你亲眼看见 叶姓是怎么样惨死的 天帝向蜜飞施展秘术 一道血色之光瞬间注入了他的体内 啊 蜜飞痛苦地发出了惨叫声 他体内的精血 不断被天帝抽走 很快 因为精血损失过多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无比 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变成如雪一样白 绝美的脸上 有了许些苍老的皱纹出现 这件女人的精血已经得到 我们走 带着齐王 随后 天帝 八级战神 智行祖神 消失在神庭中 叶姓 你要挺住啊 我相信你能够战胜魔祖 你将是拯救苍生的希望 蜜飞一脸虚弱 担心地祷告道 但 心里更多的是绝望的情绪 魔祖有多么的强大 当年 他是亲眼见识过 魔为震慑九天十地 所过之处血流成河 魔性恐怖 嗜血成性 就是因为魔祖胡乱杀戮 造成天地不平衡 西祖 蛙祖 荒祖三人 才被迫联手 将他封印在黑暗境区 天之极北之地 暗黑境地所在之地 神魔天界 共有五个生命境区 封印魔祖所在的黑暗境区 在凶煞大劫中 封印无数爵士凶灵的凶煞沼泽 盘族与世界规则战斗 陨落之后 形成的盘祖灵 与域外大千世界入侵者之间战场 天虚战场 幽冥死气笼罩的九幽名誉 黑暗境区 一片灰暗 永远没有光明 因为被魔祖的魔性所侵蚀 方圆数万公里 都是毒雾缭绕 寸草不生 远远望去 一股凶暴的戾气直上九霄 黑暗境区内 除了生出一种 剧毒无比的黑色草之外 都无法生长出 任何的花草树木 土地一片荒芜 生灵绝迹 都被魔性腐蚀 因此 这里成了生命境区 即使魔祖被封印了 但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释放出来的滔天威蚀 让整个暗黑境区都震动 可见魔祖未被封印之前 威蚀是多么的强大 此时 天地 八级战神 智行祖神三人 带着齐王来到了暗黑境区 望着一片毒气生腾 黑雾缭绕的沼泽 三人眉头微微一皱 既然让他们这些 站在神魔巅峰的强者 生出了恐惧之感 魔祖之威 果然恐怖如斯 魔祖 本地知道你感应到我们来临 请说句话吧 天地对着虚空说道 三个小辈 赶闯入暗黑境区 不知死活 吼吼吼 你们流淌的血液 是多么的新鲜 让本座浑身的细胞 都兴奋了起来 兴奋激动的魔吼声音 在黑暗禁区内震荡 让天地几人脸色煞白 我们是来救你的 你是舍不得杀我们 天地稳住情绪 对着虚空笑道 你这小辈是什么东西 西祖三人的封禁阵法 你们能够破得了 笑话 磨维森森的不屑声音在荡漾 我家陛下乃是西祖弟子 神庭之主 八级战神替天地曝出了身份 神庭之主 既然是西祖这个老东西的弟子 为什么本座感觉到 你都气息很陌生 西祖的弟子肯定不是一般人 罗侯天煞不可能没见过 不可能感觉到陌生 你别管陌不陌生 你记住 我是来救你的就行了 天地淡淡说 你这小辈有什么本事救我 罗侯天煞冷声道 本地手中有足够的西祖 蛙祖 荒祖后裔的精血 可以融化风镜大阵 神魔不两立 你既然为神庭之主 又何要救我这个魔祖 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本地不是对手 需要你出手解决他 难道世界又出了一个世界神 你神庭都拿他没办法 罗侯天煞沉声道 他不是世界神 但他可以神魔双修 实力在祖神境中无敌 天地阴沉地说 有趣 有趣 这世间上居然有人神魔双修 这可是盘祖大神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罗侯天煞很是惊讶 天地 你真卑鄙 你是神界领袖 居然想利用我释放大魔头 齐王愤怒地吼道 如果魔祖释放出去 不知道要死多少神界之人 堂堂神庭之主 真卑鄙 居然要释放我这个魔祖 哈哈 不过本作就喜欢和卑鄙的人打交道 罗侯天煞也毫不掩饰对天地的鄙视 但 天地根本不在乎 他只想夜性死 第103章 快点吧 将三个老东西的祖脉精血 滴在阵眼上 就可以释放本作出来了 罗侯天煞迫不及待的吼道 他是声音非常阴沉森冷 充满了恐怖的知意 任谁被封印了上千万年 一天终于有机会出去了 都会非常激动 天地笑道 可以马上救你 但你必须发下两个天道誓言 第一 获得自由之后 马上去杀掉记下学功的道祖夜性 第二 你不得对神庭出手 更不能对我们三人出手 天地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天道誓言 受世界规则监督 除非你超越世界神 打破规则 否则都不可能违背 罗侯天煞也没有废话 立即发下了天道誓言 誓言发完 不要废话了 赶紧将祖脉精血滴入阵眼 本座迫不及待 想要出去 会一会 那个打破常规 能够神魔双修的小子 罗侯天煞 兴奋地大笑了起来 天地点了点头 问道 阵眼在那里 跟着这道黑气走 随即 一道黑气凭空出现 引导天地找到了阵眼 只见 一道文士这大道符文的光盘 出现在天地等人眼前 他没有丝毫犹豫 将剥夺的密非祖脉精血 倒入了光盘中 然后 在齐王的一声惨叫中 将他整个人都打入光盘中 瞬间化为了一盆血雾 三大世界神的祖脉精血 注入之后 大道符文光盘 散发出来的光芒 暗淡了很多 但 封禁阵法 却没有破掉 怎么回事 封禁阵法 祖脉没有破掉天地脸色大变 不甘心的吼道 你慌什么慌 如果是三个老东西的精血 瞬间就可以破阵 但 只是他们后裔的祖脉精血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等吧 等着祖脉精血 慢慢腐蚀掉 阵眼罗侯天 煞冷笑道 于是 天地三人便待在了暗黑禁区 等会魔族罗侯天煞 破阵而出 然后 帮他们杀掉叶性 远在大荒城的叶性 却不知道 天地正在释放千万年前的 魔族罗侯天煞 正准备对付他 叶性在大荒城 参加完叶青五的登基大典之后 便准备辞行 继续上路 既然帮自己的弟子 登上古国盛朝的地位 那自己女儿 想要重开地府的愿望 他这个父亲 自然要帮他实现 叶青上 想要重开地府的目的 叶性很清楚 自己这个女儿 性格很要强 她不愿活着自己的庇护下 想要创造一番自己的事业 五二 你待在大荒城中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祖神境临行前 叶性对着叶青五鼓励道 弟子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 女弟认真地回答道 荒弟 我这弟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叶性对着荒弟拜托道 道祖请放心 我会帮你好好教导青五 荒弟倾孝道 荒弟仔细一想 通过这件事 和道祖有了关系 攀上这座靠山 而且 还答应帮自己争夺世界本源 让他成为世界神 自己让出地位 其实是不亏的事情 后 真龙神脸飞来 叶性带着叶玄和叶青上 进入了神脸 然后 真龙神脸没入虚空消失 此行的目的地 正是五大生命禁区的 九幽茗玉 叶性为自己的女儿 创出了生死轮回绝 借助九幽煞气修炼 可事半功倍 因此 他决定扫除九幽茗玉 让他成为重开地府之地 虽然九幽茗玉 是五大生命禁区之一 却只是比凶煞沼泽 凶险一点点的禁区 当初 叶性可没有少闯凶煞沼泽 释放了一些绝世凶灵出来 现在实力更强了 九幽茗玉 根本不值一提 将生命禁区 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一样 随意强闯 目前整个九天十地 也只有叶性 有这等本事做到 真龙神脸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来到了九幽茗玉 这是一个深不可见的悬崖 悬崖之下便是九幽茗玉 嗖嗖 三道流光降落在悬崖上 脚下是一片腐败焦黑 冒着浓浓黄烟的绝地 叶玄眉头不由自主皱了起来 这里的气息让他很不舒服 父亲 下面好强大的煞气 叶青上反而显得很轻松地笑道 觉得这里的环境 我很喜欢 果然小魔女的思想是不一般 九幽煞气可不能小瞧 如果心智不坚定 境界不强之人 会被这股煞气吞噬 让人变成一个凶悍失血 只知杀戮的怪物望着深渊下 浓郁诡异的红色雾气 叶青淡淡地说道 九幽煞气 就算古神静强者前来 也会轻易被吞噬 因此 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 基本上没有人敢前来 当然 也有不怕死 想要进入生命禁区 寻找机缘的人 我们下去吧 叶青说道 随后 将两道自己的神魔之气 打入了叶玄和叶青上的体内 这样 九幽煞气 就无法吞噬他们的神智 然后带着两人 从悬崖上 坠入了下方一片 不知深浅的深渊之地 杀杀杀 随着不断地伸入 无尽的杀戮意志 冲荡着叶青的灵魂 想要吞噬它 将它制造成杀戮机器 可是 这些九幽煞气 有怎么可能对它有用 纷纷被它轻易去散 一千米 五千米 一万米 足足降落了九万米之后 三人才落地 进入了九幽名誉 刚刚落地 就有无数道鬼魅的身影 从暗中毫不犹豫地杀来 他们全身血红 双目之中充满了兽性的凶力 浑身上下充满了无尽杀戮的气息 都是无数年来 闯入生命禁区 被煞气吞噬 制造成的杀戮怪物 哼 叶青冷哼一声 一阵神光涌向四方 瞬间淹没了四周 顿时 阵阵的痛苦吼叫声发了出来 不久后 这些堪比古神境强大的杀戮怪物 化作了青烟 消失的无影无踪 突然叶青眉头一皱 感觉有什么可怕的凶光 在暗中注视着他们 轰轰轰 随后 无尽黑暗的深渊中 一股凶残无比的杀气 在剧烈滚动 一道宏伟的声音 在无尽九幽煞气的深渊中响起 震耳欲聋 如同天雷乍响 不知道这里是生命禁区吗 你们也敢闯入九幽名誉 真是找死声音 充满了强烈杀意 非常恐怖 少在暗中装神弄鬼 你是谁 这九幽名誉 我叶青宣布属于我了 不服就出来一战 叶青冷冷的笑道 我乃九幽名君 先有盘组后有天 九幽还在盘组前 就算盘组在本君眼里 也都是小被浩大的声音 在无尽黑暗中不断滚动 整个九幽名誉都震荡了起来 彰显了他恐怖无比的威势 轰隆隆 九幽还在盘组前的浩大声音 不断在整个九幽名誉中震荡 声音巨大恐怖 像是锯锤敲打在心头上 一样震撼 叶玄和叶青上两人心神俱震 脸色惨白起来 忍不住浑身站立 叶青连忙打出两道神魔之力 形成两道黑白相间的光照 将它们保护起来 装神弄鬼 就算你是盘组之前的生灵 也照杀不误 给我滚出来 叶青冷声哼道 浑身的力量开始喷发出来 天地中已经被他变换出来 记在头顶上 威势浩荡 恐怖无比 盘组这可是能够劈开世界规则 形成现在这个世界的强者 绝对是世界神中的巅峰强者 甚至半只脚踏入了 打破世界桎梏的境界 是神魔天界 有史以来实力最强大的神魔 恐怕西祖 蛙祖 荒祖 魔祖 四个世界上加起来 都不是他的一辅之敌 但 在他前面先出生 并不代表着他就一定强于盘祖 至少 这个九幽明君 叶青根本没放在眼里 叶青猛然用力 将天地中砸了出去 顿时一片璀璨金光 照亮了整个暗黑的深渊 虚空中 浩大恐怖的力量在震荡 极品太初至宝天地中 砸碎了九幽明玉的一大片虚空 啊 惨叫痛苦的声音 回荡在深渊中 你 你居然能够伤得了我 不对 你竟然神魔双修 这 这怎么可能 而且 你手中的金色大钟 居然是极品太初至宝 和已经破碎的盘府 一个等级 天啊 这世界居然还有神魔双修的人 还有和盘府一个等级的至宝 九幽明君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无尽的震撼 惊讶到了极点 神魔双修 连盘祖这样 能够批天开辟世界的伟人 都无法做到啊 还不现身 叶青冷哼一声 再次挥动天地中 准备向虚空中猛烈砸去 别砸 别砸了 我这就现身 刚刚还俯视众生 高傲不懈的九幽明君 连忙发出了求饶 他怕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如此厉害 天地中砸来之时 他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要被震碎了 叶青获得了天地中之后 确实比使用蔑视魔刀石 更强大了许多 天地中 混沌至宝之手的名号 可不是吹出来的 哪怕 灭视魔刀和他同等级 攻击力也相差很多 而且 天地中 还有灭视魔刀 没有的防御功能 是叶青此时 能够变换出来的 最强武器 随即 四周的九幽煞气 疯狂涌动 在叶青的前面 凝聚成了一位 邪气森森的青年 浑身散发出 恐怖的煞气 九幽还在盘组前 就着水平 你的实力 给盘组提携都不如 还在暗中装神弄鬼 大言不惭 见九幽明君求饶 叶青冷冷地不屑道 这九幽明君 绝对比天地强 但他并不是世界神 又怎么可能是叶青的对手 本君已经现身 你闯入九幽明玉 有何事情 九幽明君看着叶青 忌惮无比地说道 天为什么世上 会出现一个如此妖孽的小子 让自己装逼被打脸 九幽还在盘组前 是九幽明君 一直以来最为装逼的一句话 臣服我 将九幽明玉让出来 可饶你一命 叶青淡淡地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什么 你让本君臣服你 将九幽明玉让出来 九幽明君惊怒地说道 就连盘组都没资格 让本君臣服 你算什么东西 那你就得死 叶青杀意凌然地冷声道 本君从九幽煞气之中孕育而成 可恶的盘组 开天之时 氢气上升 浊气下沉 浊气九幽煞气 被他一腹披入大地 而本君永世被困在了九幽明玉 九幽煞气不灭 本君不死 哈哈 你能够打败本君 但绝不可能杀得死我 尖锐森然的笑声 在震荡 那你就看看 我有没有本事杀得了你 轰 叶青不再废话 直接出手了 什么不死不灭 都是笑话 只要实力足够强 连世界都能够毁掉 这一次 叶青动真格了 他的四周 骤然了巨大的黑白相见原图 在疯狂旋转 神魔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 神气地从他的体内 同时狂涌出来 神魔合一之后的叶青 实力更上了一层楼 天地中 顿时爆发出更加强盛的威势 杀 刹那间 天地中化为了一座大山一般巨大 带着毁天灭地之威能 向九幽明君砸去 毁灭性的气息 如同滔天海啸般磅礴 可怕到极点 你只是祖神镜修位 你居然能够爆发出世界神的实力了 望着叶青突然爆发出来的浩瀚恐怖力量 九幽明君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世界神 那是掌控了天道法则的可怕存在 比之祖神镜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毫不夸张地说 世界神之下皆为蝼蚁 他做梦都想不到 有祖神镜能够发挥出世界神力量的妖孽出现 难道神魔双修就真的如何可怕 他怕了 世界神确实有斩杀他的实力了 他此时心中慌的一批 生死盘 生死盘 九幽明君的本命至宝 天地间的第一道九幽煞气 凝聚而成的夏品太出至宝 一面主生 拥有非常超强的防御力 一面主死 可以爆发出来毁天灭地之威 轰隆隆 一个巨大轮盘 出现在九幽明君的头顶 生死盘主生 进入防御状态 可恶 这个小子为什么如此强大 九幽明君脸面猙獰扭曲起来 极品混沌至宝九幽战甲 幽明殿 也同时被他同时顶在了头上 轰 叶信爆发出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招 九幽明君 值得他动用全力 生死盘的防御被瞬间破掉了 恐怖的威能 瞬间震碎了大半个九幽明玉 啊 九幽明君痛苦地大叫了起来 他拼命地挣扎 想要抵挡叶信的攻击 可惜 叶信太强了 战力已经达到出入世界神的层次 区区祖神巅峰的九幽明君 就算有九幽煞气护持 有夏品太出至宝生死盘 也无法抵挡 整个身躯 整个身躯在天地中的巨大力量轰击下 迅速崩散开来 化作了无尽的九幽煞气 弥漫开来 让九幽明玉中的煞气 更加浓郁起来 一刀9999 杀九幽 暴神庄 九幽一死 夏品太出至宝生死盘 极品混沌至宝九幽战甲 黄泉剑 幽明殿 暴落一地 一刀刀冲天的光柱 冲他们的身上爆发出来 直冲云霄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 那怕神界领袖天地 也才只有一件极品混沌至宝天地中 还被叶信给掠夺走了 这九幽明君 不愧是比盘祖还要古老的神魔 太富有了 三件极品混沌至宝 一件夏品太出至宝 啊 九幽明君这就死了 叶玄和叶青上两兄妹 同时露出了惊讶的目光 自己的父亲太厉害了 有这样的父亲 感到非常自豪 一人平定一个生命禁区 消息传出去 足可以震惊天下 轰 四件至宝 在九幽明君死了之后 失去了主人 瞬间变成了无主之物 街头爆发出冲天的光柱 插破天穷 光柱璀璨炽烈 耀眼无比 自然惊动了附近的神魔 你们快看 天空上有四道巨大的光柱 好可怕的威势 隔着很远 我都感觉到了星际天啊 你们快看 那 那是极品混沌至宝 散发出来的光柱 足足有三道啊 还有一道光柱 比极品混沌至宝出世 散发出来的光柱 还要强 难 难道是传说中的太初至宝 和盘腐 天西晴 神蛙石 是神枪一个等级的至宝 终于有识货的强者 认出了四道光柱 代表着什么 走 马上去看看 说不定有大纪元 疯了 疯了 所有的神魔 在这一刻都疯狂了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 向四道光柱所在的方向赶来 混沌至宝啊 就算祖神镜 都不可能人手一剑的超级至宝 而且还是极品混沌至宝 很快 悬崖上面 已经聚集了无数神魔 真神 天神 古神都有 他们皆都疯狂地往向深渊之下 那四剑至宝在九幽名誉之中 我们怎么下去啊 看着煞气冲天的深渊 这些神魔嘟脸色大变 生命禁区啊 令人弹痴色变的地方 可是 下面的混沌至宝 像是吐我光的美女一样 勾引着他们的欲望 拼了 受不了这堆巨大的刺激 有神魔忍不住想要跳下去 可恶 进不去啊 煞气我挡不住 这时候 他们都不甘心地叫了起来 下面可是有三剑混沌至宝 一剑一次太出至宝 他们眼红的发狂 有一些天强大的古神 被刺激发疯了 破开煞气 不顾一切深渊坠落而去 越往下 煞气越重 终于 他们抵挡不住 神志被吞噬 变成了杀戮怪物 这给上面的人 铺了一盆冷水 清醒不少 生命禁区 久悠名誉 可不是他们想进去就能够进去的 不然 也对不起生命禁区的名号了 终于 有一名祖神赶来了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是九天圣祖 九天圣门的老祖宗 所有人脸色大变 这可是十大混沌神魔之一 非常古老恐怖的祖神 哈哈 没想到本祖的运气真好 刚好路过此地 就有质宝县室 这里 就他一个祖神 他自然认定下面的质宝属于他了 如果是平日 九天圣祖自然不敢进入九幽名誉 就连极品混沌质宝 也不会让他失去理智 但 那到一次太出质宝的光柱 刺激得他眼睛通红 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算下面是死亡之地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太出质宝啊 如果他能够获得一剑 绝对能够达到天地和圣魔地 一个层次的实力 然后 毫不犹豫地坠下了深渊 当叶信斩杀九幽明君之后 并没立即拿走掉在地上的质宝 这九幽明玉中 还存在着许多杀人怪物 为父现在先去扫荡消除 So 叶信化作了一道流光 快速在九幽明玉中穿梭 那一个个隐藏其中的杀戮怪物 被叶信瞬间灰飞湮灭 连一点还手能力都没有 直到 叶信的神念中 没有任何杀戮怪物的气息存在 叶信才停止扫荡九幽明玉 来到了叶玄和叶青尚的面前 青尚 这是为父创造出来的九幽明宫 你教给地府的人修炼 这里的九幽煞气不仅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还会让他们的修炼速度变得更快 一叶性吞噬天赋神珠之后的恐怖悟性 根据九幽煞气的特性 很快就创出了九幽明宫 叶青尚修炼的生死轮回绝 同样不会惧怕九幽煞气 谢谢爹爹叶青尚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里 今后就是他重开地府之地了 那些九幽明君的智宝 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炼化使用 为父帮你收起来 等你有足够实力的时候 再给你炼化叶信证准备将四件智宝 收入空间戒指 这时候 一道强大的气息冲了过来 无奈九天圣祖 是上古大神 十大混沌神魔之一 智宝只有本祖才有资格获得 小子滚吧 白发九天圣祖降落了下来 心中微微惊讶 没有想到有一个年轻的祖神 比自己先了一步 这里没有记者 没有报纸 没有电视机 九天圣祖和叶信 并没有过半点交集 只要叶信不爆出大明 或暴露气息 九天圣祖第一时间 自然没有认出他 虽然 都是祖神境 但九天圣祖 可是和荒帝一个层次强者 一般祖神 根本不放在眼里 无知 叶信冷冷一哼 二话不说 天地中直接出手 砸向了九天圣祖 天地中 你 你是道祖叶信 九天被吓得一跳 终于认出了叶信 虽然没见过道祖叶信 但天地中在道祖手中 砸破混沌天罡大阵的事情 他自然听说过 他心中无语到了极点 世界这么大 为什么就遇见了道祖了 这是个煞星啊 他慌得一批 连忙转身逃走 可惜 虚空被天地中禁锢了 他根本逃不了 连九幽魔君都死在了叶信的手中 九天圣祖自然承受不了叶信的攻击 很快 就成为了叶信的中下王魂 有了天地中的禁锢空间之能 叶信现在杀祖神太简单了 根本不怕他们拼命逃走 那怕是十大混沌神魔的九天圣祖 在他的面前 也如同宰鸡杀狗一样简单 杀了九天圣祖后 叶信将四件质宝收走了 光柱瞬间消失了 悬崖上的众多神魔惊讶到 光柱怎么消失了 难道九天圣祖的手了 突然 三道流光冲了出来 旋立于高空中 他 他是道祖 在不久前 我专门去北山玉观战 一堵了道祖的无敌风采 终于有人认出叶信了 发出震撼到极点的声音 道祖啊 无敌天下的强者 你们替我宣传出去 九幽名誉已经被我叶信所平定 今后 九幽名誉所属于我记下学宫的地盘 谁敢到此放肆 就是和我记下学宫为敌 叶信的声音在空中轰隆震响 宣布了九幽名誉属于他记下学宫的地盘 九幽名誉被平定了 天啊 道祖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连生命禁区都能够平定了 无法相信 道祖居然平定了生命禁区 在场的神魔们都目瞪口呆起来 这是劲爆震惊世界的大消息啊 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生命禁区 竟然被道祖平定了 从此 五大生命禁区变成了四大生命禁区 这简直是一个不敢相信的消息 宣布了禁地主权之后 嗷吼真龙神脸破空而来 叶信拉着自己的儿子 女儿的手飞进了神脸中 在一群人的仰望之中 真龙神脸没入虚空消失了 如果那一天 我能够像道祖那样潇洒 那样无敌天下就好了 有神魔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男人当如道祖 你做梦吧 道祖是我等顶礼膜拜的封碑 是永远不能超越的传奇 你知道他总共才修炼多少年吗 听说是一千年 天啊 一千年 就能够神魔两届第一强者 平定生命禁区 那些对叶性不太了解的神魔 彻底惊呆了 一千年 对于他们这些活了至少数十万年的神魔来说 真不算什么 但 就是这短短的一千年 却造就了一个无敌高手 大家散了吧 从今以后九幽名誉成为祭夏学宫的地盘 没事不要来闲逛 道祖可惹不起 知道了 散了吧 嗖嗖嗖 一个个神魔赶紧离开了九幽名誉 道祖的地盘 惹不起 叶性离开祭夏学宫 近一年之后 返回了学宫 神魔天界太大了 就算有真龙神年 也耗费了大量时间在行程上 回到学宫之后 叶性召来了学宫的十三名长老 准备扩招弟子的事情 学宫的事情 基本是这个十三名古神长老管理 之前祭夏学宫没有大肆扩招弟子 是因为底蕴不足 招了弟子 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培养他们 还不如不招 现在不一样 手中有十多个超级势力的底蕴 足可以大量培养弟子 在与学宫长老商量了一番之后 敲定了扩招的章程和细节 叶性就将扩招的事情 全权交给了他们 这种事情 还用不着他来操心 很快 祭夏学宫招生的消息 传遍了神魔两界 甚至是慌忙的妖族 整个天下都被震动了 成为饭前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祭夏学宫有道族 可以称得上此时神魔天界最强的势力 无敌的势力 加上 叶性平定生命禁区 九幽名誉的消息 也传遍了天下 让更多的人 无比崇拜于他 很多人为自己天赋了得的天之骄子 天之骄女 纷纷赶来祭夏学宫求学 甚至很多大妖 都不远万里 冒险穿过人类疆域 赶来祭夏学宫求学 祭夏学宫 有教无类 甚至成为了妖族心目中的圣地 鸿蒙神殿 叶性居住的宫殿 玄儿 你去将叶运 叶瑶光 姬心若三人叫来 为父准备收他们三人 为弟子叶性对着一旁的叶玄吩咐道 父亲 玄儿和姚光是你的后裔 收他两人为弟子 有些不合适把叶玄眉头微皱 有些迟疑地说道 这样不适合自己这个先祖同辈了 我等修炼者 寿命无穷 还在乎区区辈分吗 他俩的天赋不错 又是我的后裔 自然可以收作为父的弟子 叶性淡淡说道 修炼界 重视的实力 而不是辈分 如果你的修位高 族中仙辈都会对你行礼 都是正常 这是一个实力未尊的世界 见过十足 叶性很快 叶瑶光和姬心若 来到了鸿蒙神殿 玄儿 玉儿怎么没来 叶性问道 父亲 刚刚得到消息 玉儿外出历练了 并不再记下学功 叶玄拱手回答道 额 我看看他在那里 把他召回来拜师 叶性点了点头 随即将自己的神念 释放了出去 叶运不过涅槃巅峰的修位 没有能力走太远 并在记下学功附近历练 因此 叶性的神念 足可以覆盖 他所在的活动范围 不久后 叶运果然出现在了 叶性的神念中 天南城 位于天之极南 距离记下学功 最近的城池 整个城池 有礼 王 张三家统治 此时 一家宅院之中 叶运怀着情窦初开的修意 紧张 期盼情绪 等着人 不久 一个高大帅气 拥有半不虚神经修位的英俊青年 走了进来 墨连 你回来了呀 怎么样 报上参加 记下学功考试的名没有 叶运高兴问道 如果叶墨连 能够加入记下学功 以后两人 就可以在学功中 一起修炼了 叶性离开不久后 叶运便离开记下学功 在附近历练 涅槃巅峰的境界 在荒谷大陆 那个小世界中 是无敌的存在 但 放在神魔天界 并不够看 见他年轻貌美 遭到了一群流氓的袭击 并受了伤 恰巧 叶墨连路过 就下了叶运 在叶墨连 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叶运的伤势 终于好了 与汉子性格的他 也被叶墨连的关心 划掉了 深深爱上了他 两人互表心意 成为了情侣 抱 抱上了名 叶墨连 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他的眼睛有些躲闪 不敢看叶运一眼 叶运又不是傻子 见此心中一沉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关心地问道 墨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 叶墨连终于说道 对不起 李家的一个老祖 是纪下学宫之士 我如果入坠李家 他们愿意通过这层关系 全力帮助我进入纪下学宫 成为学宫弟子 此时纪下学宫招生 神魔两届 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参加 我并没有把握 从中脱颖而出 我们分手吧 说出来之后 叶墨连感觉心中舒爽多了 愧疚感也减轻了不少 他要成为学宫弟子 成为那高高在世天神 古神 甚至是祖神 为此 他愿意放弃一切 什么狗屁爱情 唯有实力才是永恒 叶运不敢相信地 看着叶墨连 他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 宅院的大门 被强行破开了 一个漂亮的千金大小姐 在一群侍卫的拥促下 闯了进来 叶运那件女人 原来在这里 李家小姐李娇 娇横横地骂道 阿娇 你怎么来了 叶墨连帮笑着 一脸深情地走了过去 叶运看在眼里 心痛无比 墨连 给我打他一耳光 李娇盛气凌人地喝道 阿娇 这 不太好吧 叶墨连犹豫地说道 毕竟曾经他和叶运 是真心相爱过 你还对他 于情未了吗 你不想成为 学宫弟子了吗 李娇气急败坏地威胁道 啪 听见学宫弟子四的字 叶墨连毫不犹豫 打了叶运一耳光 清脆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客厅 你 你真的为了经济下学宫 打我一耳光 叶运不敢相信地看着叶墨连 这个曾经和自己海誓山盟的男人 居然打了自己 他感觉 此时自己的心碎裂了 他伤心欲绝地看着叶墨连 看着被打了一耳光的叶运 李娇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烦请订阅支持风鱼阿鼓说频道更新 就在李娇得意洋洋 看着叶运挨了叶墨连一耳光后 突然眼神中闪过一丝毒辣之色 他已经不满足于 叶运只是被打了一耳光 他是自己喜欢男人的初恋 极度不已 要让他彻底从世界上消失 才能心中舒畅一些 与人都是善度的 极度之心可以让他们发狂 墨连 去 杀了这个贱女人争 李娇将自己的配件抽了出来 交给了叶墨连 啊 杀了他 叶墨连愣在了原地 毕竟和叶运有过感情 有些下不了手 你还愣着干嘛 我让你杀了他 你没听见吗 李娇历声喝道 杀了他 后天我们就澄清 然后整个李家全力支持你 成为学宫弟子李娇将 犯着森寒剑光的宝剑 递到了叶墨连的身前 由于片刻之后 叶墨连一咬牙 接过了宝剑 冷冷地走向叶运 李娇在一旁得意地露出了疯狂的笑容 叶运脸色则是一片惨 脑袋翁翁一片 不敢置信地看着叶墨连 他 这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真的要杀自己 哀莫大于心思 被自己喜欢的人背叛 甚至还要自己的命 这种痛苦 比什么都还要强烈 我别无选择 成为学宫弟子 是我最大的梦想 为此 我可以牺牲一切 算我对不起你吧 你就成全我 让我杀了你吧 叶墨连的声音冰冷至极 好 好 好 你来吧 你曾经救过我 你赐我一剑 算我们两清了叶运一脸绝望 闭上双目 摊开双手 让叶墨连刺过来 此刻 他已经心死 没想到孕儿会遇上了渣男 为了敬我学宫 抛弃他的感情 还要杀了他 好一个陈世美 哼 叶兴脸色深寒 他可是出了名的护短之人 有人欺负叶运 自然让他愤怒一场 不过 叶兴并没有当即出手 他很清楚 叶运对叶墨连用情过深 只有等彻底伤透了他的心 还了他的情 那个男人的身影 才会从他的心里走出去 叶兴不想叶运今后陷入未情所困中 让他彻底对着这个男人失望吧 多谢你的成全 叶墨连脸色易冷 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宝剑 刺进了叶运的胸膛 鲜血顿时不要命地往外流出 叶运脸色惨白 浑身虚弱到了极点 但伤痛远远不及心痛 叶运的心 在此刻彻底被这一剑击碎了 现在 就彻底要你的性命 里交脸色一寒 掌性凝聚力量 准备送叶运最后一程 混账 我叶家的人也敢欺负 就在此时 一道如雷轰鸣的声音 在空中乍响 让李娇等人 脸色大变 心中有不由自主恐惧到了极点 叶性的身影凭空凝聚 出现在了宅院中 傻丫头 为什么不反抗 让渣男刺伤你 叶性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年以来 叶运对于天书十三卷的修炼 更上了一层楼 如果反抗 半不虚神经的叶莫连 根本伤不了他 情之一字 利人 暖人 异伤人 毁人 很多人逃不出这一关 这不由让他想到了 自己的结发妻子 李月娥 那怕走遍诸天万界 他也要找到他 是 始祖 叶运眼睛瞪大 一脸惊讶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始祖突然降临了 叶莫连也惊讶地看着叶性 没想到叶运有一个如此厉害的始祖 哼 叶运的始祖又怎么样 今天一样要死 李娇冷冷地哼道 天南李家也是一方大家族 更何况书族乃是学功之士 底气自然始祖 随即对自己身边 一个虚神经巅峰的中年人吩咐道 张叔 给我拿下这个人 小姐 他好强 我在他的面前 连出手的资格都没有 恐怕家主来了 也不是他的对手张叔脸色惨白 本想出手 但此刻才发现 自己连动一动的资格都没有 被禁锢在原地 要知道 就算天神经的家主 也不可能有如此可怕 仅凭气势就将他禁锢了 这让众人脸色一阵大变 嚣张跋扈的李家小姐 我叶家的后裔的性命 还没有人要得起叶姓双目冰冷 毫无感情 我书族李青山 可是记下学功的执事 前辈你修为深不可测 但你在强 强得过到阻碳老人家吗 整个世间 谁是道祖的对手 你若敢杀我 天大地大 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想到自己的书族 想到无敌天下的道祖 李娇顿时底气十足 威胁道 业性一愣 用自己来威胁自己 真是天大笑话的事情 记下学功弟子众多 光靠十三名长老管理 自然忙不过来 因此 开设了一个执事堂 辅助管理整个记下学功 按照实力 权力大小 从大到小 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执事 至于李扬这个执事 业性并没有印象 应该是个最低等级的 三级执事 你的依仗是学功执事 好 我现在就将他叫来 叶欣淡淡一笑 你是什么东西 书祖他是你想叫来 就叫来的吗 李娇焦横跋扈地骂倒 然后 他的话刚刚说话 虚空一阵涌动 一名身穿轻衣的中年人 出现在众人眼前 书 书祖 李娇很诧异 书祖怎么突然来了 啪 李青山二话不说 直接上前给了李娇一耳光 将他打得半死 叶墨连愣住了 李家的侍卫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李青山拜见盗祖 家族出了一个败类 回去之后 一定按照族规将他处死 李青山跪在地上 诚惶诚恐地说道 此时他心中慌的一批 害怕到了极点 自己李家的子弟 居然用自己的名义 来威胁盗祖 甚至想要将盗祖的后裔置于死地 他能够不下得半死吗 他 他竟然是盗祖 天下最强的人 李娇傻眼了 心脏都快要被下炸裂了 李家的侍卫也吓得浑身发抖 连忙跪在地上 他是盗祖 那么 芸儿不就是盗祖后裔吗 为了芸儿 盗祖直接现身了 他一定身得盗祖重视的后裔 叶墨连吓得半死 连忙跪在了地上 自己为了学宫弟子的名额 不惜要杀死自己的爱人 可笑至极 原来自己的喜欢的人 居然是盗祖的后裔 而且还是非常受盗祖重视的后裔 他此时心情复杂至极 难受多了几点 如果吃屎了一样难受 到头来 自己不仅错过了和盗祖攀上关系的机缘 还永远不可能再成为学宫弟子 甚至 性命能不能保证都难说 后悔啊 后悔到了极点 对对对 芸儿他一定还爱着我 待会向他请求原谅 一定会原谅我 到时候 我也能够顺利加入学宫 突然 叶墨连如此安慰着自己 嗯 他就交给你处理了 看着诚惶诚恐的李青山 叶信点了点头 这种小人物 以他的身份 没必要亲自出手处理 是 盗祖李青山松了一口气 还好盗祖没有责怪整个李家 这一次 差点害死自己和整个李家 回去之后 一定要严厉警告李家的子弟 行事不要太嚣张 更不能打着自己的名义做事 他李青山先属于学宫 其次才属于李家 随后 李青山愤怒地将李教带走了 准备回去执行族规 处死他 就算他是自己家主的掌上明珠 也没有人保得下他 李青山对他的杀意 是所有人中最强烈的 敢打着自己的名义做事 让盗祖亲自找上了自己 记下学工作室 以实力天赋说话 根本走不了后门 这一点李青山很清楚 因此 对于帮叶墨连走后门的事情 他压根就一点都不知情 是李教为了拿下叶墨连 骗他而已 叶墨连真可怜 到头来一切都是李教骗他的 此时 宅院中只剩下了叶姓 叶运 叶墨连三人 月儿 我在外面等你 他就交给你决定怎么处理吧 叶姓淡然地走出了宅院 一道光芒射进了叶运的体内 他的伤势瞬间就复云了 身不见底的伤口 也消失了 月儿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以后一定对你一心一意 你让我朝东 我绝不敢朝西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就原谅我吧 叶墨连一脸可怜兮兮 跪着来到叶运身前 祈求道 他相信 叶运还爱着他 一定会原谅他 不要再叫我孕儿 我听见旧恶心 叶运脸色森寒 咬牙切齿地说道 如果叶墨连没有刺那一剑 也许叶运真会原谅他 但 那一剑彻底击碎了叶运的心 不可能再原谅叶墨连 争 叶运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把宝剑 随后一剑刺进了叶墨连的胸膛 叶墨连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叶运 他 居然真舍得刺自己 他不是还爱着我吗 这是你刚才刺我的一剑 我还给你 是生是死 全靠你的运气不过 这一剑刺中了心脏 除非有一个天神镜以上的强者出手 否则死定了 然后叶运看都不再看叶墨连一眼 直接离开宅院 当走出宅院后 叶运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他发誓 这是他为男人流下的最后一次眼泪 傻丫头 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干嘛为了一个渣男流泪 夜性安慰地说道 你要什么男人 我现在就给你抓一堆回来 什么麒麟之才 真龙之子 圣子 谷国皇子 只要你想要 明天就可以动防 夜性打趣地笑了笑 如果真要这样做 这些天才恐怖都会争先恐后 想要迎娶业运 多谢始祖关心 月儿对男人从今以后不再感兴趣 一心只求成为始祖这样的强者 夜运擦干了眼泪 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流泪 恩 有志气 回去之后 我就将亲自收你卫图 教导你修炼 夜性笑了笑 走吧 我们回学宫带着夜运 瞬间回到了鸿蒙神殿 此时 江默然 孙悟空 慕英雪 三位夜性的弟子前来了 兵力祖神和天魔王也前来 今日 我决定收夜运 夜遥光 姬心若三人为弟子夜性当众宣布道 三女一听 很是兴奋激动 能够成为道祖的弟子 谁不高兴了 拜见师父 三女跪拜在地 给夜性行拜师大礼 从此三人 便是夜性的清传弟子 哈哈 俺老孙以后又多了师妹 放心 大师兄会照顾三位小师妹的 以后被人欺负 抱上俺老孙的大名悟空 高兴的抓耳挠腮 对于师妹 他非常喜欢 恭喜父亲喜得三位弟子 夜玄恭喜孝道 恭喜道祖 兵力祖神和天魔王孝道 三位妹妹 以后跟着我混吧 我地府还缺很多人 夜情上调皮的孝道 以后我们就是学宫四小仙子了 慕音雪甜美地笑了起来 四人的年纪相仿 自然能够成为很好的姐妹 学宫四小仙子的威名 今后名震世界 你们修位太低了 卫师准备亲自对你们进行十年的特训 夜行说道 身为他的弟子 这点实力拿出去 简直可就是丢人 不说能够比得上他们的大师兄 孙悟空 但也不能相差太远 玄儿 亲上 你们两人也加入特训 玄儿 让你的两个儿子 叶文和叶武 也参加把自己的儿女和孙子 自然也不能漏下 十年之间 我会尽最大的可能 让你们修位大进 夜行很有自信 让他亲自训练 加上数之不尽的资源 他们的实力一定会极大增强 第二天 夜行将将默然 夜选等人 带入了他专门为记下学功开辟的识联秘境 首先 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功法 神通 师父 我想修炼关于忘情方面的功法 夜运突然问道 我这里确实有一本太上忘情录的修炼功法 你可想清楚了 是否断情忘情 修炼这门功法 夜行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弟子心意已决 夜运坚决地说道 好吧 为试传你太上忘情录 夜行只得点了点同意 一年之后 来自世界各处的真龙之子 凤凰之女 古国皇子等等天之骄子和天之骄女 还有满荒能够化行的妖王 妖皇们都齐齐赶来学功 参加招生考试 由十三名长老负责 兵力祖神和天魔王监督 夜行并没有多顾问 他此时一心一意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弟子们修炼 此时 所有人的都成功破镜 成为虚神 寿命永恒 天赋更高地将默然和夜玄 甚至已经快要踏入了真神境 这种修炼速度 甚至比夜行当初还要快 当然 这是因为有夜行这个天下第一人教导 还有数之不尽的资源配合 这些东西 都是当初夜行 根本享受不到的优质条件 哈哈哈哈 融了 快融了 在黑暗境地等待已久的天地三人 突然高兴地大笑了起来 光盘上的光泽 基本上快要消失了 三位世界神留下的大道符文印记 也非常虚弱起来 魔祖终于要出来了 夜行的死期到了 轰 突然 冲暗黑境地地底深处 冲出来了一股滔天可怕的魔气 境地之外 方圆数十万公里的天空 都被黑色魔气笼罩 遮蔽了烈日 让天空黑暗了起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附近的凡人 神魔们都被吓了一大跳 心中惊慌不已 感觉到了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即将出事 嗷吼 刺耳的咆哮声音 惊天动地 整个黑暗境地开始崩碎 无尽的魔气和血雾 猛烈地冲击着天地 扑斥 实力较落的智行祖神 竟然被魔气冲击 喷出了一口鲜血 快退 世界神的魔祖太可怕了 再不退 我们都要被魔气所伤 天地脸色大变 连忙吼道 魔祖真的太恐怖了 凶煞滔天 三人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急忙退出了黑暗境地 嗷吼 魔气滔天 从地底下汹涌喷出 整个禁地剧烈震荡起来 轰隆隆 天崩地裂的炸响 禁地之中狂暴的能量在大爆炸 暗黑禁地居然完全塌陷毁灭了 魔祖出事 直接毁灭了暗黑禁地 嗷吼本作出来了 终于能够破阵而出 该死的三个老东西 没想到本作能够出来吧 饱含着滔天恨意的魔生 在整片虚空中不断激荡 一千万年了 一千万年了 本作终于等到重见天日的一天了 魔鹰森然恐怖 魔气滚滚浩荡 将所有的阳光给遮挡了 天啊 黑暗境地里的魔祖 居然破掉了封禁阵法出来了 附近的修神者们 都被惊吓过度 脸色惨白 瑟瑟发抖 魔祖的嗜血残忍 恐怖实力 不管是千万年前青年所见 还是后辈修神者 听其传说 都知道魔祖的可怕 万魔之祖 罗侯天煞 血里滔天 相比于修神者的惊恐 修魔者则一片欢声雀跃 哈哈哈哈 伟大的魔祖出世了 我们魔界反击神界的机会到了 自从魔祖被封印之后 魔界完全被神界碾压 处于示弱之中 天下修神者 占据了绝大多数 魔祖 是他们整个魔界的信仰 他一定能够带领他们魔界 走向巅峰 轰隆隆 嗷吼 一条高大的魔影冲出了风镜大阵 冲上了天空 他高有九丈 轻面獠牙 一头血一般烟红的长发 披散着 有水桶般粗大的四肢 强壮有力 浑身上下的肌肉 如同球龙一般凸起 闪烁着古铜色光芒 如同铁水胶筑而成一般 强健有力 狂暴魁梧 一双利目非常可怕 闪烁着森然恐怖的邪义血盲 魔祖罗侯天煞 血力滔天 千古魔祖 魔威浩荡 可怕的威势震动天下 嗖嗖 这时候 天地三人闪烁了到了魔祖的身前 魔祖 不要忘记了你对我们的承诺 天地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仿佛已经看见了夜性惨死的画面 罗侯天煞狂笑道 哈哈 你放心 本座发下了天道誓言 自然不会违背承诺 本座还要多谢你这个神庭之主 将我这个魔祖释放出来 哈哈哈哈 魔祖的语气中充满了鄙视 天地不在乎 只要能够杀掉夜性即可 给神界造成无穷灾难 他也不在乎 本座知道你等不及杀那小子了 现在就去会依惠他 神魔双修 有趣 有趣 对他本座也十分好奇 罗侯天煞森然的笑道 魔祖 你被封印了一千万年 实力现在处于最虚弱的阶段 真不打算恢复一些状态之后 再去杀那小子吗 天地虽然很想夜性早点死掉 但还是害怕虚弱的魔祖 不是其对手 让他有反击的机会 因此 魔祖恢复一些状态之后 再去斩杀夜性 是最妥当的选择 哼 区区祖神算了什么 本座在虚弱也是世界神 那怕他神魔双修 也照样碾压他魔祖罗侯天煞 是何人 万魔之祖 非常骄傲狂傲的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认为自己一个世界神 还杀不死一个祖神精的小家伙 那好 本帝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天地点了点头 嘴角露出了一丝狠毒的笑容 So 魔祖罗侯天煞九丈高大的身躯 顺消失在了原地 嗯 正在试炼秘境中 教导自己弟子和女儿的夜性 突然眉头一皱 心神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一股心境 然后 他的身影消失在试炼秘境 出现在祭夏学宫的上空 这时候 他抬头一看 只见苍穹之上 一阵恐怖至极的魔气汹涌而来 魔气之中 隐隐约约有一双凶利的眼睛 非常可怕 让夜性感觉到一阵心境 这种感觉 很久 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是世界神 怎么会有世界神出现 夜性脸色一变 瞬间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九天十地中 恐怕也只有世界神 才有资格让他有心机的感觉 心中很奇怪 怎么会有世界神出现 不是早就已经消失了吗 轰 就在此时 天空上的魔影 直接对夜性出手了 轰 夜性毫不示弱 天地中出手 直接挡向无形的恐怖攻击 轰轰轰 夜性方圆千里的虚空都崩碎了 可怕的能量撞击在一起 形成一股毁天灭地的洪流 恐怖至极 什么 你手中的天地中 什么时候变成了极品太出至宝 滚滚魔气之中 传出来了一道惊讶无比的声音 随即 魔气之中 轻面獠牙 九丈身高的魔祖罗侯天煞走了出来 你是何人 为何要攻击我 夜性沉深问道 他第一次见到如此高大雄壮的人类 小子 你居然不认识我魔祖罗侯天煞 罗侯天煞的声音轰隆 森然至极 你不是被西祖三人封印在黑暗境地吗 怎么跑出来了夜性有些吃惊 没想到眼前之人 竟然是五大世界神之一的魔祖罗侯天煞 哈哈 是天地将本座释放了出来 他让我出手杀死了你 你是个人才 可惜本座发过天道誓言要杀你 你只能够死在本座手中 罗侯天煞森然地说道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夜性立生说道 他万万想不到 天地为了对付自己 释放出了魔祖 小子 你胆子真不小 你连世界神都不是 也敢称道祖这个名号盘祖 西祖 魔祖 蛙祖 荒祖 显然自有世界神才有资格称为什么祖 那你可以试一试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拥有道祖这个名号夜性浑身神魔之气爆发 这是一个强敌 他必须全力以赴才行 我魔祖回归 你无敌天下的时代结束了 受死吧 罗侯天煞杀鸡凛然地笑道 第110章 我们换个地方大战 说完之后 夜性便没入了虚空 消失在原地 两人都是世界神的战力 破坏力极强 而祭夏学宫就在附近 夜性可不想因为大战的恐怖破坏力 摧毁了祭夏学宫的建筑 哼 罗侯天煞冷哼一声 同样没入了虚空 追随夜性而去 子风玉 一万小玉之一 毗邻祭夏学宫所在的天南玉 夜性率先赶到了这里 天地中率先记在头顶 浑身战意提升到了极点 对面可是他从未见过的世界神 面对未知的强者 说实话 夜性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紧张 自然要以最重视的态度 去迎战 随后 子风玉的上空 魔气浩荡 恐怖的魔威似乎要将天地吞噬了 后 森然魔孝 罗侯天煞撕裂虚空 赶来了战场 庞大狂暴的魔区 矗立在虚空之上 好可怕的魔气 你们快看天上 盗祖和另一个怪人对峙住 被魔为惊动 子风玉的修神者们 发现了天空上对峙的两人 子风玉锦铃记下学宫 认识夜性的神魔自然不少 九丈身高 轻面獠牙 铜皮铁骨 魔气滔天 那 那不是传说中的魔祖罗侯天煞吗 他怎能破开了封禁阵法 子风玉的主宰 子风骨神惊恐地看住天空 全身下的瑟瑟发抖 万魔之祖 血力滔天的罗侯天煞 这个世间最大的魔头 居然从黑暗禁区中走了出来 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又是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吗 子风骨神破口大骂道 当初的罗侯天煞 就杀戮天下 暴力无比 现在 没有了西祖三人制衡他 这天下谁能够挡住他的魔威 他们修神者 还有活路吗 这一刻 他无比希望道祖能够杀了这个魔头 但 这可能吗 道祖虽然是神魔两界第一强者 甚至拥有平定了一个生命禁区的力量 但 那只是在世界神之下无敌 他会是世界神的 万魔之祖的罗侯天煞对手吗 连子风骨神心中根本没有半点信心 小子 你不是本座的对手 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 罗侯天煞冷烈地笑道 打还没打 你就知道稳赢我了 我叶信今天就让你知道 祖神也是能够打败领悟天道法则的世界神 叶信霸气无比地说道 他的一生 都是传奇的一生 如同流星一般崛起 让世人只能顶礼膜拜他的份 自然性格霸气无双 狂妄自大 世界神之下皆为蝼蚁 这是横骨不变的定律 罗侯天煞的声音冷漠无比 试一试就知道结果了 哼 罗侯天煞不再废话 一声冷哼 体内无尽魔气 沙纳间爆发而出 冲击的附近的虚空都崩溃 浩瀚的魔微波动笼罩十方 让整个天地都暗淡了下来 吼 灭神魔掌 罗侯天煞咆哮一声 四周的无尽魔气疯狂涌动 然后 十字画 幻化为了一只威视惊天 遮天蔽日的剧长 向叶信拍打而去 所过之处 恐怖魔微 让虚空崩碎 叶信同样神魔之力爆发 在他的脚下 形成了黑白相间的神魔图 威视无双 震天汗地 终于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出现 叶信此时热血沸腾 战意冲销 庞扶又回到了自己刚来神魔天界时 与诸多神魔强敌厮杀的热血感觉 杀 天地中画为一道流光 以无上之力 砸向了罗侯天煞的魔掌 轰 魔掌与天地中对撞在了一起 无尽虚空崩碎毁灭 可怕的能量冲击 直接摧毁了小半个子风域 无数的凡人蝼蚁 死在了冲击波中 高高在上的神魔们 根本不在乎他们这群蝼蚁的生死 神魔天界生灵的寿命很长 但却很少人死于寿命大限 绝大部分都死在了神魔的战斗鱼波中 蝼蚁就是如此卑微可怜 怎么会这样 啊 令人难以置信 刚刚还魔为滔天的罗侯天煞 居然被天地中打中 发出一声惨叫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快速地从天空中坠落了下来 轰隆隆 直接砸碎了数万里的大地 这 此时观战的子风古神 完全目瞪口呆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道祖将罗侯天煞打下了高空 这可是万魔之祖啊 魔祖罗侯天煞 万魔之祖 血力滔天 就这 不要以为你是世界神 就以为自己无敌了 叶杏冷冷地嘲讽道 连自己都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战果 实在是 刚刚罗侯天煞的魔微太惊人 再加上 世界神的名头很大 还以为他很厉害 此时 弟弟里传出来了一声咆哮声音 小子 你不要太得意 本祖还是没有使出全力 狂傲的魔祖 刚刚确实小瞧叶杏 没见他放在眼里 不然 也不至于如此之菜 轰 大地再次崩裂 一道魔具大影冲了出来 飞上天空 这时候 罗侯天煞的手中 竟然多了一杆漆黑色 魔气缠绕的长枪 是神枪 罗侯天煞的本命质宝 中品太出质宝 是他当年横扫天下的嗜血武器 小子 刚刚你仗住极品太出质宝 将本座打入了大地 现在是神枪出 你受死吧 对于叶杏手中的天地中 罗侯天煞非常眼馋 这可是和盘府一个等级的质宝啊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一股令天地都要颤抖的力量 从罗侯天煞的身上爆出 这是天道法则 世界神才能够领悟的可怕力量 天道法则一出 天崩地裂 惊世之威 一股无形之威 直接让净半子风欲崩碎 煞 罗侯天煞 手持是神枪 一道神秘的诡计 向叶杏杀来 速度快到了 以叶杏的实力 都差点看不清罗侯天煞的身影 这就是天道法则的速度法则 快到接近光速 好霸道的天道法则之力 这就是世界神的真正实力吗 叶杏脸色微变 连忙挥动天地中杀去 顿时排山倒海的力量 疯狂席卷向罗侯天煞 轰隆隆 可怕的威势 在虚空中炸裂 天地中和是神枪 在虚空不断对碰 爆发出 比之太阳还要赤裂的光芒 如果有祖神在附近 人会被冲击波瞬间灰飞烟灭 形神俱灭 这股力量的对碰 太强大了 一小会儿的功夫 两人的激烈大战 已经将整个紫风欲打碎了 除了一些强大的神灵还活着 整个紫风欲中没有了半点生机 这就是世界神力量的恐怖 所以叶性才会选择远离祭下学功战斗 不然 此时被摧毁的不再是紫风欲 而是祭下学功 可恶 这小子不过祖神镜 即使神魔双修 掌握极品太出至宝 也不可能如此强大啊 使出全力之后 还是没有拿下叶性 和他打得不分上下 罗侯天煞心中大惊失色 祖神镜的蝼蚁 也能强到这等程度 吼 被自己眼中的蝼蚁 逼到了这种程度 罗侯天煞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摩唧浩荡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 罗侯天煞的魔威之中 摩吞天下 随着罗侯天煞一声呵吼 所有的笼罩天地之间 魔气启动 像是潮水一般 在虚空中 涌动起黑色的魔气海啸 向叶性吞噬而来 声势惊天地 虚空不断地崩碎 叶性灵立虚空之上 手中的天地中 发动扭转时空的威能 在自己的面前 撕裂开一道时空隧道 紧接住 冲击而来的海啸般魔气 像是跌进了万丈深渊 全部被叶性深浅 那撕裂开的时空隧道 吞噬了进去 沙纳间 还未是今天的魔气 全部烟消云散 罗侯天煞不甘心 再次发出一声怒吼 是神枪再次刺向叶性 叶性也不甘示弱 天地中爆发恐怖之威 无上之力 砸去 轰 两人在虚空互相硬汉 对撞了一招 各自倒飞了出去 撞碎万里重重虚空 罗侯天煞拥有真正的 不灭魔体 而叶性则是毁灭魔体 和治天神体的融合体质 神魔不败体 防御力无双 堪比防御混沌质保 因此 哪怕撞碎重重虚空 二人都没有受伤 这点伤害 还迫不了他们的防御 小子 神魔双修真的如此厉害吗 能够与掌握天道法则的 世界神异战 罗侯天煞一脸惊恶 疑惑地问道 他此时心中非常震撼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居然拿不下一个祖神 难道 这世界第一个神魔双修的人 真的拥有随便月计战斗的能力 你已经使出了全力 可是我还没有 叶性冷冷一笑 你什么意思 罗侯天煞惊 心中顿时有古不妙的感觉 你不是问我神魔双修有多厉害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神魔双修有多么厉害 叶性浩大的声音 在虚空中滚滚阵响 一念神魔 神魔合一 叶性发挥了自己神魔双修的终极力量 神与魔 两次完全互相排斥的力量 融合在了一起 产生不可思议到极点的恐怖力量 这是叶性创造绝世神通 一念神魔的终极力量 也是他第一次使用 因为之前 还没有人能够有资格 让他使出神魔合一的招式 轰 此时 叶性全身被幽蓝色的森寒火焰包裹全身 向地狱战神 外围 则是一圈金黄色的圣光笼罩 光明盛大 光明神圣之中交织着地狱深渊的幽火 神性 魔性 在他的体内同时喷涌出来 然后在天空之上 融合成了一幅更巨大的神魔黑白图 一柄魔气森然的黑色魔剑 一柄圣光凛然的黄金神剑 同时 在空中凭空凝聚而成 威势恐怖到极点 紧接住 魔剑和神剑融合为一体 形成一柄神魔之剑 神魔剑一出 剑气纵横百万里 让整个天地颤夺了起来 这锋芒 这威势 大到了无可匹敌的境地 无尽的可怕能量 在不断震荡 震碎百万里虚空 此剑 当叛 诸神谢罪 此剑 当斩 群魔兽手 这是什么招式 好恐怖的气息 罗侯天煞竟然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斩 叶杏一声利和 修 神魔剑直接飞杀向罗侯天煞 锁国之处 天下归属 来吧 本作倒要看看 你这位唯一神魔双雄 双雄的人究竟有多么厉害 罗侯天煞手中的是神枪 使出浩荡无敌的天道法则 直接杀向那纵横虚空而来的神魔剑 轰 今是爆炸之威 让天地崩塌了 无尽的毁灭气息 在肆虐八方 啊 爆炸中心传来了魔祖的惨叫声 它的肉体被神魔剑刺穿了 你居然打败了本作 竟然败给了一个祖神镜的蝼蚁 这就是神魔双雄的可怕吗 罗侯天煞难以置信地吼道 此时 他的肉体被神魔剑打破了一半 不过修魔者的复原力是非常强大可怕 罗侯天煞还拥有不灭魔体 很快 罗侯天煞崩碎的肉体又复原了 罗侯天煞 现在你明白神魔双雄的厉害了吧 叶雄冷冷一笑 小子 你不要太得意 你能够打败我 但你现在无法将我击杀 甚至无法封印 本作刚刚破风而出 处于最虚弱的状态 只要待我恢复一定状态 那怕不是巅峰 也可以轻松斩杀你 哈哈 过段时间 本作再来找一站 罗侯天煞哈哈一笑 然后顿入虚空离开了 可恶 见罗侯天煞消失 叶星的脸色铁青到了极点 这时候叶星才意识到 罗侯天煞说的对 别看现在自己压着他 将他的魔躯打碎 但 等他恢复了一些状态之后 自己绝对不会成为他的对手 这一点 叶星是非常清楚 自己使出了最强的战力 也才勉强打败最虚弱的罗侯天煞 全胜的罗侯天煞 足可以对他造成生命威胁 恢复状态 只要辅助一些方法 很快就能够恢复 而叶星则不可能短时间内 突破到世界神 这让他陷入了危机之中 带着不安的情绪 叶星回到了济下学宫 而子风祖神 此时则完完全全处于震惊之中 道祖居然将罗侯天煞打败 让他仓皇逃走了 这个结果太震撼了 让他吃惊不已 强绝地力量 可怕的神通 那神魔剑荡真天下无敌 更远处 天帝同样在暗中观战 可恶 叶星居然连魔祖都打败了 神魔双修 果真惊世骇俗 不过 现在的魔祖是最虚弱的时候 等他恢复巅峰 叶星你照样要死 天帝狠狠地说道 嘴角露出一丝歹毒的笑意 虽然战果让他有些意外 但他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叶星照样逃不了死期 罗侯天煞带着不甘的情绪 降临到魔狱中圣魔殿 此时 他退出了战斗状态 恢复到了正常人一样 是个邪气凛然 英俊无双的青年模样 九丈身高 轻面獠牙 是他不灭魔体的战斗状态 狂傲的他 对于败在叶星这个祖神镜的 蝼蚁手中 深感吃辱 他心中恨意滔天 发誓 一定要尽快恢复状态 将这个打伤自己的可恶小子捏死 站住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圣魔殿 不知死活 这时候 有十几名天魔 在一名古魔的带领下 拦下了罗侯天煞 无奈魔祖罗侯天煞 罗侯天煞冷傲地爆出了自己的大名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 不想活了 罗侯天煞一声冷哼 恐怖的魔威散发出来 圣魔殿的十几人顿时脸色惨白 不由自主地被魔威所设 跪拜在地 就在这个时候 圣魔帝的身影 凭空凝聚了出来 参见魔帝 跪在地上无法起身的圣魔殿人 连忙行礼道 魔祖主人 你破阵而出了 这时候 圣魔帝激动地看向了罗侯天煞 当年罗侯天煞还未被封印之时 圣魔帝就是他手下的头号打手 又怎么可能认不出罗侯天煞来 圣魔 本座回来了 罗侯天煞淡淡地点了点头 快 还不赶快去通知所有圣魔殿人回来 参拜伟大的魔祖大人 圣魔帝对住四周的人喝道 随即恭敬恭敬道 魔祖大人 请 罗侯天煞走进了圣魔殿中 供应魔祖大人回归 巨大的圣魔殿 罗侯天煞坐在了王座 俯视着群魔 圣魔帝退而次之 在魔祖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 伟大的万魔之祖啊 是他们整个魔界的信仰 此时所有圣魔殿的人都激动一场 魔祖终于从黑暗境区出来了 魔祖大人 终于把你期盼回来了 还请带领我们魔界走向辉煌 下面的魔界众魔 兴奋地恳求道 放心 本座一定会让魔界统治这个世界 现在你们去外面 多抓一些修神者回来 本座要利用他们的血肉 恢复状态 罗侯天煞魔器森然地吩咐道 只要本座恢复到巅峰状态 没有西祖三个坏事的家伙 这天下必定属于我魔界的 哈哈哈哈 罗侯天煞哈哈大笑了起来 眼神之中充满傲视天下的霸气 是魔祖大人 在圣魔帝的带领下 众多古魔 祖魔 魔帝 纷纷消失在大殿中 外出抓捕修神者了 道祖叶姓 罗侯天煞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等本座恢复状态之后 就是你的死期 你打碎我的肉身 是本座最大的耻辱 祭下学宫 鸿蒙殿 道祖 现在魔界到处抓捕修神者 惹得神界修炼者人人自危 似乎在进行着什么阴谋 还有 很多神界的势力 请求道祖你出手拯救他们 兵里祖神禀告道 随着魔祖罗侯天煞走出 哼 当初他们神界 联手围攻我们祭下学宫的时候 怎么不见他们手下留情 当初道祖被整个神界追杀的时候 怎么不见他们手下留情 现在想要我们拘救他们 根本不可能 天魔王气愤地哼道 对于神界那群恶心的东西 他厌恶透顶了 罗侯天煞告诉我 他是被天地释放出来的 让他对付我 自作自受 我可不是什么圣人 让他们神界众人自生自灭吧 叶醒冷冷一哼 心中对于天地的这种行为 气愤无比 平白给自己制造一个大敌 让他出手拯救神界的人 根本不可能 什么 天地如此卑鄙 居然放出了罗侯天煞这个大魔头 天啊 兵里祖神一脸不可置信 就算知道天地很卑鄙 但没想到丧心病狂到这么地步 我没有猜错的话 罗侯天煞想要利用修神者的血肉 祝他快速恢复巅峰状态 叶醒沉生说 如果让罗侯天煞恢复巅峰状态 他们还有活路吗 叶醒感觉到了时间紧迫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留守记下学功 我外出一趟 随即 叶醒的身影消失在了鸿蒙神殿 想要斩杀魔祖罗侯天煞 就必须找到新的机缘 短时间内提升实力 突破世界神这条路 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 叶醒直接没有考虑 突破世界神的可能 那就必须找到增加战略的机缘 整个天下 能够让他有机缘实力大增的地方 也只有第一生命禁区 盘祖灵了 盘祖与世界法则大战 开辟天地 陨落之后 形成的葬身之地 是整个神魔天界 最危险 最凶煞的地方 连当初的西祖等人 都不敢闯入 盘祖的实力太强了 达到了差一点就斩杀 世界规则的地步 要知道世界规则的实力 超越了世界神 盘祖的强大 足可以一幅秒杀 西祖 魔祖四位世界神联手 即使他跌倒后 他肉身形成的煞气 和开天一战 没有散去的 披天一幅法则一静 远古大神都难以承受得住 但 叶醒绝不会坐以待毙等死 什么都不做 等罗侯天煞恢复巅峰状态杀来 那怕闯盘祖灵 是九死一生的场面 他都必须进去 这是他唯一有机会战胜罗侯天煞 甚至斩杀他的希望 第一生命禁区 盘祖灵位于天之西级之地 盘祖是天地间最强的神魔 实力强横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是能够改天换地 差点劈碎世界规则的狠人 他的葬身之地 无人敢闯 不知多少年后 叶醒成为了第一个 闯进盘祖灵的人 这里 是一个破碎不堪 混沌之气 浓郁之地 叶醒刚进入盘祖灵 便有一股滔天可怕的煞气 向他袭击而来 盘祖大战世界规则失败 含恨陨落 在葬身之地 形成了无比可怕的煞气 顿时让叶醒脸色大变 感觉到自己的神智开始迷糊 煞太可怕了 他挡不住 这时候 他体内的两颗神猪 居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将盘祖陨落散发出来的煞气 驱散了 叶醒心中大松了一口气 神猪又救了他一条命 这一千多年来 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生死关头 神猪都救了他一命 盘祖葬身地 一片凄荒死寂 没有半肆生气 有的只是死亡的气息 和怨气化为的恐怖煞气 无尽的煞气在浩荡滚动 叶醒有了神猪的保护 煞气已经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他在盘祖陵里面 不断地往深处里面走去 寻找让自己强大的机缘 突然 叶醒掉入了一个恐怖的 静面黑暗空间 这 这是在那里 我怎么感觉自己无法动弹 叶醒脸色大变 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在颤抖 叶醒此时 什么也听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 甚至四肢也不能够动弹 感觉时间似乎停止了 他在无尽的黑暗深渊中 无止境地往下坠落 无尽的暗黑 无尽的死寂 叶醒什么感觉都丧失了 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失 除了意识之外 所有的一切感觉都消失了 盘祖陵 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 最令人绝望的凶险之地 叶醒心中非常急躁 他的女儿 弟子们还在外面 如果自己无法出去 他们很可能死在 罗侯天煞的屠刀之下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结果 但 无论他如何拼命挣扎 根本没有用 心中渐渐绝望起来 不知道坠落了多久 过去了多少岁月 因为叶醒压根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失 轰隆隆 突然 天雷乍响 如同末日来临一样恐惧 一道道巨大的闪电 在死寂的黑暗空中闪烁 透过闪电的光芒 叶醒终于能够看见东西了 他终于看见了一丝走出这个空间的希望 忽然 叶醒感觉到无比惊骇 吃惊地看住自己的前面 在那里居然静静地躺着一个人 不对 是一具尸体 他身穿兽皮 高大魁梧 二十七八岁模样 静静地悬浮在死寂黑暗的空间 整个人透发出一股 让人心悸得无上威严 让人忍不住想要对他顶礼膜拜 虽然 他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 但尸体和睡住了一样 完整无暇 没有半点死气 难 难道是盘祖大神的尸体 区区一具尸体 就能够散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势 除了盘祖 不可能是其他人 叶醒心中此时震撼到了极点 没想到盘祖大神的尸体 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 虽然他死了 但他所透发出来的气势 依然如同大山一般沉重 压得叶醒有些喘不过起来 太可怕 死了的尸体都如此恐怖 那盘祖活着的时候 又强大到了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境界 叶醒都不敢相信了 怪不得 有如此伟力 将混沌劈开 形成一方世界 盘祖绝对不是一般世界神 那么简单 忽然 无尽混沌神光爆现 一股浩瀚无比的力量 从盘祖的尸体中涌了出来 莫大的威压 笼罩了整片死寂 黑暗空间 混沌神光从盘祖尸体中射了出来 直冲叶醒而去 叶醒脸色大变 他想要逃命 但发觉不管如何尝试都无法动弹 他早已经被禁锢在了这片虚空之中 轰 混沌神光直接射进了叶醒的体内 就在此时 叶醒的脑海中突然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整个精神海洋世界 一沙间幻化成了一片混沌朦胧 天地未开场景 就这片混沌朦胧之中 一位顶天立地 身穿瘦皮 披头散发 手持巨斧 体型非常巨大 酷似野蛮人的伟岸身影 屹立在混沌之间 所有的混沌神魔 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靠近这个巨人一百万公里内 他的威势 足可以让整个混沌世界 所有的混沌生灵颤抖 他太强了 强大到所有混沌生灵加起来 都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野蛮巨人那双眼睛忧深不可测 庞伏看穿了世间的一切的奥妙和规则 充满了深邃的智光 体型庞大的野蛮人 此时终于动了起来 双手持起巨斧过头 整个人一瞬间 庞伏化作了一把披天巨斧 进入人府合一的玄妙境界 顿时整片混沌空间 都被浓厚的腐衣大道法则笼罩了起来 那雄魂滔天的威势 令无数生活在混沌的神魔们颤抖了起来 惊恐万分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音 大道法则线 所有的混沌的生灵 都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刷 一记很是简单的恢复动作 野蛮人深邃的双眸 充满了冷意与决然 当巨斧挥落之后 浮衣滔天的攻击撕裂之下 面前的混沌空间 如同一张纸一样薄 直接被撕裂开来 无数的混沌生物被直接泯灭 只有少量强大的混沌神魔 才苟延残喘下来 整个混沌空间 似乎在此时此刻凝制了起来 停留在了这个时间点 这一幅惊天动地 弃鬼神之威 轻气上扬 浊气下沉 很快就形成了新的世界 巨大野蛮人的疯狂举动 引来了世界规则的攻击 随后 天降神雷 野蛮人因为劈开混沌 耗费了太多力量 根本不是世界规则的对手 被无数刀蔑视神雷击中 手中的巨斧破碎了 他如山沉重伟岸的身躯 带着无穷无尽的怨念倒下了 他的尸体坠入了大地 形成了现在的盘祖灵 恩 观看了脑海中 突然幻化出来的神奇场景 叶姓眼睛瞪的滚圆 充满了震撼和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居然亲眼看见了盘祖 劈开混沌的场景 如同清零现场观看一样 非常真实感 挥动巨斧 劈开混沌 轻气上升 浊气下沉 形成天地 这一幅之威 让叶姓感到了深深恐惧与震撼 盘祖的实力太可怕了 这简单的攻击威能 可怕至极 充满了大道伪力 如果当日他在场 以他的实力 光观看这一幅之威 都会当初陨落 这是异常机缘 领悟盘祖爵士 服役大道法则的机会 叶姓暗暗自言自语道 接下来 叶姓的脑海中 便情不自禁都浮现出来 刚才也瞒人批出的那一幅 意识完全沉浸在 这一幅的无穷玄妙之中 那一幅 精妙绝伦 完全勾画出了 大道法则的最深奥伪力 让叶姓更能清晰地领悟 叶姓在脑海中 不断浮现观摩柱 刚才也瞒人 批出一幅的场景 那蕴含至高无上的 服役大道法则 不断被他参悟 透进骨子里 那些深奥晦涩的 未知不懂之处 不断被他一一破解 越是不断参悟 叶姓越是感觉到了 那一幅发精妙和恐怖 他整个人 是完全沉浸在了其中 不能自拔 叶姓太过于沉迷其中了 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年 终于有一天 一道恐怖绝伦的服役 从他的内体冲天而起 犹如天神发怒了一样 充满恐怖的威势 观摩盘组劈开混沌 叶姓凭集住 天赋神珠赋予的超强悟性 领悟出了开天三世 甚至 还透过盘组留下的 世界神气息 融入自己的体内 修为提升到了 半部世界神境 即使是半部世界神 比起祖神巅峰 也是你一个飞跃式的提升 这时候 在这片无尽死寂的 黑暗空间中 叶姓终于能够动弹了 盘组的大道法则 不再禁锢他 因为他已经化为了 大道法则的一部分 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脚 然后旋利于虚空 心中还是有些心计 要知道 如果无法领悟开天三世 成为盘组大道法则的一部分 他将会被永远困死在这里 盘组灵 实在是太凶险了 怪不得 连当初的西祖等人 都不敢闯入 他们没有叶姓的天赋神珠 进入盘组的大道法则中 只能永久被困在这里 除了有意识之外 没有任何感觉 斧来 叶姓大喝一声 右手中光芒大现 一柄凶器沙沙的巨斧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极品太初至宝盘府 已经被世界规则击碎 不过 在观摩盘组 劈开混沌的景象中 叶姓成功将盘府的讯息 露入了脑海中 此时可以透过武器神珠 幻化出盘府 这可是开天的凶器 沾染了世界规则的气息 绝对是最强的太初至宝 甚至可能媲美普通的 大道至宝的威能 以后 你就叫开天府吧 我和我一起 劈进九天十地 叶姓亲密地 抚摸了一遍开天府 开天府叫着顺口 随后叶姓碧姆明斯 劈开混沌一幅的大道气息 从他体内冲了出来 紧接住 叶姓的脑海中 幻想出了盘组 劈开混沌的画面 仿造他恢复的大道 诡计出幅 第一是 劈天 叶姓劈出了第一幅 整个盘组灵 决裂震荡起来 第二是 开天 叶姓劈出了第二幅 死机的黑暗空间 居然崩坏了一大片 第三是 破天 叶姓劈出了第三幅 庞幅是当初盘组 劈开混沌一样的威士 轰隆隆 整个盘组灵 居然开始塌陷了 威力大到了超过 叶姓想象的境地 恐怖如斯 好强的开天三世 让我的战斗力 提高了数个层次 而且 还能够爆发出 最强的大道法则力量 如果当日 我会这开天三世 那魔祖罗侯天煞 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叶姓对自己创造的 开天三世 做出了评价 大道法则 强于天道法则 神魔天界 恐怕也只有盘组 领悟了大道法则 如果 不是世界规则的限制 恐怖盘组 已经突破世界神 达到了更高深 莫测的境界 他披向混沌的目的 自然是想冲出这片天地 达到更高级的位面 这样 盘组的实力 才会有继续进步的可能 可惜 最后他还是失败 陨落了 领悟了大道神通 开天三世 幻化出 以盘府为模型的开天府 秀为提升到 半部世界神 叶姓此时的实力 提高了数倍 魔祖 我倒要看看 接下来是谁死谁亡 叶姓冷冷地说 实力大增 他非常有信心 那怕罗侯天煞恢复到巅峰状态 依然会劈死他 盘祖大神 你已经陨落 但你的威名不应该长眠于此 我 有一子 天赋绝世 我想让你的尸体与他融合 让他继承你大道的衣钵 还请盘祖大神成全 叶姓对住盘祖的尸体 弓声说 盘祖的尸体 彭扶听懂的叶姓的话 自动飘到了叶姓的身前 叶姓大喜 将盘祖的尸体收进了太空戒指 如果盘祖不同意 以叶姓的实力 是无法收走他的尸体 至于为什么 自己不恋化盘祖的尸体 与盘祖的尸体合而为一 瞬间就能够成为世界神 是因为叶姓想走自己的道 成为世界神 他不想继承盘祖大道的衣钵 他要走出比盘祖大道 还要强的大道 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魔双修者 当然不甘心继承别人的大道 放弃自己的大道 轰隆隆 叶姓刚收走盘祖的尸体 整个盘祖灵剧烈震荡了起来 空间开始一层又一层的崩碎 整个盘祖灵 早已经被叶姓的开天三十破碎 现在 没有盘祖的尸体镇压 瞬间就开始塌陷开来 叶姓立刻化为一道流光 冲出了盘祖灵 叶姓这一离开 便是五年 两年被盘祖的大道法则禁锢 陷入了无尽黑暗 没有感知的世界 三年顿悟开天三世 修为提升至半部世界神 此时 叶姓回到了学宫 这时候 他才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整个学宫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所有人充满了警戒 啊 到盗祖回来了 盗祖消失五年回来了 有巡逻的学宫弟子 发现了叶姓的身影 高兴的大声叫喊了起来 经过五年前的招生 学宫的弟子人生达到了十万之巨 都是修炼一道的天才人物 随即 兵礼祖神 天魔王 孙悟空等人 飞到了叶姓的身边 道主 你终于回来 师父 俺老孙想死你了 两人一猴 激动一场 同时 大大松了口气 不管遇见灾大的麻烦 只要有盗祖作证 感觉所有的问题 瞬间就解决了 忽然 他们心中大惊小怪 盗祖给他们的感觉 似乎和以前不一样 盗祖又变强了许多 两人一猴 都祖神境巅峰的强者 感知力自然非常强大 即使叶姓收敛气息站在那里 他们都感觉到心迹 让灵魂颤抖 这 盗祖现在强大到了 什么样可怕的境界 两人一猴心中震撼了几点 嗯 这次去盘祖林一趟 花了五年的时间 叶姓点了点头说 什么 盗祖你去盘祖林 兵里祖神和天魔王震惊无比 目瞪口呆 盘祖林号称世界第一凶险之地 连世界神都不敢闯入 盗祖他不但闯入了 还成功回来了 而实力大增 看来在盘祖林获得了不小的收获 盗祖果然是个传奇人物 连盘祖林这种凶险至极的地方 都限制不了他 为何学宫的气氛如此紧张起来 叶姓疑惑地问 还不是魔界的一群人 现在驻扎在天南城 又要攻击我们祭下学宫 兵里祖神冷冷地说 随即 他将叶姓走了之后 发生的事情讲述给了叶姓听 五年以来 魔界平级住罗侯天煞的威势 打得神界的人节节败退 而神界的领袖神庭 居然像缩头乌龟一样 龟缩在神庭中 不敢出来与魔界对抗 失去了神庭的领导 神界自然不是魔界的对手 被疯狂杀戮 地盘被魔界一步步蚕食 魔界声势达到了巅峰 近期 在圣魔帝的带领下 魔界集合了近百名祖神 上万名古神 数百万魔界大军 准备攻打祭下学宫 面对来势汹汹的魔界大军 加上叶姓这个祭下学宫的 定海神针消失了五年 学宫的弟子们 自然紧张害怕起来 哼 今日就和魔界算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叶姓脸色一寒 消失在虚空中了 瞬间 叶姓的身影出现在了天南城上空 此时 整个天南城的居民都被魔界大军屠杀光了 这里成为了魔界大军的临时大本营 什么人敢闯入我魔界大军大本营了 这时候 巡逻的魔军发现了叶姓 叶姓 叶姓淡淡地说 啊 他是盗祖 这些天神镜 真神镜的魔军们 被吓得半死 盗祖的恐怖威名 早已经深入人心了 盗祖叶姓杀来了 他杀来了 快快组织防御 他们连忙大叫道 瞬间 无数道魔器森的身影 冲上了天空 叶姓 你消失五年回来了 圣魔帝脸色阴沉地说 我不在 你们这群跳梁小丑又崩腾了起来 叶姓冷冷一笑 既然你来了 就不要走了 万魔大震起 圣魔帝大喝道 瞬间 所有的祖魔 古魔 都行动了 将自己磅礴的魔力 注入大震中 万魔大震 是罗侯天煞 教给他们的绝世凶震 由一万名强大祖魔 和古魔组成 威力惊人 阵法组成完毕 万魔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在天空上凝聚 形成一尊巨大魔影 后 魔器森然 魔鹰阵势 万魔组成的巨大魔影 向叶姓汹涌杀去 叶姓一声冷哼 一掌拍了过去 半步世界神的力量喷涌而出 夹杂住盘组的大道法则 整个虚空崩碎了一大片 轰隆隆 叶姓的巨掌拍落下 巨大魔影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直接被拍碎 紧接住 组成大阵的万魔 被叶姓拍得坠落掉入大地 发出凄惨的叫声 下面的大地 被砸得完全崩碎了 巨大的裂痕蔓延数万公里 保命能力强的 还能够苟延残喘 保命能力弱的 当场毕命 死在了叶姓的一掌之下 还活着的魔戒之人 惊恐地看向叶姓 简直不敢相信 叶姓他的实力 又提升了到一个 深不可测的境地 万魔大阵 就这样被他一掌拍碎了 难以置信 本来以为有万魔大阵 能够和叶姓抗衡 没想到 到头来 还是被他一掌碾压 不仅破了大阵 还打死了一半以上的古魔 连祖魔也死了好几位 本地不服 凭什么叶姓这个 只修炼了千年的小辈 将我们众多混沌 远古大魔 碾压得无法反抗 圣魔帝脸色惨淡 疯狂地吼叫道 他绝望地发现 他们与叶姓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了 他们可是活了上千万年的 绝世大魔啊 就这样被碾压的台 不起头来 为什么事件会出现一个如此可怕的天才 和他活在同一个时代 是最不幸的事 带我去找罗侯天煞 叶姓冷冷对住圣魔帝说 是时候解决罗侯天煞这个威胁了 你大言不惭 居然敢主动去找魔祖大人送死 圣魔殿冷笑道 对 自己魔界还没办 还有伟大的魔祖大人 拍 叶姓一巴掌将圣魔帝拍得半死 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是完整的地方 血肉模糊 烟红的血 不断往外滴答 你费什么话 要你带我去找罗侯天煞 就立刻带我去 叶姓冷漠地说 你既然要找死 本帝就带你去 圣魔帝忍住伤痛 愤怒地吼道 自己堂堂魔界第二号人物 居然被人如此虐打 可惜 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心中的气愤之情 可想而知 轰 临走前 为了以防万一 保护记下学功安全 叶姓对整个天南城 拍出了一掌 整个天南城瞬间变成了废墟 无数凄惨的叫声 在虚空中荡漾 你 圣魔帝双目通红地看住叶姓 叶姓这一巴掌 将数百万魔军拍死了一大半 这可都是他魔界的精兵强将啊 圣魔帝心痛得要死 不要废话了 赶快带我去找罗侯天煞 圣魔帝还想说什么 但看着叶姓伶俐的眼神 将话给憋回去了 他不想再被揍了 乖乖帝带住叶姓去找罗侯天煞 羞羞 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一片哀嚎痛苦的魔界之人 魔域 幽煞魔海之盼 修建有一座巨大魔宫 魔宫中 有着属之不尽的威恶宫殿 正是圣魔殿总部 此时 其中一座宫殿中 有一方巨大血池 腥臭扑鼻 透发着恐怖的血光 而血池的四周 则是一具具前别的修神者尸体 恐怖阴沉到极点 罗侯天煞泡在血池之中 不断吸取着血池中的能量 恢复自己的状态 没想到那小子来了圣魔殿 可惜还没恢复到巅峰状态 叶姓刚来到圣魔殿 便被罗侯天煞感应到了 不过 已经恢复了三层他的实力 足可以杀死掉这小子 五年前一战 最虚弱的罗侯天煞 不过才只有巅峰时期的一层实力 现在有了三层巅峰实力 在他认知之中 足可以杀死叶姓 后 罗侯天煞发出一声 魔微森然的魔吼 变化成了九丈高的战斗状态 然后飞了出去 毫无征兆 刚刚飞来的罗侯天煞 二话不说 手中的是神枪 直接刺向了叶姓 轰隆隆 可怕的魔微 震得虚空不断颤抖起来 罗侯天煞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叶姓冷冷说 开天斧瞬间出现在了他手中 一斧劈向了罗侯天煞 轰隆隆 罗侯天煞 竟然被叶姓一斧 震飞了出去 而他站在原来 纹丝不动 差距瞬间就看出来了 什么 你 你手中的巨斧 竟然是盘祖 劈开混沌的盘斧 盘斧 不是已经被世界 规则击碎了吗 罗侯天煞 惊乐到了极点 不敢置信地看出叶姓手中的巨斧 这可是劈天凶器啊 威力巨大无比 万万没想到 出现在叶姓手中 今天我就用手中的巨斧 将你这个万魔之族斩杀 叶姓凌厉地说 浑身的气势开始不断攀升 罗侯天煞这个威胁 今天必须死 否则他寝室难安 他不怕 不代表他的亲朋好友 不怕这个魔头 笑话 就算你有盘斧在手 也不可能消灭 本作的不灭魔体 罗侯天煞冷冷地说 叶姓不再废话 再次神魔合一 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神魔融为一体的极致力量 顿时 手中的巨斧 被神魔图覆盖 让开天府的威势 变得更加强盛 罗侯天煞 死 叶姓大喝一声 劈天 老海中 盘祖劈开混沌的景象 再次浮现 那股神奇玄妙的 大道轨迹在现 轰隆隆 劈天一浮出 方圆数十万公里的虚空 瞬间崩塌 啊 不断有惨叫声音响起 这是盘祖开天大道法则的力量 将附近所有生灵的灵魂 瞬间撕裂 发出痛苦无比的惨叫 就连圣魔帝 这位祖神极致的强者 都抱头在地 痛苦的惨叫住 盘祖开天的大道法则 为是太恐怖了 看见这一府的人 必定灵魂被撕裂的痛苦 秀为较低者 自己灵魂被撕碎 瞬间陨落 不好 这小子使出了盘祖劈开混沌那一幅 这是蕴含大道法则的恐怖大道神通 罗侯天煞脸色大变 震撼无比 在盘祖面前 他连屁的都算不上 再次看见那劈开混沌的一幅 让这位万魔之祖吓得肝胆剧烈 他永远望不济 在混沌之中见到的可怕一幕 头 万魔之祖罗侯天煞 终于想起这个字了 盘祖死后 他以为自己再也用不到这个字 没想到 今天又又想起了 So 他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 他跑得快 巨斧落得也更快 轰隆隆 第一是 劈天落下 天崩地裂 万物归属 整个天地都颤抖起来 扑斥 劈天一府蕴含的恐怖大道法则之力 在罗侯天煞的惊恐之色 呼啸劈开他的不灭魔体 这一次 罗侯天煞没有人任何复原的机会 他的身躯 被开天府劈开之后 像雪花一样消融了 化为了积粉 这一幕 让圣魔帝和圣魔殿中还存活的大魔 胆汁都吓出来了 死了 伟大的魔祖 就这样死了 魔祖罗侯天煞啊 这可是他们魔界有史以来最强的存在 连西祖 蛙祖 荒祖 荒祖三人连手都杀不死 只能封印的大魔 就这样毕命啊 圣魔帝和其余大魔们 感觉自己的内心在此刻崩塌了 如果巅峰时期的罗侯天煞 叶信自然无法将其斩杀 可惜 罗侯天煞只恢复了三层的状态 远远没到巅峰状态 这叶信也太强大了吧 他居然斩杀了罗侯天煞 远处观战的智行祖神和八级战神 震撼不已 叶信才修炼千年啊 竟展露出斩杀魔祖罗侯天煞的恐怖实力 没想到叶信的气运如此之好 不仅获得了盘府 还学会了盘祖劈开混沌的大道神通 天地脸色阴沉 除掉叶信的计划再次落空 他心中非常气恼 为什么每次找机会杀叶信的时候 都会被他转位为安 而且越是针对他 他的实力越提升的越快 天命之子 世界主角 天地不由想到了这些可怕的字眼 我们赶紧离开 免得被叶信发现 到时候就跑不了 天地说 如果真被叶信发现了 连魔祖都跑不了 他们还有资格逃跑 羞羞羞 天地三人连忙离开了 批死罗侯天煞之后 叶信并没心慈手软 再次批出了一幅 在圣魔殿众人一片惊恐之中 被批成了粉碎 叶信并不是试杀之人 但 已经成为了敌人 就不能够手下留情 这是叶信穿越而来之后 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 随即 叶信也离开了魔狱 并返回了季下学宫 盗祖 你 你真杀了罗侯天煞 鸿蒙神殿中 兵里祖神和天魔王 一脸惊恶地看住叶信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罗侯天煞就这样死了 这可是世界神啊 万魔之祖 罗侯天煞确实被我衣服劈死了 叶信淡一点了 庞弗 批死罗侯天煞 不算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道主 我越来越佩服你 天魔王赞叹道 道主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最伟大的封碑存在 他们这些人 只有鼎礼膜拜他的份 俺老孙以后 也要像师父那样厉害 听说师父杀了魔祖 悟空此时热血沸腾 猴生当如师父这样牛逼 斩杀罗侯天煞 踏平圣魔殿的消息 不久后 传遍了整个天下 整个九天十地都沸腾了起来 道主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以非世界神的修为 居然斩杀了世界神的魔祖 道主真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吗 天下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至此 道主和纪下学宫的威望达到了极致 想要加入纪下学宫的绝世天才们 变得越来越多 天下人 都已能成为纪下学宫弟子的身份 感到骄傲 道主也成为天下众多年轻人 无比崇拜的偶像 所有人顶礼膜拜的封碑 而叶信本人 则悠闲地开始教导弟子和女儿孙子 盘族的尸体 暂时还没交给自己的儿子叶玄 他的境界还是太低了 无法炼化盘族的尸体 和他合而为一 至于从罗侯天煞手中夺得的是神枪 他准备传给修炼舍身成魔大法的江默然 叶信打算将他培养成 新一代的万魔之祖 十年之后 某一天 神魔天界中部 世间最高的天尊山 剧烈震动了起来 整座巨大的山脉被七彩霞光笼罩 震惊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都明白了 世界规则降下 能让众多神魔成为世界神的世界本源 快要出世了 然后 大征之士降临 整个世界进入高速发展状态 大征之士的天地灵气浓度 将变得异常浓郁 修炼瓶颈 领悟法则的难度 也会大幅降低 全世界的生灵 将迎来修为日行千里的时代 这就是所谓的大征之士 所有圣灵的修炼速度将会大大增加 天才横出 强者如灵 为了争夺各种资源 机缘 地盘 各种战争将会四处爆发 想要成为大征之士的胜利者 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大征之士的开启 是当初域外势力入侵 让整个世界强者锐减 也让世界规则感到了万来入侵的威胁 于是 透过这种方法 培养世界内的高手 哈哈哈哈 七团世界本源终于要出世了 望着天尊山霞光冲天 天地兴奋地大笑了起来 陛下 我们什么时候上天尊山 抢夺世界本源了 八级战神问 当然是越先越好 天地笑道 这七团世界本源 每一团可不一样 如果能够等到第一团世界本源 将成为最强的世界神 如果得到第二 三 四团世界本源 将成为第二梯段强的世界神 得到剩下三团世界本源 则只能成为第三梯队强的世界神 本地释放罗侯天煞出来 就是想他让杀掉叶杏 叶杏 是本地得到第一团世界本源 最大的威胁 天地沉生说 虽然每个人只能出手 夺一团世界本源 但如果无法拿下第一团 他永远都要被叶杏压一头 不过 天地却不知道 叶杏从来没有想过 要成为世界规则的傀儡 急助他降下的世界本源 成为世界神 陛下 那你不怕罗侯天煞出手抢夺吗 八级战神疑惑地问 世界规则降下世界本源 是为了让人成为世界神 罗侯天煞已经是世界神 自然失去了争夺的资格 如果他敢强行出手 争夺世界本源 世界规则就会对他出手 天地解释 就是因为这层规则 他才敢释放罗侯天煞出来 可惜 罗侯天煞这个废物 还是没有拿下叶杏 反而被他杀掉了 那怎么办 有叶杏在 我们根本没办法夺取 第一团世界本源 只有成为最强世界神 他们才有对抗叶杏的资格 还有一丝希望 天地沉吟 什么希望 两人不解地看向天地 考验叶杏对秘飞的重视程度 当初秘飞这个贱货 在神庭中处处维护叶杏 恐怕叶杏当年能够逃出神庭 也是他在暗中搞鬼 希望 叶杏能念及旧情 前去神庭救他 为我们争取到一些时间 天地说 智行祖神 你等世界本源降下的时候 你立即现身 记下学功 告诉叶杏 秘飞即将被处死 如果他很重视沈飞的话 就会去救他 给本帝创造夺下 第一团世界本源的机会 只要本帝炼化了 第一团世界本源 就将不再怕叶杏 我们也不必在四处躲藏了 天地对助智行祖神 吩咐道 炼化了第一团世界本源 他将成为最强的世界神 相较于巅峰时期的 罗侯天煞 也不会差 到时候 就不用再怕叶杏 虽然叶杏杀了罗侯天煞 但天地对他并不觉得 他强大到了不可敌的地步 毕竟罗侯天煞的实力 相较于巅峰时期 还相差很远 天地 这 智行祖神脸色一变 让自己去传消息 不是让自己送死吗 天地安慰道 你不用害怕 相信叶杏不会有失身份 杀你这个传信的人 智行祖神一脸难受 也只能这样了 记下学功 鸿蒙神殿 世界本源快出世了 你们两个决定好了吗 是要靠世界本源成为世界神 还是透过自己修炼 叶杏对住宾离祖神和天魔王问道 至于孙悟空 叶杏直接帮他做决定 不会让他透过世界本源成为世界神 自己的弟子 必须靠自己修炼成为世界神 而不是成为傀儡 宾离祖神和天魔王陷入了沉思中 似乎有些难以抉择 透过世界本源 炼化之后就能够成为世界神 这种诱惑很难抵挡呀 既然道祖决定靠自己的成为世界神 我们两人愿意追随道祖的步伐 靠自己的能力 不过 最终两人还是咬牙决定 追随叶杏的步伐 嗯 叶杏微笑地点了点头 显然 对于两人的选择很高兴 如果选择世界本源 那么他们就到达了修为终点 而叶杏手中掌握着两颗神珠 他有信心飞升更高级的位面 选择世界本源 将无法跟上自己的步伐 轰隆隆 又过了数月 天尊山再次剧烈震荡 世界本源快出世了 叶杏也准备出手夺取下一团世界本源 毕竟 这是自己答应了荒帝的承诺 就在这时候 智行祖神现身记下学功了 智行祖神 你敢现身我记下学功 叶杏冷冷说 对于这个天地的走狗 心中极其嫌恶 在神庭中时 他不少难为自己 第115章 你敢来记下学功 不怕我杀了你这个狗东西吗 叶杏冷冷看住智行祖神 万万没想到 这贪生怕死的狗东西 敢跑来记下学功来找自己 被叶杏凌厉的眼睛一钉 智行祖神吓得浑身发抖 脸色惨白 原魔祖都能够杀掉 这九天十地之中 还有谁不畏惧盗祖 他本来就知道 这不是一次好任务 但天地命令下来了 他又无法拒绝 只能硬住头皮来 此时 只能想办法 让盗祖没理由杀自己了 盗祖 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冒死来给你送消息啊 突然灵机一动 智行祖神一脸激动 高兴地说 什么消息 叶杏眉头微皱 这狗东西 又要耍什么阴谋 不过 叶杏倒不怕耍阴谋 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 天后娘娘被天地囚禁 不久后就要被处斩 我也是神厅的老臣子 曾经得到过 西祖和蛙祖的栽培 又怎能亲眼看着天后死了 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违背天地的旨意 来找道祖 你去救天后啊 道祖 当初在神厅中 天后可是很照顾你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只要你救出天后 我智行今后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智行祖神一脸伤痛 跪在地上祈求夜信道 集中生智 他想到了这个办法 自己可是瞒着天地来向你道祖报信 去救天后娘娘 总不能杀自己吧 要把自己伪装成忠臣 有情有义 不愿意看天后死的人 对于这个办法 他自信满满 道祖不会杀他 然而 结果却出乎他所料 狗东西 你还想骗我 你什么德行 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对天地那么忠心 又怎么可能违背他的意思 跑来给我报信 更不巧 世界本源即将降临 你偏偏这个时候来报信 不就是想引开我 让你们有机会夺下世界本源吗 叶杏冷冷地笑道 如果不是对志行太了解了 叶杏可能真相信他了 韶家一推测 就知道这狗东西的用意了 道祖 我志行的忠心和情意 天地可见 如果你不相信我 就请杀了我吧 老陈也对得起西祖 蛙祖和天后娘娘了 死而无怨 志行祖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其实心里慌的一批 没想到道祖如此聪慧 猜中了他们用意 但这场戏必须演下去 才有活命的机会 好 我就成全你的大义 叶杏没有再废话 一掌拍向志行道祖 见叶杏出手了 此时贪生怕死的志行道祖 彻底慌乱了 脸上露出了无尽惊恐之色 剧本不对啊 自己的演技毫无破绽啊 他怎么都没有料到 叶杏二话不说 直接出手了 道祖饶命 不要杀我 我错了 志行道祖连忙跪在地上 求饶道 你不是大义凛然吗 现在怎么样开始求饶了 狗东西 你以为不了解你吗 还敢在我面前演戏 找死 叶杏没有任何客气 一掌拍死了志行祖神 不但因为他是天地的走狗 还因为曾经叶杏被他欺负过 有仇不报非君子 志行道祖一脸不甘心地 被叶杏拍成了粉碎 早知道道祖对自己杀心如此之重 宁愿违背天地的旨意 也不会前来 可惜 没有后悔要 你们先赶去天尊山 我去神庭救天后 叶杏沉声吩咐道 天后对他有恩 是他最敬重的人 那怕明知是阳谋 他也不得不前去救他 叶杏做事的原则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是 道祖师父 兵离祖神 天魔王 悟空点头道 随即 叶杏便消失在了原地 神域 天空浮岛 因为某种伟丽的存在 整个巨大的岛屿 悬浮在了高空中 而神界之手神庭 正修建在天空浮岛上 神庭由西祖和蛙祖 共同创建 并且在上面布下了 周天星斗大阵 西祖是阵法大家 非常擅长阵法 周天星斗大阵 也称为九天十地第一大阵 号称 世界神都无法破掉的大阵 Soul 叶杏的身影 出现在了东方大门前 天空浮岛上 云雾缭绕 灵气充沛 整座天宫神殿 被子青色光芒笼罩保护起来 四周有108颗 形似星辰的圆球 释放出恐怖的能量 围绕着天空神殿 以神秘的轨迹旋转运动 这正是周天星斗大阵 什么人 站住 这时候 守门的神将立刻道 那 是战神将军 战神将军来了 守门神将 第一时间认出了叶杏 背下的连连后退了十多步 他们曾经是叶杏手下的士兵 是我 叶杏淡淡地点头盗 你们曾经也是算是我的手下的兵 让开一条路吧 我不想取你们的命 神庭战神 也是兵马大元帅 掌握着整个神庭的所有军队 战神将军 我们职责所在 数难从命 私存片刻之后 守门神将拒绝了叶杏 既然如此 我就不必手下留情了 叶杏脸色一冷 一掌拍打过去 轰 啊 守门的神将和士兵们 全部被拍飞了出去 浑身骨头尽数被打碎 这还叶杏手下留情了 末将拜见战神将军 这时候 一位身穿黄金战甲的将军 出现在了东大门 神武将军 战神之下的四大将军之一 神武将军 你可知道天后被囚禁 要被天地处死 叶杏淡淡地说 末 末将知道 神武将军惭愧地低下了头 天后宅心人后 对尔等多有大恩和照顾 为何明知他被囚困 要被处死 还要阻止我了 叶杏冷冷地责问 神庭 果真是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除了天后 整个神庭 根本没有他值得留念的地方 我要救人 你们拦不住我的 如果你还念及当日的情分 就打开大门 放我进去 就天后吧 没有天地的旨意 战神将军 我们无法放你进去 神武将军咬了咬牙 决定选择与叶杏对抗 你们拦不住我的 只会平天死亡 叶杏淡默地说 秀 开天府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开启周天星斗大阵防御状态 神武将军喝道 战神将军 周天星斗大阵 乃九天十地第一大阵 你虽然杀了罗侯天煞 实力世间无敌 但也绝不可能破得了 神武将军冷冽地说 叶杏冷漠地说 何必多说 我要救天后的决心 没有人能够阻拦 当我折死 叶杏的双眸 突然变得凌厉可怕起来 天后是他最敬重的人 他即使粉身碎骨 也要救他 轰 叶杏可怕的神魔气息 同时爆发出来 一念神魔 神魔合一 叶杏再次使出 神魔合一的恐怖力量 注入开天府中 劈天 叶杏将开天府高高举起 一幅劈向周天星斗大阵 轰隆隆 整个天空浮导剧烈震动了起来 这 战神将军的实力 也太可怕了 神武将军被吓得脸色煞白 这一幅 差点让他灵魂破碎 开天 一幅没有破掉周天星斗大阵 叶杏继续使出了第二式 带着大道法则伟岸之力的一幅 劈穿了紫青色的光照 哗啦的清脆声响 只见光照破碎 108颗圆球坠落 周天星斗大阵 被叶杏破掉 轰隆隆 巨斧恐怖力量的渔波 摧毁了小半个天空神殿 大量神庭的人 惨死在了恐怖渔波之下 斩杀罗侯天煞 叶杏也只用了第一式批天 没想到 破周天星斗大阵 必须用出第二式 其实周天星斗大阵更强 不过 主持大阵的人太垃圾了 如果让西祖和蛙祖来主持大阵 恐怕要达到盘祖那样的实力 才能够破阵 神武将军一脸煞白 大阵被破 他知道没有人再拦得住战神将军 叶杏没有理会众人 根据神念感知 直接往天池而去 天后 我来救你了 叶杏的身影 凭空凝聚在天池中 叶杏 你怎么来了 天后一阵惊恶 没想到叶杏居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外面可是周天星斗大阵 天后 你 这时候 叶杏鼓大住眼睛 不敢相信 天后的头发变得雪白 娇嫩的肌肉变得枯瘦 浅扁 如同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一样 为了释放罗侯天煞 天帝抽走了我大量的精血 伤及了根本 天后低头解释 天帝 不将你挫骨扬灰 我叶杏是不为人 看住如此凄惨模样的天后 叶杏愤怒到了极点 天后 我现在救救你出去 天帝的封镜 对叶杏来说 破掉太简单了 随手拍碎封镜光照之后 叶杏一个纵身来到了荷叶上 不要再叫我天后 我已经和天帝没有任何关系 叫我蜜飞就行了 天后冷然地说 天帝将她封印 抽走精血 两人已经恩断一绝 蜜飞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你吗 蜜飞伤及了本源 如果再不救她 可能就会相消欲损 她只能问见多识广的蜜飞 是有一种办法 蜜飞的声音越来越小 脸蛋居然羞红了起来 这是我父亲和母亲 留下来的修炼方法 七彩霞光 笼罩天地 浩荡之威 神魔巨害 只见一座抬头望不见尽头的 巨大山脉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正是神魔天界第一高山 天尊山 整座山脉极大 蔓延数百万公里 浩荡巍峨 直插天穷 轰隆隆 忽然 整座巨山剧烈摇动了起来 一团被七彩霞光包裹住的圆球 从巨山中射了出来 散发着恐怖的威势 让虚空震荡起来 这时候 无数神魔仰望天空 看向了七彩光球 哈哈 第一团世界本源降临了 冲啊 我要成为世界神 祖神 祖魔们 欢乐兴奋地跳了起来 成为世界神的机会到了 他们皆都疯狂地起来 极快速度飞向七彩光球 那些古神 古魔们 根本不敢前来争夺 只能在远处眼馋地看住 光一大群祖神释放出来的气势 就可以碾碎他们 又怎么可能去争夺 轰轰轰 第一团世界本源降临 所有的古神 古魔都着魔了一样 疯狂起来 在天空中爆发了惊世大战 甚至有不甘心的妖帝们 从蟒荒中偷跑了出来 加入了争夺大战 七彩光球附近的虚空 成为了浩大的战场 为了争夺成为世界神的机缘 所有人都使出了吃奶的劲战斗 只有杀出一条血路 才有机会争下机缘 嘿嘿 兵里祖神 天魔王 荒帝 该俺们上场了 见天空中 已经乱战成了一团 好战的悟空 早就心仰难耐了 好 我们这就上场 荒帝激动的吼道 身体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兵里祖神三人 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成为世界神 因此 这世界本源 自然是为他而争的 就在三人一猴 正准备登场争夺的时候 这时候 虚空撕裂 一道可怕的气势 笼罩全场 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是天帝 是天帝来了 大家脸色一变 齐齐看看虚空裂缝 只见天帝带着八级战神 走了出来 叶姓没来 圣魔帝死了 天尊山上 本帝即是最强的存在 这第一团世界本源 当属本帝 天帝浩荡的声音 响彻了全场 天帝老儿 你少在这里狂妄 俺老孙的师父 如果在这里 打得你来 连妈都不认识 看住狂妄无比的天帝 悟空气的抓耳饶腮 叶姓没来 本帝自然是最强的 何来狂妄 天帝淡淡笑道 老虎不在 猴子自然能够称呼大王 你baby 用自己的妻子当诱饵 引走了道祖 兵里祖神愤怒地骂道 baby 能够成为世间最强者 别说一个名义上的妻子 就算亲生父母 亦可杀 天帝冷漠地说 有些人 为了心中所爱 可以牺牲自己 而有些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牺牲掉至亲 天帝 显然是个无情无义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狠人 气死俺老孙了 看住如此狂傲的天帝 悟空暴怒 挥动手中又粗又大的棍子 直接砸向天帝 只见天帝不急不慢 伸出了一根中指 携带着鬼秘的诡计之力 当 中指和棍子对碰在一起 悟空竟然被震飞了出去 撞碎了大片虚空 猴身崩裂 大量的猴血喷出 什么 天帝这老孙子 居然隐藏了实力 被震飞出去受伤的悟空 震惊地看住天帝 虽然他不是天帝的对手 但也不至于 被他如此轻描淡写的一招击败受伤了 而且 他使出的攻击非常诡异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天帝的恐怖实力 震撼了全场 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天帝原来强大的如此可怕 虽然不如盗族 但比之众人强大太多了 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不是天帝的对手 想要获得世界本源成为世界神 就必须联手起来 对付天帝 兵离祖神对住四周近迁祖神 祖魔 妖帝喝道 这时候 所有人停止了大战 齐齐看向天帝 兵离 你还是那么聪明 就是因为你太聪明了 对本帝也没有绝对的忠心 当初自然容不下你 天帝淡然说 八级战神 拦住那群祖神 祖魔 妖帝 本帝夺取第一团世界本源之后 再来助你一起走 天帝吩咐道 是 八级战神应道 然后浑身气势提升到了极致 杀向一群人 他只需要抵挡片刻 给天帝制造机会就行了 轰 这时天帝出手 飞上高空 一掌拍退了七彩光球附近的 十多位祖神 祖魔 他此时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之前的两倍 没有了阻碍 天帝伸出巨手 抓向七彩光球 然后 将七彩光球收入了囊中 随即 根本不再看八级战神一眼 自己一人顿入虚空逃走了 以天帝恐怖的实力 他要走 所有人联手起来 都不可能拦下他 正在抵挡众多祖神 祖魔 妖帝的八级战神 傻眼了 一脸猛逼 天帝就这样走了 他还没上车跟住走 这时候 他意识到了 他被天帝抛弃了 成为了棋子 天帝 你 被天帝抛弃 八级战神愤怒地咆哮到 他虽然很强 但面对如此多的祖神 祖魔进攻 还有兵力祖神 天魔王 齐天大圣 这样祖神巅峰 他那里是对手 连逃命的机会 都不可能有 可恶 天帝居然抢走了 第一团世界本源 此时 愤怒的祖神祖魔们 将所有的怨气 发泄在了八级战神的身上 八级战神在不甘心之中 被撕裂成了粉碎 他效忠了一辈子的天帝 居然就这样抛弃了他 他恨啊 轰隆隆 天帝夺走第一团世界本源 没多久后 这时候 直接又喷出了三团世界本源 第二波成为世界神的机缘出现了 所有神魔和妖帝的眼睛 都通红起来 世界神啊 没有一个神魔不想成为世界神 冲啊 我的 是我的 谁敢和本祖争 就杀了谁 狂妄 应该是本地的 一下出现了三团世界本源 争夺变得比刚才更加激烈起来 厮杀变得更加残酷起来 无数的神魔 妖帝们 眼睛都杀红了 此刻他们的心中 只有那漂浮在空中的七彩光球 各种恐怖的神通 在虚空中不断爆炸 我们也出手吧 天魔王露出了嗜血的笑容 想当初 他也是个非常嗜血好杀的大魔头 被叶星收成之后 变得收敛了许多 不过 刻印在了骨子里的嗜血 岂能消除 随即化为一道血影 魔微阵势 冲上了天空 荒帝 我们三个替你拦住那些神魔 你去夺下一团世界本源 兵力祖神说 他们此行前来 就是为了帮助荒帝 完成道祖的承诺 没问题 你们能够挡住绝大部分神魔 其余几个神魔 绝不是我对手 荒帝信心满满地说 再怎么说 他也是仅次于天帝和圣魔帝的祖神强者 荒祖的儿子 一般祖神祖魔 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嘿嘿 俺老孙先上了 帮你扫开那群神魔 祝你夺下世界本源 虽然刚刚被天帝锁伤的伤势还没有恢复 但悟空却毫不在意 战意冲天 手中的又粗又大又黑的棍子 瞬间变得更大更粗 如同晴天巨著 直插虚空 吼 悟空发出一声利吼 轰 天地崩碎 一座如山的巨大恐怖黑色身影 顿时降临时间 悟空画出了本体 巨大的混式魔源 巨大的手掌 握住巨大的棍子 刷 横扫千军 向其中一团世界本源附近的神魔扫去 可怕的力量 让这些神魔们脸色一变 急忙后退 可恶 学宫的齐天大圣出手了 兵里祖神和天魔王也出手了 怎么办 学宫的人出手了 我们要不要上 有些神魔畏惧地说道 虽然道祖没有来 但毕竟道祖早就成为一座巨山 压在所有人的心头上 自然 对记下学宫充满了畏惧 他们也怕道祖找他们秋后算账 哼 成为世界神的机缘就在眼下 岂能放弃 就算学宫的人出手 我们也要争夺 有神魔咬了咬牙 狠声说道 世界神的机缘在这里 让他们杀父母都愿意 更别说怕学宫的人了 杀 无数神魔 妖帝杀了过来 荒帝 该你出手了 要快 兵里祖神筑极地说 毕竟 他们三个也挡不住这些神魔多久 知道了 荒帝化作一道流光 冲向了天空上的七彩光球 众多神魔急了 想要冲上去 但这时候 兵里祖神 天魔王和悟空 出手拦下了他们 世界本源 是本地的 滚开 绝大部分神魔被悟空扫开 但还是有数名神魔 在七彩光球的身边争夺 荒帝脸色一寒 手中的神剑爆发绝世剑光 斩了过去 斩断万古 荒族的绝学 这数名神魔 那里是荒帝的对手 连忙躲避剑光 闪避开来 荒帝趁机 将手掌叹了过去 破开法则光照 将世界本源收入囊中 走 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见荒帝得手 兵里祖神连忙说道 除非有盗祖那些恐怖的实力 不然 谁手中世界本源 都会成为被疯狂攻击的对象 没有人能够挡住疯狂的神魔们 随后 三人一猴 连忙离开了天尊山 轰轰 这时候 巨大 直插天穷的天尊山 又震动了起来 最后三团世界本源喷了出来 所有的世界本源 全部喷发了出来 杀啊 所有的神魔和妖帝们 都疯狂了起来 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 拼命厮杀争夺 一时间 不少交落的神魔 已经陨落在了争夺大战中 幸好 天尊山有世界规则保护 不然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战下 整座天尊山 早已经被夷为平地 随着时间的推荐 世界本源终于被争抢光了 而没有夺下的神魔 疯了一样 四周寻找夺下世界本源的人追杀 想要从他的手中 夺回来 神庭 天尺 蜜飞 救你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看住有些害羞模样 声音越来越小的蜜飞 叶性这急地问道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都决定要救飞 如果没有蜜飞的保护 他叶性早就死在了天地的手中 那有他今日的成就 叶性不是傻子 看叶飞害羞的表情 难道让他 大恩不言谢 唯有以身相报 若真如此 叶性也会毫不犹豫 选择救蜜飞 在叶性火热急迫的注视下 蜜飞终于说 我父母创造了一门功法 名叫太上阴阳无极功 这是一种极为厉害的灵魂双修功法 需要一男一女配合 才能够修炼 可以透过阴阳之力疗伤 也可以提升灵魂力量 父亲能够成为最强的阵法大师 就是因为太上阴阳无极功 与母亲修炼 灵魂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每一个阵法大师 灵魂力量绝对比正常人强大很多 只有灵魂力量强大 才有可能成为很强阵法大师的可能 我被抽去了大量精血 伤了本源 如果有一个极为强大的男子 愿意和我一起灵魂双修 产生的阴阳之气 就能够恢复我的本源 显然 叶性就是那个极为强大的男子 九天十滴第一高手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他还强的男人了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修炼太上阴阳无极功 替你疗伤 恢复本源 叶性毫不犹豫地说 嗯 密非焦修地点了点 有些不敢看叶性的眼神 因为 灵魂交融双修 会产生那种快感 接下来 该怎么做了 叶性问 你伸出掌心 与我相对 两人盘坐在荷叶上 手心贴手心 我们开始吧 然后 密非将太上阴阳无极功法诀 透过神念传给了叶性 叶性 悟性极高 很快就通了窍门 然后运转功法 与密非灵魂双修 帮助其恢复本源 两人的体内 顿时暴射出了一道光芒 叶性为赤红色 那非为乳白色 赤红的光芒和乳白色的光芒 在天空之中交织 融为一体 然后 形成一道光照 将两人笼罩在了里面 突然 两人的灵魂 掉入了一处神秘的空间 如同在母亲子宫中的感觉 然后两人的灵魂 交融在了一起 这时候 密非才惊恶地发现 叶性的灵魂力量 居然如此可怕 在她的灵魂之力面前 她如果眺望一片 汪洋大海一般 看不见尽头 密非心中大喜 叶性 灵魂力量如此强大 和她一起修炼 太上阴阳无疾功 不仅可以快速恢复伤势 自己的灵魂力量 也可以快速提升 这门灵魂双修功法 对于灵魂力量落的一方 收益是最大的 之所以叶性灵魂力量 如此强大 一来有神猪 每日滋润她的灵魂 她的灵魂力量 每天都在不断增长 二来 可能是穿越者的缘故吧 让她灵魂 在穿过的过程中 发生了突变 而叶性感觉到 无比神奇 第一次感受到 灵魂交融的快感 嗯哼 密非发出了一声 娇羞的声音 这还是她第一次 有这种快感 虽然她和天帝是夫妻 但不知为何 天帝却不和她同房 连见面的时间也极少 她也没有在意 毕竟当初两人成婚的目的 只是为了稳定神庭 稳定神界 当日 西祖三人为了拯救神魔天界 牺牲自己 使出了毕生最强的阵法 将上街入侵者 封印在了天虚战场 西祖 蛙族陨落 神庭大量高手陨落 整个神庭和神界 为了争夺权力 开始动荡不安 密非选择了 嫁给了自己的师兄 让她成为天帝 成为神庭之主 稳定了整个神界 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让被来实力大减的神界 再次实力锐减 于是两人做了 数百万年的名义夫妻 和谢和谢 自己议会 自己议会 随着不断的交融 产生了大量先天阴阳之气 而且因为叶性 庞大灵魂力量的原因 产生的阴阳之气 更为磅礴 密非本源 以肉眼看见的速度 在恢复着 肌肤开始变得 越来越娇嫩水灵 脸色浅别的皱纹 开始消失 露出倾国倾城 美绝还宇的鲜容 雪白的头发 也开始变成一头青丝 叶性 可以了 我 我的伤势好了 密非颤抖的声音 传入了叶性的脑海中 因为 此时他如同一座 即将喷发的火山 他心中非常娇羞 想要阻止火山爆发之事 但 他还是失败了 轰隆隆 那股天地之力 一发不可收拾 巨大的火山 喷发出了浓厚的岩浆 这时候 密非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灵魂力量 居然提升了一个层次 嗯 我这就收工 听了密非的话 叶性开始收工 不知为何 当结束那种灵魂交融之后 密非心中居然有种不舍的感觉 密非 恭喜你恢复正常了 看住又恢复到美貌角色状态的密非 叶性高兴地笑道 这都是你 你的功劳 叶性 谢谢你了 密非突然感觉 自己看叶性的眼神 和之前有些不一样啊 虽然 这并不是XXO 但 太上阴阳无极灵魂交融之下 却是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那种高潮的感觉 看住叶性 就莫名其妙 有些羞意在心头 不知道天尊山那边 现在怎么样啊 突然 叶性有些担心的说 虽然兵离祖神等人很强 但毕竟前去争夺的神魔太多了 还有天地这个阴险小人 心中还是替他们的安全 有些担心 我们现在去看看吧 密非说随即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天池中 你们看 那边有打斗的气息 祖神 祖魔的气息不在少数 恐怖是抢夺世界本源吧 返回祭夏学宫的途中 兵离祖神指着东方向说道 荒帝夺下世界本源之后 便迫不及待一人返回了大荒城 准备炼化世界本源 成为世界神 是 是紫罗兰仙子的气息 忽然 悟空脸色大变 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悟空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他还是一只小猴子的时候 一个美丽的仙女 出手救了顽皮的他 还给了他一枚桃子 仙女的气息和容貌 早已经烙印到了他的脑海中 随着实力的提升 悟空也打听到了这个仙女的下落 不过 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 却害羞了 不敢去见这个 让他念念不忘的仙女 他的气息越来越弱 他受伤了 不管是谁伤了紫罗兰仙子 俺老孙要和他拼命 轰 悟空暴怒 化为一道流光 极快速冲向东边的战场 他心中的凶利之气 越来越重 有一种杀光天下生灵的冲动 他若受伤 我必成魔 走 我们跟上去 兵力祖神脸色微变换车道 随即 他和天魔王化作流光 跟了上去 东边战场 只见一名身穿紫色衣裙的美丽女人 背近百名祖魔祖神 还有树为妖帝围攻 紫衣仙女浑身上下 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势 紫罗兰仙子的本体 一株混沌时期的紫兰花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重雷劫之后 化形而成的草木精灵 实力已经达到祖神了 在天尊山第三次喷出世界本源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一团世界本源 正好喷到了她的面前 而且 她的附近就她一个 她自然毫不犹豫地 夺走了这团世界本源 不过 她夺走世界本源的消息 被祖神祖魔们看在眼中了 然后 一路追杀她到了这里 紫罗兰仙子 不过出接祖神的实力 非常弱小 追杀她 是最容易的 柿子 当然减软地捏 你一颗草木精灵 也赶来天尊山 争夺世界本源 不知死活 杀了她 我们就可以夺下 成为是世界神的机缘 近百名神魔 疯狂地吼了起来 紫罗兰仙子 脸色森寒地 看住一群神魔 知道自己今天 再见难逃了 本来以为自己运气逆天 原来却是一场大难 紫罗兰仙子 俺老孙来助你 就在此时 一根巨大的棍子 从天而降 砸在了众神魔的身前 拦住了他们的道路 悟空身披盖世战甲 落在了紫罗兰仙子身前 将他护在了身后 阿学宫的齐天大圣 盗祖的弟子 众神魔脸色大变 紫罗兰仙子 也是一脸猛了 学宫的齐天大圣 为什么回来就自己了 紫罗兰仙子 俺是那只小猴子呀 你还记得我吗 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 这时候显得很紧张起来 小猴子 是你呀 紫罗兰仙子终于想起来了 那时候 他刚化形成功 就碰上了一只 被老虎追杀小猴子 他出手救了他 并给了他 好多好多桃子吃 今天有俺老孙在此 谁都不可能伤得了你 悟空战役冲销 灵力的双眼横扫全场 齐天大圣 看在你的面子上 如果让紫罗兰仙子 交出世界本源 我们可以放他一命 对于学宫 众神魔还是十分畏惧 你在教我们学宫做事吗 本宫宣布 这团世界本源属于紫罗兰仙子 尔等还想活命 就立即离开 这时候 兵力祖神降临而来 声音高冷地说道 她的身份 是纪下学宫的副公主 自然有资格代表学宫行事 纪下学宫的大小事宜 也基本上是兵力祖神在管理 她看得出来紫罗兰仙子对悟空来说非常重要 自然不可能让紫罗兰仙子交出世界本源 学宫做事 从来不怕任何人 兵力祖公主 你学宫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凭什么你宣布 这团世界本源属于紫罗兰仙子了 众神魔愤怒地吼道 哼 我学宫的人霸道又如何 兵力祖神冷冷一笑 你真以为你学宫天下无敌了 就可以无视我们近百名祖神吗 众神魔气愤到了极点 我学宫有道祖 本就是天下无敌的 你们不服吗 这时候 天魔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妈的 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干嘛 这是我们成为世界神的唯一机缘 就算道祖再次 我们也要出手抢夺 不错 别想拿道祖压我们 就算道祖再次 我们也要出手抢夺 不错 别想拿道祖压我们 就算道祖现在在这里 我们照样抢夺 仗主人多 这些神魔准备出手争夺 是吗 道看看 你们敢不敢上前争夺 就在这时候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彻了全场 是道祖 师父 兵力祖神 天魔王 悟空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 道祖乃九天十地第一人 能够斩杀魔祖罗侯天煞的强者 他现身了 心中自然大松了口气 他们虽强 但面对静白祖神 祖魔 妖地 自然心中没有十足的底气 轰 天穷上 一阵可怕的气息涌动 一个黑衣神圣凌然之中 带着魔微霸道的男子 从天而降 他的身边 跟住一个白衣仙子 青丽绝伦 妇如白雪 郊区修长 青丝秀丽 绝带仙荣 高贵典雅的气质 让天地黯然失色 道 道祖 啊 道祖来了 见叶姓降临而来 所有的神魔都恐惧 都吼叫了出来 他们嘴上说得厉害 但真当叶姓现身之后 他们个个吓得半死 那里赶出手啊 连世界神的魔祖 都被道祖斩杀了 圣魔帝 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杀他们 还不是如同砍瓜切菜 那么简单 快跑 没有任何犹豫 这些神魔仓皇逃命 哪怕能够成为 世界神的世界本源 都无法再诱惑他们去拼命 就算再想成为世界神 那也要先有命啊 道祖业姓 是他们无法战胜的无敌人物 上去百分之百倍虐杀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还是师父你厉害 一句话 就吓得这些疯了的神魔 仓皇逃命 悟空羡慕地说 道祖是我等永远 鼎礼膜拜的封碑 他的无敌的风姿 真让人羡慕 天魔王羡慕无比地说道 道祖 一个如同封碑一样的 伟大名字 一个名字 就可以吓得近百名 祖神祖魔仓皇逃跑 这才是真男人啊 见过天后 这时候 宾里祖神 发现了道祖的身边 有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女人 虽然宾里祖神 已经不再是神庭的人 但心中一直敬重秘妃 宾里 我已经不再是天后 叫我秘妃就行了 秘妃笑道 那我就叫你秘妃子子吧 宾里祖神笑道 对于秘妃脱离 那该死的神庭 心中也十分高兴 多谢道祖出手相救 紫罗兰感激不尽 紫罗兰仙子 连忙向叶姓道谢 这可是九天十地第一人啊 今天能够见到这个传奇人物 能够被他所救 紫罗兰仙子 此刻内心之中无比激动 紫罗兰仙子 你不用谢俺师父 他是一个助人为乐 喜欢帮助人的人 区区小事 师父他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这时候 悟空扛着棍子 一脸笑意地走了上前来 叶姓摇头笑了笑 这猴头 为了女人 将把自己这个师父卖了 其实你最该谢的 我弟子悟空 叶姓无奈 只能成全自己的弟子吧 小猴子 多谢你了 紫罗兰仙子 纯纯地笑了起来 这时候 庞府把悟空的心给融化了 天不怕 地不怕的他 居然脸红了起来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身怀世界本源 一个人在外面很是危险 去我学宫吧 有我在 没有人敢学宫 抢夺世界本源 为自己徒弟的幸福 叶姓对紫罗兰仙子 发出了邀请 悟空 为师够意思了吧 多谢盗祖 为言 紫罗兰仙子激动地笑了起来 记下学宫有盗祖坐镇 无敌于九天十地 是整个世间 最安全的地方了 悟空 紫罗兰仙子 入住记下学宫 以后他就有你照顾了 叶姓笑着对悟空吩咐道 师父放心吧 俺老孙一定会照顾好 紫罗兰仙子 眼神中 充满了对叶姓的感激之色 师父果然是 世间最伟大的老师 什么事情都给俺老孙考虑好 铺好了路 蜜飞姐姐 你已经不回那该死的神庭了 就随我们去 记下学宫居住吧 兵礼祖神笑着 对住蜜飞发出邀请道 蜜飞看向叶姓 似乎在等他说话 蜜飞 随我们前去 记下学宫吧 叶姓会议 但笑道 嗯 麻烦你们 蜜飞露出了笑容 眼睛亮晶晶 点头道 七团世界本源 已经被分刮完 突然有一天 整个神魔天界 都剧烈震动了起来 所有神魔星中 顿时有了感应 大争知识来了 一个诸多天骄 同胎争宴的大时代来了 这是世界规则 精心准备了数百万年 提升世界内 生灵实力的大时代 宫颈之间 天地灵气 不要命地喷发出来 草木精灵 疯狂拔高成长 所有的生灵 都激动颤抖了起来 所有的修炼瓶颈 领悟法则神通的难度 都会降低 大时代的开端 至此开始 叶杏 快出手 将灵气浪潮 引起聚灵阵 当灵气喷涌的第一时间 蜜飞急忙叫道 来到记下学宫之后 蜜飞便连忙 为学宫修建聚灵阵 蜜飞继承了西祖的一波 是个非常厉害的阵法大驾 好 我这就出手 一股伟岸的力量 从学宫涌了出来 叶杏出手了 神魔智力爆发 在天空中形成一道 遮天蔽日的神魔图 神魔图包裹住 无穷无尽 喷涌而出的灵气狂潮 将之引入了聚灵阵中 顿时 聚灵阵里面的天地灵气浓度 便外面高出了十倍以上 已经达到了灵气成物的地步 整个悬浮在天空的记下学宫 建造的大殿 穷楼玉宇 被灵物笼罩 仙气飘飘 变成了一片真正的仙宫 仙鹤鸣体 龙飞凤舞 太漂亮了 东海之兵 浩然书院 父子离开记下学宫之后 便来到了这东海之兵 创建了浩然书院 父子收徒 不讲修炼天资 只讲对琴棋书画的天赋 因此 许多本身没有修炼天赋 但精通琴棋书画的人 败入浩然书院 是置为自己唯一的希望 在修炼的世界 没有强大的实力 就是罪 此时书院的门徒人数 并不少了 此时 夫子立于东海上的一块礁石上 望着剧烈涌动的天穹 脸色若有所思 大到显化 为师心中有感 要进入闭关之中 书院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管理了 夫子对住自己的弟子们 吩咐道 他心中有感 自己正道的时候该到了 如果正道成功 夫子将直接跨越一大街 实力堪比世界神 这是他的道 是 夫子 弟子们恭敬的行李道 随即弟子们都走了 独留夫子一人在礁石上 夫子盘坐在礁石上 任由海浪扑打 进入了参悟自己的道之中 大黄城 女帝立于紫荆之巅 望着天上的明月 日月当空 这是个一个本地 军临天下的大时代 女帝身上的帝皇气势 越来越重 她要像师父一样 傲视天地 主宰苍生 继承了荒族的祖脉 配合大荒谷国的气韵 此时女帝的修为 已经进入真神境巅峰了 九幽名誉 当叶青上迈入虚神境之后 便带着地府的一群人 进入了九幽名誉 这里的九幽煞气 能够帮助他们修炼得更快 谁说女儿不如男 我要成为暗黑世界的主宰 我要让九天十地的生灵 死了之后 灵魂入我地府 供我驱使 叶青上霸气地说 孟婆 五方鬼地 十殿阎罗 地藏 后徒等地府高手 恭敬地跪在下面 想要创立真正的地府 让死去生灵的灵魂 不再消失 进入她地府 这涉及到许多大道法则 甚至改变世界规则 叶青上需要走的路 太长了 满荒 妖族之地 无数妖帝 发出了滔天吼笑 我们妖族被人类赶入 满荒大山 已经数千万年了 大争之士降临 这是我们妖族 崛起的希望 妖族不甘心一辈子 待在满荒 这个不谋之地 他们要出山 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 而被业性屠杀之后 顺时惨重的魔界 也在谋徒崛起 神界则在等候天地回归 大舞台来临了 灵气狂潮 持续了整整十年才结束 这十年 所有神魔 妖族们都消停了下来 在拼命闭关修炼 提升实力 在灵气狂潮的冲刷下 短短十年之间 全世界的生灵 实力提升了数个档次以上 天神 古神已经遍地皆是 不值钱了 没有天神 古神的修为 都不好意思行走天下了 自称强者了 极北之地的隐秘之处 有一株柳树 号称万木之祖 乃是天地之间的 第一株柳树 它早已经是 半部世界神的境界 可惜 本体太大 无法划行 轰隆隆 天空中 神雷不断落下 翠绿玉地的柳条 飞上天空 接下了漫天神雷 雷结 整整降落了九 九八十一天 草木精灵化形 是逆天的行为 因此 要成功度过雷结 才能够化形成功 轰隆隆 忽然 一股磅礴至极的气势 从柳树的本体散发出来 浩浩荡荡 冲击着天地法则 这一刻 所有神魔都感应到了 顷刻间 天地哗然 有人正道成功了 成为西族五人之后 成功正道的世界神 突然 人类神魔和妖族妖帝们脸色大变 因为 他们感应到了 这不是人类或妖族的人正道 而是草木精灵的气息 天啊 大争之事才刚开始 第一个正道成功的 居然是草木精灵 自己正道成功 威势会浩荡整个天地 所有的神魔 心中都会有感应 而透过世界本源 成为世界神 将不会有如此浩大的威势 因为 他们根本没有领悟自己道 只是被世界规则 强行提升实力的傀儡 因此 叶信和记下学功的人 都没有选着透过这种方式 成为世界神 因为他们有道祖 道祖就是他的标杆 他们不屑用这种方法 成为世界神 恭喜刘祖正道 附近的草木精灵们 心中大喜 纷纷兴奋激动地 对住柳树行礼 有了刘祖 他们草木精灵 就不会再被欺负 被人类无情猎杀 成为他们修炼的天才地宝 无为刘祖 今日正道成功 天下化形草木精灵 当受无庇护 刘祖浩大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世界 世界神和祖神一样 没有小境界划分 但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巨大 强如盘祖这样的 可以一斧劈开混沌 而弱小一点的世界神 同样叶性也可以一斧劈死 例如 恢复三层实力的罗侯天煞 差不多算是属于弱小世界神的层次 刘祖拥有庞大的本体柳树之身 生命本源雄魂 很难被杀死 它成千上万的柳条 每一根都相当于一件混沌之宝 攻击力的可怕 可想而知 如今 它正道成功 实力确定强于巅峰的罗侯天煞 荒芒大山之中 一头真笼 觉醒了远古祖龙血脉 瞬间达到半部世界神的恐怖实力 一头真缝 觉醒了远古祖风血脉 瞬间达到了半部世界的恐怖实力 一头巨蟒 觉醒了远古吞天巨蟒的血脉 瞬间达到了半部世界的实力 一个个远古巨凶的血脉觉醒 一个个半部世界神的绝世巨凶出现 轰隆隆 一股来自混沌时期时期的意志觉醒了 阴阳合一 竹罩幽影 浩大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世界 竹罩和幽影 是混沌时期 第一道阳气和低音音器 化为的圣兽 妖族的仙族 不过 他们在盘族批来混沌时候 传说被劈死了 没想到 他们不但没有死 此时反而合二为一 正道成功 先天阴阳之气 融为了一体 主兆幽影 由两尊圣兽 变成了一尊妖神 半阴半阳 半公半母 阴阳合一 妖神 妖神 所有蟒荒妖族都震动了 他们妖族出了妖神 哈哈哈哈 所有的妖族都兴奋激动起来了 草木精灵献出一个正道世界神 紧接住 他们妖族出了一个正道妖神 而人族 除了夺取世界本源的人 目前还没有正道成功的人 哈哈哈哈 大争之士 人族失去了天地主角的资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个强大的气息 开始震动世界 大争之士 一个个隐藏在暗中 混沌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恐怖生灵 开始一一复苏 人族的盘族 西族 蛙族 魔族 荒族 五个正道世界神 彭扶用光了所有的人族的气域 妖族 草木精灵 甚至一些隐藏的族种都有正道的人了 人族一个都没有 好在 七团世界本源 人族夺下了四团 还有一个 已经能够斩杀世界神的盗族在 不然 在大争之士中 他们人族真要垫底了 陷入危机 记下学功 叶信同样开始考虑 自己如何突破到世界神的问题了 可是 最大的难题 就是他内体的神性和魔性 其实 互相排斥的神性和魔性 根本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叶信 也只能够做到九层融合 但 就是这一层 让他陷入了困顿之中 无法让神性和魔性百分之百融合成功 他又何正道成功了 这时候 他想起了和秘菲灵魂双修的事 突然 叶信突发奇想 自己体内的神性和魔性能够双修吗 让神性和魔性双修融为了一体 神性中有魔性 魔性中有神性 成为不分你我的彼此 不管行不行 可以试试 可是 叶信对太上阴阳无极功的领悟还不够深 犹豫了一会儿 叶信决定去找秘菲帮忙 一座穷楼玉宇中 一个清丽脱俗 美到了极点的女子 居住其中 她端坐在楼阁之巅 白衣飘飘 绝是容颜出尘 密菲正在观察整个季下学宫的地形 方便她建立一个像周天星斗大阵一样 保护神庭安全的大阵 毕竟 叶信不可以一辈子坐守在学宫中 密菲 叶信的身影出现在了楼阁之巅 叶信 你找我有事吗 见叶信前来 密菲温婉地一笑 温暖 轻柔 密菲是个让人 很喜欢和她在一起的女子 那 那个 我们能不能再来一次灵魂双修 叶信说 啊 密菲被惊讶了条 没想到叶信会提出这个要求 一时之间 脸色羞红 那股快感的回忆 让她娇躯微微颤抖起来 最终 密菲还是答应了叶信的要求 有了第一次 第二次就变得简单了多了 从此之后 两人灵魂双修 变成了很正常的事 两人也没有害羞 尴尬的情绪了 在多次灵魂双修之后 叶信对太上阴阳无极功的领悟 越来越深 她开始尝试 让体内的神性和魔性双修 让他们彼此交缠 融为一体 目前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而 密菲在和叶信这个灵魂力量 异常强大的人双修 灵魂力量得到了巨大提升 经历了被天地求困 差点生死的事 密菲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她不喜欢打架 但也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保 也不会让关心自己的人 陷入危险 如果叶信不够强大 那么天地以自己威胁她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不成为叶信的累赘 被人用来威胁她 密菲也决定提升自己的实力 继承了西祖和蛙祖的祖脉 如果密菲决心修炼起来 成就绝对不会很低 而且 现在天天和叶信灵魂双修 灵魂力量等到了极大提升 在阵法一道上 她会变得越来越强 甚至有可能超过她父亲西祖 阵道 也是密菲修炼的主方向 她立志要成为 超越自己父亲的阵法大师 第118章 十年过后 灵气狂潮结束 沉寂了十年 神魔天界再次活跃了起来 一个个十年闭关 实力大增的生灵 开始出山 许多混沌 远古时期的凶残之物 开始苏醒 游走于九天十地 很多已经灭种的种族 开始重现世间 天地灵气喷涌的十年间 孕育万物 很多无灵之物 被灵气洗刷 被世界法则提炼 变成了有灵之物 神兵至宝 天才地宝 十年间孕育了不少出来 整个神魔天界 庞扶回到了混沌时期 那个遍地是宝的时代 如此之多的至宝 自然引得了贪念 争地盘 争各种天才地宝 各个开始大打出手起来 这时候 有一则消息 传遍了九天十地 让许多强大的生灵 沸腾了起来 荒地手中 有一团世界本源 而它被人 就在大荒城中 大到显化 已经给予生灵们 正道的可能 刘祖 竹兆幽影 和其他一些神秘的存在 已经证实了 能够正道成功 不过 虽然如此 但正道的难度 还是太大了 许多绝世凶灵 恐怖大能 纷纷被卡在了 半部世界神上 无法再次进步 世界本源 则成为了他们能够成为 世界神或妖神的希望 因此 荒地手中的世界本源 成为众多强者 恐怖存在眼中的香波波 得到世界本源的生灵 都躲藏了起来 老实地炼化世界本源 不成世界神不出世 他很清楚 一旦被发现 绝对是遭到满世界的追杀 荒地道好 居然光明正大地 待在大荒城 一来 是对于大荒谷国实力的自信 二来 现在大荒谷国的大地 是道祖的弟子 大荒城有危机 相信道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彭扶 大荒城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过 它远远料想不到 十年之间 世界发生了超乎想象的巨大变化 之前他们还不敢闯大荒城 但 随着大争之势开启十年 天下生灵实力大增 许多祖神巅峰 甚至半步世界神的生灵 心思开始活跃了起来 还有一些沉睡 在大争之势苏醒的古老存在 他们根本不将大荒谷国和道祖业性放在眼里 一时之间 无数恐怖强者 涌来大荒城 是要虎口夺石 夺下荒帝手中的世界本源 情况怎么样 羽帝背负双手 秀眉微皱询问 此时 大荒城陷入了恐慌之中 无数强大的存在 不断赶来 而荒帝 仍在大荒秘境中 炼化世界本源 回 回禀女帝 现在已 已经有近百尊祖神巅峰的生灵 赶来了大荒城 看情况 还有不少强大的生灵 往大荒城继续赶来 天孝祖神紧张地回答 大荒城上空 那一个个散发着滔天凶器的身影 让他这个为祖神强者 多感到有些胆寒 如果没有大荒谷国的 数千万年底蕴在之时 加上十年间 实力也大涨了一截 恐怖早就支撑不住了 如果让这些恐怖的生灵闯入 恐怖是生灵涂炭 整个大荒城被毁于一旦 看来 只能向师父求救了 你马上赶往祭夏学宫 将这里的情况告诉本地的师父 有请道祖出山来救 女帝吩咐道 虽然他有底牌 对付这些祖神祖魔 但 如果赶来的强者越来越多 越多越强大 他也会支撑不住 只能请自己的师父出手了 是 女帝陛下 听见道祖的名字 天孝祖神紧张的神色 放松了很多 道祖是一个不可战神的神话 有他出面 定能保大荒城安全 轰轰轰 大荒城外 一个个凶煞滔天的生灵 不断向城中释放攻击 浩荡的能量 恐怖无比 震撼天地 撕裂长空 而大荒谷国的强者和军队们 利用数千万年的底蕴 靠着阵法在苦苦支撑 城中的百姓们 则是惊恐异常 归宿在家中 全身瑟瑟发抖 我的老天爷 城外怎么有那么多祖神 祖魔 妖地大人 恐怕整个大荒谷国家起来 也远远没有如此之多 完了 完了 整个大荒城一定会被破 我们也死定了 人心惶惶 他们只能祈求大荒的军队 能够支持住 他们才能够保住性命 这大荒谷国的龟壳还真硬 我们攻打了九天九夜 居然还没拿下 一位红发老者 咧嘴不满地说 时间拖得越久 赶来的强者就越多 到时候 竞争力就越大 继续攻打吧 世界本源我们必须拿下 一位有一对长脚的 画形妖地 立声说道 面对大荒谷国的防御 此时来夺世界本源的强者 暂时化敌为友 联合起来 先破阵 然后再各凭本事和气运争夺 轰隆隆 又是三天三夜强攻 可是 还是没办法拿下大荒城 废物一群 攻打这么多天 居然没有拿下大荒城 就在此时 一道冷冷的嘲讽声音 响彻天地 天边 忽然一道遮天蔽日的 巨大黑影飞来 散发着 让他们这群祖神祖魔 独要心计的强大气势 他 他不是大鹏王吗 在凶煞大劫中 不是被荒族斩杀了吗 众祖神惊恶地看向来人 北明有余 齐名昆 昆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 花儿为鸟 齐名为鹏 鹏之辈 不知其几千里也 大鹏 九天十地之中 体型最大的飞行生灵 可怕的体型就意味着强大狂暴至极的力量 速度也是号称世间第一 连世界神都比不上 而大鹏王 则是混沌之中的第一只大鹏 混沌魔鹏 实力和体型更加恐怖 巨大身影飞翔之中 掀起的风暴 就让一些弱小的祖神 都要用尽全力 才能够勉强抵挡住 体型巨大的大鹏王 瞬间化形为了人类模样 降落到大荒城的上空 一身黑色的羽衣披在身上 嘴巴上有鸟会 双眼异常凌厉 看本王怎么破阵 大鹏王凌厉的一招 撕裂向大荒城的防御大阵 轰隆隆 整个大荒城剧烈震动了 防御罩 一瞬间削弱了许多 众人脸色微变 他们攻打了十多天 居然还不如 大鹏王一爪之威厉害 这差距 为什么就这么大 靠着躺在地座上的女帝 眉头一皱 显然 大鹏王的攻击 对大荒城的防御 造成了严重威胁 So 一瞬间 她的身影消失在了皇宫中 然后凭空出现在了城楼上 我乃大荒谷国女帝 明月女 而等一族大胆 强闯我大荒城 还不赶快退去 与帝宏大霸威的声音 响彻了全场 灵气喷涌 大到显化的十年间 毕竟大荒谷国的气韵 与帝的修为 已经提升到古神巅峰了 已经不再是一个 从下界飞升而来的弱者 呸 一个古神经的小丫头 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 有什么资格让我们退去 这些爵士大能们 纷纷不屑地说道 小小股神让他们退去 可笑可笑 小美人 让本王破阵之后 找你玩玩 大鹏王眼睛一亮 猥琐得一笑 然后准备再次攻击 既然你们不退去 那就都留在这里吧 羽帝脸色一寒 冷漠地说 浑身气势爆发 双手快速结印 好可怕的剑气 突然 众神魔脸色一变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 无边恐怖的剑气 突然升起 随即 九柄神剑 从大荒城中的各处 冲天而起 在虚空之中 组成了一个恐怖的剑阵 这 这是诸神灭魔剑阵 大荒谷国的强者 突然脸上露出了 大喜之色 这是荒祖留下 保护大荒城的 无上剑阵 也是最强底牌 由一柄夏品 太出至宝 八柄极品混沌至宝 共九柄神剑组成 威力无穷 只有荒帝能够使出 万万没想到 在荒帝闭关之后 明月女帝 也掌控了这门剑阵 哈哈 没想到女帝 掌握了诸神灭魔剑阵 大荒城有救了 对于这传说中 荒祖留下的大阵 大荒臣子们呼狠惺惺 果然 诸神灭魔剑阵 出来之后 这些围攻 大荒城的祖神祖魔们 个个都有些惊恐起来 看本王怎么破着大阵 恐怖的混沌 巨凶大鹏王 毫不在意 直接攻击向了剑阵 与帝控制剑阵 向大鹏王杀去 千万道恐怖的剑气 形成一片剑气海啸 轰隆隆 剑气与大鹏王的巨爪 搏斗起来 引得虚空剧烈爆炸 荒祖 没想到你陨落了 还留下这个可恶的剑阵 大鹏王愤怒地吼道 一阵搏斗之后 他并没有顺利破阵 心中对荒祖 充满了浓浓的怨恨 当初 就是这个可恶的人类 差点斩杀自己 现在有留下一个大阵 阻拦自己 能够没有怨恨吗 大鹏王 我们来助你 就在此时 三道恐怖的气息 冲消而来 一位拥有颠覆众生美貌 皮肤细白 一头红色头发 有着毛茸茸尖耳朵 和狐狸尾巴的绝色美人 带着无限魅力 笑着隐隐地走了过来 四周的神魔们 都被他吸引了 露出欲望之色 骚狐狸 没有想到你来了 当你向诱惑西祖 然后被挖祖追杀了一万年 没想到你没有死 大鹏王冷冷笑道 鹏哥哥 我们上千万年没见面了 别一来就对人家很冷漠蛮 九尾妖狐一脸魅意地笑道 然后红色的嘴唇轻动 隔空亲吻了大鹏王一下 让附近的神魔 差点心脏都跳了出来 忽然 天边燃起了一片火海 火海中走出来一个九丈巨汗 他上身赤鹿 被浓烈的火焰包裹 肌肉囚龙充满了爆炸的力量弹 混沌火焰巨人族 不是灭族了吗 众人脸色惊骇地大吼道 火焰巨人族天生神力 能够释放出超高温的恐怖攻击 世界本源 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轰鸣的声音 在空中不断震响 紧接住 又是一个白胡花花的老者 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九龄圣祖混沌时期的第一颗人参 传言 吃了他 修为可以直接突破到祖神境 没想到 他居然也现世了 有神魔悄悄议论道 小兔崽子 你也敢吃老祖 九龄圣祖脸色一寒 直接攻击向了议论吃自己的祖神 啊 一声惨叫 当场秒杀 因为他本身的特殊原因 最怕讨厌别人说吃他 此时 整整四位异族大能 降临大荒城 对于荒帝手中的世界本源 虎视眈眈 四位异族大能赶来 让女帝压力大增 本帝 明月大帝 恳求城中百姓 一同与我复战 与帝洪亮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大荒城 如果明星所向 就会产生巨大的弃云之力 诸神灭魔大阵的威能 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可惜 既然没有一个百姓 愿意站出来 响应女帝的号召 也只有寥寥一些 王公贵族之人站了出来 大荒 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帝都的百姓不敢站 连王公贵族之人 也极少数人 愿意站出来一站 女帝发出了一声叹息 这时候 既然大部分人 选择当了缩头乌龟等死 不敢站出来 跟自己一站 如果整个大荒城的百姓 和王公贵族们 愿意站出来 和他一站 凭极住强大的弃云之力 加身诸神灭魔大阵 至少能够撑上 很长一段时间 小丫头 你撤掉大阵 我们只夺世界本源 可以饶你一命 四位异族大能 显然不想再和女帝浪费时间 他们的目标是世界本源 于是劝导 本地乃大荒女帝 当与国共存 女帝高冷地说 如果连他这个女帝都投降了 那么大荒谷国真亡了 我誓死与女帝共存亡 大荒的百姓不敢站 但 大荒的军队被女帝的气势感染 他们各个发出一道气韵之力 诸如大阵之中 可恶 我们四个一起发力 破了这个大阵 大鹏王愤怒地喝道 这人类小女娃 居然不识抬举 没问题 九尾妖狐王 火焰巨人 九龄圣族点头道 四位一族恐怖的爵士凶煞 一同出手了 四道毁天灭地的攻击 直接攻击向了 诸神灭魔大阵 玉帝脸色大变 他深深感知了 四位一族大能的恐怖 恐怖诸神灭魔阵 根本抵挡不住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圣神霸威的身影 凭空凝聚而来 以一人之力 挡下了四个一族 强者的攻击 轰隆隆 天崩地裂之危 巨大的爆炸 在空中响起 道祖 居然是道祖降临了 认识叶性的神魔们 皆都脸色大变 惊呼道 道祖如同压在他们身上的居衫 已经心生退役 师父 你来了 冷漠的女帝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你们胆子倒不小 赶上我的弟子 叶性旋利虚空 冷漠地说 道祖 大争之士降临 你无敌天下的时代 已经结束 九龄圣祖淡漠说道 对于叶性 隐藏在深山老林的他 隐隐听过 好像是什么 神魔两界第一高手 狗屁道祖 小小人类 也只能末法时代称王称霸 如今大争之士降临 我等混沌生灵苏醒 那里有你说话的份 火焰巨人高傲地说道 他才刚苏醒不久 对于叶性的战绩 自然不清楚 见他不过半步世界修为 不放在心里 虽然 他也只有半步世界神的修为 但本神的战力 已经勉强达到了 最弱世界神的程度 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第一高手 真特么笑话 吴混沌时期第一只大鹏鸟 混沌魔鹏大鹏王来教训教训 你这狂妄无知的人类 吴大鹏王要让你知道 你这个末法时代的第一高手 就是一个笑话 若不是我等陷入了沉睡之中 你那里有资格如此嚣张 大鹏王的语气之中 充满了不屑 妖族相较人类 具有先天的肉体优势 实力超过同境界的大部分人类 因此他们才有本事 没有一尊妖神坐镇的情况下 掀起凶煞大劫 大鹏王 混沌第一只大鹏 绝对拥有与正道世界神一战的恐怖实力 当然 最多和二层力量的罗侯天煞一战 欺负一下 炼化第三次喷发出来世界本源的世界神 还好的 大鹏王直接显化出了巨大的本体 携带恐怖滔天的巨力 向夜性杀去 哼 夜性冷冷一笑 开天府已经出现在自己的手中了 劈开混沌衣服的轨迹在现 这这是盘族的那衣服 大鹏王第一次感到害怕起来 只要见识过盘族劈开混沌那衣服的生灵 没有不感到不害怕的 你会盘族的那衣服又怎么样 始终你不是盘族 大鹏王呆滞了一下之后 继续杀向夜性 轰隆隆 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让一大片虚空都崩碎了 而大鹏王巨大的体型 直接坠落到了地上 没有了半点生机 啊 大鹏王死了 这 这 所有人都看傻眼了 大鹏王就这样被杀了 那些知道夜性宰杀了 罗侯天下的神魔还好 本身知道夜性很强 但 大征之士 苏醒的混沌 远古生物们 各个目瞪口呆 震惊到了极点 混沌第一只大鹏 恐怖无比的混沌魔鹏 居然被这个人类 一斧劈死了 还玩屁啊 跑啊 他们之中最强的大鹏王 都被一斧劈死了 他们再继续留下来 不是送死吗 其他神魔 夜性没有阻止他们逃跑 但九尾妖狐 九龄圣祖 火焰巨人 被夜性宰 用天地中拦了下来 前辈 我刚刚说错话了 你就当我是屁放了吧 九龄圣祖 根本没有一点半步 世界神强者的风度 跪在地上痛哭流停 他是混沌一颗人参 最珍贵的天才地宝 天性就非常贪生怕死 胆小如数 九龄圣祖 混沌第一颗人参 大补 大补啊 夜性淡淡地笑道 前辈 我 我的肉是臭的 不好吃 你不要吃我啊 九龄圣祖被吓惨了 他最害怕的 就是别人吃他 九尾妖狐 九天十地第一角色 夜性看向九尾妖狐 道祖哥哥 你放了奴家 让你怎么样都行 九尾妖狐 一脸可怜兮兮地求道 庞扶就是一个 正在被怪大叔 欺负的小萝莉一样 火焰巨人 身上有一枚火种 炼化之后 可掌控天地之火的力量 夜性盯着火焰巨人 你 你想怎么样 火焰巨人一脸紧接地看住夜性 我大老远赶来大荒城 你们不可能让我空手而归 夜性乐呵呵地笑道 我们当然不会让盗祖哥哥空手而归 奴家愿意让你为所欲为 九尾妖狐等住夜性 放电笑道 对于自己的魅力 他似乎很有自信 老祖我愿意献上一片人参叶子 九龄圣祖赶紧说 他的一片人参叶子 也是不可多得的顶级天才地宝 不用了 我自己来取我想要的东西 夜性脸色一寒 手中的开天府再次出手 这点小恩小惠 怎么可能满足他贪婪的心 人类我跟你拼了 火焰巨人咆哮道 然后对夜性出手 九龄圣祖和九尾妖狐 同样脸色一寒出手 这个人类不愿意他们 就跟他拼了 可惜他们那里是夜性的对手 夜性用了三辅 将他们劈死 想要快速提升自己学功弟子的实力 自然要从这些混沌一族 生灵身上打主意 他们浑身都是宝 夜性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混沌第一颗人参 混沌火种 魅惑之心 看出悬浮在自己眼前的三样东西 夜性笑了起来 然后将他们收入了戒子中 极品太出至宝的天地中 果然是杀人戾气 没有他禁锢空间的能量 这些异族大能早就逃跑了 盗祖万岁 盗祖无敌 此时 整个大荒的臣子和军队们 发出了震天呼啸 盗祖果然世界无敌 这些异族大能 被他几下就斩杀了 此时 他们对于盗祖 充满了崇拜之情 这时候 白衣女帝 飞身落在了夜性的身前 弟子多谢师父赶来相救 女帝跪在地上 感谢道 吴儿起来吧 夜性淡笑道 不错 一段时间不见 你的实力大有长进 一片血雾笼罩的神秘之地 你们看 那里有一颗血连 哈哈哈哈 一定是非常了不得天才地宝 庶民祖神闯入这片血雾之地 双眸射出了金光 现在世界中遍地是宝 成群结队探索寻宝的强者队伍 变得很多起来 走 我们上前去摘掉这颗血连 一名大尔祖神 激动地笑道 一看 这颗血连就不是普通货色 忽然 那颗巨大的血连 剧烈颤动了起来 血连中 一道凶利滔天的气息爆发出来 恐怖的气势 很快就笼罩了整片虚空 快跑 祖神对于危险的感知力 非常强大 此时 他们已经在血连之中 感知到了死亡的气息 难道这颗血连 是要挣到的草木精灵 不敢滞留 赶紧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血海翻腾 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 出现在天地之间 然后 将树民来不及逃走的祖神 卷入了其中 瞬间 他们就尸骨无存 吸收了树民的祖神的能量之后 巨大的血连花 终于在血雾中盛开了 血连花开 一道人影盘坐在花朵中 竟然是天地 观其气息 显然已经炼化了 第一团世界本源 成为了一个强大的世界神 这时候 天地浑身闪过一道妖艳的血光 随后 她居然变成了一个女人 羽人非常妖艳美丽 充满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她一身单薄的红衣罩体 修长的预警下 一片苏X凝脂白玉 半遮半眼 她的双眸水遮物绕地 魅意荡漾 小巧的嘴角微微翘起 红唇微张 玉影人一清风泽 一双修长白皙水润的绣腿和玉卒 裸露在外 极其艳艳 看得人直流口水 谁都没有想到 堂堂神庭之主的天地 居然是一位如此妖艳 美丽的女人 多么令人陶醉的力量啊 就算和巅峰时候的罗侯天煞也不差 变身妖艳女人的天地 发出了一声诱人的舒爽身影外声 不愧是最强的第一团世界本源 让她的实力得到飞跃时的提升 血帘灯 中品太出至宝 不枉本地对你耗费了大量心血 天地看了一下坐下的血帘 露出了笑容 天地心中有个巨大的秘密 其实她并不是天地 真正的天地 早已经死在天虚战场了 她是来治愈上界 入侵生神魔天界的人 名号血帘祖神 原来当初在天虚战场的时候 血帘祖神已经陨落 不过 她修炼有一门特殊的灵魂秘书 身陨之后 灵魂并没消散 终于 她找到了机会 夺审了当初的西祖弟子天地 至此 就以天地的身份 活到料如今 她一直企图 破坏西祖三人 用命使出的封锁大阵 将封印在里面的入侵者 全部释放出来 为此 她一直都在暗中布局 这是千万年来 透过灵魂秘书控制 秘密训练一群强大的下属 神秘的血帘教 就是她创造的势力 曾经 叶姓的天父震惊血帘祖神 她在暗中 一直企图使用灵魂秘书 控制叶姓 可惜 好几次被秘妃护下了叶姓 她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最后 叶姓的成长 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 达到了她无法控制的地步 叶姓的天父 让血帘祖神 感到了浓厚的威胁 如果再由她继续修炼下去 再争夺第一团世界本源之时 会成为自己最大的阻碍 于是 血帘祖神决定不顾一切 除掉叶姓 可惜 还是被叶姓给逃走了 还入了魔界 神魔双修 强大到血帘祖神 都不是其对手的地步 这成为她心中 一直以来的刺 她被像一只狗一样 被追杀的四处逃窜 叶姓 叶姓 本地现在成了世界神 你这个祸害 必须要铲除了 血帘祖神 妖艳地舔了舔自己的红唇 露出嗜血的金光 夺下第一团世界本源 成为最强世界神 加上她来自上界特殊的 强大攻击手段 此时 血帘祖神的实力 甚至稍强于巅峰时期的魔祖 血帘祖神又变成了天地的模样 恢复了天地的身份 如果她入侵者的身份被发现了 很可能陷入重视之地 对于她接下来的计划很不利 随后 她决定前往祭夏学宫 斩杀叶姓 以报她给自己带来的耻辱之仇 你们找到紫罗兰的消息没有 极北之地 刘祖对珠下面的几个祖神镜 草木精灵淡淡问道 在混沌时期 紫罗兰是刘祖树下的一株小野花 不过 刘祖的本体庞大 化形所需的境界非常高 因此 紫罗兰先她一步化形 离开了极北之地 对于紫罗兰 刘祖心中非常在意 早就视为自己的女人了 回禀刘祖 我们打听到了消息 当日紫兰仙子前往天尊山 没想到运气极佳 夺取下一团世界神本源 最后被大量神魔追杀 信得祭夏学宫道祖夜行相救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现在应该留在祭夏学宫中 几名祖神恭敬地回应道 道祖夜行 如果本祖未正道之前 还忌惮她一二 本祖这就前去 祭夏学宫 倒要看看这个号称 无敌九天十地的人类 有多强大 她的时代 终究还是过去了 刘祖淡淡一笑 刘祖正道之后 绝对是世界最强大的世界 神之一 比之巅峰时期的魔祖 西祖等人 还要强大许多 毕竟她本体太大了 生命本源雄厚 可以称得上 打不死的小强 而且 每一个柳条 就是混沌至宝的攻击 千万柳条攻击 谁挡得住 防御力 攻击力都绝世无双 刘祖不强大 才是奇怪的事 So 随后 刘祖消失在极北之地 当日 解决进攻大荒城的 一族大能之后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 再次发现 叶姓暂时没有离开 她也感知到了 大荒秘境中的世界 神气息原来越强烈 荒帝 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世界神 到时候 在这个大争之事中 五儿的安全 也多了一份保险 她也可以安心返回 祭下学功 这段时间 女帝非常高兴 又能够陪伴在师父身边了 突然 有一日 大荒秘境之中 爆发出来 一股无比恐怖的气势 荒帝 晋级世界神了 叶姓露出微笑 随即 带着女帝 赶去了大荒秘境 这时候 一名伟岸的身影 从秘境中走了出来 荒帝 恭喜你 晋级世界神 叶姓 微笑着恭喜道 这还多亏 兵力祖神三个 帮我夺下世界本源 也感谢道祖你 不远万里 赶来大荒城 替我护道 荒帝感激地说道 如果没有道祖降临 斩杀那些异族大能 等大荒城破 他的下场 绝对会十分凄惨 因此 心中对叶姓 充满了感激之情 既然你已经 晋级世界神 大荒城也安全了 我该会学功了 武儿就交给你 照顾了叶姓告辞道 道祖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清武 荒帝笑道 师父慢走 女帝有些不舍地 看住自己的师父 嗯 叶姓点了点头 然后撕裂虚空 离开了 清武 好好修炼吧 道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你想跟上他的步伐 一定要负超越常人的努力 荒帝勉励道 返回记下学功之后 叶姓便召来了苏仙儿 和丽若兰 苏仙儿天生魅骨 修炼的是魅术一道 非常适合继承魅火之心 丽若兰修炼的是火凤绝 如果能炼化混沌火种 实力能够提高一大减 至于混沌第一颗人参 叶姓自然要给自己的女儿 叶青上炼化 让她快速提高修为境界 而混沌魔棚的翅膀 叶姓准备炼化成一对翅膀质宝 增加自己的女儿的逃命能力 如果大鹏王知道叶姓非常厉害 不和叶姓硬碰硬 平级时间最快的速度 逃命绝对没有问题 天地中出手的第一时间 她就可以平级速度 飞到了禁锢空间之外的地方 叶姓不可能杀得死她 可惜 一切都没有入过两个字 大鹏王死了 她的翅膀将被炼化为至宝 虾儿见过祖师 若兰见过祖神 两女很快来到了鸿蒙神殿 拜见叶姓 叶姓没有多废话 直接将魅惑之心打入了苏仙儿的体内 这些可都是堪比最弱世界神的 异族大能精华东西 蕴含的能量巨大无比 进入两女体内之后 她们立刻陷入了炼化状态 叶姓大手一挥 两女便飞离了鸿蒙神殿 进入了试炼秘境的闭关密室 两女炼化魅惑之心和混沌火种之后 实力绝对能提升一大截 接下来的时间 叶姓继续进入对神性魔性双修 完全融为一体的研究中 其中 经常和蜜飞灵魂双修 对太上阴阳无极功进行更深入的领悟 两人的感情 也在一次次灵魂双修之中 得到升温 完全没有了生疏感 宛如情侣一般相处 终于有一天 叶姓有了突破性进展 居然让她研究成功了 神性和魔性进行了第一次双修 双修之后 两股完全互相排斥的属性 居然越清静起来 而叶姓 也因此修为大惊小怪 达到了无限接近世界神的境界 实力 再次有了不小的提升 而蜜飞也在和叶姓的灵魂双修中 灵魂力量不断壮大 加上与生俱来的正道天赋 她在正道的造诣越来越强 已经无限竞技吸足 她的修为 已经迈入了半部世界神 差一步就可以正道成功 成为世界神 轰 这一天 一股气势冲天而出 叶姓露出了笑容 在荒谷大陆中 莫然不愧是第二个 进入于举境的天才 这么快就将舍身 成魔大法大成 晋级祖神境 是时候将是神枪给她了 叶姓自言自语笑道 随后 召来了江莫然 弟子拜见师父 江莫然跪拜在地 起来吧 这是是神枪 罗侯天煞的本命物 现在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够早日正道成功 叶姓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是神枪 将它丢给了江莫然 结果是神枪 江莫然高兴地笑道 师父放心 弟子绝不会让你失望 嗯 下去修炼吧 是 师父拿住是神枪 将漠然告退了 没多久 又有晋级祖神的气息 从试炼秘境中 爆发了出来 叶姓心中高兴 这次是他的儿子叶玄 晋级了祖神 一身轻衣 帅气逼人的叶玄 来到了鸿蒙神殿 拜见父亲 叶玄行礼道 玄儿 你已经晋级祖神 有一件东西 为父应该交给你了 叶姓神秘莫测地笑了笑 然后 一股让整个 记下学宫所有人 都震惊的气息 爆发出来 好可怕的气息 冰离祖神等人 无不脸色苍白起来 甚至 浑身不断发抖 一具伟暗狂野的尸体 飘到了叶玄的身前 这 这是 叶玄脸色大变 震撼到了极点 在这具尸体的面前 他感觉到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随时都可以 被这具尸体秒杀的感觉 甚至 有一种顶礼膜拜 这具尸体的冲动 天啊 这到底是谁的尸体 死了之后 又如何可怕 叶玄心中震撼无比 这是神魔天界 有史以来最强的者 盘祖尸体 叶姓说出了 尸体主人的时分 他 他就是传说中的盘祖 叶玄大惊失色 关于盘祖的传说 他早就听说了 那可是劈开混沌 自成一介的恐怖大能 盘祖的尸体就交给你了 你炼化他的尸体 希望你不要坠了盘祖的威名 盘祖 得罪了 叶姓朝着尸体拱手 这时候 盘祖尸体散发出来的威势 才消失 自动飞到了叶玄的身前 叶玄带走了盘祖的尸体 此时 他内心中的震撼之情 还久久不能消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子罗兰仙子成功炼化世界本源 成为世界神 多谢盗祖庇护 让子罗兰顺利晋级世界神 在鸿蒙神殿中 子罗兰仙子对朱叶姓感激不尽道 没有盗祖的庇护 恐怕他已经陨落了 你是我图悟空的朋友 不必客气 叶姓淡笑道 师父 老孙要和子罗兰仙子外出游历 今天也是来和你道别的 悟空嬉笑道 现在外面充满了各种机缘 你是应该出去寻找一下自己的机缘 叶姓点了点头同意道 随后 悟空和子罗兰仙子离开了祭夏学宫 日子又恢复到了平静 叶姓开始教导最弱的学宫四小仙子了 也就是穆英雪 鸡心若 叶瑶光 叶韵四女 四人相比他们的师兄师姐差了一点 只有天神竟巅峰 就在叶姓教导弟子的时候 突然一股无边恐怖的气息 笼罩了整个祭夏学宫 叶姓眉头微皱 来人绝对是他平身见过最大的敌人 叶姓的身影 瞬间消失在了鸿蒙神殿 这时候 只见一名瘦落的老者 笑盈盈地从空间通道走了出来 你就是那个自称九天十地 神魔两界最强者的道祖叶姓 本祖还以为有三头六臂 原来也不过如此 老者笑着问道 不错是我 想必你就是大争之士来临之后 第一个正道成功的刘祖吧 叶姓淡淡说 老者身上那股强烈的木质本源七夕 瞒不过他 稍加猜测 就知道是谁了 聪明 正是本祖 刘祖笑盈盈道 随即问道 紫罗兰了 今日本祖前来 是要带走他 紫罗兰仙子不久前离开了季夏学宫 叶姓说 你莫不是将他囚禁了 欺骗本祖 刘祖眉头微皱 冷冷哼道 哈哈 我叶姓若真的想要囚禁紫罗兰仙子 根本不用欺骗你 因为 根本没将你放在眼里 叶姓霸道地笑了起来 他做事需要害怕别人吗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很狂 要知道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大争之事前 本祖还对你有些忌惮 但现在 本祖轻易就可以捏死你 刘祖冷笑道 浑身气息爆发 让天地都震动了起来 你大可以试试看 叶姓冷漠地说 毫不畏惧地与刘祖对视起来 身上的神魔气息爆发 与之对抗 哼 刘祖一声冷哼 率先对住叶姓出手了 鼠之不尽的柳条 向他攻击而去 如同同一根可怕的神边 威势恐怖到了极点 叶姓毫不畏惧 开天輔出 向柳条劈去 轰隆隆 叶姓和刘祖激烈大战了起来 恐怖的战斗威势 让方圆百万里的生灵 都陷入了无边恐惧之中 两人并没有天大的仇恨 一番大战之后 发现短时间内 谁也奈何不了对付 也就停手了 没有继续再战 盗祖 你是本祖除了盘祖之外 第二个值得佩服的人类 还未正道 就能够接上本祖几招不败 刘祖语气中有些震惊 如果想要拿下叶姓 他也会非常惨痛代价 一个为正道的人类 强大到料如此离谱的地步 这样的人物 如果正道成果 难道会是第二个盘祖 告辞了 既然不能轻易拿下叶姓 刘祖也只能离开了 慢走 不送 叶姓淡淡一笑 悟空和子罗兰 两人开心地游历住 日久生情 一喉一花 渐渐产生了朦胧的感情 嗡 突然 一股强大可怕的气息 降临在了悟空和子罗兰的头顶上 子罗兰脸色大变 知道谁来了 只见刘祖降临在他们的身前 子罗兰 你已经晋级世界神 为何不会极北之地 刘祖冷声问道 突然 看出子罗兰仙子和悟空手牵手 愤怒无比 哼 一声冷哼 悟空整个人 被一股无形的恐怖威势击中 倒飞了出去 狠狠砸进弟弟 不 你住手 你若杀了他 我就和他一起死 子罗兰仙子大吉 连忙威胁说道 如果你放过小猴子 我愿意和你回去 子罗兰仙子痛苦地说出了这句话 他很清楚 他们两个是无法反抗留祖的 为了保护小猴子 就算很不愿意分开 也必须分开 刘祖冷哼一声 只见他的体内伸出了树根柳条 冲向了子罗兰仙子 虽然子罗兰成为了世界神 但只是最弱的世界神 在刘祖这位顶级世界神的面前 根本不够看 树根柳条 只见将子罗兰仙子绑了起来 放开子罗兰 悟空大怒 从地底冲了出来 挥动棍子杀去 不过 他怎么可能是刘祖的对手 直接被一根柳条抽飞了 小猴子 看住悟空被击飞 子罗兰仙子痛声叫道 眼泪不由自主流了出来 放心 他死不了 我们回北极之地 刘祖冷冷一笑道 他还是害怕子罗兰仙子自杀 因此不敢要了悟空的性命 然后捆着子罗兰仙子 消失在了原地 悟空双眼通红地看住消失的地方 愤怒到了极点 他一定要救出子罗兰仙子 哪怕拼了这条性命 悟空也飞到极北之地了 刘祖走了没几天 又一道恐怖的气息 降临到了济夏学宫上空 叶杏眉头一皱 怎么突然如此多的强者 降临自己的济夏学宫 叶杏的身影 消失在了鸿蒙神殿 当看见空间通道走出来的人之时 叶杏微微惊讶起来 来人居然是他的老熟人 天帝 天帝 你不好好找个地方躲藏起来 还敢跑来我学宫送死 叶杏杀气腾腾地说 他对自己迫害 对秘妃的迫害 今日该算一算总账了 叶杏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还是那么猖獗吗 本帝已经成为世界神 甚至比巅峰事后的罗侯天煞强一些 你拿下什么来和本帝动 天帝冷冷笑道 今日是应该是本帝铲除你这个祸害的时候 天帝心中自然非常想杀掉叶杏 没有正道的叶杏就如此厉害了 如果等到正道成功了 还有他的活路 今日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将叶杏扼杀在萌芽中 看来 你成为世界神之后 自信心道提升了不少 那我今日就看看 你这个废物成为了世界神之后 有多么的厉害 叶杏冷冷说道 开天府 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烦请订阅支持风于阿谷说频道更新 第120章 叶杏 本帝不相信你一个未正道的小子 真的强大到了无敌的境界 天帝冷酷地说 血连灯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散发着滔天的威势和血煞 中品太出至宝 天帝 抢走了你的天帝中 没想到又获得了一件太出至宝 看来 今天要恭喜我自己了 喜得一件中品太出至宝 叶杏淡淡笑道 可恶 且有此理 见叶杏态度如此嚣张 想起自己被他杀得四处逃窜 天帝心中就莫名愤怒到极点 轰 整个万里虚空 瞬间被一片血雾笼罩 血雾弥漫所过之处 所有的物品瞬间被轻视消融 太可怕了 天帝的气息变得妖异异常起来 和之前圣神光明 威严霸道的天帝简直判若两人 恩 叶杏眉头微皱 心中有好奇 天帝怎么突然如此诡异 这时候 浩浩荡荡 如同潮流的血雾 向叶杏汹涌扑来 叶杏冷哼一声 手中的开天斧劈出 轰 一斧劈开血雾 浑身散发出盘祖开天的大道气息 让血雾不敢再冲过来 盘祖的开天的大道气息 可惜 你不是真正的盘祖 今日你照样要死 天帝冷然地说 成为世界神 觉醒一些上界的手段 天帝变得异常自信起来 接招 天帝气势用地昂 顿时他的四周 生出了一朵朵血连花 成千上万 无边无际 每一朵血连花 都带着恐怖的威势 血连之海 天帝高高在上 冷漠地喝道 呼呼 天空中如同下起了血连花雨一样 一朵朵盛开的血连花 带着可怕的杀鸡 向夜性冲去 威势之大 将附近的虚空都完全崩碎了 天帝 你到底隐藏有什么秘密 这种攻击手段 不该从你手中使出来 夜性眉头一皱 冷淡地说 神魔合一 神魔图 魔性和身形 这时候同时从夜性的体内冲了出来 然后两道互相排斥的属性 居然融为了一体 在夜性的前面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神魔图 轰隆隆 一朵朵血连花 如同倾盆大雨一样 打在了神魔图上 而神魔图则像一把雨伞一样 为夜性遮挡大雨 恐怖的爆炸危能 已经让方圆万里 完全化为了一片废墟 好在 这段时间以来 密飞为记下学宫 设计了一套防御大阵 能够抵挡两人的战斗威势 这就是神魔双修的手段 居然挡住了本地的雪莲之海 夜性 本地真的很好奇 你是怎么样做到 能够神魔双修 天帝有些惊奇地问道 神魔双修 就算在更浩瀚无边的大千世界中 也根本没有听说过 他心中十分不解 夜性怎么做到神魔双修的 惊天动地的大战动静 自然惊动了雪宫的人 许多道强大的气息 叹了过来一叹究竟 天帝 没想到是你这个畜生 密飞愤怒地紧握双手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如果不是夜性闯进神庭救了他 恐怕他已经香消欲损 对于天帝的恨意 恐怖他是最强烈的 夜性 你一定要胜利啊 杀了这个王八蛋 密飞愤怒地说 原来是道祖和天帝大战 你们快看 天帝怎么变得如此邪义了 雪宫的人有些惊异地说 此时的天帝 根本没有了正大光明的气息 变得邪义无比 天帝真的大胆 成为了世界神 就以为有资格挑战道祖了 连魔祖都死在了道祖手中 对于两人的大战 雪宫弟子们自然清一色 看好夜性 道祖可是他们所有弟子 顶礼膜拜 崇拜到极点的对象 你好奇我就告诉你 我偏偏不告诉你 夜性冷冷笑道 如果真有神魔双修的方法 夜性早就交给了自己的儿女 和弟子们了 天父神珠 世间只有一颗 因此 能够神魔双修的人 也只有他夜性一人 哼 接我第二招 天地冷哼一声 浑身恐怖的气息 再次暴涌出来 血连花开 呼 天地将血连灯 寄了出去 无边的血海在涌动 可怕的煞气在滚动 血连灯这时候 散发出一阵滔天的血光 盛开了一朵妖艳的血花 哗啦 随即 一道恐怖的血光爆发出来 向夜性积舍而去 你也接我一招 夜性的脑海中 又浮现出来 盘组劈开混沌的一幅画面 他挥动开天府 进入了大道轨迹之中 劈天 今是一府 在虚空中劈开一道 涨数万公里的虚空裂口 直接劈碎了射来的血光 本地可不是那刚破风 虚弱的罗侯天煞 你的一府对本地 没有任何威胁 天地冷冷笑道 今天本地就让你无敌的神话破灭 斩灭你对我施加的耻辱 天地得意地大笑了 哗啦 一股非常可怕的诡异力量 从天地体内爆发出来 然后弥漫向四周 让方圆数十万里的虚空 都颤抖了起来 这是血连祖神 所在势力的至强神通之一 大道神通 天地 你居然会大道神通 夜性傻眼了 除了盘祖 还有人会大道神通 好眼力 你居然认出了 这是大道神通的气息 天地冷淡地笑了 然后 血连灯中又冲出一道血光 这一次 血光并没有积设向夜性 而是在天地的前面 形成了一柄散发着妖异红光 气息恐怖到极点的血刀 斩 随即 天地毫不留情地将血刀 斩向了夜性 开天 夜性使出了第二式 强横的一府批出 向血刀杀去 巨斧和血刀对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大道神通和大道神通互相对撞 爆发出蔑视之力 所有的一切都被大道之力摧毁 连被大阵保护的击下血功 都剧烈颤抖了起来 蜜飞脸色一变 连忙飞进了阵眼中 主持大阵 保护血功 什么 不 不可能 自己的志强神通 被夜性破掉 天地声音颤抖 不敢相信 你足可以自豪了 我创出开天三式 第一式 斩罗猴天煞 第二式 破周天星斗大阵 今日 你逼出了 我使出了第三式 夜性冷冷地说 他将使出自己最强的底牌 虽然两人都会大道神通 可惜 天地的悟性 那里比得上夜性 天地修炼的血刀斩 他不过才出入门道 而夜性修炼的开天三式 已经进入大成境界了 轰隆隆 神魔之力注入开天府中 夜性此刻的心思 完全沉浸在 看住皮开混沌那一府的 大道轨迹之中 如同盘祖在世 再次挥出了开天一府 破天 天地归须 恐怖至极 这一府 让时空都停滞了下来 天地更是被吓得的脸色 惨白到极点 他自信满满地跑来 找夜性算账 没想到他还留有 这么强大的底牌 大道神通 就算是世界神 没有数十万年的修炼 都入不了门 为什么 夜性这个只修炼了千年的小子 将一门大道神通 修炼到料如此极高的境界 天地这时候发现 夜性不仅修炼天赋 恐怖如斯 连悟性也是时间罕见 天啊 为什么这样可怕的妖孽 要和自己作对 面对夜性那至强的一府 天地不敢大意 连忙将血连灯 寄了出去防御 轰隆隆 这一府 将血连灯给披的从空中掉落了下去 然后 从天地的身躯上披过 啊 天地发出了惨叫声音 这一府之威 不仅是肉身上的重伤 同样伤及到了灵魂 那是痛到了灵魂深处的痛苦 哈哈 盗祖赢了 盗祖无敌 见夜性一府将天地重伤 学宫的人们都激动地呼喊了起来 夜性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蜜菲高兴地笑了起来 饭桶 成为了世界神也不过如此 看住凄惨大叫的天地 夜性冷冷说道 就这点本事 就赶来找我算账 接着无情地嘲讽道 不 不 不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天地不相信这是真的 自己费尽心机 夺取了第一团世界本源 为什么 还是依然不是夜性的对手 夜性 你这个王八蛋 本地一定会再来找你报仇的 天地大吼道 虽然自己打不过夜性 但只要破开天虚封印 到时候 夜性根本不足为惧 你逃不了的 见天地要逃走 夜性冷漠地说 天地中 夜性赶紧记了天地中 禁锢四周的虚空 不可能 天地中在本地手中的时候 不过极品混沌至宝 怎么可变成极品太出至宝 天地正恶道 满脸不相信 毕竟 天地中可是跟住他数百万年了 再熟悉不过了 血顿大法 天地咬了咬牙 使出了禁忌之术 顿时 居然破开了天地中的空间禁锢 化为一道极快的血光飞走了 没想到天地还有这等禁忌之术 他受了重伤 应该跑不远 这就去追杀他 夜性将天地一落的血连灯收到了手中 然后去追杀天地了 天地的实力不弱 又会大到神通 攻击诡异 夜性不想这样放过他 他倒不怕 就怕他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出手 随即 化为一道流光 向天地追杀而去 可恶 夜性这王八蛋 居然对本地穷追不舍 逃命的途中 天地感应到了夜性的气息 气得他愤怒不已 幸好 本地突破到世界神 可以在天地和前世之身上 任意转化 随后 天地降落在了一片森林之中 然后 感觉运转功法 将自己身躯转变为了 妖艳的血帘之足 气息也完全改变了 不久后 夜性从天而降 眉头微皱 明明自己感应到了 天地的气息在附近 为什么就突然不见了 什么人 给我滚出来 突然夜性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 在自己的附近 道祖哥哥 你为何对奴家那么凶满 这还是 一个身穿红色青纱 妖艳无比的绝世美人 一脸媚态 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对住夜性 抛出了一个爱你的魅眼 和刚才对夜性 喊打喊杀的态度 判若两人 你是何人 夜性瞬间提高了解决性 她心中大惊小怪 这妖艳无比的女人 居然是世界神 血连教 你听过吧 妖艳女子笑道 看住夜性手中的血连灯 妖艳女子吞了吞口水 这是她的本命质宝啊 可恶的夜性 第一次夺走天地中 现在又夺走了自己的血连灯 听说过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杀手组织 夜性点了点头道 对于血连教 她并不理解 但也偶尔听过 血连教 嗯 夜性突然反应了过来 自己夺下天地的质宝 不正是血连灯吗 不会如此巧合吧 她开始用怀疑的目光 看向妖艳女子 奴家正是血连教的教主连祖 你手中的血连灯 正是本教的镇教至宝 当初被那该死的天地夺走了 还夺走了一些本教的神通 连祖装作一脸恨意地说 彭芙很想将天地撕碎一样 大征之势降临 奴家好运正到成功 因此前来追杀天地 欲夺回血连灯 连祖笑道 夜性再次仔细地 打亮了眼前妖艳女子一番 最终 她还是选择相信了连祖的话 男变女 女变男 强大的修炼者 也是能够轻易做到 在夜性的前世地球 一个弱小到极点的世界 有一个叫泰国的地方 就能够轻易做到 更何况在这个强大的神魔世界中 只是 大家习惯了出生时的性别 基本上没有神魔 却变性罢了 夜性也能够做到 将自己变成女孩子 甚至连怀孕生子都能做到 但 一个人的气息绝对变不了 眼前妖艳女人的身上 没有一丝天地的气息 夜性于是相信 自己不是天地的变身 盗祖哥哥 我们两人何不联手 一起追寻那天地的下落了 成双成对 也好有一个照应 你可是奴家最崇拜的男人 连祖笑盈盈地说 如果能够待在夜性的身边 自己自然就最安全了 夜性永远想不到 自己身边的人 正是他想要追杀的天地 我没空和你一起 你自己一个去追吧 夜性没有丝毫 怜香惜玉的冷漠拒绝了 连祖给他感觉太诡异了 夜性可不敢跟他待在一起 那你能不能将血连灯 还给奴家了 我什么要还给你 奴家感激不尽 一定会好好报答盗祖哥哥 见夜性不同意 连祖微微有些失望 只能退而求此道 我是从天地手中夺的 可不是你血连教手中 夜性又不是金虫上榜 一见中品太出至宝啊 珍贵无比 夜性不是傻子 也没那么大方 然后不再理会连祖 化作一道光芒 继续去追杀那天地了 夜性啊 夜性啊 你慢慢找吧 哈哈 你是不可能找到本地的 夜性走后 连祖露出了诱人的妖艳笑容 等本地打开了天虚封印 就是你的死期 寻找了天地三天三夜 没再感知到他的气息 夜性只能无奈地返回了济夏学宫 夜性 怎么样了 天地那混蛋死了吗 夜性刚返回济夏学宫 蜜飞就跑了前来 急迫地问道 对于天地 他恨了骨子里 哎 没有找到他 让他逃跑了 这时夜性又想起了那血连教的连祖 始终感觉他有些怪异 但又发现不了什么 虽然没斩杀天地 但夺下了他手中的血连灯也不亏 这可是太初至宝 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没事 下次看见他 一定杀了他 帮你报仇 看住失落的蜜飞 夜性对住他承诺 谢谢你 蜜飞含笑点头道 夜性 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力量 到达了一个质变的瓶颈 我们现在进屋双修 帮我突破瓶颈 到时候我就有正道的资格了 再次提及双修 蜜飞已经不再害羞了 毕竟 两人已经很熟悉了 嗯 我们这就去双修 夜性拉着蜜飞的手 去了自己的修炼秘室 轰隆隆 蜜飞再一次发出了火山爆发的舒爽感 她的灵魂力量 瞬间得到了质变 从一方湖泊 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突破了 突破了 谢谢你夜性 蜜飞高兴地说 我这段时间 要进入闭关之中 准备正道的东西 这太好了 没想到你已经达到了正道的边缘 对于蜜飞达到了正道的边缘 夜性非常开心 随后 蜜飞进入了闭关之中 为正道准备 而夜性继续她的神魔双修的研究中 只有神魔两性百分之百融合 她才能够达到正道的边缘 算算时间 已经过了数十年 也该下界接奥越上界了 现在正值大争之势 修炼最容易的时候 让因奥越上界修炼 自然是最好的事 夜性冲上了天空 再次撕裂空间壁垒 准备下界 她的实力太强了 下界自然违背了世界规则 无数道蔑视神雷向她袭击而来 不过 有神助的帮助 神雷还没有降临前 夜性就已经离开神魔天界了 让蔑视神雷 劈了一个空气 云霄天界 依附中千世界神魔天界的一方小千界 此界的统治者 乃是天界 天界有五位帝君 共同执掌天界 统治世界 中央天帝 东方东华帝君 南方南华帝君 西方西华帝君 北方北华帝君 都是天神境的强者 五十年前 东方天界 凌威战神 私自怀孕 产下一女 震惊了整个天界 战神怎么能怀孕产女了 东华帝君大怒 逼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是要撕碎这个 让战神怀孕的男人 这件事 让他东方天界 遭受了奇耻大辱 凌威战神心中无奈呀 我怎么知道是谁 自己都是处子之身 莫名其妙就怀孕 然后产下了一女 而且 对方强大又神秘 他也不知道是谁 无法回答东华帝君 询问无果 东华帝君是要出手这个私生女 母性是伟大的 凌威战神 怎么可能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处死 凭及神秘人赠予的天灭剑 与东华帝君大战 虽然他占领逆天 更有天灭剑助威 但毕竟只有半部天神境境界 远远不能和天神境的东华帝君相比 最终战果 凌威战神重伤 用尽最后的生命力 将因奥越和天灭剑送出了天界 然后 相消欲损 东华帝君大怒 是要出了这个孽女 而且 那把天灭神剑 他看中了 也气了贪念 奥越被自己的母亲凌威战神送下凡间之后 被苍松剑派掌门收养 收为唯一关门弟子 因奥越 有业性帮他塑造的绝顶天分 五十年之间 便修炼到了涅槃境 超越紫府境的苍松掌门 成为凡间绝顶强者之一 一座巨大的山峰之巅 建造有一片巍峨雄伟的宫殿 正是天离宫的驻地 云霄天界凡间最强修炼势力 这时候一个红袍男子飞进了一座大殿中 公主 大事不好 红袍男子急忙禀告道 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住击 天离公主眉头微皱 老祖宗最喜欢的玄孙被人杀死了 红袍男子全身颤抖地说 那可非清楚 少公主被杀了 将会是多大的异常腥风血雨 你 你说什么 继而被杀了 天离公主脸色苍白 痛声说道 陈玄姬天离公少公主 更是陈家老祖宗最宠爱的玄孙 而陈家老祖宗 早在十万年前就得到成神 升入了东方天界为神 传言 他已经修了到真神境 成为东方天界中的大人物 他是怎么死的 天离公主愤怒吼道 少公主他看上了苍松剑派的英奥远 可惜 他对少公主不屑一顾 于是少公主就带人去强弩他 最后被他反杀了 红袍男子如实说 本宫安排的人可是三名涅槃静 和一名不朽一重的强者 作为妻儿的保镖 英奥远不过才涅槃静 又怎么可能杀得了他 天离公主不解问道 本来英奥远不是对手 可是突然有一柄神剑飞到了他的身前 神剑 威力无穷 一剑就将少公主五人秒杀了 红袍男子惊恐地说道 那神剑之威 他亲眼见识 太可怕了 因为惧怕神剑之威 他也不敢现身抓捕英奥远 赶紧飞回了天离公 禀告这个消息 走 立刻赶去苍阳山 灭了苍松剑派 将那英奥远挫骨扬灰 天离公主恨声说 随即调动天离公的强者 快速地赶走了苍阳山 苍松剑派 正阳大殿 奥远 你杀了陈玄姬 天离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快走吧 躲得远远的 不要让人发现了你 苍松掌门急迫地说道 不 弟子不走 我走了 天离公一定会灭了整个苍松剑派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让我和天离公的人拼了吧 英奥远倔强地说道 他不愿意连累师门 苍松剑派的掌门人 也不过子府境界 在天离公的面前 如同蝼蚁 你这个孽徒 你不听为师的话了吗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苍松掌门洋装生气地喝道 英奥远小小年龄 就修炼到了涅槃境 前来前途无量 无法让他死在天离公手中 哼 走 走不了了 一道冷哼声音 响彻了整个大殿 强大的能量波动 数十名天离公的强者 在天离公主的带领下 闯入了正阳大殿 可怕的威势笼罩下 小小门派苍松剑派的弟子们 早就吓得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英奥远 你居然杀了吉尔 把你千刀万剐 也不足以抵罪 天离公主双眸中煞气浓浓 陈玄姬死了 他不但失去了爱徒 更无法向老祖宗交代 老祖宗如果暴怒了 他都不会有好下场 心中对英奥月 可谓是恨死了 他想要侮辱我 我自然杀得了他 英奥月冷声说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这种侮辱的事情 天生就非常厌恶反感 因此 他才会不计后果 怒而杀了陈玄姬 卑贱的女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的身份地位 能够和姬儿比吗 她要你的身子 是对你的天大荣幸 你不好好接受 还杀了她 最大至极 天离公主 立声说道 苍松剑派 不过是个三流小派 直接处死你 太便宜了 将你抓起来 交给老祖宗发落 天离公主脸色深沉 直接出手 抓向英奥月 她是半神强者 自然不将英奥月 这个小小的涅槃修为 放在眼里 奥月 苍松掌门脸色大变 但半神的威势太大了 她连出手相救的资格 都没有 浑身动弹不得 然而 这时候 一道剑光展出 天离公主脸色微变 急忙收回了手 好厉害的神剑 光剑气 就割伤了本宫的手掌 看住低血的手掌 天离公主 正恶地说 天灭剑 可是极品先天之宝 放在神魔天界中 也是许多真神 真魔强者争夺的东西 在云霄天界 绝对是最强神奇之一 她一个半神 自然能够轻松伤得了她 英奥月 你想要顽抗 害死整个苍松剑派吗 天离公主冷冷威胁 见识了神剑的威力之后 她不敢轻易出手了 我可以随你走 也可以放下手中的神剑 但你们必须放过 整个苍松剑派 否则与死网破 即使死也要拉你们垫背 英奥月冷冷说道 行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神剑 我们可以放过 整个苍松剑派 天离公主 沉生点了点头 手持神剑的英奥月 太强了 对她都小有威胁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 放过小小的苍松剑派 也没什么 有了她手中的神剑 交给老祖 想来 老祖宗的愤怒情绪 会减小很多 不至于怪罪于自己 得到了天离公主的承诺 英奥月毫不犹豫地将神剑丢在了地上 一脸决然的决心赴死 能够保住苍松剑派 她死而无怨了 奥月 是为事无能 庇护不了你 苍松掌门痛苦地说 自己这个师父真是个废物 连自己的弟子都庇护不了 亲眼看着他去赴死 你庇护不了他 就让我这个师父来庇护他吧 就这个时候 一道弹幕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苍阳山 随即 虚空撕裂 一道霸威帅气的男子身影 走了出来 正是叶星 他在奥月的身上 留住自己的先天阳气 自然轻易找到了他 降临云霄天界之后 便赶来了苍阳山 撕裂虚空 你 你是神 天离公主大惊失色 只有神 才有资格撕裂虚空瞬移 苍松掌门和殷奥月 也一脸猛逼地看住叶星 不知道为什么 叶星自称是殷奥月的师父 他们根本不认识叶星 前辈 殷奥月杀的姬儿 可是陈家老祖宗最喜欢的玄孙 而陈家老祖宗 可是东方天界的真神强者 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天离公主威胁说道 突然出现一个神灵 让她忌惮不已 只能将陈家老祖宗推出来 让对方害怕起来 混账 你也敢威胁我 叶星冷冷一哼 轰 一股可怕的气势 冲向天离公主心 直接让她撞得半死 天离公的人大惊失色 恐怖地看向叶星 太强了吧 一到冷亨 就重伤自家半神公主 虽然不认识叶星 但苍松掌门脸色露出了大喜 奥月有救了 而因奥月突然眉头微皱了起来 似乎感觉在那里 见过这个神秘人一样 但又想不起来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那陈家老祖宗下凡来吧 叶星淡默地说 前辈不要 陈家老祖宗可是真神尽强者 听闻叶星让天离公主叫陈家老祖宗 苍松掌门脸色大变 可是叶星没有理会她 真神 祖神都是她眼中的蝼蚁 你一定会后悔 天离公主痛苦地呻吟 然后 立即开始联络陈家老祖宗 什么事 不是说了不要轻易打搅我吗 一道恐怖的声音 呵斥道 吓得苍松掌门 天离公众人瑟瑟发抖 老祖宗 姬儿被杀了 天离公主瑟瑟发抖地说 在这尊大人物面前 她说话都非常小心 什么 啊 姬儿死了 她死了 声音的主人无比暴怒 轰隆隆 忽然整个天空翻滚起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降临而来 除了叶姓 所有人都被跪在了地上 无法抬起头来 随即 天空裂开了一道空间通道 一位黑发黑袍的中年人 充满灵力气息地走了出来 是谁 是谁杀了我的姬儿 声音如雷轰鸣 可怕至极 你的声音太吵了 叶姓冷声说 随后 抬手就是一掌 向陈家老祖宗盖押而去 陈家老祖宗还没开始装逼 连惨叫声音都来不及发出 就被叶姓一巴掌直接拍死了 啊 陈家老祖宗 这 天离宫的人 全部傻眼了 真神镜的陈家老祖宗 就这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就直接被拍死了 此刻 他们非常恐惧地看向叶姓 根本没想到 眼前这个黑衣男子不只是神 还非常恐怖的大神 都去陪你们的鸡儿吧 叶姓淡淡说 像扫垃圾一样 一道神光涌出 将天离宫的人都精华 化为一道青烟 这一幕 苍松掌门和英傲月看傻了 强壮的天离宫等人 在眼前之人的面前 连蝼蚁都不弱 天啊 这神秘人到底是何人 强大到料如此离谱的境地 苍松见过上神 多谢救命之恩 苍松掌门连忙跪在地上 颤躲着身子说道 殷奥月也赶紧跪在了地上 奥月 重生一世 没想到你自私嫉妒的性格 已经没有了 懂得牺牲自己 保护自己的亲人 叶姓很满意地笑道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乎 这算是人吗 和禽兽有什么差别 叶姓不在乎时间苍生的生死 但却很重视自己的亲朋好友 为此 他还强行下界去寻找他们 前辈 你认识我吗 殷奥月一脸疑惑地看住叶姓 为师替你开窍 随即叶姓伸出中指 点在了殷奥月的眉心上 一道神力注入了他的脑海中 殷奥月郊躯一阵 神情瞬间变得呆滞起来 一道道记忆浮现了他的脑海 他终于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师父多谢你让弟子转世重生 洗钱进了前世的污渍 让弟子重回你的门下 殷奥月激动地说 他没想到当初自己自杀之后 还能够重新复活 更没想到师父原谅了自己 让自己重回他的门下 他此时心中太高兴了 眼中泪光闪闪起来吧叶姓 扶起了他 苍松掌门完全惊呆了 没想到这人竟然真是奥月的师父 一时间 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奥月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师父 不像自己这样废物 从今以后 奥月不再是你的弟子 叶姓突然对苍松掌门说 自己的弟子 只能有自己一个师父 前辈 这个没问题 虽然有些不舍 但苍松掌门也没介意 毕竟自己太弱了 根本没有资格当奥月的师父 奥月 苍松掌门将你养大 对你有大恩 你拜他为义父吧 苍松掌门欲舍命保护奥月 让叶姓很欣赏 虽然天赋差了一点 但也可以带入神魔天界 让他加入祭夏学功 至少也能够成神 寿命永恒 奥月拜见义父 因奥月没有任何犹豫 好好好 苍松掌门 激动地连到了三个好字 凌薇 是我欠你一份因果 了解了凌薇战神的事情之后 叶姓叹息了一声 如果不是自己让他怀孕 也不会跌倒 如果是陌生人 死了就死了 高高在上的道祖 自然不会在乎 但 不管怎么说 凌薇战神 都是自己弟子 因奥月的母亲 叶姓自然感觉 有些对不住他 奥月 她是你母亲 她的仇 你亲自去报 叶姓说 是 师父 我一定灭了东方天界 杀了东华帝君 殷奥月杀意凌然地说 自己的母亲 为了保护再而死 东华帝君必须偿命 云霄天界修炼速度太慢了 因此 叶姓决定先带殷奥月 去神魔天界修行 等实力够了之后 自己再带他去下界报仇 随后 在叶姓的示意下 苍松解散了苍松剑派 跟随叶姓飞升了神魔天界 师父 这就是你当初飞升的世界吗 这灵气浓度太强了 因奥月惊讶地说 之前 他以为天界就是最好的东方 现在才发现 天界与这里相比差太远了 我 我居然感觉到的修为开始提升 已经数百年没动过的 子府进瓶颈 居然松动了 苍松激动到了极点 道祖 你找我来 有何事了 这还是 学宫的三长老走进了鸿蒙神殿 大征之事来临之后 他已经修了到祖神境了 苍松紧张地看向来人 气息太强了 他觉得自己如同蚂蚁 一下蚂蚁 没想到 他居然是奥月师父的下属 看来 奥月师父 在这个世界的身份不低 如果让苍松自然 叶姓有九天十地 神魔两届第一高手的名声 不知道会下场什么样子 这是我弟子的义父 他就交给你照顾了 是 道祖 随后 苍松跟随三长老离开了 短短一年 在叶姓的权力培养下 殷奥月已经修炼到 真神境巅峰了 大征之事修炼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还有叶姓这个道祖指点 以及无穷无尽的资源 修为可谓是日行千里 师父 虽然那东华帝君是天神境强者 不过也才天神初期 弟子有信心斩杀他 灭他东方天界 恳请师父带我下界 找他报母亲之仇 让东华帝君多活一天 殷奥月也觉得全身不舒服 想要下界 要有古神境的实力 才能打破世界壁垒 嗯 为师这就带你前去 叶姓点了点头 随即拉着殷奥月的手 打破世界壁垒 再次降临云霄天界 你登天为母报仇吧 叶姓淡淡说 殷奥月手持天灭剑 身穿母亲的白色战神铠甲 英姿薄发 带着无比凌厉的气息 冲去了东方天界 站住 你是什么人 也敢闯入东方天界 守门的虚神神卫 力声喝道 灵为战神之女 前来要那东华帝君的性命 殷奥月双目冷冽 冷冷地说 大胆 神卫大怒 向殷奥月杀去 殷奥月手中的天灭剑一挥 所有的神卫瞬间灰飞烟灭 这时候 东华帝君被惊动了 凭空凝聚在了天门外 战神铠甲 天灭剑 你是灵威之女 白衣 白发的东华帝君 惊讶地说 哼 你这个孽女 当日没有处死你 没想到敢跑来送死 东华帝君脸色森寒 冷声说道 哗啦 东帝剑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东华帝君 你杀死我母亲 今日我就灭了你东方天剑 殷奥月冷傲地说 狂妄 还没有谁能够灭我东方天剑 东华帝君大怒 杀向殷奥月 轰轰轰 激烈大战 整个东方天剑都颤抖了起来 什么 你居然比你母亲战力还要高强 东华帝君惊恶道 东华帝君 受死罢 殷奥月一剑斩东华帝君 不好 东华帝君脸色大变 连忙抵挡 可惜 他根本抵挡不住殷奥月的恐怖剑气 东帝剑居然断裂了 他也喷出了一口鲜血 重伤 你 你不过真神境巅峰境界 居然重伤了本君 东华帝君一脸惨白地说 他做梦都想不到 殷奥月能够伤了他 去死吧 殷奥月杀向东华帝君 就在这时候 一道恐怖的力量涌来 将殷奥月击退了 一位帅气青年模样的人 带着笑意看住殷奥月 凌威之女 你已经伤了东华帝君 就没必要取他的性命了吧 青年说 你是何人 敢阻止我报仇 殷奥月冷声说 无乃天地 天道执行人 云霄天地淡笑道 云霄天地 云霄天界最强者 云霄天道的执行者 类似洪荒的洪军 东华帝君是他的亲弟弟 自然不会看住他被杀死 放过他可以 除非我母亲能够复活 殷奥月冷冷说 灵为战神之死 乃是天命 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 否则也将死于天命之下 云霄天地冷酷地说 那他今天就必须死 为我母亲尝命 殷奥月再次出见 云霄天地背后 突然浮现一尊巨大的天神虚影 然后一掌向殷奥月拍去 轰隆隆 殷奥月直接被击飞 天地不仅有天神进巅峰的修为 还是天道执行者 实力不知道 比东华帝君强大了多少倍 灵为之女 你既然执迷不悟 本帝今天就带天执法 将你镇压 云霄天地无悲无喜的声音 在东方天界浩荡阵响 就凭你也敢镇压我弟子 这时候夜性出场了 随意一巴掌 直接将天地后面的天神虚影拍碎了 这 天地不敢置信地看住夜性 自己可是天道执行者 居然被人一巴掌差点拍死 他已经明白 夜性强大的可怕 自己万万不是对手 奥月 可以去杀了他们两个 夜性冷冷地说 前辈 如果复活灵威战神 是不是可以绕过我们 云霄天地突然说 好 只要复活灵威 可以饶你一命 夜性点头道 灵威不死 自然就不用报仇了 而且 他也很好奇 这一方小千界的人 怎么样复活一个死去的人 我现在就带你们前去转生池 灵威战神死后 他的灵魂被收入了转生池 可以将他的灵魂 从转生池中唤醒 转生池 是云霄天界最大的秘密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云霄天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转生池 收藏灵魂 区区一方小千世界 还有这等质宝 夜性心中暗道 转生池 成功吸引了他的兴趣 自己的女儿 一直想要建立一个 能够生死轮回的地府 这转生池 说不定是契机 很快 在云霄天地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位于中央天界的转生池 感谢观看